第六百三十七集 这件事情是公其正人心中永远的痛 他从来没有跟人提及过 就是想要将这杯苦酒给酝酿着 一直到自己顿悟了 入了化境之后 再入过中华为自己的师父报仇 却没有想到 此时此刻 居然有一个自中国来的家伙 对他说起这番话来 那公其正人的中国话并不利索 在全身一僵的一瞬间 只能勉强地拼出几个单词来 怎么 你有关系 我平静地说道 对啊 我亲手将那装笔犯的脑袋给斩下来的 那个学飞的呀 可真爽 公其正人听到这种话语 顿时止不住心中的愤怒 曾经无数次午夜梦会之时 所感受的那种震撼和惊悸 顿时就涌上心头来 于是他在一秒钟之内 打光了自己手枪里所有的子弹 而这启发子弹 却没有一颗命中敌 就在公其正人 扣动扳机的那一瞬间 面前这个高举双手 仿佛完全无害的落腮胡子男人 突然扭曲了 竟是化作一阵的幻 那子弹都穿透了他的身子 落在后面的树干上去 将树皮砸得皮开肉绽 而就在那一瞬间 公其正人感受到脖子处 突然一阵发凉 多年的训练 让他对于死亡 有着一种接近于天然的亲近感 下意识地朝着地上一滚 避开了这一丝凉意 公其正人这几乎是下意识的举动 挽救了他一次性 一道摆落疾风的掌刀 贴着他的头皮划过去 掌辫的硬茧 在那一刻便宛如刀锋般锐利 近期贯注 却是将他的几缕头发 给轻飘飘地滑落下来 公其正人在地上一阵地翻腾 紧接着将肘上的枪朝着我这边砸过来 而意外失手的我呢 则来了一个借力打力 将这没有子弹的手枪轻轻那么一拨 朝着远处正非心瞄准我的三个人挑了过去 挑动之后 我没有再次停留 而是以公其正人纠缠在一起 然后控制着两人的方向 朝着林子的深处移动 战场上的榴弹最是可怕 尽管我对于子弹已经没有了太多的畏惧 不过被人用枪指着射击 也并不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能够避免 尽可能的还是避免的好 杰克旁边的那两个泰国人 当真也是力量子 对方显然也并非是擂台上成长起来的泰拳高手 手底下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的性命 故而 即便是我与公其正人保持着难解难分的距离 他们也是毫不犹豫的举枪射击 试图从空隙底将我给一击击倒一半 时刻需要分心防范榴弹的袭击 这使得我并不能全心投入到与公其正人的交手之中 而这个被称为清禾一川得意弟子的家伙 显然也是有着足够本质的 所以这一时半会儿 两人竟斗了个平手 而且对方一处豁出性命的价值 在气势上居然还能压上我一筹 不过这样的情况 在小白虎和步鱼的介入战斗 立刻便斗转了 原本潜入林子边缘 准备将这四人包围的步鱼和小白虎 乔阵这边居然打起来了 便再也不顾前逆的必要 在对方的子弹打尽 准备换弹夹的时候 陡然出现 影响那两个在远处打冷枪的泰拳高手 我并没有关注那边的战斗 而是当听到枪声骤停的一瞬间 整个人就变得轻松无比 一边后退 一边朝着攻击证人笑道 哎呦 不错 有你师父几分影子 可比版本龙二和松起浪一浪厉害许多 正挥舞着一把小太刀劈砍的攻击证人 听到这两个人的名字 眼睛瞬间就红了 咬着牙齿 却认道 你果然 就是那凶手 我几次空手多百人失败之后 方才明白 对方在剑道之上的造诣 其实已经是达到一个不凡的水准了 要不然 那个杰克也不可能将其以为臂膀 想到这里 我决定给对方一个必要的尊重 于是后退了几步 从怀中 缓缓地抽出那把 已然变化的天翻地覆的陨血寒光剑来 将那剑身前耻 平静地说道 栽了清河那老装笔饭 并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 之所以跟你提起 不过是觉得你跟你师父有缘而已 公其正人的眼睛里 散发着凶狠而杀戮的光芒 这种眼神 我熟悉无比 一定是手底下有着无数条人命的人 方才能够生出的杀气 接着 他嘴唇微微一抖 吐出了两个字 有缘 我认真地点点头 对 有缘 能够同时死在我的剑下 当真是一场缘分 也不枉你们今生做了师徒 来 送你上路 见你师父 对方想要我的性命 我呢 却也没有太多的话好讲 这小日本 为师父报仇 刚才是凶狠无比 一副想要跟我同归于尽的架势 方才能够压我一头 然而对于这件事 我心中自然有火 此刻 隐穴寒光剑 卧在掌中 哪里还轮得到他来嚣张呢 当下 剑光一扬 一股宁如实质的龙威 直接碾压对方的心头 接着 长剑一转 化作万般流光 以攻其证人的小太刀 不断地碰梗 我的实力 实在是超出对方老大一劫 不过却并未有 以利亚人 每一次 我都正好压出一点点 有意识地控制住节奏 当对方的锐气 给消磨殆尽之后 我终于在一瞬间 将大脑放空 带入到当初斩杀 清河一川之时的情感里去 人生真地 一剑斩出 呱 配合着无上的剑翼 再加上脱胎换骨的 隐穴寒光剑 这一剑毫无阻碍地 斩断了对方手上的 名气小太刀 接着将那攻其正人的头颅也披扎下来 这一剑是如此的快速 以至于一劲划过之后 头颅既没有飞扬 鲜血亦没有喷洒 攻其正人 依旧还是攻其正人 只不过 却跪倒在地 一双充满力气的眼睛之中 不断冲着血 渐渐地 染上了死气 然后扑通一下倒到地上来 那脑袋 终究还是滚落而下 不过 却没有鲜血流出来 所有的鲜血 都在陰血寒光剑 划过他脖梗的一瞬间 被吸入剑身中去 我将攻其正人击败 回转过身来 布鱼和小白虎 早已将泰拳高手卖了轰 亚桑克勒给料理地倒在地上 泰拳 讲究的是凶狠毒辣 不死不休 故而两位 也终于符合了全数的奥义 再难起身 唯有刚才那位得意洋洋的杰克 一脸死气地往后退开 嘴里还喃喃地念叨着 天哪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怎么可能 他们是全泰国最好的高手之一 我走到杰克的跟前来 手一扬 掌控气场 接着一抓 立刻传来音爆的声音 杰克说然变色 而小白虎则用一把枪 逼到他的左侧 从他的怀里 掏出了一个手机一般的电子仪器 又从他的耳朵里 掏出一个小扭扣来 我指着这两样报废的东西 微笑着说道 啊 杰克 你还准备叫人过来救你 对吧 杰克的脸上好一阵的沮丧 不过却显得十分光棍 耸着肩膀说道 好吧 好吧 你赢了 我输了 事情就是这般简单 告诉我 你要怎么处置我 我摸着满是落腮活的下巴 并不说话 而杰克 瞧见我的眼神 变得有些阴冷 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寒颤 冲着我说道 喂喂喂喂 在你下决定之前 先好好考虑一下 我可是光明会 驻曼谷的情报联络官 杀了我 会很麻烦的 对了 我这里有情报 可以跟你交换 他从上衣兜里 掏出一根钢笔模样的东西来 对准了我 仿佛要递过来 瞧见这个玩意儿 我的脸色疏然就变得一阵阴冷 身子一晃 人便出现在他跟前 一把捏住那只钢笔 淡然地说道 杰克 啊 应该是 克斯米斯基先生 你知道我是从中国来的 却不知道我来自于哪个组织 在我们那儿 钢笔枪这种东西 实在是太普遍了 真的没有必要再拿出来 把我们当作没见过世面的小孩一般哄 这般说罢了 我将那钢笔 强行扭转 对准这个帅得一塌糊涂的老帅哥的太阳穴 轻轻地扣动了半截 杰克在此之前 对偷袭还充满了期待 然而被我识破之后 立刻是充满了绝望 口中大声求救着 后来甚至都说上英语了 然而所有的话 在最后一声响动之后 全部终止了 这个自称为光明会驻曼谷的情报联络官 轰然跪到在地 脸上的表情一阵扭曲之后 随后居然头颅消融 化作了一堆血泥 好厉害的钢笔枪 搞科技呀 杰克这临死前的一搏 将他自己彻底地送入了深渊里 我呢 再也没有过多的盘问 直接将他想要对我做的事 加注于他自己的身上 想要别人死 最好自己做好先死的准备 中了钢笔枪的杰克 在几秒钟之后 化作了一滩烂泥 那血肉冒着滚滚的浓烟 让人闻之欲偶 我瞧见 那不断翻滚着气泡的血肉 想着倘若刚才杰克能够得手 只怕我的下场 应该不会比这坛烂泥好上多少 如此一想 我整个人都不由得一阵冷汗 晓得世间的奇人意识多疑 手段更是分成而出 未必有点手段 就不会死去 很多的时候 英雄 往往都是死在 名不见经转的小人物手里 靠的 完全就是两个字 意外 意想不到 又没有谨慎的态度 自然是难以存活 念及此处 我不由得 越发的谨慎起来 这个时候 布鱼和小白虎 都靠拢到近前 敲见地上这滩翻滚的血泊 脸色都不好看 我问布鱼道 那两个人怎么样了 布鱼摇摇头 真正的泰拳高手 出手从来都暴力 不死不休的 刚才实在是没办法留守 要不然死的就是我们了 所以那两个都没活下来 我没有多说什么 让人搜了一下那三个家伙 发现关键的东西都在杰克身上 而他的死去使得一切的线索变成了泡影 不过我也并不在乎 家三人都给拖到这滩血泊之中来 那血肉具有超强的腐蚀性 把尸体往上一扔 便如同热锅汁上的牛油 没一会儿便消失得没有踪影 只剩下一滩 让人看着头皮发麻的血肉 和难以溶解的金属物在上面 这玩意儿 也不知道是用什么材质做成的 杀人灭口 倒是一把力气 带四具尸体化作乌有之后 我们弄来一点浮土 将这一片血泊给稍稍掩盖 之后便沿着原路折回来到路边 瞧见杰克等人 一路开的越野车正停在路边上 我让小白虎检查了一下 将上面的通讯系统和定位装置都给破坏了 接着将这车开着 一路来到了码头 我们并没有直接前往码头 而是将车在附近的一处停车场给一扔 接着徒步前往 因为泰国近年来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关系 前往格谷岛的轮船还算是不错的 我们稍稍装扮一份 接着在下舱位选了一个角落的位置落了座 轮船起航冲着格谷岛前进 这一天的天气很不错 天也蓝 海也蓝 外面的风声平和 有海鸥在不远处不停地回旋 小白虎瞧见如此美景 不由得一阵眯眼 舒服极了 连日来那粘稠的空气都变得清爽气氛 我坐在座位上 闭目养神 闲来无事 便将当年下山之时 师父传给我的神职大六刃拿出来 套入近日的诸多事件 开始推算起来 这六刃 是东方最古老的占星学 是用 士盘占不及胸的一种术术 六刃与顿甲 太乙 合成三式 而大六刃 则是建立在星象学基础之上 构建的另外一套体系 是古人通过观测星辰的变化 从而记录出来的一种逻辑 我们知道 宇宙空间的能量场 它无时无刻 不再像地球产生的各种辐射 这种辐射 积极或消极 有力或有害 都影响并推动人 事 万物 发生着改变 或在人与人 人与事 人与万物之间的有效范围内 产生信息的相互交流 大六刃呢 就是把这种特殊能量场影响下的人 事 万物 进行定位 依据日 月 星 尘的变化 对宇宇宙能量场的影响规律 对宇宙能量场的影响规律 形成一套完整的解读宇宙信息密码的智能 高效 准确的预测方式 此法精妙无比 变化万千 非有会心者是很难精通其中的奥妙的 而即便是如我师父那般已入化境的高人 也仅仅能够把握其中一缕的线索 而即便如此 能够预算到未来 以及警照等事 就已经是十分逆天了 我这些年来 心思大多沉浸在修行上面 而对于这一套推论逻辑的东西 其实专严的并不算多 所谓树叶有专攻 不外如是 然而 我师父在毕死官之前 曾经特意嘱咐过我 没事的时候 多沿袭一些大六刃 会对自己的修行有很大的帮助 毕竟啊 修为和境界是两条腿 不能出现短板 否则就很难逾越那一条艰难的险峰 瞧见彼岸的风景 我闲着无视 缓慢地推算着 本来也没有指望它有多少作用 毕竟 之前无数的尝试都失败了 也不在乎多上一次 然而不知道是为什么 这一次 我的感觉却格外强烈 我一旦开始进入计算的状态 整个人的大脑层面的活跃度 在一瞬间就达到了峰值 无数的可能性 在意识之中排序推演 接着 一股莫名其妙的刺痛 就在我心头出现了 当这刺痛出现的那一刻 我终于明白了原因 唯有对于死亡的恐惧 方才能导致这种异常的情况 而这般说来 我们倘若按部就班地乘着轮船 前往阁谷岛 只怕我们即将面对的 就真的是我推算出来的 死路一条了 第六百三十八集 想到这儿 我便再也坐不住了 睁开了眼睛 对着旁边的布鱼说道 我们现在 在哪儿了 布鱼上船的时候 已经详细地问过 轮船的具体情况 心中估算了一会儿 很快就给出了答案 应该 还有七八海里 就能到 隔骨岛那边的码头了 我不动声色地站起来 低声问道 你们隔半分钟 也离开这里 跟着我 到舱外无人的地方 布鱼和小白虎不解其意 不过出于对于我的盲目信任 很快就在我出舱之后 也来到外 我左右一瞧 发现旁边 都没有什么人注意 便对两人说道 我们不能这样 直接前往码头 那可能会有埋伏 所以 我们得立刻下船 游到隔骨岛去 布鱼 你下的方向吧 布鱼 本就是水中妖兽 对于钱勇这种事 一点的心理负担都没有 他点了点头 表示可以 反倒是小白虎 有些不愿意 这女孩啊 尽管水性不错 但是出于天性 对于沾水的事 都是有些排斥的 不过 他终究还是 绕不过我 三人沿着船旋 敲不作声地 翻身下着 布鱼一入水中 虽然并未有展现出原形 不过那一双臂膀 却无比有力地抓住了 我和小白虎 双腿摇摆 推着我们 跟上前方的轮船 朝着隔骨岛的方向 不急不缓地游着 布鱼的水性极佳 而我 也并不入 一行三人 在水中潜游着 远处的轮船 受限于设备的关系 并没有发现 已经有人离开 游了不多时 远处便能瞧见 隔骨岛的轮框 紧接着 渐渐靠近了 那轮船入港 而我们呢 则在远处 缓慢地接近陆地 在布鱼的帮助之下 他将我们送上了岸边 然后又自告奋勇地 前往马头方向 打探消息 小白虎上岸之后 深深地吸了好几口气 紧接着 猛然一抖身子 将身上的水珠 全部甩入 近期一发 连衣服的潮气 都给蒸发了个干净 而我呢 则在岩郊的附近 仔细观望一本 发现附近没有人 放在安心一边 找了一处岩石的角落 盘腿而坐 恢复前永时消耗的气息 大概过了一刻多钟吧 不远处的水面 一阵地涌动 露出一个光溜溜的岛队来 布鱼来到岸边 小白虎招呼了过去 等到了跟庭的时候 焦急地问他道 怎么样 那边到底什么情况 布鱼的脸色 却有些不好 对着我说道 这轮船鱼靠码头 立刻有十多个穿着 藏青色长袍的光头人 挤入其中 手中似乎还拿着照片 再对比乘客 接着又找到 轮船工作人员盘问 没多久 人大概搜完了 就把游客给放走了 但是还有人 在轮船里面搜他 瞧这架势 应该是冲着我们来的 穿藏青色长袍的光头 这些人 应该就是巴干达乌教的信徒吧 我点了点头 然后又问 那这些人的实力如何 能不能看出来呢 布鱼摇头说道 若是论平均实力 其实还不如 刚才那个白种人的手下 不过我总觉得 这些人的身上 有一股很危险的气息 而且在码头那边 似乎还有埋伏呢 老大呀 幸亏你突然提出离开 要是等到我们抵达了码头 恐怕少不了 又是一番恶斗了 我点了点头 这大六刃 当真应该找时间 好好的精通一番 别的不说 至少能够提示危险 三个人在庆幸的同时 心中有多少有些奇异了 我们此番前来格武岛 寻找置饭和尚 按理说 应该是极为隐秘的事情 怎么对方好像是在布下圈套 张王以待的架势呢 难不成 那个夺命妖姬 已经出卖了我们 将我们的行程 透露给了巴干达乌教的人了 又或者这个事儿 跟杰克有关系吗 我一头的乱马 不过却也不敢在岸边解流 朝着岛内 缓步的进入 没过十分钟 便感觉快要进入人群的聚集地时 突然又瞧见 穿着藏青色长袍的巴干达乌教信徒在附近 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 不过呀 真的是被人出卖了吗 还是说 另有其他原因吗 作为泰国东部城市 达勒的第二大岛 格谷岛的占地面积 还算是比较宽阔的 我们是从东面海岸靠近 离我们这儿最近的人群聚集地 是一个相当有特色的星际宾馆 他拥有现代化的大楼 以及许多精致的木制建筑 我们隐藏在附近的林子里 瞧见那些穿着藏青色长袍的巴干达乌教信徒 在跟酒店方交涉 似乎是比划着什么 不佑的眉头一阵骤气 尽管不知道他们到底在交流着什么 不过我却能隐隐感受到其中的杀机 如果对方才用这般的方式 将整个岛屿上大部分的酒店和机构 都通知到的话 只怕我们在白天 还真是难有下手的机会 如此一来 我们白天前往岛西北方向的别墅区踩点的计划 估计就要落空了 而这个并不是我所担心的 此时此刻 我最为着急的一点 是那智范和尚倘若是太过于胆小 想到这里 我的心中也多了一些沮丧 不过当着小白虎和布鱼的面 我却表现出镇定自若的状态来 伸了一个懒腰 对布鱼笑道 白天既然干不成事 不如找个地方休息 昨天住的酒店 隔音不好 隔壁闹得不行 觉得觉也没睡好 你觉得呢 布鱼指着布远处 那临海的悬崖 对我说道 老大 我刚才过来的时候 瞧见那悬崖半腰处有缝隙 躲在那睡一会儿 谁都找不过来的 不过 要睡你睡吧 我好久没有这般畅快的游泳了 还想回海里多玩一会儿 布鱼 说是去玩 不过是去笑话 这个地方啊 无论是对于我 还是他和小白虎 都是极为陌生的去处 我们行动不便 但是他却笼游大海 自然想要在周围逛上一圈 熟悉一下环境 免得真出了事 连退路都没有 我们互相之间 熟悉无比 倒也并不点透 望着布鱼 重新回到水里 而我呢 则带上小白虎 朝着不远处海边的悬崖 摸了过去 尽管有着巴干达乌教信徒 分散其间 不过格谷岛 战地颇大 对方的人数也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一路上 倒也没有碰到些什么 倒是路过一片 满是细腻的白沙海滩 上面散落着蓝色的 红色的遮阳伞和沙滩椅 放眼望去 能够瞧见许多游客 在沙滩上面晒太阳 而海里面 也有许多人在那扑腾着 显得十分热闹 说句实话呀 我在国内也去过几处海岸 但是远没有这儿的那般纯净 白色的细沙 清幽幽的海水 往远处望去 溢水碧蓝 让人的心情荡漾 而这里的游客 大部分都是来自欧美的 也有少部分来自国内的 港澳台和日本的客人 有这么多人在 巴赶达乌调 想要盘查什么 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而且他们 也并不敢胡来 毕竟阁谷谷岛名声在外 这些家伙 倘若是敢肆意妄为 泰国政府未必能够容忍 他们既然能够在 泰国政府的眼皮子底下生存着 必然是 得遵守的大家约定成俗的规矩 而一旦破坏了规矩 官方第一个要收拾的 肯定就是他们 小白虎羡慕地望着沙滩上的游客 忍不住说道 哥哥 你说我们什么时候 不用去完成老神子的任务 安安静静地过活着 就像沙滩上那无忧无虑的人一样 什么事也不用操心 只要简单纯粹快乐就好了 我苦笑地说道 如果你想放假 回去之后 我随时都可以给你劈 不过 你也应该知道 没有我们这些人 这些人 就未必会如此幸福了 我们是秘密战线的守护 寻常之人所能够无忧无虑 少无了无数像我们这样的人 在背后无怨无悔地付出着 小白虎怂了怂肩膀 不满地说道 又再说叫了 好没去 说罢 他便不再多雨 跟着我沿着海边的椰子林 避开人群的注意 一路来到临海的悬崖边上 这悬崖 常年累月地 经受着潮汐的洗礼 下方的岩石光滑无比 不过 这并不妨碍我们的攀爬 凭着一把小小的匕首 我们很快在岩石的间隙间 找到一条通往绊腰的路 小白虎一马当先 用最短的时间 给我找到一处可容数人的洞穴 将里面筑成的海燕 给通通赶走了 不过里面的鸟蛋 倒是一个不动 接着 从八宝囊中 掏出一张博毯 合眼睡下 我瞧着闭上眼睛的小白虎 发现 或许是我太过于习惯的缘故 竟然没有发现 一直做少女打扮的她 最近 越发地成熟了起来 孩子 终于有一天 还是会长大的呀 我闭目养神 继续暗自运算大六任 不过许久许久 都是毫无头绪 绞尽脑汁之后 便也不再多想 倒头睡一下 一觉之后 天便黑了下来 我来到洞穴的跟前 海风拂面 呼呼作响 而急目远眺 那大海 仿佛黑暗中的野兽 变得无比柔和而诡异 头顶上的星空 一尘如洗 璀璨的星子 前所未有的清晰 我闭上眼睛 能够感受星辰之力垂落而下 充施在整个世间的天地里 难怪许多人都讲着人际罕至的地方 方才是修行者的乐园 因为远离了尘世的喧嚣 我们方才能够回归孤独 寻找失去的自我 也能够与大自然更加亲近 我在洞口 站了眉一会儿 不宜就摸了过来 跟我汇报起他今天的收获 这个家伙 是个极为勤勉的男子 就在我们养精蓄锐的时候 他已经将整个阁谷岛的外围 大致地走上了一圈 并且在傍晚的时候 经过乔装打扮 装作本地人的模样 跟岛内的居民有过接触 得知今天在码头那儿 的确发生了一起搜捕事件 听说是某位重要的通缉犯 混进了轮船来 不过奇怪的是 将整艘轮船都给搜遍了 也没有人瞧见人在呢 跟不渝交流的是个夜宵店的老板 那家伙是个绝对的画牢 不过这件事情呢 上面还特别要求 不准散播出去 免得被外国的游客知道了 导致岛内的生意萧条 格谷岛是个旅游圣地 倘若没有了游客 只怕大家的生意都没得做 那老板也是看在 不渝本地人的打扮 方才忍不住跟他分享的 至于那人是怎么失踪的 老板则显得格外神秘 对不渝讲起了 是在南洋最为盛行的降头术 这降头术是南洋黑乌僧最拿手的玩意儿 他能够救人于生死 亦可害人于无形 在南洋一带 受众最广 大部分的平民 对于此事都是深信不疑的 不过许多人 却也根本没有见过 经过自己的脑洞大开 讲述出来的东西 往往就跟寻常 远远的偏离了 除了打探 今天在码头发生的事情之外 不渝还在前往岛西北方进行查探 不过在靠近置饭河上藏身之地的时候 却被格挡住了 那个地方已经被人给隔离开来 平日里对望开放的度假村 此刻正处于装修期间 暂不对外营业 这借口自然只能忽悠个局外人 而我们则知道 想必是跟制饭河上有关系 而乔简 那里防范的比较森严 不渝最终还是没有选择打草惊蛇 而是回来与我汇报 经过一天的休息 此刻的我已是精神饱满 听完他的汇报之后 便整理一下衣服 带着两人离开这悬崖间的临时居所 夜幕是最好的掩护 离开海边的悬崖之后 我们毫无忌惮地穿越了大片的林区 路过一处又一处的酒店 一直深入到岛中心处的山栏地带 这戈谷岛的地形是两边平缓 中间有山突起 有一条环岛公路连接四周 而中间的山区 因为开发起来难度颇大的缘故 过而少有人来 不过正因为这个关系 使得岛中的山丘林区 成为了巴干达乌派的藏身之所 从夺命邀记的资料上来看 在岛中最高的一处山峰里 有着捕丧的大本营 不过我们此番前来 并不是找到巴干达的乌派晦气 所以尽可能地避开了对方的范围 这一路急奔 较成飞快 走了大半个小时 终于到达了阁谷岛的另外一面 也瞧见了乌鱼口中那戒备森严的度假村 考路地的部分 有密集的岗绍村在 我们并没有硬闯 而是在不渝的带领下 走了水路 从海边靠近 经过一段时间的潜涌 我们终于到达了离别墅区不远处的水面浅滩 借着远处的灯火 我们仔细观察着 大概过了半小时 却瞧见一大群比基尼女郎出现在沙滩上不断地笑闹着 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置饭和尚也挤入人群里 左拥右抱 显得好不快 在瞧见置饭和尚的第一时间里 我整个人的心 陡然就是一跳 当时恨不得立刻冲上前去 将这家伙给直接逮下来 然而 一种不祥的预感 再次浮上我的心头 我强行控制着自己的想法 将整个身子都浸在海水中 随着波浪的沉沉浮浮 就露出半个脑袋来 眯着眼睛打亮远方 步鱼和小白虎瞧见我毫无动静 于是也一动不动 在远处地观察着 瞧了好一会儿 我突然瞧见有一些不对劲 沙滩上的场景里面 除了置饭和尚的动作和表情 还算比较生动之外 其余的人 就仿佛牵了线的木偶一般 脸上的笑容是僵硬极了 经过时间的推移 动作也卡顿得厉害 就像是质量很差的录像机 而这个时候 小白虎也瞧出了其中的端倪 在我旁边冷冷地说道 一脚的幻术 虽然还敢来扳门弄斧 简直不知好歹 经过小白虎这一提醒 我方才晓得 海滩上的一切 不过都是幻术而已 当下通过临先一侧的神秘符文敲过去 这才看清楚 这沙滩上哪里有什么置饭和尚 以及无数风骚的比基尼女郎 根本就是一大团阴霾之气 在不断地扭动着 看来对方这是在引诱我们上钩啊 布鱼浮出了水面 在我耳边低声说道 老大 你说我们过来捉拿吃饭和尚的消息 是不是已经被透露出去了 第六百三十九集 我点了点头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这事基本上算是可以肯定了 不过 到底是在哪出了问题呢 我有些闹不明白 而且 对方弄出来的这些幻术 一开始当真是唯妙唯小 即便是小白狐这般的行家 也并不能一眼看穿了 能够有这样本事的人 其实并不多 而且一定是有模有板 要不然也不能这般的想 如此说来 至少那置饭和尚应该就在此处 又或者曾经在此处待过 夺命妖姬提供给我们的信息 还算是准确的 不过随着事情的败露 对方有了准备 事情也就变得光怪陆离起来 三个人在水中又是一阵的等待 又过了大半个小时 沙滩上面的幻境 又变得生动起来 那戴着假发的置饭和尚 居然将衣服给脱下来 露出了精壮的身体 跟那些比基尼女郎 开始胡天胡地 胡搞起来 这让人血脉笨章的画面 让人看着都有些不适宜 我害怕这场面教坏了小孩子 敢忙让不渝将小白虎的眼睛给蒙起来 结果呢 尾巴妞却笑嘻嘻地来了一句 嗯 好过瘾 比去电影院里强多了呢 呃 现在的小孩怎么变得越来越开放了呀 我没有再关小白虎的眼睛 而是沉思了一会儿 决定即便是圈套 我也去闯一闯 看看幕后 费心操弄出这么多幻想的家伙 到底有个什么目的 当然 我就算再有信心 也不可能带着不渝和小白虎 傻乎乎地冲上沙滩去 朝着虚无缥缈的幻影过去 而是跟两人交代一番之后 悄不作声地 游到了附近的一处礁石边上 然后从总局领导的装备里面 拿出一份隐形粉来 这隐形粉 我们每人都领到了两份 每一份基本上可以持续 半个小时的时间左右 这玩意儿是道家炼丹的副产品 听上去十分的厉害 不过因为只能折射光线 将自己的身体引入环境之中 而不能收敛气息 使得他顶多就在寻常人面前 能管点用 但凡是能够体察气场的修行者 就如同皇帝的新装一般无用的 划而不实 炼制隐形粉的材料 十分珍贵 而且用处不大 漏洞多多 故而总局配备的比较少 不过任何东西便非天生无用 这玩意儿一经施展 再加上我本身的顿势环 就能将人真的弄成凭空消失 如果不是对于周遭气场掌控特别强大的高手 是绝对发现不了我的 小白狐将这一份隐形粉给我涂满了 瞧见我一点点的消失在空气中 满意的说道 可以了 那隐形粉给融入空气中的我 与平日里一般的感受 唯感觉全身凉嗖嗖的 吼着寒气 而不渝呢 则不无担心的说道 老大 你听不懂台语和吾格话 要不然我陪你一起去 我摇头拒绝了 不用了 其实这些天来 我也有在恶补这些语言 一般日常的对话 我也是能够听懂的 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就是 对于隐形粉的这般奇笑 不渝和小白狐也是跃跃欲试 不过 没有开启顿势环效果的我 在他们的感应之中 跟消失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们也晓得 此物的时间是有限的 便不再多聊 我与二人挥了挥手 然后开启屏蔽气息的顿势环 沿着礁石区 绕过可以留下脚印的沙滩 一路来到了 椰林隐蔭的木制别墅区的附近 一入林中 我便能瞧见 与沙滩上截然不同的景象 三十多个 脸上涂着白色不温的光头 正在各个角落里 严阵以待 他们的手上都拿着一根 类似于怀目做成的短杖 里面由死气弥漫而出 而在不远的高处 我甚至发现了三个狙击位 分别有狙击手和观察手组成 这些人的世界十分宽广 能够将大部分的区域收入囊中 只要发现可疑目标 我相信这些冒着杀气的狙击手 绝对会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的 将任何可疑之人给送入黄泉之下 尽管有着隐形粉的掩饰 不过第一次使用这玩意的我 终究还是保留着足够的谨慎 尽量不发出任何声音 也不留下任何痕迹 缓步地走着 凭借我多年的职业经验 在无数埋伏的间隙当中 我大致弄清了对方手脑的方向 缓步靠近 最终来到一处三层的小楼处 这儿离夺命妖姬 提供给我们的制反和尚 并不远 而楼下方范森严 显然是有重要的人物在 我试图穿过一楼 进入其中 然而瞧见那门口塞得满满当当 不停有紫色的光线 在厅中扫描 一道道阴瑟瑟的鬼影浮现着 无数扭曲而苍白的面容 在不经意之间 就已经出现在我眼睛里 进不去 我在旁边 大致看了一下 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其实如果冒险一试 或许也有机会 不过呢 我却并不愿意尝试 而是另辟蹊径 从外边的通道上 憨怕去 因为此刻我已经能够完全肯定一件事情 那就是沙滩上的幻影 操控着 就在这小楼的顶层之上 我双手攀着小楼的外墙 像条壁虎一般 缓慢地向上攀吧 然而 刚刚来到二楼左右的时候 我的面前突然浮现出一个苍白的少女来 身子漂浮在半空 一双空洞的眼睛 朝着我这边望 这少女 穿着传统泰国的长裙 脸色苍白的厉害 出现之后 鼻子不停地耸动 似乎是闻到了什么 脸上 同时露出些许的疑惑 我紧张得很 晓得此处 龙潭祸穴 如果被发现了 必然是身陷重围 难以脱身 当下也是憋着气 不敢有任何的动静 我调节着自己的心跳 那近在咫尺的长裙女子 依旧在不断地吸着 阴侧侧的气息 从她身上散发出来 让人晓得 她远非女鬼那般的简单 两人就这样僵持着 而就在这时 楼上却传来一声声音 一开始因为语言的关系 我听得不是很仔细 后来竟突然冒出一句中国话来 我顿时就眼睛一亮 不再理会面前这少女 而是侧耳倾听起来 很快我就听明白了 最先说起汉语的那个声音 居然是诸如怪人于千八 这家伙似乎忍受不了旁边的人 用他听不懂的话语交流 于是提出抗议 结果旁边的人 就很善意地接受了他的建议 接着有人说道 布桑大哥 你说这儿的动静 都倒成这样了 结果一个鬼影子都没有来 你说那个消息 会不会是假的呀 说话的人 就是我们此行的目标 至犯和尚 也就是血手狂魔 康克游的儿子 康桑坎 另外一个沙哑的声音响了起来 消息是从曼谷过来的 那家伙是光明会驻曼谷的情报联络官 跟我们巴干达有很紧密的业务联系 他告诉我 说最近有人会花大价钱 买你的消息 而且还有来自中国的家伙 今天我们与杰克师去联系 而伦渡公司那边 又确定有三名游客半路失踪了 如此一联系 想必找你麻烦的人 应该已经潜入格国道里了 至犯和尚不屑地说道 那家伙说有人出了一百万美元 这在我看来完全就是个笑话 我在中国得罪了人 不过对方可绝对拿不出一百万美元来 穷追万里 跑到南洋来找我麻烦的 那个被至犯和尚称之为捕丧大哥的男人 若有所思地说道 你确定 至犯和尚毫不犹豫地说道 对啊 我得罪的是一帮不出事的穷鬼 出了中国 他们连路都找不到 何况是过来寻仇呢 补丧不管他的坚持 而是劝道 反正我这里有很重要的事情 照顾不了你 不如送你去师父那儿吧 至犯和尚慌忙地说道 不行 我父亲若是猪岛 我私自逃离的中国 回到这里来 他会打断我的双腿的 这可不行 就在两人说着话的时候 于千八突然喊声道 不对 沙滩上面有动静 听到于千八的提醒 楼上的几人 便不再说话了 而是朝着远处的沙滩望过去 夜里的阴色沙滩 因为有路灯的照耀 使得光线很柔和 倒也能够瞧见大致的模样 我同样也是十分好奇 生怕不渝他们给人发现了 也顾不得旁边这仿佛女鬼的苍白少女 急目眺望而去 却见远处两人缓步地走向了沙滩 朝着那鬼影重重的表演靠近 因为隔得比较远 而且心情又有些紧张 所以我还真的有些看不清楚 不过能够瞧见那两个人 并非布鱼和小白狐 我没有什么能够瞧清楚 而楼上的几人呢 却能够通过器具瞧得分明 但听那布桑倒吸一口冷气 恶狠狠地说道 怎么又是他 至范和尚也不认识那两人 不解地问道 布桑大哥 你认识他们 布桑说道 对 年轻的那个是台湾人 先前他表妹来泰国旅游 突进阁谷谷岛的时候 被我那只脑袋里只有精子的大徒弟 瓦罗阿 看上了 那家伙又不学好 不用手段追 直接对人家姑娘来墙的 结果没想到 那女孩却是个恋家子 将她的小兄弟废了 瓦罗阿那够日的 就招了我几个徒弟 将这女的给抓起来 用来当做宠母 养在阁谷山上 知范和尚听到 别的不关心 就关心人家女子的相貌 说道 挺烈的呀 人长得怎么样 对了 瓦罗阿那小子我认识 不是美女 她不至于这般猴急 那女的现在还在山里吗 给我来玩玩吧 她一副焦急的模样 反倒是余千八 关心后面一句 这个母虫 是什么意思 布桑叹了一口气 对智范和尚说道 苍看 你居然还想 跟那女的玩玩 你去了中国 十几年了 连牧虫 都不知道 是什么了吗 就是你小的时候 曾经在集中营里 瞧见过的 将人体 挖出 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孔洞来 在里面放入 无格热带雨林中 独产的肉银驱虫 保持存活状态 然后让这些蛆虫 在人身之中 不断地成长 以此为战场 互相搏杀 最后剩下的那一个 即使虫鬼子了 智范和尚 许是以前曾经 见过这种恐怖的玩意儿 顿时就吸了几口冷气 黑人说道 那就算了 这虫母太埋态了 我可没有这么重口味 他到底还是在玄空寺 待了多年 此刻一旦没有了束缚 性情解脱了 不过心里还算是正常 他退缩了 反倒是那个于千八 饶又兴趣地说道 一直听闻南洋的将头 数法残酷至极 也厉害至极 听到补桑小兄弟的描述 老于我当真是心尺神王 等那天有空了 真的要去看看 掌掌见识啊 对于这个 护送少主前来此处的于千八 不丧倒是保持了必要的尊敬 顺着说道 余老哥 若是想要看 回头一同去瞧一下 倒也可以 不过那两个家伙 确实是给那姑娘过来逃功道的 先前曾经跟我打个交道 但是给我忽悠了 说人已经离开了格谷岛 为此 我还找了好几个人证过来 不过看来他们貌似不信 这夜里又溜过来 瞧一个究竟了 致饭和尚 蛮不在乎的说道 补桑大哥 你真是麻烦 不就是两个人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照来了 直接给灭了口 我看他还有什么可跳的 相对于致饭和尚的肖章 布桑倒是显得十分谨慎 对他解释道 这两个人十分的厉害 特别是那个香港人 就年老的那个 面对着他 我有一种面对你父亲年轻时候的感觉 那就是压力 这两个人 若是真的正面冲突起来 我们这里 怕是没有一个能够弄得过他们 所以 你们还是不要这么大意才好 知犯和尚 很明显地深吸了一口气 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道 怎么可能 布桑大哥 你现在至少有我老爹六七船的真船了 怎么还这么说 布桑却是用一种沉静的语气说道 怎么可能 我在你父亲面前 根本就是一个Lowie而已 他对于康克游 有一种发自于内心的沉静 这是一点也不夸张作为的 不过他这话还没有说完 突然话音一转 急迫地说道 不好 他们已经看出这沙滩上面 不过是一场迷红鬼戏 这两个家伙肉身闹起来 真的就有些麻烦了 知犯和尚 有些慌张地说道 那怎么办 他并无多少本事 此刻 不过是平视着附近的权势 反倒是那布桑独挡一面多年了 毫不犹豫地说道 无妨 我对他们本来并无恶意 不过对手既然不依不饶 那我倒也不会太客气了 今夜的布置 既然等不到那帮过来暗算你的人 拿来对付他们 倒也是不错的选择 你们跟着我 去沙滩上面 跟他们续话 干扰他们的警戒心 好给大丧巫师他们 布局的时间 此言放逼 我头顶上 立刻有风声响起 却见几个人的身影 直接从三楼 跳下前方 朝着沙滩快速地过去了 一直在我身边游异的那白脸女子 也跟着这几个人 一同离去 而从小楼不同的地方 同样淡薄的身影 浮现出来 一共有十二道 簇拥着前面的人 我盘在小楼的外墙上 帮那女子离去的时候 方才长长地 输了一口气 毫不犹豫地 跳下了平地 跟随着众人 一同前往 小楼里沙滩 并不算远 几步就赶到了 我不敢靠近 补丧等人 也害怕被那十二道 鬼魅给缠住 而是小心翼翼地 从侧面靠近 发现他们 已经跟闯入 沙滩的两个人 在交涉了 双方似乎有些冲突 我赶到的时候 先是锁定了 吃饭盒上 然后 大致地 瞧了一下补丧 发现他跟 夺命妖姬 提供的资料差不多 一身藏青色的乌尸袍 脸上抹着 几道白色的逆子 黑黑瘦瘦的 泰国人一个 而当我瞧见 那闯入者的时候 下意识地 震惊了一下 这两人之中 年长的那一位 身子勾搂 头发稀疏 灰白色的脸 长着许多 暗黄的老人般 穿着 棕红色的 对金泊衫 我倒是不认的 而年轻一些的 那个 身材挺拔 又高又瘦 长得 就像是 年轻时候的 齐琴 扣着一股子 高贵与孤傲的气质 可不就是 与我有着 一些渊源的 一韵公子 这一韵公子 原名尚晴天 他是宝岛 台湾前国府 第一高手 尚正童的独子 与此同时 他还有一个姑父 那可是 鼎鼎大名 那个人 就叫做 王新健 邪灵 叫得天王 左使 一个跺跺脚 足以震动 半个江湖的 大人物 第六百四十集 我实在是 没有想到 会在这 异国他乡 碰见 一韵公子 从原则上来说 我毛山 与王新健 此刻 已然是 不共戴天了 那尚晴天 既然跟王新健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双方便是仇怨 不过 这上一辈的仇怨 是上一辈的事 我与一韵公子之间 双方虽然也有过冲突 不过大体的关系 还是很不错的 他也曾明确地表示过 虽然他这一韵公子 名列四大邪灵公子之首 不过自己是绝对 不会插手 那邪灵教的内部之事的 他上家 原本就是浙东大族 当年称雄的时候 金门皇家 还不知道在哪玩呢 虽说 此刻跟上正同流落台湾 不过 在那儿也是名门望族 名下许多产业 真的没必要从事 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 我对于一韵公子的情感 十分复杂 不知敌友 于是也决定先袖手旁观 然而 就在我震惊于对方身份之时 双方却是一语不和 毅然动起了手 最先出手的 并非一韵公子 而是他身边的那沟楼的老者 那个让补桑 都有些恐怖的老者 在与对方交流未过之后 顿时勃然大怒起来 身子猛然一挺 整个人的气势 顿时就变得不同了 紧接着 他主在手里的拐杖 一瞬间化作了锋利的利刃 裹挟着一股漆黑如墨的气息 朝着不远处的布桑等人 袭击而去 那老者 在挥杖出手的一刹那 我的心头就是一跳 不为别的 就是因为他的这一手 当真是漂亮之极 深谙剑法之真意 简简单单的一下 就有无数的奥妙隐含其中 这是一个境界 到达了一定程度的高手 我相信 以他这修为 即便是与天下十大之中 排名后面几位的相拼 胜负也尤为可知啊 我听那补桑说 这老头是香港人 而香港 又怎会有这么厉害的高手呢 然而 就在我震撼于那老者 厉害身手的时候 那补桑 却不慌不忙地朝后一腿 脚踩在一块血红色的地毯之上 紧跟着 黑暗中便有无数的人 念诵着某种咒文 无数的咒觉 汇聚在半空当中 突然浮现出一张 苍白而猙獰的巨大人脸来 那人脸 双目无神 紧接着猛然一翻 化作一片漆黑 口中吐出一股 让人恐惧的黑雾来 将整个沙坛都给笼罩了去 在那一瞬间 我感到一阵强烈的危险 从黑雾之中出现 下意识地朝后面连滚带拔地离开 而当我跑了五十多米的时候 回过头去 却瞧见伊韵公子和那香港老者 浑身僵立在沙滩上 一动也不动 身上有无数的黑色气息缠绕 就仿佛死去了一般 我的心里是一阵的冰凉 晓得我若是看不透这险境 站在那儿的 恐怕就是我 布鱼和小白胡三人 我低伏在沙坛的边缘处 望着远处一动也不动的 伊韵公子和沟楼老者 心中一阵的后怕 原本我以为 那不丧埋伏的手段 无外乎是狙击枪击我 再加上交叉射击 顶多会有重武器这种现代的手段 却没想到 那些手中拿着怀目杖的 巴干达乌教信徒 在这一瞬之间 竟然能弄出这股恐怖的力量来 刚才那张白色剧链出现了一刹那 我竟然有一种 面见心头吃油魔神的恐惧 在我的眼里 应该能够挤入天下十大末尾的那香港老者 居然连一个回合都支撑不了 就被一道黑色的迷雾给制住了 着实是让人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不对 不对 刚才出现的那一幕 并不是属于人间的力量 当恐惧从我心头消失之后 我整个人也活泛起来 朝着上头瞧过去 却见到那张脸已不见了踪影 星空晴朗 倘若不是沙滩之上残留的黑骨缭绕 以及林子里不时传出来的痛苦呻吟 这一切仿佛如同幻觉一般 而我呢 瞧见补丧命人将沙滩之上 僵直而立的医院公子和沟楼老者 给小心翼翼地绑住 施加尽致 然后朝着远处的建筑群落里 远去了 而他们在那十二头鬼影的掩护之下 离开了现场 整个过程中 我发现那几处狙击点 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戒 不过那手持怀目法杖的信徒 却有大部分瘫软在地上 有的甚至捂着太阳穴 显得十分痛苦 我能够瞧得出来 刚才换出那几张扭曲巨脸 恐怕是消耗了这几人大部分的精神力 不休息几天 恐怕是恢复不过来的 这南洋邪术当真是凶陷无比 让人不敢小瞧的呀 我下意识的也是擦了一把冷汗 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渐渐有现行的趋势 不知不觉半个多小时已经过去了 我哪里还敢在空旷的沙滩上在座停留 更是不敢跟着布桑等员的大部队 贤尾追过去 在经历了刚才那种变故 无论是秦达至犯和尚 还是说救出那伊韵公子 以及那老头子 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风险过高的选择 在思考了几秒钟之后 我决定原路折回 返回海中 沿着海滩的边缘的礁石区 我小心翼翼的潜入到水里去 一个蜜子扎下去 布鱼就赶了滚 三人在角落处举了手 小白虎打着冷战说道 哥哥 刚才到底怎么回事 我好像看见了上晴天 当初黄河口一战之后 我心情极为低落 曾经过过一段 自我放逐 步行天下的日子 便以伊韵公子 在鲁东德州有过交集 双方把酒言欢 小白虎也曾经在旁边 甚至还对他印象甚好 所以他是认识伊韵公子的 我点了点头 说对啊 就是他 小白虎瞧见我脸色有些不好 问我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在远处瞧着 只见一道黑雾充斥沙滩 而等到快散去的时候 那两人就僵立在了原地 给人擒住了身子 我将刚才瞧见的情况 跟两人说起来 布鱼下意识地抽了一口凉气 低声说道 难道他们竟然召唤出了巴干达乌神 我一愣张口问道 什么是巴干达乌神 布鱼回答我道 巴干达乌神 又名痛苦之神 他在印度教里是世界破坏者士婆罗 以合规生下来的儿子 而在佛教里面 他则是生活在修罗道 与恶鬼道之间的魔神 与众多小教派不一样 巴干达每个几十年 总会有神迹出现在世间 我听师父讲你过他的事 传说 佛主曾经觉得他太过于干扰世间的琐事 命令金石大鹏 捉去了他的双眼 填入海中 又将他的躯干和四肢分成七块 填入不同的地方 因为颠倒人的缘故 布鱼对东南亚这边的诸多教派 十分的熟悉 我听他对我 唯唯而徐的诸多典故 心中不由地想起了 刚才那张苍白的脸孔 不由自主地 惦记头来 是啊 能够弄出这般状况来的家伙 恐怕真的就是那魔神 方才会有如此威势吧 难怪 传说中的福主的老人家 会对这个家伙出手 我们这里 可是人间哪 如此平衡和谐的场所 你喵的没事就出来逛上两圈 搁谁 不得气得压根痒痒吗 布鱼说完之后 三人一时之间陷入了沉默 说实话 倘若这里 有个康克游坐镇 我都没有太多的顾忌 无非就是带不回活着的吃饭和尚而已 我惹火了 把那家伙给直接弄死 取一两个零件回去 也算是报了仇怨 没想到啊 这个家伙背后 居然还有一个传说中的魔神坐镇 而且呢 我也是亲眼目睹了医孕公子和那勾搂老头的反击 顿时就有些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我若是执意而为 能不能接到制饭和尚 尚且是未知之数 但是巨大的麻烦 一定会接踵而至的 我曾经对自己说过 把布鱼和小白虎给带出来 就一定要将他们给带回去 我总不能为了一个猪狗不如的畜生 断送了我的左膀右臂 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给搭在这里吧 那简直就是太瞧得起他了 不过此刻 人都已经到了这里 现在却要扭头就走 我也实在是说服不了自己啊 沉默的气氛 终于被小白虎给打破了 他舔了舔冰冷的嘴唇 对我说道 哥哥 一蕴公子和那个老头 好像还活着 好歹也认识异常 我们要不要救他们 一蕴公子救不救 我还真的没想好 但是经过小白虎这一提醒 我突然想起另外一件事 上晴天之所以与着香港老头来到此处 为的就是他表妹 那个女孩 其实是最无辜的 不过是来这里捋个油 却不幸给捕丧的徒弟看中了 一方争执之后 最后弄成那所谓的宠母 实至如今恐怕还被扔在山间 受尽折磨呢 说起来 他算是最无辜的人 我将我在前行的时候 听到的事情 说给了不渝和小白虎听 让两人决定 是否跟我留下 如果我们 一旦决定继续在这隔骨岛上 扎下根来 极有可能会面对更多的危险 而听到我这般的说起 小白虎 显示好一阵的反胃 接着无比气愤的说道 我原本对这些人 没有太多的反感 现如今看来 死一万遍都不足惜 哥哥 你一定要救那女孩子 布鱼也是郑重其事的 对我说道 老大 虽说台湾和国内政治立场不一样 不过她终究还是我们中国人 咱们不能眼睁睁的 看着自己的同胞 被这些家伙欺凌 那是我们这些从事 秘密战线工作者的耻辱 听到两人慷慨激昂的表了态 我点了点头 也终于算下定决心了 别的不说 那个女孩子的事 我总不能视若无睹吧 不过尽管要处理这件事 但还是需要来日方长 此刻我们摸不透敌人的底细 那就不能随便的轻举妄动 在这异国他乡里 唯有保持着绝对的谨慎 像猎豹一般的潜伏着 方才有机会完成自己的目的 而不至于落入虎口 成为别人嘴里的肉 三人商量完毕了 便朝着旁边离开 而当我们上了岸边 来到附近林子的时候 小白虎突然拉着我 轻声喊道 哥哥你看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 瞧过去 只见别墅区里 驶出了一行车队 朝着岛内进发着 我下意识地眯及眼睛 试图打亮车里面的人 终于在第三辆面包车里 瞧见了智范和尚的侧脸 智范和尚在 那么布桑应该也在 这两人离去了 被逮捕起来的 一运公子和勾楼老头 自然一定被压界在这里 瞧着这车队 沿着公路 朝岛内山的地方 行驶着 我立刻明白过来 他们应该是放弃在这个 张望捕鱼的目标 而是想要将人 给压到自己的老巢去 小白虎 你伸手最快 跟着车队 看一下岛内巴赶塔的老巢在哪 沿途做好记号 我们在山里面会合 人的教程 自然是比不过汽车的 而我们虽然也有百行鞋 不过那玩意儿啊 得关键时刻用 反倒不如小白虎临遍 布鱼擅长水性 而小白虎则擅长脚程 谈到他精通的领域 这小姑娘可是毫不客气 朝着我得意一笑 接着一个箭步 沿着那树林追着车队就 去 而我呢 与布鱼跟在后面 沿路朝着山间行 在这漆黑的夜里 沿途不断有度假 综合酒店的灯光照过来 倒也并不觉得难行 我们的脚程有限 等赶到山中的时候 车队的记号 早已行入山上了 不过好在有小白虎留下的记号 我们倒也能够在山中 不断的穿梭 一路摸过去 最后啊 终于来到一处山间 听到不远处 传来一声又一声 别日的重银 便回了一声 接着 小白虎 从一处水铺的后面 缓步走出来 朝着我们挥手致意 我们再次会合 小白虎 指着远处的山林说道 在那儿 有块岩壁 有裂缝进入山腹之中 他们把人给压里面去了 有运公子 还有那老头 都是处于昏迷状态 至饭和尚和于千八 还有那个补丧也在其中 已行十八人 对方的防范很森严 特别是补丧 他身边有一股气息 让我十分畏惧 所以就没有跟进去了 我点了点头 眯起眼睛 望向他指着的方向 只看了一眼 便感觉一盆凉水 从头顶 直领到脚后根 天哪 好凶险的山石 那巴干达乌教的潮雪 入口处 虎牙交错 一棵鬼气森森的老槐树 演映了大部分的景象 让人远远地瞧上一眼 便感觉浑身发凉 即便是不懂风水气场的普通人 都不愿朝着那走去 一丝丝的阴冷之气 浮现在半空中 让人感觉 仿佛地狱死门一般 根本就不想靠近 凶 大凶之地 巴干达乌教 将潮雪 弄在这么一个凶的地方 着实是让人吃惊啊 要知道 一般的修行宗门 讲究的就是一个风水朝向 即便不能如几大门派一般 站有一处洞天伏地 也能堪于风水 寻一处绝佳之所 一来 是为站得契机 二来 也是为了子孙后辈 哪里会弄一个 看上去就断子绝孙 鬼气森森的地方蹲着呢 不过越是如此 对方一毒攻毒的意图 就越是明显了 弄出这样的凶险之地 其目的 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炼制 让人闻之色变的毒 比如 宠物 我们站在外围 能够感受前方有暗哨处处 数不清的陷阱在此埋伏 对于是否要闯入其中 我多少还是有一些犹豫的 锐意不足 仔细想一想 不为别的 就是因为对方那神鬼莫测的手段 既然能够拿下一孕公子 未必不能将我们也给亲住 而一旦我们被拿下了 这下场 恐怕不会比那个已然被做成宠母的女儿 要耗上多少啊 第六百四十一集 我这个人 从来只喜欢掌控别人的命运 而讨厌将自己的性命交予别人 过而 形势总显得谨慎一些才好 考虑了一下 我决定先不进去探查 之所以如此决定 一来是因为对方今天刚刚生逢大变 无论是警惕心还是布置 估计都是最严格的 我们这个时候摸进去 一定会撞到枪口上 二来呢 是此时木已成舟 我们这般火急火烧的过去 其实也是无济于事 还不如耐心等待 祸有转机 如此的商量妥当了 三人便在那林中的树上 各自找了藏身之所 轮流监视 对方进入巢穴之中后 便再无动静 严阵一带地守着不再出来 于是 这一夜无话 四日清晨 我被布鱼给叫醒了 积木远眺 瞧见有一行人离开此处 仔细一看 却是那穿着藏青色巫师袍的布桑 以及他的手下 至于致犯和尚和于天巴 倒是没有跟随 布桑带人离开之后 那边巢穴 死气森森的 显得更加幽静 我们没有趁机而入 而是持续等待 如此 又过了一天时间 基本上算是将外围的警戒线 给摸清楚了 而那布桑呢 不知道在忙些什么事情 并没有返回山中 此日下午时分 灼热的太阳 与当空悬挂着 热意十足 而从远处的巢穴 一阵的幽静 仿佛潜伏在深渊的怪兽 就在这个时候 一直潜伏着的我们 终于动了 我们三人各自行路 趁着地方按照换岗的间隙 避开了视镜 小心翼翼的靠近巢穴之口 来到一处角落里 我将剩下那一份隐形粉 给掏出来 让小白虎和布鱼 将我再次给涂上了 然后调整呼吸 在大脑中大致的模拟一下 进入之后的情形 完毕之后 又跟两人讨论起了 相应的事宜来 尽量减少意外发生 并再保证 凡日都有预案 不至于手忙脚乱 毫无头绪 我之所以不是黑夜里 而是这个时候 原因之一 就是我们有隐形粉 出其不易 而且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 我感觉这巴干达乌教 对于鬼灵的运用 神乎其神 在这样一个杨厉十足的时间节点 多少能够对他们 有点限制的吧 涂完了隐形粉 我瞧见自己的身体 一点一点的消失于空中了 那种感觉 真是无比的奇妙而古怪 这玩意儿 当真是好东西 唯一可惜的一点 就是制作的成本 实在是太贵 即便是以财大 弃足的宗教局 也不会有太多的存活 而且呢 未必人人都有顿势环 所以啊 像这种鸡肋一般的玩意儿 在大方向上 宗教局 是处于放弃的立场 在至少六把狙击枪 和二十支自动步枪的 瞄准当中 我缓步来到了 巴干达乌教巢穴的洞口 这是一处狭窄的 仅能通过一人的涌道 平时里 处于关闭状态 空荡荡 而因为换岗的缘故 所以才会有人进出 我收敛全部的气息 一步一步的 跟着一个抱着狙击枪的男子身后 通过一小段狭长的通道 突然抬头 瞧见一张 獠牙轻面的头像 出现在一扇石门的顶上 那头像做得 唯妙唯肖 岩石的纹路 仿佛是活灵活现的机理 让人是诧异不已 而更为古怪的 则是他的眼睛 居然是由两颗名贵的红宝石 镶嵌而成的 每一个从他门下走过 双手和石仿佛在祈祷的人 那红宝石都会微微地亮一下 这个玩意儿 难道是如同检测器一般的东西吗 我心里有些犯愁了 眼看着前面那个男人 双手和石 虔诚地念着话语 我能够从中听到几个单独的词眼 比如伟大 仁慈 保佑 等等 不过 却连不到一块来 接着 他往前走 那红宝石便也亮了一下 因为近在咫尺 我能够感觉上面有一道气息落下来 那男人的侧脸嘴角往上扬了一点 仿佛十分舒服的感觉 我的后面还有两人 如果我不走 必然就会挡着别人 别人给察觉 想到这里 我毫不犹豫地在心中默念那几个单词 朝前而行 路过那道门的时候 下意识地用气息将自己给包裹起来 不让其察觉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我感觉头顶一道气息落下 朝着我覆盖而来 阴寒无比 居然 连顿势环都不能骗过去吗 我心头陡然一跳 朝着左前方的空地 悄无声息地跃开 紧接着 收敛到极致 而那气息 似乎一离开这扇门 并不会再出现 不而也不再跟随 我过的时候 头顶上的红宝石 肯定是亮的 后面那几人觉得很奇怪 围在一起讨论着怪异的情况 而我呢 则不再理会 望着旁边几步走开 这才算 仔细打量自己身处的空间 瞧见这儿啊 并非是巴干达乌教信徒的生活区 而是一处巨大的水潭 有一条晃晃悠悠的藤桥 连接着东西 而四周呢 则是充斥着一股股的死气 和一种嗡嗡嗡嗡 不断的震吱声 让人听了 不由的是浑身发寒 我瞧见那些交班的信徒 沿着这一群藤桥小心翼翼的行走着 当下也是不敢耽误 随着他们 缓缓而行 那藤桥并不稳定 一晃一晃的 稍微一个不小心 就能够为前后的人 发现桥上多了一个人 所以我不得不小心翼翼 随着阵幅的节奏而动 尽量不让别人看出端倪来 这桥场 有一百米 跨越了整个地下水潭 我手扶着两边的藤蔓 一开始 还将心思放在这节奏上 不让人瞧出来 而行之半途呢 我感觉这桥间鬼气森森 忍不住就朝桥下望去 结果呀 不看还好 这一看之下 我忍不住都要叫出来了 原来这桥下的水潭 一片荡漾的血红 期间更是白骨森森 到处都是骷髅头和大腿棒子 这些东西 堆积在潭下面 一层又一层的 也不知道有几千几万具 除了白骨 这血潭之中 还有一种 尾指一般大小的小鱼 这些个小鱼 成群结队 长得十分怪异 脑袋 更是占了身子的一半以上 比例怪异的头颅 拥有坚硬的咬合力 咔嚓嚓 那磨叉的声音 也让人听了鸡皮歌的一阵帽啊 而森凡的鬼气 萦绕其间 我甚至能够从水面的倒影之中 瞧见无数痛苦扭曲的脸孔 这巴干达乌神 又名痛苦之神 直到此刻 我方才能够明白其中真正的奥义 说句实话呀 整个格谷岛的人口 都未必有着潭水的亡魂海果都 真不知道 这些丧尽天良的巴干达乌教信徒 到底是从哪弄来的这些王子 藤桥之行 短短的一百米 我仿佛奏瓦了一个万里长征 无论是心灵 还是身体 都是疲惫不已 不过越过这藤桥 又穿过一条宽快的通道 铁门一催 我便能够闻到一股清新的空气 紧接着 电灯也出现了 我出现在一个仿佛地下基地的场所 正中间呢 是一个青面獠牙的神像 看那个轮框呢 与那天夜里出现的苍白脸孔 倒是有着几分相似 又有着一些不同 铁门之后的空间 是充满了宗教色彩的大殿 那里 低伏着数以百计的信徒 全部都是五体投地 跪拜着 供奉巫神 而旁边呢 还有神之人员 在念着古怪的曲子 将这气氛渲染了十分诡异 那些换班的人员 三寇九拜之后 离开着大殿 分别朝着不同的通道走去 我紧紧地跟着先前的男子走 从大殿的左侧离开 越过几处宽阔的空间 最后到了一个洋溢着饭箱的地方 直接进去 原来啊 他是过来吃饭的 我有些愁愁 望着布满科出的外国字 有些头痛 而就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瞧见不远处 来了一个矮小的身影 在一个白虎的巫师的带领之下 朝着西面走 那家伙 是于千八 我心中不由一喜 在后面尾随着 穿过了好几条通道 左拐右拐的 我暗自记在心头 而最终呢 到了一处防范森严的空间里面 经过复杂的手续 进入其中 我悄不作声的跟在后面 敲进房间里 有一个透明的缸子 当我瞧见其中警户的时候 胃中忍不住一阵的翻腾 有种要吐出来的冲 那透明的缸子里面 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子 一丝不挂 不过呀 这并非什么 以你而飞色的场面 因为那女子全身上下 密密麻麻地 分布着无数宛如眼球一般的东西 就像一个巨大的菠萝 或者说是草莓一样 更重要的事情是 那些眼球一般的白点 还在不停地蠕动着 我仔细一看 却瞧见哪里是什么眼球 分明就是一条又一条肥蛆的屁股 那女子身上布满了无数的虫蛆 有两条锁链穿透了她的锁骨 这才使得她能够坐着 不至于如同烂泥一般 趴在玻璃缸子的底部去 这透明的缸子是密封的 上面有一个比较复杂的仪器 不断地运转 把空气排进去 以保证那女子还能呼吸 不过瞧见这丑陋的仪器 我心中越是发凉 这些家伙 当真是丑恶的过分了 在我想来 变成如此模样 只怕那女子 根本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她们之所以如此这般 不过是为了保持着女子 也就是所谓的虫母活着 给那些虫子提供必要的养料 我在旁边看着 整个人都气愤得身体发着抖 然而于千八呢 却站在玻璃缸子的外面 一脸好奇地打量着 惊讶地问这 又问那 带她来的那个白胡子巫师 显然对于此事并不在行 用结结巴巴的中文 对她说道 这个是瓦鲁阿负责的 你若是想要了解 我可以把她叫过来给贵客解释 车盘说着 她朝着里面大喊了几声 很快就有一个人从房间的深处走过来 不耐烦地回了两句 只见这家伙呀 踏鼻帘 厚嘴唇 头发卷曲 又黑又瘦 一双眼睛里充满了阴寒 光着膀子 只看着个半下 就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整个就一猴子 不过经过白胡子巫师的介绍之后 一脸不耐烦的瓦罗阿脸上 挤出几分笑容来 对着于千八说道 原来是救过桑坎公子的贵客 实行实行 听老大桑说 你对我这个小玩意儿有点意思 来来来 我给你好好介绍一下我的这个作品呢 别看这个瓦罗阿长得不怎么样 不过这一口汉语说的比他师父不桑可是好多 那个于千八 大量的赤裸上身的瓦罗阿 有些谦语的说道 哎哟 是不是打扰你的雅兴了 瓦罗阿挥了挥手 毫不在意的说道 无妨 手下几个兔崽子过来交际 有几个是厨 刚满十三岁 嫩得很 就让我来尝了 结果年纪到底是小 一点也不好玩 弄得我心头火气 直接打得半死 要不是看着他们还有点用处的份上 直接扔到外面的海骨潭里面去 祭奠巴干达乌人了 我在旁边听着 想起起先偷听布桑等人的对话 知道这个瓦罗阿 男人那东西已经被上青天表妹给毁去了 不知道他到底是用什么来虐待那些小姑娘 白胡子无师 瞧见两人聊得不错 便说了一声 离开这房间去了 很显然 这儿的场景啊 即便是他们自己人 也未必是人人都能够接受的 反倒是于谦巴这个家伙 更感兴趣一些 这个瓦罗阿呢 个子并不高 也就是一米六几 不过在于谦巴这个诸如怪人面前 倒也有了充足的信心 十分自来熟的 揽着于谦巴的胳膊 走到玻璃缸的前面 指着里面 垂着脑袋的驴子说道 这个女的呀 是我刚弄的 没几天 里面的蛆虫还没有孵化呢 要过一个多月 蛆虫完全长大了 就会沿着她的心肺 一直到心脏的部位 在那不断的厮杀 最后活生的那一条 就叫做虫鬼子 这玩意儿可有大用 寄宿在人的身体里面 能够获得巴干达巫神的力量呢 鱼千八 有些奇怪的问道 为什么呀 瓦罗阿姨探手 说道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那虫鬼子 是从虫母身上诞生的 在最终成型的这些日子里 虫母终日处于绝望和恐惧之中 身子里面布满虫暖的过程 痛苦而又变态 当虫鬼子最终诞生的那一刻 也就是虫母消亡之时 这样出现的虫鬼子 简直就是完美的印证了 痛苦之神的恶名 这样的他 方才能够沟通到 无尽时空里面的巴干达巫神呢 听到瓦罗阿得意洋洋的介绍 鱼千八 指着玻璃缸子里的女人道 我听你师父说 这个女的 是我们抓到的那个台湾人的表妹 瓦罗阿点点头 对 长得还挺漂亮 为了保持她的美丽 我没有在她脸上糟口 你要看看吗 鱼千八 黑然笑道 哎呦 能的话 那自然是最好的 瓦罗阿于是打了一个响指 黑黑笑道 嘿嘿 您是尊客 您的要求我自然是会满足的 不问你说呀 这个小妞给我弄来之前 还是个处 烈得很 搞得老子中了暗算 后来找人将她拿下之后 整个基地里面的男人 只要有意 都可以过来上她 我跟你说 整整三天三夜 络绎不绝 鱼千八 耸了耸肩 遗憾地说道 对不起 提起你的伤心事了 第六百四十二集 瓦罗阿却是毫不在乎 道 没事 不过是一点屌事 怕啥 不瞒你说 原来的那玩意儿啊 尺寸有点小 等过些日子 我师父办的那件事成了 到时候他让巴干达他老人家 亲手再给我弄出一个来 别的不说 至少也要比原来大一倍吧 师父办的事 巴干达他老人家亲自 我听到从瓦罗阿的话语里 听出了几分不对劲来 我正琢磨着呢 却不知道他动了什么机关 一股阴风由下而上地吹了起来 将玻璃缸子里的那女人的长发 给吹了起来 露出一张俏丽天静的脸庞来 那是一个鹅蛋脸 五官精致的美女 长得有点像刚出道时的林青霞 十分的有气质 瞧这这女子的美丽 也难怪能引得起瓦罗阿这狂风浪蝶 只可惜她红颜薄命 没事跑到这个鸟地方来旅游 又恰好撞到了瓦罗阿这样 满不讲理的家伙眼中去 若是在别的地方 殊不定 以这女子的身手 以及她身后的背景 还能逃过一劫 然而 面对着这帮疯子 在他们手里 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而于千八呢 本来就是个变态 瞧见美好的事物被摧毁了 顿时就有了反应 那星红的舌头 不断的舔着嘴唇 瓦罗阿瞧在眼里 发出邀请道 哎呦尊客呀 这女的已经变成宠母了 实在是没办法招待 不过我那边啊 还有几个水嫩嫩的小姑娘 你若是有想法 跟我到那边去 你看怎样啊 于千八 忙不停的点头说道 客随主编 你安排 你安排 两人想来是意气相投 朝着房间的另一头走去 我不动声色的 跟着他们走了一段距离 瞧见两人 从另外一头的门离开 直入其中 便不再跟随 而是折返到这玻璃缸的跟前来 重新回来 再次打量里面的女体 止不住一阵的恶寒 按理说 我从小就跟随着杨二丑 一起跟僵尸刷尸油 这般恶心的事情都已干过了 对很多的事情 其实都该有所免疫 然而 瞧见此刻这美好与丑陋之间的变换 心中却又是一阵一阵的发凉 同时呢 也有一种愤怒 无端的生疼而起 就在这个时候 我瞧见那仿佛死去的女子 在这一刻突然睁开眼睛来 我心中吓了一跳 方才发现 我居然给那个可怜人吓到 继而 我有一种奇妙的感觉 就仿佛他能瞧见我一般 这种感觉 酥酥麻麻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 将气场蔓延出来 与外界接触 很快就感受到这里面 应该是有着某种监控手段在的 不过这个东西 却也难不倒我 此刻 我对于底层的规则 已经有所掌握 张开双手 对气场牵引 将顿时环的效果 扩大了一倍 然后又在玻璃缸的表面 画了一个圈 方才强忍着恶心的感觉 平静地说道 孩子 你好 我是你表哥上青天的朋友 过来救你的 别怕 那女子双眼 本来是极为无神的 听到我的话语 先是一喜 而后又变得极度沮丧 那男子遇到 现如今 我还需要忍救吗 听到她的这句话 又望着她那满身 孔洞的蛆虫 我也是无从反驳 更没有安慰她 沉默了一会儿 还是说道 那你 那你可还有什么心愿吗 女子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 对着前面的空气说道 我能求你几件事情吗 我点头说 好 女子说道 一件事情 我已经知道我表哥为了救我 神仙陷阱 我是没希望了 你 能帮我把他救出去吗 我沉默了一下 说道 银月公子是我朋友 我尽力 女子又说 第二件事情 如果你救不出我表哥 有件事情 可能需要你代劳 我在洛梅尔酒店的 302号房床下 藏了一封信 你帮我寄回台湾 给一个 叫做林志黎的女子 好吧 地址是 我依旧答应 而女子在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 方才对我说道 最后一件事情 你 能给我一个痛快吗 一个痛快 这是一个如此聪慧的女子 她在经历过痛苦和磨难之后 并没有寄托太多的幻想于自己的逃离 而是选择了最为冷静和残酷的现实 第一个要求是亲情 第二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是有情 诱惑着爱情 第三个要求 则是祈求尽早接受自己的痛苦 浑身生出无数的孔洞 里面长满了又白又肥的蛆虫 偏偏偏还能保持着清醒的意识 每天从玻璃器皿中 瞧见变得无比丑陋的自己 瞧着那些肥大的蛆虫 欢快地挪动自己的屁股 啃食自己的血肉 体会着身体无所不在的麻痒和痛处 相比之下 就会发现一个现实 那就是在某些的时候啊 死比活着更加幸福 然而我能够给他永远的沉眠 让他安静地离开世间吗 不能 我从前入到巴赶纳乌教巢穴之时 就已经用了快二十分钟了 隐形粉的功效 不过区区半个小时 而为了保证母虫的存活 瓦罗阿那帮家伙 必然已经在玻璃缸子里面 装着监控他生命状态的设施 一旦他死去了 巴赶纳巢穴 必然会立刻封闭 直接找出母虫离弃失踪的原因为止 而我呢 即便是有天大的本事 在这引入山腹的地洞里 也不可能插翅而飞 迎接我的 必将是一场恶战 若是在以前 我也还是无所谓的 然而 再看过了 那天夜里 捕丧鼓弄出来的巨大脸孔 以及那一场诡异的黑雾 我的心中 就有所保留了 任何涉及到传奇恶魔的东西 就不是人力可以胜天 这句话可以解释得了的了 我舔了舔嘴唇 打了个圆场道 姑娘 其实你也许能够活下来 难道 你就不想离开这鬼地方 回到台湾 跟你父母亲人相聚 然后把那封信 亲自交到你朋友手中去吗 听到我的劝慰 脸上露出凄美笑容来 他喃喃地说道 唉 能回去吗 我很认真地点了点头 对他说道 能 我们或许 能寻到 太过官方的帮助 派军过来 扫平此处 将你解救出来 把那些害过你的人 给落得应有的下场 至于你身上的疾病 我认识一个 很厉害的老师傅 他姓许 对这方面东西很有研究 或许能帮你恢复 我这不是再给他许愿 而是在心中计较着 如果按照这人的计划来 会不会妥当一些 然而女子 别的见识没有 但是对于巴干达乌教的德行 却十分清楚 摇头对我说道 这帮人 能够在这里盘踞几十年 若说跟当地政府 一点默契都没有 实在是有些自欺欺人 也许 等你带着大军过来 我早已被转移 或者落入黄泉之中了 他的话语提醒了我 沉默了几秒钟 我突然 下定了决心 露出淡然的笑容来 平静地说道 既如此 我送你一程吧 女子扬起绝美的头颅 眼中 竟然出现了欣喜的光芒 激动地说道 什么 谢谢 谢谢你 作为修行者 我的双手 沾满了无数的鲜血 从没有一位 在临死之前 对我说谢谢的 这种感觉 真的很不好受 看着一朵鲜花 在他最美的年华里凋零 那绝对是一件 违反自然和天道的事情 然而 我却不得不给他解脱 因为如果我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我相信过不了多久 这女孩子一定会疯掉 并且纯净的灵魂 也会被玷污 成为一个阴暗 而又充满怨恨的宠物 杀人 急救人 我深吸了两口气 想着接下来 即将要发生的事情 却没有任何的后悔 姑娘啊 在这一锅他乡 你此刻的生命里 充满了绝望 然而你所有的要求 却从来没有对作恶者 有任何的控诉 在如此的痛苦状态中 你还是选择了善良 选择了原谅 但是 我不可以 我黑手双城 绝对不会原谅那些 不尊重生命的人 绝对不会原谅那些 残害我同胞的人 即便你是海峡对岸 即便我们处于不同的立场 但 你一样是中国人 你是我的同胞 血浓于水 浓于一切 你安心 我会为你报仇的 杀光一切残害的恶人 杀杀杀 我的心中啊 顿时涌起一股莫名的火气 不过脸色却显得异常平静 对她说道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你还有什么疑言吗 只见这姑娘闭上眼睛 深吸了一口气 过了好一会儿方才说道 如果生命 能够从头 我多想永远不要来到这丑陋 而荒漫的地方 不过现在的一切 都是依和华 赐予我的苦难 是我该得的 神爱世人 他定然不会抛弃他的子民 我愿我的灵魂 在神的国度 获得新生 也祝愿阁下 在今后的道路里 一帆风顺 我听到他的祝福 也不知道究竟因为什么 竟然有着淡淡的温暖 透过玻璃缸子里 传递到我这边来 很是神奇 一个没有任何自由的囚徒 居然还能够使这般的温暖力量来 我似乎 感觉到自己周身的气场 发生了什么变化 充满了活力与热情 仔细地感受这种力量 它是我所知领域之外的地方 几秒钟之后 我点点头 将手掌平放在玻璃器皿上 心情沉重地说道 一路走好 那女子努力地扬起头颅来 嘴寒微笑 对着我的方向 很认真地点点头道 谢谢 简单的对话 我的劲气在瞬间吐出 隔着玻璃器皿 直接侵入了我的心脉 它身体里那些绸合的虫子 仿佛感知到什么 疯狂地扭动着身躯 试图往里面钻 避开着危险 然而 一旦被我的魔器扫到 立刻枯萎 化作黑乎乎的虫肝 虫子 在肆意地蠕动 而女子的脸上 却没有一丝的痛苦 而是充满了安详和解脱 她的眼睛睁开 饱满的嘴唇微微张开 仿佛沐浴着盛光一般 此时此刻的她 在我眼里 再也没有了之前的恐怖 仿佛是西方油画里 受难的圣母 然而她越是美丽 我心中杀戮的欲望 就愈是强烈起来 几秒钟之后 努力扬起头颅的女子 又垂落下头去 这一次 她却是永远地陷入了 宁静的沉眠里 我伸出手 放在玻璃上 仿佛隔着这空间 能触摸她那此刻显得 异常美丽而安详的脸孔 不知道为什么 对于这个 我都不知道姓名的女子 我的心中 充满了勇动不休的情感 就仿佛她是与小颜师妹 一般重要的人一样 当然 我并不是爱上她了 这种感情与爱情无关 而是单纯地觉得 像这般美好的女子 应该拥有着 自己精彩的人生 而不是在这阴暗潮湿的 地洞里面 悄无声息地死去 我深呼吸 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房间远处的通道处 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紧接着 瓦罗阿和于千八两人 衣衫不整地出现在我面前 并且朝着我这个方向跑过来 赤裸着上身的于千八 脸上满是困惑 而那个瓦罗阿的 则显得有些气急败坏 气冲冲地跑到玻璃缸子跟前来 望着完全没有生机的母虫 整个人就像一头发怒的凶恶 怒声吼道 怎么回事 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昨天还给他走过检查 没有六个月的时间 他是不会死的 怎么会这样子 一开始 他还是独自怒吼 到了后来呢 却将矛头对准了身边的于千八 于千八瞧见瓦罗阿怀疑他的意图 赶忙便摆道 瓦罗阿 你可别乱甩锅呀 我刚才可是一直跟你在一起 根本就没有动过什么手脚 瓦罗阿怨不相信 咬牙说道 不对 不对 你刚才虽然跟我在一起 但是鬼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古怪的手段呢 中国人最是不可信的 你要是做了什么 最好跟我说清楚 不然等我插出来了 就不会那么简单了 于千八听到瓦罗阿 这盆不客气的话语 顿时就双眼一红 张开嘴 仿佛要说些什么 结果呢 一句话还没说出口 直接双眼一翻 昏死了过去 瓦罗阿 原本还想跟于千八争论一番 没想到那家伙居然这么不生气 什么话都还没讲呢 直接就轰过去 轰然倒在地上 弄得瓦罗阿 又气又笑 指着地上的于千八道 你这臭的什么洋脚风 有什么事 好好说不成 非要躺到地上去 他用脚踢了两下 发现那于千八 宛如一滩烂泥 根本就没有动静 脸上不由得露出 惊异的表情来 蹲下身子 将于千八翻起来 才发现他脖梗处 居然有了一道瘀青 不好 瓦罗阿 紧照立起 下意识地想要起身逃离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脖子突然一凉 一股锋利的寒意 穿遍了他的全身 下意识地身子一僵 哆嗦着道 是谁 你是谁 第六百四十三集 一股寒意 在瓦罗阿的全身上下游走着 他在一阵哆嗦之后 想捏破身上的警照符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胸口突然传来一阵巨大的力量 重重的一脚 直接将瓦罗阿给踹飞了 横跨了十几米 最后砸在墙底上 这个时候 方才传来一声 淡然而又不屑的话 我的 死太监 死太监 在我的眼中 瓦罗阿不但是一个太监 而且是一个死太监 不过恶人之所以能够成事 是因为对方有着行恶的资本 这瓦罗阿虽然仅仅只是康可犹的徒孙 但是反应能力 却绝对比得上我在国内碰到的一流高手 在身子 撞到枪 一瞬之间 他疏然弹了起来 从背上猛然一抹 居然抓出一把黑乎乎的长刀来 朝着前方一阵胡乱扑弹 口中大声叫着 对方说的是太语 我听得不是很清楚 不过却瞧见他这把黑色的长刀 十分的有讲究 居然是从他皮肤的纹身上面抓下来的 泰国人 很喜欢纹身 认为这玩意儿能够带给他们力量和勇气 同时也是荣誉的象征 按理说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受到如此重创脱袭之下 还能有这样反应的 实在是很难得 不过他越是如此 我心中越是冰寒 站在他两米开外 平静地看着他疯狂地挥舞着 脸上充满了恐惧 心中就莫名有了快意 在瓦罗阿挥舞几头 恢复平静的时候 我方才悠悠地说道 作恶者 在受到仲裁的时候 会否想起自己当初成兄时的心情 从而感到懊恼和后悔呢 我的话 悠悠荡荡 并非是从一处地方传出来的 瓦罗阿 左右地张望着 口中说道 你是谁 我冷冷地说道 我是谁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有没有后悔 听到我这传教师一般的话语 那瓦罗阿 在愣了一下之后 突然节节地怪笑起来 对我威胁道 哈哈哈哈 你就是弄死我牧虫的那家伙吧 藏头老围的小子 你居然能够潜入山巢里面来 当真本是不小 不过那又如何 你紧得来 出得去吗 这里是巴赶达乌神的地盘 你若是还想活命 最好将我给放了 要不然 我保证你数着进来 横着出去 他在笑 我也不由得笑了 到底是什么 给了你勇气 看来不给你露一点獠牙 你真的是不知道 什么叫做恐惧啊 瓦罗阿 猛然喝道 呸 就想吓我 这是老子的地盘 你信不信我振臂一壶 三百八甘达信徒一拥而上 把你给淹没了去 这话最终由一声惨糊而结束了 那历声喊话的瓦罗阿 发现一阵剧痛袭上心头 左右一看 却见双臂已然脱离了自己的身躯 然而 却没有半滴鲜血洒落出来 不过伤口处 剧痛和麻痒感 实在难耐 却真切地表现在自己的心里面 这个时候 他方才感到了绝望 原先的满满的自信 也在瞬间崩塌了 一双眼睛 是红是红的 仿佛要责任而逝一般 痛苦地说道 你 到底是谁 看着这个宛若猴子一般的家伙 我常常地吸了一口气 不由得笑了 原本想让你认错就熟的 不过想一想 这猫吃鱼 狗吃屎 都是天性 跟你这样的生物 确实没有什么道理好讲 我异性阑珊 而瓦罗阿则从我的话语里 听出了不一样的东西来 他是恶人 不过相对的 在善良的人面前 他拥有充足的勇气 然而在面对着 比他还要饿的家伙 那胆怯 却又紧紧地抓住了他的心脏 他大口大口地吸着肺中的氧气 扭动着没有了的双臂的身躯 颤抖 而又执着地问道 你 到底是谁 我淡淡地说了一句 你现在痛苦吗 双臂被斩下 剧烈的疼痛 侵蚀着瓦罗阿的大脑 怎么能够不痛呢 他强忍着热轰轰的眼泪 勉强地点点头 而我却突然说道 跪下 瓦罗阿下意识地双膝跪地 朝着往前 就是想破玻璃缸子的方向跪了下去 就在他跪下的那一刹那 一声轻飘飘的话语响了起来 既然痛苦 那我就送你去见你们家的痛苦之神巴干达吧 一剑 从瓦罗阿的喉咙处抹了过去 我没有斩头 而是用隐穴寒光剑 将此人的灵魂永世的禁锢住 让他无时无刻 在剑中的世界沉沦受苦 这件事 兄弟的隐穴寒光剑 做得比我还好 死去的瓦罗阿跪倒在地 脑袋搭搭着 仿佛在忏悔一门 而我呢 则是慢条斯理地 将长剑给收起来 回身过来 对着躺在地上的于千八说道 行了 别装了 一记手刀 还奈何不了你 而且 你也别在那装死 我不会给你机会偷袭的 听到我的话 地上的于千八一锅炉爬起来 不确定地左右张望一番 讨好的笑道 这位老大呀 我跟这帮家伙不是一伙的 不过就是来做客的 嘿嘿嘿嘿 望着这个宛若钟楼怪人的家伙 我冷然笑道 于千八 我自然知道你跟巴干他不是一伙的 不过你跟这帮家伙 也没有什么不一样 听到我直呼其名 于千八 却是大感意外 不由地倒吸了一苦冷气 磕磕绊绊地说道 您认识我 对了 这位老大的声音听起来 总有些耳熟啊 不对 你是那个 陈志成 我丝毫不做隐瞒 平心静气地说道 意外吗 听到我的话语 那于千八 果然是眼睛睁得老大 难以置信地说道 怎么是你 哦 对了 你来这里 是过来追杀抗丧坎的吧 天哪 你怎么能追到这里来 我耸了耸肩膀 喊笑说道 事实上 我现在已经在你面前了 于千八 浑浊的眼珠子 在眼眶里 转了又转 我晓得 他应该是在心中 坐着计较 平静地说道 于千八 若是在几年前 你在我面前 或许还有那么一波之力 不过现在 你若是想要在我面前 耍弄小心眼 那么我告诉你 你的下场 跟这个家伙 不会相差太多 于千八 干笑着说道 我知道 连五目王 停下走马 都死在你手上 我自然不是你的对手 不过 陈志诚 说起来 你我两人并无太多仇怨 咱何必生死相搏呢 这样吧 我就当作没见过你 如何 他一边说 一边试探着 朝门口出走 我再冷冷地说道 你再给我走一步看看 听到我这么冷酷的话语 那于千八 不由得愤愤不平起来 狠声说道 醒晨的 事可杀 不可辱 你到底想怎样 行不行 我跟你 阴死亡坡 我的意识 浸透到了 隐穴寒光剑里面去 接着 将那龙微之穴 渗透出来 感受到那股 磅礴 恐怖的气息 于千八 一时雨若 兴兴地说道 我知道 你不愿万里而来 为的就是杀害 你师父 孙顿的康桑坎 不过 我实话告诉你啊 你别看那小子 满不在乎的 方范一时重得很 不但有 博丧十二鬼师陪着 而且拘束 又是防守森严 外人绝对是进不去的 一旦有了任何变故 他会立刻 从暗道离开 与补丧会合 你想要通过我 去逮住那个小子 基本没有机会呀 我平静地说道 我暂时不找置饭 那天你们抓来的 那两个人 现在被关在哪儿 于千八 猛然一震 那你是说 小妮子 和他表哥他们 我点了点头道 于千八松了一口气 对我说道 他们 人关在 三落地牢里面 那个地方 我应该可以去吧 昨天我倒也是 去过一回 我没有再多废话 很果断地道 逮路 于千八 四处张婉一番 然后小心翼翼地问道 小臣呢 我问句话呀 你这事是在哪儿呢 我冷冷地催促 不要跟我逃近乎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 只要我觉得你在懈怠 又或者是在耍小聪明 那么你的命 随时都有可能失去 于千八聪明的闭嘴了 在我的指挥架 将瓦罗阿 尸身拖到一处角落里 藏了紧 接着 走出这处房间 并将门 给关得紧紧的 我在门关的最后一刻 往回瞧了一眼 玻璃罐子里那个女孩 她恬静地网络天使 就仿佛睡着了一半 尽管在生命最后的关头 对迫害她的那些家伙 一个字都没有提 更没有要求我给她 报仇血恨之类的话语 不过我却晓得 这只不过是害怕 被我拒绝而已 如果有可能 她肯定是恨不得 啃瓦罗阿的肉 喝瓦罗阿的血 将所有欺凌过她的人 全部消灭掉 让这世间净化一些 她们说 不过 我会帮她做到的 离开这个让人做噩梦的地方 于千八朝着左前方说去 因为将康桑坎从中国一路救出的缘故 她在这儿 受到了足够的尊重 大部分看着不过信徒的家伙 瞧见她都会停下脚步 双手合十 恭敬地问候着 瞧见他们脸上的温和的笑容 绝对难以想象 他们曾经做过这等 送动的恶事 一路无人组合 我们走到尽头 然后下了两个悬梯 来到第三层 一直走到尽头的一处铁门时 方才受到盘缠 于千八对于我的威胁 倒还是放在心上的 跟门口那人交涉了一番 双方结结巴巴的交流 不过最终还是放了于千八 进入其中 铁门打开了 其中一个看守 跟着我们进入了森罗地牢 那是一处水汽浓郁的忧森去处 不但传来惨烈的叫声 和低沉的声音 我们一路来到最里面 看守掏脱了钥匙 打开厚重的铁门 刚刚地推开 整个身子仿佛受到重击 就朝着后方飞了去 拿钥匙的这位看守 被我猛然踹了一大脚 整个身子腾飞到半空中 快速地朝着后面的墙上砸过去 他的嗓子眼里 刚刚吼出一个单词 便有一道猎豹般的身影 从门后猛然冲 在空中 误读他的嘴巴 接着重重一砸 看守着脑袋与坚硬的岩壁 亲密地碰撞 顿时就脑壳开花 脑僵也是飞溅而起了 这突然的变故 把我前面的鱼签巴给吓坏了 下意识地转身离去 结果我一把抓住 不让他离开 这套牢房里面 传出的那个黑影 也猛然扭头 还想再次逞胸 结果脸上呢 却露出了诧异的目光来 惊疑地低声喊道 啊 陈兄 你怎么在这 这黑影 却是被关押在此的医孕公子 我不知道 他是如何挣脱束缚的 不过听到他这般喊出声 便晓得我身上的隐形粉效果 已经逐渐退去 没有了隐形粉的效用遮蔽 我大半个身子 浮现在半空中 确实诡异 不过 我倒也没有紧张 而是左右一看 瞧着这森罗地牢之中黑乎乎的 到处都是哀鸣 并没有人注意到这边的情况 方才松了一口气 一把揪住了余千八 对医孕公子说道 先别多说 将人拖到里面去 你别紧张 我是受你表妹所托 过来救你的 表妹 医孕公子 对我并没有完全的信任 不过 他却还是抚下身来 将看守腰间的钥匙 拿在手上 然后拎着那具破碎的尸体 转身回到牢房 我压着余千八进去 一运公子跟我解释 你说的是瑶瑶吧 她不是我表妹 而是我父亲老不下的女儿 世娇 如果真要硬说起来 也算得上是表妹吧 走进牢房里 我才晓得 这里为什么会有如此浓郁的水汽 原来狭窄的空间里 只有一小半岩石 其余的地方 则完全进入在水中 根本就是一个浑浊熏臭的水牢 这个鸟地方 不知道巴干达乌教 在此关押过多少良善之辈 里面充满了死亡的气息 在岩石之上 有一处放置着各种刑具的审问台 台子后面 则站着一个光着身子的老头 那老头跟伊运公子一般 除了胯下有一块湿漉漉的布片之外 其余的地方 都是赤裸着的 上面 尽是些恐怖的伤痕 有的结痂了 有的依旧如同蜈蚣一样 猙獰盘踞 又红又黑 不过即便如此 却能够瞧见他精神充沛 一双眼睛在那黑暗中 就宛如小电灯泡一般的灼热 真正的高手 朴实无华 而唯有极为愤怒的情况下 方才会显露出一身恐怖的记忆 看得出来 这位老者此时的心情并不是很好 伊运公子也注意到了老头身上的怒气 以及于对我和于谦巴的怒意 初言向我介绍 黑手双城 陈志诚 毛山长教陶进红的手徒 现在应该还是在国家宗教局做事 金伯 您放心 他跟这帮猴子不是一伙的 陈兄 这是秦伯 那老者朝着我点点头道 秦颅海 我回答 陈志诚 见过秦前辈 那日你们在沙滩边 被侵入的时候 我其实在附近不远处 不过当时的场面太震撼了 就未敢介入 唯有一路跟随过来 想着有机会救出两位 没想到 你们居然自己挣脱了牢笼 提起当日之事 秦伯仍然有些介意 愤愤不平地说道 没想到 这帮猴子别的本事没有 打架叫家长的事 都学得勤快 第六百四十四集 他这般一说 我顿时就明白了当时的状况 也并不点名 而这个时候 一运公子 瞧见旁边的余千八 沉静地问道 陈勋出现在这个鬼地方 想来 不会是为了救我们吧 我摇摇头说道 当然不是 我之所以过来 是为了缉拿一个叫做康桑坎 发明智范的家伙 生死怀难 而且我隐形粉的效果又消失了 想要离开此处 我就必须要依靠两人的力量 所以我倒是也没有隐瞒 十分坦诚地说起了智范和壤 与我之间的恩怨 以及我穷追千里的原因 听到我的讲说 一运公子点点头 并未做过多的评数 反倒是旁边的秦伯 忍不住评价说道 多年未见 没想到茅山 竟有这般血气之人 不错 不错 我抬头看他 拱手说道 前辈身手 已可名列天下之巅 而听前辈一言 不知道是否与茅山有辜 秦伯摇摇头道 五 他说得简单 而旁边的一运公子 赶忙打圆场 秦伯以前是国父将军 后来战争失败之后 没有随校长推手报道 而是隐居明珠 倒是跟茅山 没有什么交集 听到一运公子这般的解释 我点了点头 这才晓得 两人为何会千里迢迢地跑到这里来 不知道怎么回事 总感觉那秦伯的身份有些特别 不过此时 我倒也不会过分地追究 只是记在心里 留待日后 再做盘查 说完了这些 一运公子突然问我 对了 陈秀 刚才听你说 你受我表妹所托 过来救我们 这么说来 你是见过瑶瑶了 听到 一运公子谈记那名 死在玻璃罐子里面的可怜女子 我的心情 顿时就是一阵沉重 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说道 对 我见过她 一运公子眼睛一亮 焦急地说道 那她现在在哪 能带我们去吗 我暗淡地说道 她死了 什么 她死了 怎么死的 说话的是秦伯 她显得十分激动地 抓紧了我的肩膀 难以置信地喊着 就在此时 一直沉默不语的于千八 突然指着我说道 就是她给杀的 什么 秦伯猛然扣住我的胳膊 一副怒不可遏的模样 而一运公子 却先一步堵在铁门口 盯住 弓着身子的于千八 然后对秦伯说道 秦伯 陈兄 坚守遥遥所托 过来救我们 就不会做出这般事情来 这诸如昨日还跟巴格纳乌交的人 过来审问过我们 他的话 不可信 伊运公子 是位十分聪慧的妙人 对于场面的掌控力 也强于其他 经他这么一说 秦伯也算是恢复了冷静 扣住我肩膀的手 力气也松了许多 而这个时候 我平静地叹了一口气 说道 他说的没错 遥遥是死在我手上的 两人都难以置信 而我将遇见逃逃之时 发生的所有事情 跟两人一一讲解 并将宠母此事 给他们做了详细的解释 听完我的话语 秦伯的脸 一阵巨变 却终于还是放开了 我的肩膀 又是悲伤 又是歉意地说道 对不起 错怪你了 在那种情况下 你做得对 伊运公子走上前来 拍了拍秦伯 满是血痕的肩膀 安慰道 你要要走得安详 从好过留在人间受苦 你说对不 我不知道 这秦伯跟那玻璃缸子里的可怜女子到底有什么关系 总感觉他对瑶瑶的在意程度远远超过伊运公子这所谓的表哥 而在一阵深呼吸之后 秦伯抬起头来对我问道 你刚才说 瑶瑶在被人下降头之前 还被这地方大部分的男人给 他最终没有说出那两个字 而我只有点点头 确定了此事 秦伯没有再问其他 而是对我提出一个要求 小陈 是这样 你能带我去见瑶瑶最后一面吗 我皱着眉头说道 这个 恐怕有点难 从这个水牢往上 需要穿过两层岩洞 路上会有无数的巴赶达信徒 我之所以能到达这里 一来是有逾千八带路 二来 则是我隐屈了身形 不过此刻 我要笑一过 加上两位这般模样 实在有些困难 瑶瑶既然已经死了 灵魂也获得了信仰的救赎 不如 秦伯却摇了摇头 不 我想带她回家 即便是顾灰 她说的争中其事 异常的严肃 而我呢 瞧着眼一蕴公子 她也很认真地点点头 向我投来祈求的目光 我想起 先前见过她俩的目的 下意识地问道 你们两人的身体 还成吗 秦伯知道 我是在问他们两人的修为 有无受损 毫不犹豫地说道 身外之物 自然被拿走了 不过这一身的手段 这帮猴子想夺去 却也没有那个本事 我不关心两人是如何脱困的 不过两人既然依旧猛虎 就没有太多的顾忌 而是黑黑一笑 既如此 那致成就 舍命赔君子吧 听到我这一眼 两人皆面露感动 而于千八却哭着脸说道 你说我带你过来就放了我 现在又要怎样 我伸出手 冰冷的指尖 在于千八的脖子后面轻轻地抹过去 愣然说道 你觉得呢 在我们三筒猛虎的环视之下 于千八不敢造次 转身住了铁门 一任公子和秦伯两人 都光着屁股 不过看了看守的衣服 倒也是能够一穿 走到牢房门口 又杀了三名守卫 终于都裹上了藏青色的娼袍子 三人将森罗地牢给封死了 然后往回处走 然而 到了第二层的时候 前面却突然出现了一个人 将我们都给拦住了 拦住我们的这个人 并非别人 而是先前领着于千八 去找瓦罗阿的那名白胡子巫师 他挡在我们的跟前 对于千八说道 于先生 那边看完了吗 于千八 下意识地瞥了我一眼 接着说道 对 这个 看完了 他说得结结巴巴的 那白胡子巫师 顿时就感觉紧接起来 他走到近前问道 于先生啊 我怎么感觉 你好像有点不舒服呢 对了啊 你们几个 是哪的 我怎么没有见过 穿着青色长袍的我们 低着头 用工具箱稍微描绘了一下 黑漆漆的 看着倒也不是很细致 我没有说话 而是弄出一丝气息 朝着于千八的后背 狠狠地刺过去 经过这一般的介绍 那家伙方才转型 慌忙地掩饰 瓦罗阿 说要介绍几个厨玩玩 你知道的 我并不懂这些 就离开了 结果这儿太大 有点迷路 让他们几个送我回居所 没事的 听到了于千八的掩饰 白胡子巫师 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然后说道 不如我送你回去 于千八拒绝道 不用不用 让他们送我就好 打赏巫师 你忙你的 他不必管我 那白胡子巫师 眼中流露出浓重的怀疑 然而此刻 却轻飘飘地点了点头 没有再多追问 而是对我们吩咐道 那你们 好好送于先生 回魔矮洞 不得有什么闪失 知道不 我们三人点头 表示知晓 而达桑巫师 则欲转身离开 就在他转身的一刹那 伊云公子 却冷然说道 作为一个中层 他虽然不一定能够 记轻所有人的相妙 但就这般轻飘飘地放过去了 实在有些奇怪 我平静地点头说道 对 而且他吩咐我们的话语 用的居然是中文 这就有些奇怪了 我 伊云公子 以及秦伯 仨人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在刚才的话语里 尽管瞧不清楚 于千八和这达桑巫师的眼神交流 我们却都晓得了 那白胡子巫师 应该是对我们的身份有所怀疑 所以并不揭穿 只不过是不确定 自己能否拿得住我们 先拖着自由身 回头叫人过来拿我们 我以伊云公子冷静地说道 而秦伯则一个闪身 拦在大伞巫师身前 就在这个时候 原本一直表现得 如同乖孩子一样的于千八 在这个时候终于爆发了 它就像是一根憋足了劲的弹簧 先是朝着我撒了一把总 接着朝着前方飞奔而走 这变故发生在一瞬之间 然而对于我们来说 却并非忽然 我早在于千八 身子一动的一刹那 就闪神避开了 他手上这一大把的种子 宛若鬼魅一般的 出现在他前方 朝着下方猛然就 劈出了一击 毛山掌心雷 那于千八 也是灵活无比 在掌心即将劈到自己脑袋的时候 脚底一个母游 疏然朝着另外一边去了 我在此吃鸡的时候 他却从身下抽出两刀 青黑色的漫藤 宛若游舌 朝着我的身子 有人想要将我滚入 紧接着抽身彻底的想法 当年盘踞在毒谷 唯非作呆 无法无天的目以尊者 自然不是什么小角色 要不然 也不可能得到 智范和尚这般的礼遇 我瞧见他那一对的藤鞭之上 道刺森寒 黑油油的 仿佛有毒 倒也没有傻乎乎的冲上前去 与他正面相对 而是往后退了几步 鱼光处 脚尖鱼千巴 朝我洒去的种子 全部落在了墙壁和地面上 居然立刻扎入其中了 坚硬的石壁 竟然疯狂地生长出 满是溜刺的花苞来 可以想想 这玩意儿 倘若是落在我的身上 此刻的我 必然已经成为了一坨花泥 这个家伙 当真是忍耐了许久 刚才这一集 属于必杀之计 虞千巴 终究还是低估了 我的反应能力 以及对他的防范之心 筹谋已久 却并没有奏效 这个时候 伊云公子和秦伯 早已合力亲下了 达三无师 转过头来 对我说道 陈兄 需要帮忙吗 我摇了摇头 对于千巴说道 你果真恨我呀 既然撕破了脸皮 于千巴哪里还顾忌许多 指着我恶狠狠地说道 当然恨了 是你毁了我所有的一切 毁了我的生活 我极希望 还有我二十多年的成就 你叫我如何能喜欢你 我点了点头 平静地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把这份恨意 带到地下去吧 对于敌人 我是绝不会有一丝的 浓烈的杀意 于千巴下意识地将手中双边 舞动得宛如章鱼一般凡夫 抓抓抓 乱影之中 我的手伸入了怀中 抓着引穴寒光剑 朝前剑步挺进 于千巴知道 打伞无师 已经被人擒住 后退无门 唯有私利逃生 咬着牙 猛然合道 星辰的小子 当初我杀你一如反掌 显如今 你当真以为 自己的翅膀就硬了吗 给我破 就在于千巴 释出浑身力气的时候 我也在这一瞬间 将自己毕生的修为和礼物 全部灌注在这 简简单单的一剑上 一剑 深渊三法 风炎扭曲的气场 土盾抵消的气力 某微压制敌人的心内 产生混乱 此刻陡然一下爆发出来 而林仙一侧呢 则引领的真实之眼 又给我确定出一条 最适合一击的一抹诡计 最后的最后 混合着引穴寒光剑之上的龙威 以及我陈志成血战多年的剑意 说简单 它很简单 但说复杂 的确又复杂无比 大到质简 一剑 头颅已是飞扬而起 于前把那矮小的身躯 静止倒在地上滚落一边 而诡异的是 这具无头尸体的伤口处 却是一丁点的鲜血都没有流出来 这一代凶丸 至此方休 瞧见眼前的情形 远处的伊韵公子和秦伯 都是有些发愣 过了好一会儿 伊韵公子方才说道 那个 怎么办 尽管没有血 我还是习惯性的 将引穴寒光剑 在余千巴的身体上 擦拭了几下 深深地吸了一口 空气之中的血腥 方才说道 你们确定 还要去给妖妖小姐收尸 伊韵公子 看了秦伯一眼 很坚定地说道 对 我的眼睛里面 仿佛看到了许多的血色 不过嘴角一挑 却是微微笑道 那就好 地方我认识 带你们去就是了 这两人处理一下 希望路上不要碰到太多的人 如果碰到 你们来处理 伊韵公子左右一打量 敲见这通道里有一个门 把他们推入其中 是个储物间 直接将两人给推进去 有东西给掩藏好了 这自然不能隐瞒多久 不过能拖一下时间 也是好的 三人简单地处理完毕 便低着头 朝着第一层走去 不过奇怪的是 这一路上都没怎么遇到人 即便是瞧见了 也是形色匆匆 根本顾不得瞧我们的样子 一开始 我们还有些奇怪 以为东窗事发了 等到几道钟声响起的时候 我方才明白一件事 这个点啊 那帮人 估计是在做礼拜了 趁着一种 巴干达信徒去拜神 我们一路通畅无阻 来到了原先的那个房间里 里面空空荡荡 并无人影 不过那灯光下的玻璃器皿 却显得十分耀眼 这一路上 秦伯的步子都显得十分沉重 而走到这个房间 瞧见那女孩的时候 她顿时有些崩溃了 剑步冲到跟前来 瞧了一眼 整个人直接轰然跪倒在地 大声哭泣 伊韵公子 并没有跟秦伯一同 走到大厅中间 而是跟我一起 低声解释道 瑶瑶 是秦伯的死生女 这简单的一句话 将我心中的许多疑问 都给解释清楚了 我平静地点点头 顾不得外边 随时都可能爆炸的场面 而是跟伊韵公子站在远处 静静地看着一个老人 送别自己的亲人 沉默 如此沉默 长达十分钟 那秦伯终于调整好的情绪 回神瞧了过来 我们这时 放在走到跟前 那秦伯擦了一下眼尖的泪水 咧嘴苦笑道 小辰 我欠你一个人情 第六百四十五集 我怂了怂肩 说道 我只是做了一个国人应该做的事情 害了瑶瑶的那个瓦罗阿 已经被我杀了 放在那个角落 你要看一下吗 秦伯摇了摇头 问我摇摇临死之前 有什么疑言 我将他的三个要求 以及最后自我救赎的那一段祈祷 一一说了出来 他眼中的热泪 又是流落而下 过了一会儿 方才一阵深呼吸 调节情绪 对我说道 疼我一下 秦伯一挥手 那厚重的玻璃缸子 立刻被划住一个大口子来 他伸手触摸了一下 摇摇漂亮精致的脸 接着 一直点在他额头上 一道灼热的阳火 出现在摇摇的头顶 紧接着 在短短的十几秒钟时间里 便叫他烧成了灰烬 秦伯撕下一块布 将这些骨灰收拾妥当 然后准备离开 然而 就在我们即将推门而出的时候 我的眉头一皱 对着医孕公子说道 等等 有些不对劲 几人都是老江湖了 经我这么一提醒 医孕公子琢磨了一下 也觉得不对了 放在门上的手 又松下来 回头对我说道 有埋伏 我摇摇头道 不知道 总感觉有些不对劲 这会儿 若是在先前说 医孕公子 或许还没有什么感觉 然而 当瞧见我斩首余千八的那一剑之后 就小得一点 有着这等能力的高手 对于自己的感觉 绝对不是胡乱而为的 必然是有着足够的预感力 方才会这般说起 医孕公子 将耳朵贴在门缝处 仔细地听了一会儿 方才摇头说道 没动静 没有被埋伏的迹象 他没有发现什么 不过旁边的秦伯却是说道 一个照面 都将我们给拿下了 这样的组织 怎么看 都不能够小瞧 事实上 我们两个能够出来 也多亏了小陈的搭救 要不然 即使我们脱离了水牢的限制 想要离开地牢 也得一番苦战 怎么可能如若无物一般的 在这里肆意穿行呢 他这般一说 我们都不由得点了点头 然而 想起刚才的钟声 也许并非是在做礼拜 或许是召集人手 抵抗入侵者呢 不管外面 到底是什么 我们都不能待在这里了 我眼睛一转 想起来一个法子 去将那瓦罗阿的尸身给翻出来 示意医孕公子开门 我呢 则用一根棍子 将瓦罗阿的身子 四两拨千斤的挑起来 两人协调一番 接着将瓦罗阿给推出门外来 在开门出去的那一瞬间 我听到一阵沉闷而嘈杂的音爆声 充施着整个通道的孔变 而那瓦罗阿的尸身 则在那一瞬间里被子弹撕成了碎片 医孕公子 猛然将铁门给合上 连带着 封锁住 气息 喘着粗气 看了我一眼 不由得后怕的说道 这家伙 一定是发现 确定了什么 要不然 也不可能无差别攻击的 还好刚才我们没出去 要不然就是天大的本事 也得死在乱枪中了 我没有理会医孕公子 所偷过来感激的目光 而是指着远处的尽头说道 那儿有个通道 也不知能不能出去啊 秦伯的眼睛一转 似乎想到了什么 焦急的道 事不宜迟 快走 三人不管这边严阵以待 拔腿就跑 剑步而逃 我推开那扇铁门 里边的灯光和昏暗 穿过一条 散发着血腥之气的长廊 我们瞧瞧走道上 有好几个房间 我顺手打开一个 瞧见是个小房间 里面就摆着一张大床 两具赤裸的羔羊躺在上面 因为恐惧 抱得紧紧的 而有一个浑身刺青的家伙 则诡异地回过头来 冲着我们 嚷嚷着搅喊 这回我听到了对方的话语 你是谁 没等我回答 秦伯一个剑步往前冲 守成鹰爪 直接打在对方的肩膀上 那人下意识地回避一下 结果这一抓 直接就打在对方的脑袋上 那看着并非很沉的手势 结果秦伯这一找 却轻松地将男子的脑壳给掀开了 将里面奶黄色的脑浆 给掏了出来 不问缘由 不问身份 直接一个字 杀 慈眉善目的秦伯在这一刻 再也没有了先前的悲痛欲绝的老者形象 而仿佛是杀神反噬 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 而当我瞧见 他杀气腾腾 眼神瞄到床上哭泣少女的时候 下意识地往前一站 拦住他道 秦伯 他们不过是些可怜人 遇见了我 秦伯那冲血的眼球 放在舒缓的一些 深呼的一口气 小辰 欠笑啊 我摇了摇头 看着颓然倒地的这具尸体说道 没 他该死 自然是该死的 这个巢穴之中 不知道有多少人 参与了对秦伯女儿的监污 若说巴干达乌教里 有个好人 我也是相信的 但若说这个正在实施欺凌的家伙是 我肯定不同意 该杀的人 我从来都不会阻拦你 杀完一人 秦伯显得意犹未尽 连着又推开好几个走道的房间 那里有的有人 有的没人 不过只要是难的 唯一的下场 就是最后变成了死人 这一路沙发 到了最后 竟然来到一处大厅里 那厅里啊 有七八个身穿藏青长袍的家伙 而正中间的居然是一个堆满了窟窿头的金冠 这个窟窿头没有五百也有四百五 空洞的双目之中有幽幽的明火 而不少里面还有细小的舌头露出来 我们的闯入 使得大厅中一变的混乱 两个稍微微猛一些的 朝着我们这边一边呵斥 一边挥舞着短杖 大步的走过来 而另外几个人呢 则躲到窟窿金冠的后面 出手的 依旧是秦伯 那两个家伙在一瞬间死掉 依旧是最为残酷的手段 直接开了瓢 搞得脑僵子飞进而出 接着 我瞧见一身厚厚脑僵子的秦伯 渐步而冲 朝着骷髅后面的一帮子人走过去 就在秦伯 即将把这些人全部消灭掉的时候 一大堆骷髅头 居然乌央的一下 直接腾空飞了起来 绕着一个奇怪的轨迹转进圈子 充斥在整个大厅里 这南洋邪属一出现 我们都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一运公子 眯眼瞧去 惊声喊道 哇 这是骷髅匠 我们朝着两人靠近 低声问道 什么是骷髅匠 轻薄面无巨色地打倒 南洋邪将的一种 是将刚死 或者未死之人的头颅割下 用密发炼制 然后堆积在一起 通过某种磁场牵引 让其互相之间 产生一种古怪的默契 最后滴入控制者的精血 让其相互通义 如笔之始 两位小心了 这血匠的一种 有毒 而且极为坚固 他在旁边解释着 我的头顶上 则有小蛇 疏疏地落下来 这些小蛇 都有意识 宛如在水中一般 即便是下落的过程当中 依旧能够游动尾巴 朝着我们这个方向 缓缓地游过来 不比那小拇指 大上许多的身子 嘴巴却长得巨大 显得十分凶悍 瞧见此状 我毫不犹豫地一掌拍出 将随身的驱鞋子激发了 然后磨为灵 磨为灵时 无数凶利的小蛇 就仿佛见到了猫的老鼠 再也不负先前的凶猛 纷纷朝着旁边散落而去 如灵大敌的秦伯 意外地忘了我一眼 不过呢 却是没有说话 而是将身子一扭 从这一阵蛇雨的边缘擦过 直奔前往 射人先射马 秦贼先秦王 秦伯呀 到底是行走多年的江湖高手 自然明白这么一个道理 没有片刻的犹豫 直接朝着幕后指挥 这一伙人的家伙冲过去 不过对方呢 却并非没有准备 一堵由骷髅组成的墙 堵在他们面前来 无数的骷髅头 层层叠叠地积压在一起 下恶活动 大嘴张开 似乎想要从秦伯的身上 咬下一块肉来 这样的场景 当真是看得人一阵偷皮发麻 然而秦伯却毫不在意地撞了上去 我瞧见他 即将相撞的一瞬间 捏着发掘 身子竟然有金光浮动 我心中一动 他的这一招 看着有点纯正道家的气息 而且还是龙虎山的路 秦伯直接将那窟窿头的墙 给撞塌了一大片 紧接着冲入后面去 那帮家伙 为了保住小命 直使无数的骷髅头护体 我眼前呢 尽是一片灰白色的海洋 充斥我的眼球之内 那边激烈无比 而我们这边 则显得平静许多 偶尔有两三只 飞到我们面前来 被我轻轻一拍 直接化作粉碎 而里面的忧火 则浮动而出 感觉有点似鬼火 不过那火光跳跃之间 却有一张惨白的脸 冲我一道 这威力倒还好说 惊悚之处 却是把我吓了一跳 这南洋的邪术 跟中原倒数 属于两个不同的体系 其中的奥妙与歹毒 还真是值得借鉴 和防备的地方 就在我为秦伯 有些担忧的时候 却见到满空飞舞的骷髅头 疏而失去了活力 纷纷跌落其间 而露出前方的景象来 那秦伯 显然是找到了指挥 这些骷髅匠的证书 将他的脑僵子 也给弄了出 那人死后 一切皆休 而秦伯的杀戮不灭 将剩下的人 都一一弄死 就在他准备 弄死最后一个人的时候 我出言足之高 留个人 带路 秦伯那满是脑僵子的手掌 在半空中突兀地停住 接着变缓 在唯一的幸存者脸上 擦擦一把 对他敌过了两句话 那个娃娃脸的少年 在听到这话之后 如蒙大赦 忙不迭地点头哈腰 感恩戴德 时间紧迫 在那少年的带领下 我们快速离开此处 通过两个转折通道 又挤入一处排气的通道里 爬行了半天 前面围之一空 悄无声息地滑落下来 我左右一番打量 居然瞧见 我们出现在靠近 最外面的一个岩洞里 而通过那边的走道 尽头 就是我心前进来的那座藤桥 只要能够出去 我们就能够逃脱升天了 我下意识地往回瞧了一眼 只听到那边尽头 传来一阵嘈杂的声响 有各种人在指挥和命令 滑拉枪栓的声音 也不时传入我耳中来 逃出来了 我有一种极不真实的感觉 逃出来了吗 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事实 仿佛在半空之中一般 极为的不踏实 而从通道那边传来的声音来听 却知道巴干达大部分的埋伏 都是在里面 门口呢 即便是有人 也定然阻止不住我们的强冲 而一旦离开这个地方 达到了宽阔的山林 就再也没有什么 能够阻挡我们的了 不管怎么说 有胆量 孤身千里而来的人物 绝对不是什么好应付的角色 秦伯也听到通道那边传来的声响 手指顶在那个娃娃脸少年的后脑勺上面 在他耳边嘀咕了两句 他说的话是泰语 又或者吴歌语 我不太确定 却也晓得这是在威胁对方 在巴干达中 并非人人的信仰都是那么的坚定的 即便是像康克尤这般的高层 他们之所以举起巴干达乌神这面大旗来 更多的时候 也不过是为了统治 为了愚昧手下的信徒而已 那少年亲眼瞧见过秦伯那火辣辣的手段 一地的闹僵子 已经成为他最不堪回首的往事 当下也是哆嗦着答应 在前面带着路 通过这处周折 我们来到有着血潭藤桥的那处宽阔的龙洞 一出来 这边瞧见有五人把守 三人带枪 两人持杖 我们的出现 自然是引起了这五人的注意 刚要上来盘查 满脑僵子的秦伯 却没有忽悠对方的心思 直接撞入人群里 而我和伊韵公子一同上前 三下五除二 直接将对方的武装都给卸了下来 这是一场快速而有效的战斗 秦伯的身手自是不必多言 那伊韵公子多年未见 却也展露出了名门之中的强势风范来 他此刻的扇子已不见了 然而食指鲜长 宛若白嫩的豆芽一般 一旦从对方的脖子 或者娇嫩处划过 立刻就如同锋利的匕首 宛若采花 势不可挡 这般的气势 当真也让人瞧出 浙东上家的风范 以及当年那国府第一高手的一风 当然 最为坚定和果断的 却还是我和秦伯 秦伯的身份 据说还是当年国府的将军 应该是随着上正统打天下的老臣子 这种经历过天下变局的老家伙 那手段自然是厉害无比的 至于我呢 则是多年的战斗生涯 一点一滴练就出来的 跟医孕公子这种一看就眼花缭乱 虚招颇多的套路 有着截然的不同 最大的区别并非结果 而是过程 一出手便杀人 没有任何的怜悯 犹豫 或者同情的情感在内 战争没有对错 只有结果 至于为什么 这个留待事后回忆的时候 再慢慢的加以理解 眼前的对手有五个 其中还有两个是一定级别的乌教高手 结果在瞬间就被重创 紧接着 我们毫不留情的将他们直接 退下了藤桥底下的血潭中去 人落血潭之上 并没有太多的水花溅出来 这情况有些诡异 我釜山一看 却瞧见那血潭的血水十分浓稠 跟一般的清水不同 而就在尸体落入其中的几秒后 大量的鲜血和新鲜的灵魂 被吸引而来的小鱼 纷纷咸尾而至 争先恐后地跃出水面来 一口咬住这些人的身体 一口吞入了血肉鱼腹 接着又是一口 两口三口 无休止的进食 使得这小鱼 在极短的时间内 迅速地膨胀起来 有的因为吃得太多 居然从小植尾一般的大小 直接成了手掌一般大 有的则盯着血肉 摇摆着尾巴 奋力地往里钻 直入内脏之中去 这种势心的痛苦 并不是常人所能抵抗的 好在我们还算仁慈 在丢入坛之前 已经将人给弄死了 当然啊 这里面也有防止 弄出太多声音的缘故 我们没有想到那血痰之下 竟然还会有这般恐怖的 食人小肠 那让人骨头发痒的声音 滤滤地传过来 大部分人都有些受不了了 我们的脸色 此刻也有些难看 而那个带路的少年 则忍不住 发出了尖利的叫声 啊 这一声尖叫 刚刚出现一个音符 他主人的喉咙 就直接被破开了去 秦伯收回手来 不理那丝丝喷血的少年 慢条丝里的 抬起一脚 直接给他送了下去 以他的伙伴一起 做了伴 秦伯的出手 让我有些吃惊 那少年 毕竟给我们带出了 巴干达的包围 别的不说呀 就冲这份功劳 若是依我行事的风格 必然会给他留上一条性命的 却没想到 他会如此的果断狠绝 一点情面 都没有留 我心中有些疙瘩 不过 却也并不提及 而是催促着两人 赶紧离开这里 路过藤桥 依旧是晃晃荡荡的 我先前走着藤桥的时候 是隐身尾随别人而入 走得小心翼翼 不敢有任何的闪失 连桥面晃荡的弧度 都得考虑 所以走得十分疲惫 而此刻呢 已没有了任何的阻拦 也不担心被别人发掘 自然是大不留心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当我们快步走于 藤桥之上的时候 却能够明显感觉到 一种迎面而来的压力 将我们给阻挡在这里 不让我们行走得很快 这种感觉 就好像在水中前行一般 你走得越快 反过来的作用力 也就越重 你施加的力量有多大 对后面的空间 也就会施加同样的力量出来 给你阻拦 走到最后 我不得不耐着性子 走在藤桥之上 缓缓而前 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体验 秦伯走在最前面 我呢 则负责断后 医运公子陈神说道 大家小心 我觉得这个地方 有点怪异 其实 根本不用他的提醒 我们都知道 这地方古怪至极 我甚至都不敢往前行了 而是背过身来 随时随地的 对着后面的通道口 保持关注 防止有人突然从那儿冲出来 而如果是这般 我们几人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防范能力 只有硬着头皮 挥剑抵挡任何可能过来的工具 倘若对方是一阵淡雨而来 只怕我们就真得栽在这条小晕沟里面了 不过幸运的是呢 这条藤条并不算长 有一百多米的样子 晃晃悠悠的 我们终于是走过来了 那种如形迷奸的感觉 立刻消失不见 我长舒住一口气来 再抬起头 只想着要过了那道门 往前 走几个通道 出了山壁便能够与布鱼 小白虎等人会合 离开这个地方 至于智范和尚啊 他自然是要抓的 不过 我最好还是等着毛山行堂的人过来 不然这边的人手 终究还是有些少 我最为忌惮的 并非补丧或者别人 而是他们诡异莫测的 邪将手段 所以 只要我在暗 敌人在明处 就能保持最大的优势 然而 所有的计划 在我抬头的那一瞬间 立刻化为了乌有 因为我瞧见了 之前每一个巴干达信徒 进出都会祈祷的石门 石门之上 那张青面獠牙的脸孔 此刻变得格外诡异 两颗眼睛 此刻就宛若灯泡一般的红 闪耀着昏暗而血腥的光芒来 让人看一眼 都止不住地开始颤抖 能够让我害怕的力量 那绝对是不简单的 我停下脚步 而秦伯和伊韵公子 却一直走到石门之下 方才有些疑惑地说道 这是什么鬼东西 我将先前 进出此处的剑文 跟两人说起 秦伯的脸色 先是变得有些严肃 继而一咬牙关 试着试探了 不如这样 我先过去 你们两人在此等待 万一出了什么事情 你们接应我 时间紧迫 他这话说完了 也不给我们任何反应的时间 便直接跨入了石门之中 而就在这个时候 那张古怪的石脸之上 嘴角突然扭曲朝上 出现了一丝诡异的微笑 接着 那石门之中 竟然有一股黑雾浮现 朝着下方 徐徐地喷吐而出 瞧见这股黑雾 我顿时就感觉 一阵心悸 从心头是蔓延而起 想起了那日在沙滩上 秦伯和伊韵公子 瞬间被冻住的情形 一样的黑雾 一样的脸 我下意识地冲秦伯大笑 回 往回走 别回头 我这边紧张无比 而作为当事人的秦伯 自然也感受到 那股力量的恐怖 他脚底一滑 人便朝着我们这边 挤身而来 就在他闪身的那一刹那 我瞧见那石门之上 突然有一块 沉重无比的石块 抖晕过下 将那道石门 给封得死死 刚才秦伯 若是中了那黑雾 将之在了原地 不管他有多么厉害的修为 必然会被这十数吨的石块 给砸成了肉泥去 来不及抹去头上的冷汗 我瞧见那黑雾 又朝着我们这边 弥漫过来的价日 惊声喊道 不行 我们得回头离开这里 这个地方 实在是充满了诡异 鬼知道 这到底有什么邪恶的乌法 与那些真刀真枪的 巴干达教徒比起来 这些个 才是真正杀人不眨眼的玩意 瞧见黑雾 即将把出口给弥漫得满满荡荡的 我们不敢再逗留于此 而是回身上桥 决定先过了藤桥 再去决定其他的事 藤桥之上 行走款 而我呢 依旧使用最大的力气在走 免得有人发现此间的情形 到时候 前进后退都不行的我们 就处于极度的被动中了 然而 伏不双至 祸不单行 就在我们走到藤桥中心点的时候 只感觉脚下一空 身子便朝着血潭处 急速的这里而下 我一看 却发现那藤桥 居然从中间断开了 藤桥从中断落 这是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 我在那一瞬间 即便是有再强悍的反应能力 也只有踩着那断口 奋力地朝上跳远而去 结果 沉重的气场压力 使得我根本没有办法 逃脱这强大的引力 静止朝着下方 坠落而下 很快 阴寒的潭水 就将我的下半身被淹没 我跌落水中 而医院公子和秦伯 也没有能够逃脱这种情况 在我之前 已经跌落到血潭里 一入血潭 一股阴寒冰封的寒净 便立刻侵蚀了我的身体 便仿佛掉入冰窟之中一般 那寒意 从我的后脚跟 疏然朝上 一直蔓延到我的天灵盖儿处 而我的眼睫毛那儿 居然还有汗霜生成 显示出此处的恐怖 这寒意 并非物理上的寒冷 而是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温度 它是由层层叠叠 痛苦致死的灵魂和怨力 所构成的 直接加注于灵魂的深处 我们之前 曾经推人下坛 知道这儿最是恐怖 并非是这寒意 而是另外的一种东西 识人小畅 这种只有小拇指大的小鱼 在这宽阔的血潭之中 有着充分的魔性 他们可是不会管 我们到底是何方的人物 只是为了满足口舌之欲 前伏后继 舍生忘死 那其实 简直让人看了心里害怕发晃啊 果然 当我还没有从那种 让人意识的寒冷之意中 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感觉到 无数细小而强悍的生命体 朝着我的方向 纷纷涌了过来 我的脑海里 甚至能够勾勒出 他们张开嘴之后 那丑陋而贪婪的模样 沈渊三法 魔尾 我没有片刻的停留 毫不犹豫的 直接施展出了 这来自深渊魔王阿浦陀处 传承而来的绝技 当下就出现一阵恐怖的气息 以我为中心 朝着周遭 碾牙而去 脾形越是庞大的生命 对于魔尾的气息 就越能免疫 便比如人 仅仅是身子一僵 然而越是这般渺小而凶悍的生命 效用就越大 食人小昌 纷纷退避 为之如虎 我这边汇聚而来的 无数小鱼 纷纷朝着旁边退开 而伊韵公子和秦伯那边 可就惨了 无数的食人鱼 朝着他们 纷纷汇聚而去 磨牙祸祸 想要将他们的血肉 给吞入府中 好在 两人对于局势的把握 还算是透彻 在一入水的瞬间 就朝着我们这边游过来 很快 三人又是汇集到一起 而即便如此 两人都不同程度地被咬中了 在我的魔尾范围之内 不断地拍打着身上的各个部位 三人惊魂 不过越是如此 我的心态就越是淡定 这血痰不可久待 鬼知道这流着无数骇骨和晕魂的地方 还有什么诡异的手段 当下也是对着旁边的两人低声吼道 游过去 沿着断下来的藤桥方向游 解游那半边爬上去 伊韵公子和秦伯不敢耽误 在我的魔尾范围之内 往前尽量地游走着 在数不胜数的十人小昌围攻之下 我们三人也是激发出了强大的力量来 很快就游到了断桥处 手刚刚抓到那无故断开的藤桥 就在此时 头顶上却突然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我们彼此的脸色都猛然为之一变 按道一声糟糕 巴干达朝学的大部队终于反应过来 朝着这边直奔而来 既然如此沿着藤桥往上走 岂不是正好撞到枪口上了吗 如此一想 我离开这血潭的愿望 便再也没有那般的强烈了 而是赶紧藏身在藤桥入水的阴影下面 不敢妄动 巴干达的大队人马 到了潭辫的高崖边 上面传来一阵杂乱的争论 紧接着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 两位贵客 这里有巴干达乌神的护衣 你们是不可能逃出去的 与其被巴干达乌神 给活生生的折磨而死 不如现在站出来 脚械投墙 我可以保证你们的人生安全 如何 藤桥的断口阴影之下 我的眼睛一亮 说话的这人 确实是智范和尚 我下意识地朝上望了一眼 透过藤桥细密的间隙 能够看到那家伙 一张伪善的脸 出现在潭边的悬崖边缘 这让我有些欢喜 本来想着 这出事 他会第一时间逃离此处 没想到 他装起了大一把狼 居然带着巴干达的一众人等 过来击补我们 我在打量吃饭和尚 而他呢 也在打量周遭的环境 封闭的神门 弥漫的黑雾 以及从中断开的藤桥 沸腾而翻滚不休的水面 这无疑在表明着 在此之前 有人在这儿逗留 那么 人在哪儿呢 水下 只有水下 智范和尚 在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毫不犹豫地挥挥手 指挥着手下人 朝着水塘这边 开枪试探 然而这个命令 却被里面的几个主侍者 给拒绝了 作为巴干达首席大巫师的儿子 在这一个穷乡僻壤 居然被一帮乡下巫师拒绝 这件事 可不是刚刚当上公子哥的智范和尚 能够认受得了的 他顿时就有些气不过 朝着旁边的人大声吼着什么 然而 他所有的怨言 却被其中一个长老的话语 给风堵住了 对方说的话 我听不懂 不过 我就听懂了两个字 圣坛 长老的大意 说这是巴干达的圣坛 不能施加冰刃 否则会惹怒巴干达巫神 招来获释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我心中又是轻松 又是多了一分疑惑 不用面对那暴风骤雨的弹幕 当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不过 这满是骸骨和骷髅头 食人小畅的血痰 怎么就会是巴干达的圣坛 就在我琢磨着话里面意思的时候 头顶上突然有人喊道 哎 你们看圣坛里的圣鱼呀 一听到这个话 我心中咯噔一下子 就知道要糟了 要晓得 虽然 在我的磨维之下 这些食人小畅 并不能如之前那般 身口就将我们三人给咬了 但是 对于削弱的欲望 却并不减免 使得他们 在我们的不远处 有层层叠叠的围住 却很难困住 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现象 中间的一圈干干净净 而越是往外 那些食人小畅 却越是繁夺 有的 甚至都被挤出水面来了 明眼人只要仔细一看 就知道这里面有鬼 听到这话的一瞬之间 我和医孕公子 秦伯 相视一眼 毫不犹豫地 深吸了一口气 朝着坛下前去了 之所以如此 就是希望上面的人 以为我们 跌落血痰之后 被这些所谓的剩余 给分食一空了 对于这个结果 我估计是皆大欢喜 他拔赶他乌教 消灭了外贼 而我们呢 则能够瞒过一时 再寻求机会逃出生天 然而我们潜入水中之时 却瞧见一件极为恐怖的事情 在这黑悠悠的潭水之下 并非是一片漆黑 除了凌凌的食人小肠之外 还有无数细小的火焰 在水中浮动着 这些火焰 初看并无什么特别 然而仔细瞧上一瞧 却能够瞧得出 每一缕火焰当中 都有一张苍白 而阴暗的面孔 这些脸孔是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莫不是猙獰而扭曲 显得十分恐怖 双眼血红 仿佛带着无数的怨路 多如繁星的鬼脸火焰 并非自由胡乱的散落 而是围着血潭深处的 一缕亮光 游动 那儿 仿佛就是太阳一般 围绕着它不停的旋转 奥妙无比 当瞧见这一幅景象的时候 血潭之上所有的事情 都被我淡忘 而我的脑海里 唯一意想起的一件事 就是这缕亮光 恐怕 恐怕 就是它 被称为圣潭的缘故了 我没有管 以月公子和秦伯的身形 而是朝着血潭的中心游走过去 近了 越来越近了 我的心情无比紧张 当我游到近来的时候 终于发现那缕亮光本来的面目 这是一个比篮球 好像要大一些的巨大眼睛 眼球的前端是瞳孔 又黑又亮 两边则是血丝 朝着白色的眼珠子处蔓延 而又在这眼球的末端 则是许多宛如章鱼触手一般的软组织 滑腻而柔和 深深地根植在坎底深处的淤泥 这血胆之下 铺满了大大小小的骷髅头 与尸体残骸 但是唯独这缕 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真空盖 当我瞧下那颗眼球的时候 它的瞳孔居然一转 也朝着我瞧过来 仅仅是一眼 我的心中已是如糟雷轰 下意识地想要逃离此处 强忍着心灵的恐惧 我缓缓抓出引穴寒光剑 费劲地朝着弹笔游动而去 那眼球似乎是受到了 我心中的杀意 坛底突然沸腾而起 无数的火焰 朝着我这边奋力地扑过来 而那些被我磨微吓到的 食人小肠 居然也是顾不得 植入灵魂深处的恐惧 朝着我这边是奋力而扑 鱼死亡 当时的我 已经有了一件名物 丝毫不顾周遭的威胁 魔拱才能够极致 林仙一侧也顿时开启 竟然在手中找出一条路线来 毫无阻碍地通过这段路 将手中的羽圈寒光剑 也是插住他眼球之中去 剑尖一入 世界哄他 我都来不及查看这一剑 是否对那眼球造成什么伤害 便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力量 将我给高高地抛起 朝着血潭上方 猛然推了出去 第六百四十七节 极度干涸的肺部 在这一刻 终于获得了空气 而我的耳边呢 则听到无数的惊呼之声 我重重地砸落在一个家伙的身上 手中的引穴寒光剑 因为把握不住 哐朗的一声 跌落在了不远处的地上去 听到身边杂乱无比的惊呼声 我下意识地迅猛跳了起来 从对面一个轻袍巫师的眼中 瞧见了浑身都是黑浆的自己 上面啊 充满了无数诡异的符纹 宛如小蛇一般的在游动着 这番模样 实在吓人 我却晓得 是因为手中长剑 刺入那古怪眼球中的时候 对方施加在我身上的诅咒 就在我打量自己的一瞬间 却有四五道刀锋 夹住于我身上来 这被人砍还不还手 那肯定不是我的风格 当下也是运气风眼一卷 将众人搅得一阵东倒西歪 紧接着猛然冲入了人群 空手接白刃 最后刀锋迅捷而准确地 搁在对方的喉咙上 就在我与身边几个巴干达乌教的 进战高手交手的时候 有人俯身去捡魔剑 结果一股银色的火焰 蔓延开来 将它直接烧成一团 炙热滚烫的火 引血寒光剑 在吸收龙血之后 天生一股龙威 然而 什么时候竟然 可以记起这般的银色火术 我却是有些摸不着头呢 这巴干达乌教啊 是地处于泰国和吴歌的交界 此地正是盛产权术高手和体术者 简直就是奉之为国粹了 不过与国内的那些套路有所不同 这帮人完全就是在实战之中所磨炼出来的炼家子 弱者早就死在格斗场上 唯有强者能够存活下来 所以 即便是我有着压倒性的力量和气势 这一时之间 却也杀不了几个家伙 我当下呢 也是将手中夺过来的刀朝前一掷 再伸手一招 将隐穴寒光剑召唤过来 隐穴寒光剑 闻得我的召唤 立刻嗡的一声响 一连跨越七八米 连续撞到四五人 钻入我的手掌上来 一剑在手 我整个人就感觉天下尽在掌握 凭空尽急剑 依然秋水长天 剑光掠过之处 无数的血肉飞起 我三两剑下去 那些禅人的近身高手 要么给我连人带刀劈作两万 要么劈个尿流的 躲到另外一边去 而就在我大杀四方的时候 却听到不远处 传来了扣动扳机的声音 复杂的战场之中 我竟然能听得如此真切 在我脑海里 甚至还能够想象得出 那子弹从枪口 喷火而出 朝着我周身射来的场景 急火 这是无差别的攻击 巴赶达乌教的那一帮人 从暂时的混乱中 恢复过神志来 一开始还有些犹豫 紧接着瞧见我这大杀四方 身边没几个好手 顿时就再无顾忌 有人指挥 立刻朝着我这边 啪啪啪啪啪啪啪的 有如风暴一般倾泻而至 正所谓人力有时尽 我终究还是不能跟现代武器正面抗衡 当下也是一个滑步 避开了这帮人的射气范围 躲到一处石柱后面去 身后的石柱里 噼里啪啪啪好是一阵作响 而我的不远处 则传来一声惊悸的叫喊 天哪 你怎么可以跟过来 我寻声望去 却见智范和尚就在我不远处 失魂落魄地望着我 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这敌人的恐惧 便是对我最大的肯定 我嘴角朝上 冷然笑道 犯我茅山者 虽远必诛 智范 又或者康桑坎 你以为逃到天涯海角 又或者有一个 血手狂活的老爹 就能够避开我茅山的惩罚 被一众巴干达巫师 簇拥着的致犯 瞧见身边的这些人 心情总算是轻松了一点 深吸了一口气 哼 你杀不了我 你只能死在这 他没有注意到 身边的那些巫师 个个都宛如死了爹娘一般的表情 而我呢 则继续说道 亏悬空刺 养你教你这许多年 那余千八 可是杀了你不少的师兄弟 没想到你居然与他结绊而行 一路逃亡到南洋来 致犯和尚不屑地说道 屁 一帮老和尚老尼姑 臭规矩多得要死 要不是我父亲再三交代 我早就离开那破地方了 他滔滔不绝地 讲起了对玄公司的怨念 而旁边的人 则开始朝我这边摸过来 我之所以会跟致犯和尚废话 并非有一根的交流和质问 而是因为那帮家伙的子弹 一直都在倾斜 而且对方的火力压制 显然是十分专业 轮流换弹夹从不停歇 只要我这一冒头 就有可能会被击火 所以方才拖延时间起来 而瞧见对方 正组织相手绕过正面 从侧面抛筹而来的时候 我的心情就难免得有些紧张的 然而终归是天无绝人之路 就在我握紧引炫寒光剑 准备搏命的时候 却听到一声又一声的惨叫 从那帮枪手群中传了过来 场面一是大为混乱 而朝我这边射来的弹雨 也是骤然一鸣 好机会 后背抵在石柱上的我 并不认为这是敌人的陷阱 因为我听到了熟悉的脑壳碎裂的声响 这种掀开敌人脑壳的恶趣味 不知道是不是秦伯的杀敌手段 还是因为瑶瑶这个私生女 被巴干达误教残害之后 生出的报复手法 不过我也确定了一件事 刚才同样在血潭底下的秦伯 已经离开了那个贵地方 如此最好 尽管对那两人没有太多的责任 不过能有这么两个强力的帮手 总比独自一人 面对着几百号的巴干达误教信徒 让人安心许多呀 枪手骤停的一刹那 我立即宛若蒙糊出笼一般 朝着致饭河上扑了过去 射人先射马 勤贼先勤王 我气势如虎 速度如暴 立剑一般的扑向致饭河上 那家伙吓得屁滚尿流 连滚带爬的朝着后面逃 而他身边呢 则簇拥着那一帮巫师 却是显得凶猛无比 口中大声呼一声巴干达 然后舍声望死的 朝着我同样的扑了过来 双方恶狠狠的撞到一起 我本以为 隐血寒光剑 能够在人群中掀起一片的血海波澜 然而就在我这巅峰的一剑之下 那些个黄皮猴子 居然能凭借手中的怀目杖 硬生生地抵住我的攻击 尽管他们的力量 被我生生地碾压 连步后退 却是挡住了我的这一剑 这并不是说 这一大帮的巫师手中 有能够与我匹敌的强者 事实上啊 这些巫师 比起刚才那几个近战者来说 体力是相差甚远的 然而为什么他们能够与我相敌呢 我的疑惑很快就得到了解释 不为别的 而是他们手中的怀目杖 这些事法短杖之中 仿佛住着一头恶魔一样 充斥着诡异的力量 一根两根或许不足 但是这十来根 一同的凑江上来挡住我 却并非什么难事 也就是说 与我交手的 并不是这帮巴干达巫师 而是他们手中的怀目杖 那怀目杖里 我能感受到 与水潭之下大眼球 同根同源的力量 主场 这里是巴干达巫教的主场 而那眼球呢 鬼知道是不是传说中 巴干达巫神眼矿子里 掉落出来的呢 我心中惊骇 不过 却再也没有勇气下弹 确认一方的大眼球 到底有没有被我给戳破了 眼看着置饭盒上 连滚带爬的 朝着洞子深处跑过去 煮熟的鸡蛋长脚飞了 这个不是我能接受的 当下 脑子在飞速的运转 忽然间 我想起一件事 刚才 有人俯神去摸我的 隐穴寒光剑 突然 被上面冒出的 一束黑火给燃烧 化作一道人形火柱 我的隐穴寒光剑 何时有这般的手段 难道是刚才 刺破大眼球的时候 吸收到了什么东西不成吗 这般一想 我的心神 立刻沉浸到了 隐穴寒光剑里去 我感受到那剑身之中 龙穴之微 以一团五彩斑斓的气息 如太极一般 在不停地旋转 而在旁边呢 居然又多出一股 宛若虚空之眼一样的气息 那五彩斑斓的气息 是无数死在我剑下的 强者灵魂 熔炉出来的剑灵意识 而后面那一股气息呢 却是凭空生出来的 它也是那一束黑火出现的根源 而如果我猜的没错 它应该就是 我刺破大眼珠子之后 隐穴寒光剑 瞬间吸收的精华之物 尽管时间短暂 但是却已经凝聚出 如此大的一团来 这气息与隐穴寒光剑 并不和谐 不过却并不能阻止它 唯我所用 寄人篱下 那就得帮人办事 我尽其激发 一股黑白相间的气息 便浮现在我的剑身之上 而在一次拼斗的时候 所有与我交锋的怀目短帐 在瞬间就化作了一团黑火 里面的气息 就被隐穴寒光剑 融合吸收 而剩余的渣子 则将自己和怀目障的主人 瞬间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人形火炬 这言动之中 瞬间便变得无比光明 这种短暂的光明 却是由生命的消逝 来作为代价 有了这股仇敌叛变的力量和气息的帮助 我当下也是势如破竹 一瞬间斩杀无数 而但凡敢与我交锋者 都变成了一朵又一朵的火焰 知凡和尚在逃跑 拼命的逃跑 你就跑去吧知凡 可是他身边的人 已经越来越少了 到最后 一只手抓住他满是唇印的粗短脖子 一把将他的揪起来 恶狠狠地递到眼壁之上 看着他慌张的眼神 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平静地说道 既然惹了我猫山 就不要想着能活命 你至今 还没有这样的觉悟吗 被我单手给举着 顶在眼壁之上的炙饭盒上 口吐鲜血 脸上 依旧是难以置信的表情 他喃喃地说着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我将他像小金一样地掐着 刚才大发神威的印穴寒光剑 给我随意地插到地上 另外一只手 在他身上大致地搜了一下 掏出一大堆的杂物 扶牌来 随意地丢弃 这才起手 一下子敲在他的脖子上 我这一记手刀 精准无比 置饭盒上双眼一闭 整个人就晕倒过去 亲下的置饭盒上 我方才来得及回头看 却见刚才冲进枪手人群之中的秦伯 一身的鲜血和脑浆子 正跟伊韵公子朝我这边走 这两人瞧见我了 就是一副看乖乎的表情啊 也一如我瞧见 满身白乎乎脑浆的秦伯一样 三人汇聚一处 秦伯的脸色 看起来有些不太好 指着我们身后不远处的血痰 第一声对我说道 那边的情况不是很好 我感受到了大量不属于这世界的气息 才继续和蔓延 倘若他们信封的那个巴干达 真的重返于世的话 只怕我们三人的性命 都得交代在这里 巴干达 我心中猛然一跳啊 终于明白过来 那大眼球可不就是传说中 巴干达被镇压的那一颗吗 而刚刚被我刺破了 这痛觉 未必不会将那家伙 从未知的空间里给引过来 倘若如此 那事情还真的有些难办 伊运公子 接着说道 那边的大门 已经被封锁住了 找不到出路 血池里面的水 更变得十分粘稠 开始附作在尸体和活人身上 迅速变异 如果再不想办法 估计我们 也都要变成一滩烂肉了 我诧异地回头望去 却听见无数似乎痛苦 似乎解脱的欢乐送经声 通到尽头之处 有一个藏经乌袍的法师 正跪在那 一团红色的粘液将它包裹 不多时 就化作一滩扭动的烂泥 疯了 当真是疯了 瞧见这红色粘液 顺着地势 朝这边飞速流淌而来 我心中一跳 不过很快就想起了一件事 于千八之前跟我说过 这至犯和尚的居所 有一条秘密通道 一旦发生了任何事情 他都可以立刻借助那条通道 逃离此处 与基地的外面的补丧 加以会合 不行 我得赶紧将他叫醒过来带路 打定了这个主意 我毫不犹豫地 把扛在尖头的置饭盒上 按在墙壁上 将他的右手手指一根根地掰断 食指连心 当我掰到第三根的时候 他终于从剧痛中请过来 大声地咒骂着 结果当我掰断他第四根手指的时候 却意外地闭上了嘴 看起来 这小子察言观色的本质 倒也还算是不错 我没有跟他废话 用一种阴寒的语气说道 密道 带我们从密道离开 不然 我会将你这只鸽背拆下来 塞进你菊花里面去 我说道做道 你千万不要挑战我的耐心 刚才我宛入杀神反噬一般 将诸多的巴干达巫师 给点成了一个个人形火炬 这模样实在是太害人了 以至于置饭 实在是生不出半点拒绝的心思 他忙不迭地连连点头 他是如此的积极 仿佛慢上一秒 就会挥剑斩下他的头颅一样 有置饭带路 我们一路畅通无阻 但凡有胆敢拦下我们的人 医孕公子和秦伯会毫不犹豫地 直接将其性命给夺了去 医孕公子杀人的说法 简直是一种艺术 反衬出秦伯的粗暴和血性 走到后来的时候 我忍不住对秦伯提出建议 秦伯呀 您这身上都快开豆腐房了 要不然咱换件衣服成不成 经过我这一提醒 又瞧见医孕公子和我眼中流露出来的一种贤气 亲不杀气腾腾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似鬼哭般的微笑 好的 我这就换上 他将几颗还挂着眼珠子的袍子给脱下来 随手从一具死尸身上 拨了件长袍换上 然而 杀戮的手段 却变得更加残酷 等我们来到置饭和尚的居所的时候 他这一身 就跟屠宰场的屠夫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不熟悉的人 估计瞧他一眼都会要做噩梦 制饭的居所是颇大的 在解决了门口两个警卫之后 推开沉重的铁门而入 入幕的是一处超过一百平方的大厅 不知豪华的 如同阁谷岛外面的五星级宾馆套房 现代化的设备和灯光 让人在恍惚之间 都有些忘记了刚才的血性 大厅边上 有好几处南木门 有厨房 有浴室 有卫生间和储物柜 我甚至还能从左侧虚眼的门缝里 瞧见一张硕大的软床 软床之上呢 横七竖八的 藏着至少三名以上的金发女子 风如肥腾 迷涉至极 第六百四十八集 一入其间 医院公子和秦伯 就被大厅左侧的一处收藏柜给吸引住了 前者吹着一个口哨 快步走到跟前来 开心的说道 我的武神剑居然在这里 这是我老爹给我的 是蒋校长亲自赐予我折动上家的 这玩意儿是东陵大道的胜利品 意义重大 还好没丢 而秦伯似乎也发现了自己被搅去的东西 在收藏柜中翻腾起来 找到一件黑乎乎的背心套在身上 然后呢 又找出一套套着九把飞刀的皮套 以及一枚班纸 还有几件小玩意儿 除了两人的东西之外 这收藏柜中尚有几十件的法器 看着都是珍稀品 医院公子和秦伯挑了几件有用的袋上 不过瞧见其他的东西 顿时就有些懊恼 只恨自己少伸了一双手 我十分大方的等着两人挑完了 在他们诧异的目光当中 将一众的收藏品 全部倒入了八宝囊中 在这一刻 医院公子和秦伯 一直淡定的脸色 顿时就写满了羡慕极度恨 将这儿的藏品一扫而空 原本还更宽敞的包囊之中 顿时就显着一阵拥挤 以至于我不得不将隐血寒光剑 给提到手上 我们不再逗得我 也没有去你卧室里面那些个女郎 压介着置饭和尚 在她的指点下 来到了斜角处的一间书房里 按动了机关 那书架侧里翻转 露出一条向上的通道来 我们沿着通道朝外走 走了一百米左右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守卫尖 里面有四名高手 两名强悍的拳手 两名修为高深的巴干达巫师 其中一人居然还能施展出 十数头诡异的厉鬼 朝着我们席卷而来 不过 这些阻拦 都不过是小麻烦而已 武装到了牙齿的医孕公子 和秦伯 尚未等我出手 就将人给剁成碎块去 手背肩这儿的门 沉重无比 秦伯将铁门反锁 确保这巢穴两头都被堵住 他的做法 其实我并不赞成 要晓得 这个巢穴之中 除了丧心病狂的巴干达巫教之外 必然还是有一些无辜者的 我们将此处反锁 也是断绝了那些人求生的希望 不过我并没有把这话给说出来 因为即便我们留了门 他们也未必能够逃得出来 在当圣母之前 我们得确保自己能够活命 这守备室 是秘密通道的最后一道屏障 我们离开此处之后 大概又走了两百多米 然后通过一道竖井之后 终于出现在一处悬崖峭壁的半中间 而这里呢 有一根树层条朝下 直落到崖底 通过一片的矮树林 就会有一条小道 快速接拨环岛公路 这个地方啊 是不丧给自己预留的逃生通道 只不过是为了讨好师父的 康克游的儿子 放在让车里 三人出了巢穴 我立刻感觉到 压抑在心头的那股气息 消失掉不少 当下也是开启雨淇琳 与外面负责接应的 布鱼和小白虎发起了联络 没有多久的时间 两人便出现在矮树林的边缘 布鱼接过被我再次弄昏过去的 置饭盒上 而小白虎呢 则将藏在阴影处的一样 越野车给找了出来 车子 定期有人保养 油箱里面是满满的 将置饭盒上塞进后备箱之后 我油门一轰 离开此处 一直等到离开那条颠簸的乡间小道 环岛公路近在眼前的时候 小白虎方才出声发问 哥哥 刚才那巢穴之中 传来恐怖的吼声 又有血光冲天 与天上的雄星对应 里面到底出什么事了 秦伯的脸色不由得一变呢 仔细盘问小白虎先前出现的场景 小白虎便一一到来 他的脸色顿时就变得极为严肃 回头看你 只见远方的阁谷山上 轰隆隆地响着震动个不停 仿佛有地震一门 长吸了一口气之后 秦伯方才说道 不好 坏事了 我们几人互看了一眼 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 医孕公子 毫无犹豫地说道 我们赶紧离开这个道 至于这个道的事 就让泰国政府 和东南亚这帮狗日的来操心吧 对于这件事情 我们是同意的不能再同意了 不过就在此时 秦伯却提出一件事 他说呀 要去洛梅尔酒店 将瑶瑶留下的信件取出来 他的这个话 我并没有任何的意外 那毕竟是瑶瑶 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丝印记 秦伯应该是不会置之不管的 医孕公子瞧了我一眼 而我呢 则丝毫不犹豫地说道 秦伯 你速去速回 我们去码头 先抢到一艘船再说 秦伯在中途下了车 前往位于格谷岛东岸的 洛梅尔酒店 去取瑶瑶留在床下的信件 而我们呢 则直接驱车 前往码头的方向 准备出其不意 夺取一艘能够出海的船 赶紧离开这见鬼的地方 至于那巴赶达乌教巢穴的血潭之中 到底爬出了什么玩意儿呢 这就不是我们所关心的事情了 正所谓 死到有 不死贫到 而且这里 离我们国土十万八千米 又有一大帮子 发了疯的巴赶达信徒 要过来追杀我们 鬼才会冒着死亡的威胁 去解决掉那个 不知道是啥的东西 然而 当越野车 快要靠近码头的时候 先前乘坐 杜伦之时的那种悸动 又浮现在我的心头上 此刻 夜幕降下 仿佛在心头落下了一块铅 我感觉呼吸有些困难 毫不犹豫地踩下了刹车 然后 对着旁边的步鱼吩咐道 去将吃饭的小子 给我扛下来 其余的人 都给我下车 步鱼和小白虎 自然不问原有 而伊韵公子 瞧见我一脸的严肃 也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 跟着一起下车来 我望着换道广路 不远处的悬崖边 油门一轰 驾驶着这越野车 朝着悬崖下方猛然冲 在这辆越野车 即将撞向栏杆的时候 我推开了车门 一跃而下 车子 在半孔中 滑出一个并不优美的无线 静止跌落到浑浊的海水里 因为还算是比较深 所以倒没有闹出多大的洞 几人 分分围上来 伊韵公子这时 方才指着 浸泡在海水里的越野车 对我说道 这是什么意思 我看着他 皱起眉头解释 我突然感觉有点不对劲 伊韵公子 有点不明白我的表述 指着冒着泡沫的海面 说道 你的意思是 这车子里面 有跟踪器 我摇摇头道 不止这么简单 在我说出猜测之前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伊韵公子 点头说道 你说 我说出第一个问题 在你的想法当中 布桑此人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家伙 伊韵公子沉吟了一番 对我说道 在来之前 我曾经照过他的资料 觉得不过就是个南洋图书师 即便是血手狂魔 最得意的弟子 也不会有太多的麻烦 但是秦伯 总说这人 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看之不透 没想到后来 果真如他所料 一上来就中了他的算计 满满的信心 结果最终 还是被生情了事 我说出第二个问题 在我们来之前 你们两人 是如何脱离 森罗地牢的束缚的 伊韵公子的脸上 露出严肃的表情来 对我说道 对方抓到我们之后 对我们进行了严谨拷打 并且试图通过降头术 让我们臣服 不过在折磨了一天一夜之后 那布桑 过来看了我们一眼 离开之后 就没有人管着我们了 秦伯施展了手段 解开束缚 正准备离开 你就来了 说到这里 我讲出第三个问题 如果你是布桑 你会不限制住 对方的修为 光扔在地牢里面待着 听到我问出的 这第三个问题 伊韵公子的脸色 陡然一变 下意识地喊道 你的意思是 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那个叫做布桑 那家伙设计的 我问出这三个问题的时候 自己已经是出了一身的冷汗 因为我差不多 已经猜出那家伙的心思 表面上 布桑对着制饭和尚 这师父的儿子 毕恭毕敬 不但好生招待着 要吃给吃 要喝给喝 美女伺候 而且连自己用来享用的奢华套房 都交由制饭和尚来住 一副太上皇的样 然而 所有的一切 都不过是表象而已 遮不住他蓬勃的野心 事实上 在布桑的徒弟马罗阿 说出师父的大计划 断鸟重生的时候 我就感觉有些不对劲了 现在 联系着一块儿想来 方才觉得 同样出身于S21恐怖监狱的布桑 跟他师父康克游一般 也绝对是个恐怖的枭雄人物 有这样的家伙在 秦伯和伊韵公子的逃脱 绝对是在他的掌握之中的 而我们之所以能够这般容易的脱离 说不定也在他的计算范围之内 如此说来 事情就变得有些恐怖了 恐怕那血痰之中 弥漫的气息 也是布桑故意放出来的 而那些死去的巴干达乌教信徒 也极有可能是他故意牺牲的 牺牲了这么多的人 甚至是不惜毁了自己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基业 自然不会是学雷锋做好事这么简单 他一定是有着自己不足为外人道的目的 什么目的吗 巴干达 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巫神 他不但抛弃了多年来 跟随着他的信徒 而且连自己师父的儿子都可以当做棋子 这样的家伙 怎么可能在码头处没有防范呢 甚至连瑶瑶这件事都在布桑的计划之中 想到了这里 我和伊韵公子异口同声地喊道 不好 勤迫又危险 是的 如此一番推论出来 洛梅尔酒店那里数不定也是一个圈套 瑶瑶固然不会害我们 不过那封信估计已经被布桑给知道了 他不过是顺势而为将取己给布下 劫王以待而已 我越是这番想 额头上的冷汗就越多 没想到啊 这南洋之地 居然也有这般 智迹近乎于妖的枭雄人物 我当真是大意了 以至于出现现在的情况 伊韵公子深吸了几口兴尸的海风 猛然转头说道 不行 我要去找秦伯 我一把将他给拉住 低声说道 依秦伯老江湖的经验 未必能够重负 当务之急 是我们得赶紧找到一个 能够离开此地的办法来 其实我还有一句话没有说 那就是 秦伯如果已经被秦住 那我们过去的恐怕也是无济于事的 伊韵公子有些头疼地说道 如果按照你所说 我们去码头不也是送死 我压压头道 这船 不一定只有码头才有 这阁谷岛的酒店众多 很多人都有私人码头 附近 也停靠着有游艇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 就是先确定情况 即便是一艘船都没有 我们去发几颗木头 拼凑成船出了海 也没问题 瞧见伊韵公子 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旁边扛着制饭盒上的不语 拍了拍胸脯 憨厚地笑道 放心 我的水性很好的 伊韵公子 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脸都有些发僵 不过呢 还是按照我的计划 准备前往码头的附近去 有了戒备 我们自然不会沿着这公路 大摇大摆地前往码头 而是沿着林子和岸边的礁石 朝着那个方向 小心翼翼地摸过去 这一路行得飞快 也不知道为什么 沿途酒店的灯光 似乎都显得格外暗淡 这种情况啊 让人不由得心中极为压抑 很快 我们就来到码头附近的海滩边缘 因为担心惊扰的对方分布在周边的暗哨 所以我们并没有再次摸过去 而是由布鱼潜入海中 从海面上朝着码头的方向打量 这样做是最安全的 毕竟对方绝对想不到 提防着海上的窥探 我们在礁石的阴影处 耐心地等待着 过了二十多分钟 布鱼依然没有回来 反而是勤薄的消息传回来的 他是通过一种叼着大耳鼠的玉佩 与伊云公子联络的 有点类似于 与麒麟这种东西 两者并无交谈 伊云公子 却能感受到玉佩之上传来的震动 明白其中传递的意思 他瞧见我眼中的疑惑 伊云公子 倒也不隐瞒 对我翻译道 酒店有危险 重拂 逃脱 码头有陷阱 误区 我和伊云公子互看一眼 彼此都是心惊肉条 我们的猜测 居然是真的 这当真是一个噩耗 而就在秦伯传回消息不久 布鱼也从海面冒出脑袋来 快速游进了 上岸之后 吐出一口浑浊的海水 低声说道 埋伏得很隐秘 不过 我能够瞧见暗处有着无数的杀意 显然 只要有人胆敢出现在码头上 就会有大批的伏击者出现了 若是以前 照着我们的实力 偷偷摸摸的硬冲 倒也不算什么难事 然而 在知道补丧阴沉的手段的时候 我们都下意识地想要回避 这个家伙 谋定而后动 绝对是有制住我们的手段的 沉默了一会之后 我深吸一口气 对三人说道 码头去不得 我们往海边走 看看附近 有没有私人码头 和客人游艇 确定了这个战略方针之后 我们隐秘身形 不如将昏死过去的炙饭盒上扛起来 往附近的几家酒店摸去 一连摸了四家 花费将近两个小时 结果明明看到有码头位 但偏偏就是没有船 等到了这里的时候 我们终于绝望了 也知道那布桑 绝对是有所图谋的 已经将所有能够离开 格古岛的交通工具 都给清剿 那么 通讯工具 是否还有效呢 我心中疑惑着 而这个时候 一运公子终于是脸色一变 低声对我们说道 秦伯甩开了尾巴 赶过来了 我们过去接他 我点了点头 一路的潜伏 终于在一处海边的密林之中 与秦伯接上了头 然而这一见面 我顿时就吓了一跳 原本神清气爽离去的秦伯 此时面色惨白 胸口居然出现了一个血淋淋的大洞 上面还有无数的蛆虫钻来钻去 恶心极了 一运公子 瞧见秦伯如此狼狈的模样 也是大惊失色 几步赶上前 一把扶住他的手 关心的问道 秦伯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会受伤 秦伯苦笑着说道 那边的埋伏 哪里能伤到我 第六百四十九集 一运公子也有些奇怪了 不能伤你 这又是什么 秦伯朝着我点点头 然后方才说道 你可还记得 不丧临走之时 在一处黑色谭语之中 站了站 然后 抽了你我三边的事情 一运公子听了点点头 而秦伯呢 则显得十分凝重地说道 妈的 我之前还觉得 那家伙的力道软绵绵的 就像个娘们一样 现在方才晓得 那三鞭子 根本就是在给我们下降头 我感到洛梅儿酒店的时候 才刚一进房间 就感觉中福了 正想着杀出一条血路 结果就感觉腹中一动 竟然有个鬼态包藏祸心 跳动不已 还好 我九居香港 数之南洋的多种邪术 放在临时制止 及时掏出来 听到秦伯 讲起自己的逃脱之路 当真是一步三折 十分的惊险 而医孕公子听了 则是脸色为之一白 摸着自己的胸口说道 难不成 我车里也有 秦伯点了点头 对 对 那降头的眉界 是通过破皮的边痕 蔓延入内 隐秘得很 就连我如此小心翼翼 都着了他的道 那补桑 当真是个厉害角色 别的不说 就光指着下降的手段 已经是一绝了 医孕公子 聪慧多谋 风度翩翩的世家子弟 不过对于身上 突然多了一块东西 实在是有些难以接受 脸色惨白地说道 秦伯 我该怎么办呢 秦伯一咧嘴 露出一口的白牙来 说道 这降头 又叫做暗怀鬼胎 是在你身体里 种下一颗种子 不知不觉 吸收你身体里的养分 一个月之后 鬼胎从你身体里 剖腹而出 将你的尸体吃个干净 不到一年的时间 它就会长成你的模样 与你的行为局 只能有七八分相似 对下降者 烟厅积从 很多南洋巫师 就是通过这种手段 控制某处地区的证据的 不过 你大可放心 这手法我知道 我肚子里的 也是被我独自取出 并不方式 他说的轻松自在 而我们看着 他胸口处那 猙獰的伤口 和有蛆虫 爬来爬去的画面 却忍不住一阵的蛋疼 这玩意儿怎么看 都不像是 不方式的样子 秦伯看见我 瞧他伤口处的蛆虫 伸手撵出一条 对我们解释道 石虎蛆 这玩意儿 能够吞噬残鱼的 降头之力 若不是他 我还不一定能 甩开追兵呢 什么 这降头 还能给补丧的人 提供我们的位置 秦伯点了点头道 对 所以得赶紧做 一早不一迟 不然他们 失去了我的方位 定然会对 小和尚进行追查的 在死亡的威逼之下 伊韵公子 不再犹豫 找了一处草地平躺 而秦伯呢 则先是 掏出了先前 拿来那把 套飞刀之中的一把 刀刃在舌架上 舔了一下 全当作消毒之用 紧接着 一刀就要扎入 对方的胸口 而就在刀尖 即将刺入 伊韵公子胸口的 一瞬间 我突然出了手 一把抓住 秦伯的手腕 莫名其妙地 问了一句话 秦伯 信你拿到了吗 秦伯一脸 差异地问道 什么信 不好 这句话一出口啊 连躺在草地上 有点蒙住的 伊韵公子 也顿时醒悟过来 口中大声叫道 你是假的 你不是秦伯 秦伯是冒着生命危险 跑回洛梅尔酒店去的 就是为了 自己的私生女瑶瑶 藏在床头的那一封信呢 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或许说 这个家伙未必不知道 只不过杀人心切 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 至于我 为何会出手阻止 倒不是因为我看破了什么 单纯就是觉得 秦伯下刀的地方 有些不对 他受伤的地方 是腹部的左上方 而朝着伊韵公子扎去的 却是心脏之处 没有人 能够在心脏 被扎了这么一刀之后 还能够活下来 至少伊韵公子是不能的 所以他这一刀 用意并非救人 而是在杀人 在伊韵公子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已经是一把 抢住了那家伙 拿到的手腕 结果对方的手腕 就像没有骨头一样 滑腻得很 一扭一抽 居然就脱离了我的掌控 接了几个连续的后空班 跃到计账开外的地方 身子一抖 竟然露出一个黑珍珠模样的 东南亚美女 那女人孝敬地说道 秦罗海威武不屈 说她的同伴 一定能够救她的 我还有些不信 没想到两位 当真不是蠢人 竟然能够瞧出我花五娘的破绽来 花五娘 从地上愉悦而起的伊韵公子 一脸的震惊 我与她并肩而立 低声说道 什么情况 伊韵公子脸色严肃地道 花五娘 真的名字叫做花美凤 是吴格华人 康克游在S21恐怖监狱时的 极为随身的弟子之一 听说也是康克游的情人 不过资料里显示 她跟补桑似乎也有一腿 这女人不简单 因为是康克游最信任的女弟子的缘故 当年大屠杀事件里 也是唠了不少好处的 据说许多的惨汉 挂着康克游的名 被弟弟都是她指挥的 因为鬼术出神入坏的缘故 她的幻术也极为真实 在南阳这边 她有着千面英素的名头 让人闻风丧胆 最受 听到了伊韵公子的介绍 那花五娘嬉戏地笑了起来 哟 这位帅哥讲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人家哪有那么厉害啊 不过是个没人疼 没人爱的弱女子罢了 我的目光凝聚 盯着面前这个皮肤上 闻满了诡异鲜花的女子 想着 这南阳之地多豪杰 这女人也当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呢 伊韵公子 并不理会这女人的娇柔造作 愣然说道 别废话 秦伯呢 面对着我们一行四人 花五娘 淡然自若地说道 秦鲁海啊 她的东西都在我这儿 你说她能在哪儿呢 想要她活着倒也不难 那光头哥哥肩板上的家伙 是我师父的独妙 你们拿走了 我们可得受尽责罚呢 把她交给我 咱们一人换一人 怎样 她若是让我们束手就擒 又或者是什么别的话语 我们自然是不可能答应的 不过这娘们啊 仅仅提了一个要求 就是要置饭和尚 这个狗日的东西 事情就变得有些微妙了 伊韵公子转过头来 脸上露出了祈求的目光 他虽然不开口 但是我却知道 他对于这个提议有些心动了 不管怎么讲 拿这么一个 一无是处的酒囊饭袋 去换一个拥有 天下十大战力的秦伯 这都是一件 性价比颇高的事情 从伊韵公子的角度来看 实在是可以做的 然而他却不知道 置饭和尚代表的 是我毛山的尊严 我之所以不远万里 千里迢迢的 坠到这儿来 就是想让那些 胆敢冒犯我毛山的家伙知道 惹了我毛山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后果 别说你跑到国外 跑到南洋 就算是跑到月球 跑到火星 老子照样能找到你 弄死你 而且还有一点 那就是 对方未必可信 凭着眼下的情况 他们如何能够放过我们呢 面对着伊韵公子的请求 我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话 你信得过这女人吗 伊韵公子回过头 眯一眼瞧向花五娘 那娘们双手平摊 一副坦荡的模样 咱们一手教人 一手教货 这样可公平了 你们放心 我和补丧师兄的事情已经办完了 也不想与诸位结仇 中国有句老话 那就是冤家一解不一解 说不定 咱们以后还有合作的机会 你们说是不是啊 我心中自有一番计较 却点了点头 还想说道 如此说来 也有道理 那你说 如何换人 花五娘 却是显得有些无所谓的样子 大道 你们指定一个地点 我叫人将秦楼海给送过来 咱们一人换一人 事后两无相欠 你看如何 我却摇摇头说道 不行 我们得在附近的私人码头换人 你们得提供一艘 可以出海的船给我们 装满油 不许动手脚 换完人之后 我们直接离开 永不相见 你看如何 花五娘盯着我的眼睛 沉浸你好一会儿 方才算是点头答应 你考虑的倒也蛮周全的 如此也好 她答应得如此畅快 倒也是印证了我的猜测 心中越发地提防起来 然而 那花五娘 却又提出一个要求 既然谈妥 能不能给我看一下 我师父儿子的情况 万一她若没了气 我们谈的这些 也就变成了笑话 我点点头朝布鱼挥挥手 与其临终 却暗自沟通着 布鱼 将尖头的置饭和尚给放下来 刚要掐对方人中的时候 我心中突然一阵紧躁声出 瞧见布鱼的身后空间一阵扭曲 似乎有什么东西朝她袭来 小心 布鱼并没有瞧见身后的事物 不过得到了我的提醒 当下也是朝着旁边 横移了树步 避开了暗藏的沙戟 就在此时 那花五娘 突然从饱满的胸口缝隙里 掏出一个造型古怪的淘气 放在红臀上猛然一吹 伴随着古怪的呼声 我旁边一蕴公子的脸色突然一变 一抬手 一剑朝着我脖子肩抹了过来 一蕴公子的五神剑 是一把并不算锋利的青铜古剑 这把剑上 有着大巧若拙的古怪花纹 一股股隐隐的气息 从上面传递而出 让人心中生寒 瞧见这一剑 朝着我脖子疏然刺过来 我依着身体的自然反应 用了一个铁板桥 将这剑锋从自己身上让过去 这剑好快 贴着我 飞鱼而过 在我头皮上划过的长剑之上 那花纹 竟然宛如水面的波纹一般流动着 在里面啊 仿佛是困着一头猛兽 随时都会扑僵出来 将我给吞噬个干净 我闭上了这一剑 一蕴公子呢 却像是表现出了与我有杀父之仇一般的状态 挥剑再次杀来 身为钱国府第一高手的儿子 这一蕴公子 可比其他的四大邪灵公子 要强大得太多太多 即便是我应付起发起风而不畏生死的他来 一时之间也是没有任何办法给他缠得死死的 我这边一被牵制住 那边叙事待发的花五娘就化作一道魅影 孤陷在不渝的身前 此时的不渝正在跟空气中那个看不见的身影战斗着 不过这小子倒也是个人才 他知道对方想要救制范和尚 必然不会想着让那家伙受伤 于是呢 反倒抄起制范当作手中的武器 不断的回舞 抵挡住那诡异莫测的袭击 按理说呀 拿人当武器 这事对于力量的要求实在是有些大了 不过呢 他偏偏是不渝 不渝是什么 石狗年 成精的不渝 最不缺的就是这一大把的力气 而且他跟随着颠倒人 在茅山学习多年的倒数 哪里是这些小辈能够暗算的呢 即便遇了奇袭 却也淡定自若的应对着 而花五娘也是遇到了对手 小白虎最恨有人暗算我 当下将天玄剑一下拔出 抬手就是一阵宛弱羽铺般的 剑光飞耀 此时的小白虎已经跟先前锋芒毕露时的不一样了 他知道了收敌 所以 花五娘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他 等到接触的时候 方才咯噔一下 知道对手并不弱 不但不弱 而且还厉害得紧 小白虎是一肚子的火气 特别是乔卷这般有着另类妖魅风骚的女子 更加的不服了 抬手就是凶猛的公事 那花五娘 吓了一大跳 朝着旁边移了几个身位 结果旁边好几棵树 都被小白虎飘渺烈的剑光给划了过去 只见那树干是纷纷折断朝下 吓得他一声大叫 哪里来的小娘皮 居然这般凶狠 小白虎微微一停见 恨声说道 你这个骚包 竟敢暗算我哥哥 看我不取你性命 花五娘足间点地 在地上轻轻旋转 陡然间一挥一袖 一道粉红的烟雾 便挥洒而出了 朝着紧随而来的小白虎喷过来 南洋多斜降 而小白虎呢 却是怡然不惧的 直直的撞入了粉红的尘雾中 一道剑光陡然亮起 刺破了万千色彩 猪般的气雾一扫而空 紧接着 那犀利的天旋剑 再次突进而来 花五娘 完全就蒙在当场了 她不晓得小白虎 为何根本不忌惮 自己的斜降手段 只是连连地后退 而我这一边呢 虽然在与一运公子缠战 不过却把控着整个战场 瞧见了小白虎的表现 心中突然一顿 想到了一件事情 当初我跟总局王洪奇 说起准备前往南洋之时 他曾经叮嘱过我几件事 并且还特意叫我去库房里面领了装备 其中就有一枚驱鞋服 乃是国内顶级大师所致 对于去除斜降 最是有效 一运公子 跟我肯定没有什么仇怨的 之所以如此拼命 自然是中了花五娘 或者是巴甘达的算计 若是能够震住他身上的斜降的话 嗯 值得一试 想到这儿 我不再用隐穴寒光剑压制对方 而是故意露出了几分破绽 让他突入进来 双方一番的纠缠之后 我终于瞅准了一个空隙 不顾一运公子次来的长剑 猛然一挥手 将驱鞋服贴在对方的胸口处 而这个时候 一运公子的战神青铜剑 却已经递到我小腹之中了 上面传来的力量 让我浑身起了一阵的鸡皮疙瘩 我想着 这驱鞋服倘若是无用 我就只有拼着受伤 将这家伙给敲云聊事了 然而就在此时 战神剑 却是在我胸腹之处停住了 一运公子血红的瞳孔 转动了几下 嘴唇微动 沙哑地说道 我这是怎么了 我将驱鞋服塞入他怀里 指着不远处 与小白虎站成一团的花虎娘说道 你和秦伯身上 应该都中了对方的鞋匠 这才是 他们操纵你们韬鱼的根本原因 我这驱鞋服 暂时镇压了你身上的鞋匠 你感觉怎么样啊 第六百五十集 一运公子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栩栩吐出来 十分的不好啊 我感觉有一道声音 在我的脑海中栩栩地催眠我 指挥我行事 而你 则变成我最憎恨的家伙 我又问道 现在呢 一运公子的脸色变得非常的冷峻 拧挽着前方的战场 冷冷地说道 很好 我得让那些算计我的人 付出代价 我指着以不渝纠缠的 那个透明人说道 那个装身弄鬼的家伙 你来负责 花五娘的女人 我来搞定她 一运公子抬起头 你确定 我 忍一忍冲了出去 口中却在回答道 我一向不杀女人 所以由我来 或许还能问出什么结果 至于那家伙 我就不期待你留他性命了 一运公子终于点了点头 懂了 激战正憨的两个人 各试着绝学 而花五娘 凭借着远远超出小白虎的阅历 和种种层出不穷的复杂手段 正逐渐地取得了上风 没想到就在此时 一道剑光从旁侧里游液而来 朝着自己后背就刺过来了 当下也是一阵后心发冷 朝着旁边退开两步 回头一看 顿时就诧异无比 怎么可能 你为何能够结匠 我并不告诉他这里面的缘由 而是故作高深的神秘一笑 常见却毫不停歇 疏然朝前卷去 小白虎见我 不但摆脱了一蕴公子的纠缠 而且还将他给点醒了 顿时大为振奋 常见递出 与我互相配合 对花五娘施展出了连绵不绝的进攻 这北斗七星剑阵 并不仅仅只是七人的阵法 而是一种变化万千的道理 身为剑主的我 与任何七剑成员在一起 都能够起到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 尤其小白虎 与我可是青梅竹马 很多的默契 甚至本来就不用与其林来沟通 便已经是自然而然的应用而出了 这样的公式 莫说是花五娘 就算是在家一个补丧 都未必能够应付得了 果不其然 十几招过后 那女人的胸口 便中了小白虎一箭 饱满的鲍乳炸开 露出里面发红的血肉来 那血肉里面 居然还有许多流质的填充物 很显然 身材如此火爆的花五娘 并非是天生如此 而是经过许多后期加工的 身受重创之后 那个花五娘也是终于不敢再藏桌了 双手捏了一个发掘 接着朝着屁股后面一摸 弹口一开 竟然吐出了九颗乌黑发亮的圆珠子来 这珠子初看 跟那妖术性 聚悦而凝结出来的内丹 有着几分相似 然而仔细打量 却又显得阴沉浑厚厚重许多 破空之时 竟然还有无数尖利的鬼哭狼嚎出现 整个林子都是被搅得一片阴森 仿佛半只脚踏入那森罗地狱里一样 我脸色一变 望着九颗悬空的黑珠子 骇然说道 你这是什么 手舞甲兄的花五娘 面带恨意 阴沉地说道 是你们逼我的 是你们逼我用这万魂珠的 若是有报应 也应该印在你们身上 不关我事 她反复念着 仿佛是在催眠 又或者是在自我安慰 而我则是心中一动 诧异地说道 这是万魂珠 花五娘突然笑了 一张脸扭曲得无比夸张 黑然笑道 对 万魂珠 用一万个痛苦的灵魂凝炼而成的珠子 任何人被她打到 都会神魂不稳 直接脱体而去 你们逼我太甚了 我就算是拼着 折损寿援 也要将你们置于死地 此言方毕 他手指一挑 那九颗万魂珠 便化作了无数的幻影 在空气中 在空气中化作万般轨迹 突然间 一阵阴冷的气息 出现在我后背之上 我下意识地避开去 感觉那万魂珠从我身侧直直地划过 一股勾人魂魄的力量 陡然炸开 要不是我的意志坚定 说不得 就得弄得心直神晃 整个人的神魂都飞了出去 仅仅只是划身而过 就有如此的威力 倘若是被直接打中了 只怕就算是我 那也是顶不住的 这万魂珠啊 对于神有灵魂者 实在是太恐怖的发起了 我和小白虎 当下也是将所有的精神 都提了起来 注意周遭的气场 小心翼翼 尽量不要被其打到 然而那万魂珠 实在神出鬼没 在晃荡几次之后 再次出了手 这一次 却是小白虎 被击中了后心 一声惨叫后 他朝前飞扑 整个人都跌倒在草丛里 花五娘一击得手 毫不手软地再次出击 我一把将小白虎给抓起来 闪身避开 回头一看 瞧见他睫毛微动 惊喜地喊道 你没事吧 小白虎 长说了一口气 点点头 我方才算放了心 猛然回头过来 冲着那得意洋洋的 花五娘举几箭 愣然说道 晚魂珠 痛苦灵魂 既然是来自巴干达的力量 就让你瞧一瞧你们巫神的力量吧 我猛然挥剑而出 黑白双色便陡然浮现出来 朝着前方扑过去 阴血寒光剑上有三处理 经过总局王红席点画的龙穴之威 与五彩斑斓的剑下王魂 已经凝成了一股太极阴阳鱼的模样 随时听后拆遣 而刺破那古怪眼球之后 凭空又生出黑白之气 并不受控 不过这凡事啊 那都是相对的 黑白之气并不受我控制 但是却因为寄身于 隐血寒光之剑中的原因 不得不受我驱使 就比如房客 无论如何 你总得交些房租 不然的话 房东就要将你给赶出去了 黑白之气若是被赶出去 就可能化作虚空 你不想死 就得好好干活 我此刻已经确定了 那黑白之气 是来自于巫神巴干达的力量 而且呢 与花五娘不丧这些人相比 这个更加接近于本源 因为那眼球 极有可能就是当年巴干达 留在人世间的遗物 力量和力量 它总是有层次和对比的 谁更接近本源 便能够获得更多的控制权 和统治力 过而 先前与我拼斗的一众巴干达巫师 个个都被这力量点燃了 化作了人形的火炬 而面对花五娘这种恐怖的万魂珠 我也不得不使出这般的力量来 事实上一开始 我心中还是忐忑的 这万魂中的力量 不仅仅作用于人体 它的意义在于攻击人的灵魂 这种层面的攻击 跟道心的稳固 是有着巨大关系的 寻常的人 又哪能承受得住 这般如地狱般的气场呢 别说被击中了 就算是身处其中 也止不住的要打哆嗦 自个儿都得给下个半死 这玩意儿啊 并非是化五娘的手段 而是来自那个 能够让总局王洪旗 都为之忌惮的血手狂魔康克游的 而我呢 能够战胜它吗 这一问 在黑白之气 蔓延出去的几秒钟之后 终于消除了 奇怪的事情出现了 在我们惊叉的注视当中 那九颗朦胧异彩的万魂珠 在感受到这股气息的时候 变化万千的轨道 居然出现了凝滞 渐渐的 渐渐的 竟然停在半空之中 紧接着 他们竟破空而来 与这黑白之气接触 进而水入交融 仿佛牛郎 见到了织女 那如胶似气的状态 让人诧异非常 在经过一息之间的交融之后 那九颗万魂珠 居然在隐穴寒光剑的 剑尖两寸处 虚空凝结 呈扇形的 排列排来 仿佛在那剑尖的前端 孔雀开平了一样 剑尖与万魂珠之间 并无任何特殊的物体连接 而状态 却稳定的仿佛 本就应该在那一样 我震惊 而花五娘呢 完全就快要疯掉了 什么情况啊 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自己 真而重之的秘宝 居然是投敌叛变 成了别人 法剑的配件去了呢 为什么 那万魂珠 居然在此刻切断了 与自己的一切联系呢 为什么 无数的疑问 从心头冒起 以至于他并没有能够 在第一时间逃脱 而经历了无数事情的我 自然不可能放过 这一次的机会 当下也是剑步而走 斜着恐怖的威势 朝着对方冲过去 这个时候 花五娘 已失去了所有的筹码 大惊失色 一边后退 一边按着胸口古怪的项链 大声喊道 师兄 你再不来救我 就等着给我收尸吧 挥剑向前的我 在这个时候 并不想要花五娘的性命 因为此刻的我 却是沉浸在巨大的欢喜之内 常见向前 庞大的龙穴之势 正在掌控着 隐穴寒光剑的主动拳 不断地洗刷着 离剑尖两寸处的万魂珠 没洗刷一遍呢 那珠子 就相应着暗淡的几分 宛容火药筒一般暴躁的力量 也是收敛了许多 不过这收敛 却并非无效 只不过是给历刃的锋芒 套上一层剑鞘而已 等我堵住了下后奔跑的花五娘的时候 常见控场 在万魂珠收敛之后 凝聚出来的气场当中 那女子就仿佛是离开了水的鱼 一切都仿佛艰难无比了 而当我剑上的黑白之气 与她相互辉应的时候 我甚至觉得对方 都快要成了我手中操控的木偶 当然 这只是一种感觉 花五娘的反抗 依旧很激烈 不过对于此刻的情形而言 她再激烈 因为不过是增加一些乐趣而已 几秒钟过后 我通过黑白之气 将花五娘身上的尽力 牵动殆尽 而那个娘们呢 也终于是探软在地上 宛如一头毫无反抗能力的羔羊 罪毒不过妇人心 这娘们的恶名在外 即便如此 我也没有半点的松懈 常见点在她的额头上 万魂珠围绕着花五娘不停的旋转 将她身体里来源于巴干达的信仰之力 全部吸了出来 几秒钟过后 一个娇俏的宛如十八岁少女的花五娘 便开始迅速的衰老 化作一个五六十岁 脸色辣黄 身材枯瘦的大娘 一双眼睛里顿时就流露出了灰白的绝望 而一直到此刻 我仍旧不放心 剑脊在她手腕处轻轻碰了一下 让她无法施展任何手段 直至如此 这个凶名赫赫的东南亚铁娘子 终于是没有了任何反击的能力 我这一套操弄完了 小白虎也算是终于恢复了战力 冲上前来 准备给这娇媚的花五娘一点教训 结果走到跟前来 那瞧见地上这个憔悴无比的老婆婆 手中的剑举几雷 却又是放了下去 别看这小娘子 打架的时候泼辣无比 但却从来不势强凌弱 这个时候 医孕公子也扛着一具尸体走过来 那人身上的衣服十分的奇怪 画满了符纹 不过被细碎的剑气 给划得无比凌乱 早已不成了模样 花五娘 瞧见这具没有气的尸体 不由得一阵惊骇 喃喃地说道 扎克尸蒂 她有着恐怖的万魂珠 和诡异莫测的翼绒变形术 而那个扎克尸蒂呢 则穿着一件能够隐去身形的服衣 正是这一件一件 给了她满满的自信 觉得她能够将我们给玩弄于鼓掌之下 先前行刺失败之后的谈判 不过是在引人耳目 让我们没有防范罢了 事实上 还是想以暴力 将我们给击杀于此 然而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打猎的变成了猎物 临到头来 竟然自己才是井底之蛙 这样的变故 怎么叫她不难过不悲伤呢 老天爷呀 咱关系一向都很好 为什么现在就不能照我的剧本来演呢 我将花五娘给制服了 却并没有再进一步 而是将心思 放在了悬浮在 隐穴寒光剑前方的万魂珠上 不过 医孕公子 却远没有我这般的淡定 将尖头的尸体 给丢了人来 一把揪住那娘们的胸口 恶狠狠地说道 快跟我说 秦婆现在在哪里 花五娘习惯性地伸出舌头来 在唇边诱惑性地一舔 冲着医孕公子 抛了一个妩媚的媚眼 痴痴笑道 小帅哥 别这么急啊 奴家 话还没有说完 却骤然而停了 因为他发现了一件事情 就是自己原本无比娇媚的声音 此刻一变得无比沙哑 苍老了无数倍 小白虎 则是火上添油 掏出一面镜子 直接丢在他手上 花五娘下意识地拿起来 朝脸上一照 愣了数秒钟之后 梦然丢开去 双手捂着脸 尖叫了起来 这叫声啊 宛若夜宵 恐怖 而又凄凉 站在旁边的我们 却没有一丝的同情 知道了他的背景 和辉煌的过往 没有人会对一个杀人狂魔 生出半点怜悯来 能够对自己 几百万无辜的同胞 举起屠刀的女人 就算是下到十八层地狱 都不足以戏刷他身上的冤念 何况他此时不过是变得略微苍老而已 不过即便是在厌恶该做的事 我还是得要完成的 在宗教局干过这么多年 如何的对阵下药 我还是很有些心得的 当下也在脸上堆出笑容 温和地说道 花五娘 你若是想恢复青春红颜 就得配合我们 然而花五娘 却并非是刚出道的小姑娘 我还在茅山学艺的时候 她手上可就已经沾染上了 几十万人的鲜血了 哪里是那么好哄骗的呢 大喜大悲吼的她 终于是收敛了情绪 冷冷地说道 我在你们手里 我就没想活过 别试图哄骗我 我认真地盯着她的眼睛 极为真诚地说道 不 我们之前谈的条件不变 你帮我们找到秦鲁海 然后 给我们一艘船离开 我可以饶你不死 花五娘挥败的眼睛 闪过了一丝亮光 认真地说道 你敢发誓 我毫不犹豫地说道 可以 花五娘立刻说道 那你对着巴干达乌神发誓 说你是违背诺言 让我不得活命 你会毕生受到巴干达乌神的死亡运行之下 痛苦而死 我将自己的前提说出之后 又照着她的话语复述了一本 听完了我的复述 花五娘的眼神里 终于是出现了活力 抓着伊韵公子的胳膊 站了起来 对我说道 秦鲁海 在我师兄海边别院里面观着 而我师兄听到我的消息 很快就要赶过来了 现在走 也许还能够赶得及 第六百五十一集 对于花五娘的配合 我表示十分满意 人啊 在有了生的希望之后 就很难会放弃这最后一根稻草 特别是对于自私自利的家伙来讲 我们赶紧收拾驼当 然后离开这片树林 紧接着在路边找了一辆车 那是花五娘所开来的 上车之后 在她的指点下 朝着补丧的海边别院 飞速赶去 而就在这路上 我却听到小白虎 朝着我一声惊呼 哥哥 你看那上面 是什么 我抬头一看 透过那车窗外面 敲见那天边上 居然是挂着一轮血月 月儿弯弯 残月如雪 残月如雪呀 望着头顶上那轮翻弯的月牙 无论是我还是周遭的人 脸色都变得格外的难看 身为修行者的我们 自然知道这血月 代表着什么 那是杀戮 死亡 恐惧 和战争的预兆 代表着声音消逝的天象 使月亮潮汐的叹息 它的每一次出现 都代表着无数人性命的流失 为什么会导致如此的情况发生呢 我们不约而同的 看向了花五娘 医孕公子 语气严肃地说道 告诉我 你们到底在谋算着什么 一脸老太的花五娘 显得十分颓废 眼帘一线 十分平静地说道 这个好像并不在 我们约定的范围之内 我可以拒绝回答的 医孕公子毫不客气地说道 那是你和陈老大的约定 与我无关 这话说得花五娘 勃然变色 冲我怒气冲冲地喊 姓陈的 你难道想过河拆桥 我把握着方向盘 安然自若地说道 花五娘啊 合作是相互的 你若是故意将这种重要信息漏过了 显然是包藏过心 即便是我有心维护你 也是不能负重的 医孕公子又不是我的手下 他的意志 我决定不了 而是取决于你合作的态度 瞧见我不好妥协 甚至一点畏惧的神色都没有 花五娘 深吸了一口气 突然笑道 告诉你们 其实也无妨 此言方罢 她望了一眼天上的血月 平静地说道 他甘达乌神 当年被镇压之后 身体是四分五裂 后来经过无数信徒 一代又一代的探访和调查 终于探知了九处帝王 藏得有巴干达乌人的遗骸 污点之中 曾有启示录 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巴干达乌人 会重灵世间 通过原来的身体媒介 重破新生 通灵一众的教徒 推翻旧秩序 冲进新世界 他故意听顿了一下 而我呢 则是平静地开着车子 回答道 所以呢 哥谷岛中 圣坛之下的圣物 经过确定 是巴干达乌神的毁灭左眼 也是最有可能 获得乌神意识的 降临媒介 当年被贪知之后 我师父派了 布桑师兄 来此驻守此处 而他呢 则是四处奔走 准备收集各处圣海 事实上 为了这个目的 他不惜打入 红色高棉的内部 借助其实力行事 更是冒险北上 前往北边的巨龙国度 拿到了 巴干达乌神的头颅 那这血月 又是什么原因 我师父的眼界 宽阔无比 不过他太疯狂了 竟然想要将 把干达乌神的整体部分 都抽回世间来 而我和布桑师兄等一部分人 却并不赞同 因为一旦乌神临时 我们将失去 受众所有的权力 变成他的奴隶和走狗 这样的结果 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所以 布桑师兄暗地里 也筹划着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 催促着乌神临时的时间提前 此刻的他 并非完全体 必须要借助于我们的力量 这样双方都有智杰 方才能和谐相处 通过花五娘的对话 我终于大概地摸清了 整件事的轮廓 康克尤有自己的磨算 而作为他的徒弟 布桑 花五娘 以及死去的扎克等人 却怀着另外的心思 权力啊 就是一剂美味的毒药 尝过他味道的人 很少有人愿意吃去的 这个时候 他们内部也是出现了分歧 而布桑呢 则利用各种手段和谋划 将巴干达乌神 给提前召唤临时 如果我们不能及时逃离此处 那么即将面对的 就是一个不完全体的巴干达乌神 这无疑是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 一个传说中的乌神 即便众人并不熟悉的邪恶存在 也并不是我们这些凡人 能够抗衡的 他不应该由我们来处理 还是留给东南亚 那层出不穷的降头师 和白无僧来解决吧 想通了此番环节 车速又快了几分 我油门一轰 不讲道理的飞速而去 很快 我就来到了布桑的海边别院 那是一处算得上格谷岛最美丽的海滩旁边 比之前的置饭河上住的地方显得更加的奢华和精致 那一栋栋充满了东方风情和西方建筑之美的小别墅 处立其间 而在外围呢 则有围墙 将猪般的美景全部霸展 门口处有港哨 而且看样子 还是防卫森严 车子来到大门处停下 摇下了车窗 花五娘冲着门杆喊了一声 有一个惊悍的光头汉子 走了出来 与她交流 双方在说着话 而布鱼在旁边不动声色的小声翻译着 大意是光头汉子 并没有认出花五娘到底是谁 而当得知她的身份之后 大惊失色 而花五娘将一份代表自己身份的腰牌递出来 那人便信了 赶紧放开门杆 让身受重伤的花五娘 赶紧回房去找腰 并且运功疗伤 临走的时候 光头汉子还问花五娘 说师父已经出去接应她了 是否要通知她回来 花五娘说不用 她扎克师叔还在原地 让师父与扎克一起 前去追杀袭击者 至于她呢 如果没有什么要事的话 最好先别打扰她 如果是耽搁了她的治疗 修为减半 可饶不了她 那人是唯唯诺诺 不敢多言 放我们进来 花五娘听到不语 一直在跟我们 翻一两人的对话 为了避嫌 还特意跟我解释了一句 这是补丧的二徒弟 吴歌及华人 李小林 绰号光头林 办事最是沉稳有力 相比行为跳脱 不守规矩的瓦罗阿 这小子最得补丧的欢心 被安排在这里 负责别院的安全工作 我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而花五娘接着又说道 这条路的尽头的那间餐库 就是外面砌着石墙的那儿 就观着青罗海 我点点头又问 船呢 花五娘指着远处的沙滩说道 那里有个临时码头 旁边应该有两艘船 你随便挑一艘就行 花五娘的合作态度 让我十分满意 车子一直开到 比周围别墅 明显搭上几倍的仓库跟前来 接着 被一阵刺眼的探照灯 给逼停了 我朝外扫量一眼 口中说道 四个人 手上的步枪是仿AK系的板子洞步枪 其中一人身上有信号弹 斜上脚三点钟方向 九点钟方向有狙击手 负负妞 狙击手 你能处理吗 小白虎朝着外面瞧一眼 应了一声 身子便已然疏然不见 显然已经是看着黑暗摸了出去 我给小白虎留了一点时间 一直等到四个武装人员提着枪 才小心翼翼地走到跟前来的时候 方才打开门 让花五娘去应付她 四个武装人员 显然不是光头林那般的角色 并没有认出完全变了模样的花五娘 而瞧见我 布鱼和伊韵公子 从车子上依次下来 于是戒备心顿起 枪口指着我们 胸口不断地威胁 有人还折回仓库 准备拉响警铃 就在那人转身的一刻 我和布鱼便动了 尽管被枪口给指着 这种来自于苏联伟大枪械师 卡拉什尼科夫设计的凶器 却能够在瞬间将三十发子弹 射入体内 但是人哪 终究还是需要一点反应时间的 更何况 是这种几乎没有经历过残酷战争的武装人员 故而在电光火石之间 两人的脖子就被我们齐齐拧断 瘫软在地上 虽然没有经过事前的沟通 但是伊韵公子也没有片刻的犹豫 战神剑清零无比地切断了第三个人的神经中枢 回头准备拉响警铃的那个家伙 听到身后有异动 转头一看 迎面就是一道寒光闪起 战神剑可是叫毫无阻碍 宛若刺入豆腐中一般 插入了那人的额头上 将这四人给解决了 我的目光朝着发现的两个狙击点瞧过去 却见小白虎在第二个狙击点上面 冲着我扬起了大拇指 花五娘一脸震惊地看着杀完人之后 表现得淡然自若的我们 脸色十分难堪 尽管有预料过结局 但是瞧见我们这般专业而果断地 将守卫给解决了 一点麻烦都没有 却也是她所不能接受的 我从其中一人的腰间 拿来了钥匙 而不渝呢 则从后备箱将置饭盒上给扛出来 打开仓库的门横 医孕公子一路向前 手中的青铜战神剑 不断被鲜血洗刷 终于在花五娘的指点下 来到一处幽暗的房间里 房间里是黑漆漆的 不过往里面瞧去的时候 却能够瞧见一抹红色的胸光 再浮现着 我用钥匙打开后纵的铁门 在拉开之前对旁边喊了一声 不渝 准备 不渝点头 而我呢 则将铁门一拉 等待了两秒钟 一鼓鼓的腥风是拂面而来 秦伯一脸胸利的 冲出了牢房 而早有准备的我 和医孕公子 则双双将其摁倒 这秦伯有着天下十大的实力 一身修为也是精若天人 一旦发起狂来 即便是我和医孕公子 也压制不得的片刻 好在不渝及时出现 将自己身上的驱邪符 拍在他的身上 这挣扎方才消减 四人是精疲力竭 躺在地上喘息 然而就在此时 我却突然从地上一跃而起 朝着四周望去 却没有瞧见那花五娘的身影 这娘们居然还想逃 真以为我一点防备都没有吗 我朝着门口 低声喊了一句 尾巴尿 我一声招呼 仓库尽头 却是出现了一个身影 小白虎将花五娘给倒提着 一步一步走了过来 她猛然扔在地上 不屑地说道 想当着我们的面耍花样 简直就是活腻味了 瞧见地上那宛若死人一般的花五娘 我缓步躲到她面前 冷冷地说道 怎么想的 明明马上就要自由了 偏偏一定要犯贱 花五娘却是面如死灰 不过却不甘心地说道 杀气 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杀气 你不会放过我的 杀气 我有吗 我揉了揉眼睛 突然笑了起来 回转过身去 瞧见秦伯脸上的疯狂 已然消逝 取而代之的 而是一种悠长的平静 她手贴着胸口处的曲斜符 深吸了几口气 然后站起来 对我满怀感激地说道 小陈兄弟啊 又是你救了我 我耸了耸肩 安慰地挥了挥手 然后说道 秦伯 你身体还好 秦伯活动了一下手脚 脸上露出几分苦笑 他们应该还是想要利用 我这老九的身体 倒也没有做太多的伤害 倒也无事 轻薄无事 地上的另外两人也爬起来 双方简单沟通一番之后 决定事不宜迟 要走 得趁早 不渝捡起了昏死过去的 炙饭盒上 扛在肩膀上 而小白虎呢 则将一脸绝望的花五娘 给揪着来到我眼前 对我说道 哥哥 这臭娘妈 要怎么处理 我反身 往仓库门口走 边走边吩咐的 带着一起 说不定还能当作护身符 被小白虎揪着头发的花五娘 愿度地冲我喊道 行臣的 你是法国学士的 你若是不放了我 就会毕生受到巴干达巫人的死亡阴影所笼罩 永世不得解脱 我毫不介意地说道 哼哼 的确 我是法国士 不过违约在先的却是你 花五娘摇了摇头 疯狂地笑道 我带你们找到了青龙海 给你们指点了出海之船的去处 我并没有违离 我并没有违反我们之间的约定 你懂吗 我冷笑了一声 感情是在这儿给我下套的 当下也是平静地点点头 哦 既然如此 那我放过你也无妨 这话说完了 秦伯推开了仓库的大门 朝着外面瞧着 此刻 外面是四下宁静 并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而时间紧迫 我们也便不再停留 而是朝着简易码头的方向 匆匆而行 至于花五娘嘛 小白虎 适时地将她嘴巴给捂住 不让她发出任何动静 事实上 在我答应完成诺之后 那花五娘 又生出几分生还的希望来 倒也变得十分配合 这一行五人 外加两个俘虏 趁着茫茫月色 从房子的阴影处 不断地缓步前进着 很快就离开了别院的范围 一路来到这简易的码头之所 放眼望去 果然能够瞧见两艘游艇般的小船 这玩意儿啊 看着精巧细致 不过搭载我们渡船 却是绰绰有余的 毕竟是有着不渝这般的角色在 即便只是一夜木乏 我也有信心 能够横渡到海对面去 走在细腻的沙滩上 眼看着那简易码头 越来越近 我们的心情 也变得无比轻快 逃脱升天的感觉 实在是太美妙了 而且呢 我还想置饭和尚这个目的 最终给秦拿到手里 这些日子以来 所有的辛苦 似乎都得到了回报 也变得不再那番艰辛 然而就在我们即将走到 简易码头处 登船离岸的时候 突然有四五道探照灯的灯光 从各个地方射了过来 将我们给照得透亮 在这刺眼灯光亮起的一刹那 我们所有人都下意识地举起了手中的武器 背靠背地站立着 我们的目光四处游逸 寻找着随时可能出现的敌人 从别人的一处道路里 出现了一列人来 为首的那家伙 穿着规规矩矩的藏青色长袍 短须 又黑又瘦 唯有那一双眼睛是身材奕奕 圆圆地打亮过来 口中则朗声说道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物 几位朋友 既然不远万里 来到我哥古岛 为何走的时候 也不通知一下主人家 若是知道各位要走 我这个当地主的 怎么也要摆一场送行宴 为各位践行 说话的这个人 却正是那康克游的大弟子 布桑 这家伙一开始的时候 我并不是很在意 因为我此番前来南洋 唯一重视的敌人 就是被王洪奇所称赞数次的康克游 至于别人的话 在我眼中都不过是土鸡瓦狗而已 然而 现实却给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 一个胆敢谋算自己师父的家伙 显然是个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的厉害人物 小事天下豪杰 当真不是一件好习惯 对方既然用探照灯 将沙滩照得如同白照 而且还敢光明正大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必然是有所平视的 我们在事情暴露之后 也并没有转身朝着远处的邮轮跑 而是背靠背的小心防范 而由我转过身来 朝着这人摇摇地拱了拱手说道 古三无事 今日血光大盛 诸事不宜 我们就不必讨扰了 就此离开便是 那不丧 似笑非笑地说 离开 诸位是想着开着我的船走 那船可是跪着呢 我是不会同于外界的 我将手背在身后 与身后几人做着手势 而我呢 则平静地跟对方扯淡道 不知这船多少钱 开个家呀 我如此的豪爽 让布桑显得有些诧异 他的目光在一阵凝聚之后 许久许久 方才栩栩地说道 也对 能够出得起一百万美金 买我那小师弟扛桑坎下落的人 自然不是什么穷鬼 听到他说出这般详细的数据 我便知道 夺命妖姬那边的消息 已经传入了这家伙的耳朵里 这并不是什么意外之事 要晓得 巴干达乌派在这东南亚是扎根数十载 尽管近年来已经有了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的趋势 不过终究还是比我们这些外来物 消息渠道要灵通许多 与捕桑言语交锋的时候 我时刻注意着两件事 第一件 那就是到底有多少的枪手 将准心锁定在我们这些人身上 第二件 那即是先前将秦伯和一月公子 一下放倒的那张诡异巨脸 此刻会否再次浮现呢 很快我就发现 站在毫无遮掩可言的空旷沙滩上 我们基本上都被当作了靶子 至于那张诡异的巨脸 我倒是没有感到太多的征兆 唯一觉得一点 那就是布桑 之所以这般毫无顾忌的出现 一定是有所平适的 双方交谈了几句 布桑开始跟我们谈起条件来 首先的一点 是将人留下 无论是修为极为损尽的花五娘 还是长期处于昏迷状态的智范和尚 其次呢 就是让我们缴械投降 不然这辈子就 没有再活下来的机会了 这要求并不是在谈判 而是在劝降 面对着对方如此强硬的态度 我眉头一挑 并未有所说话 而对我意图心灵神会的小白虎 则扬起了手中的剑 一剑飞去 那花五娘的左臂便被我给卸了下来 鲜血四四 那手中的天玄剑 跟我的隐血寒光剑并不能比 根本不能控制住血流 花五娘是惨叫连连 而对面的布桑 却是面无改色地看着她 眉头都没有皱上一下 我却并不管 淡定地提出了我的条件来 制饭我得留下 回去交差 至于花五娘嘛 我可以置之不理 是死是僧 都没有太多的关系 重要的是 那艘船 现在归老子的了 双方的诉求是南辕北辙 各有一套说字 布桑瞧见我一副 坚定无底的模样 冷笑了一声 突然伸出手来拍了一拍 随着她的拍打 我们头顶的天空 突然飘来一片乌云 紧接着雷声轰鸣 徐徐而来 在电上雷鸣之间 无数的闪电 将我们的脸色 变得迷幻莫测 而布桑呢 则是悠悠地说道 既然不答应我提出来的条件 就让她来跟你们谈谈吧 她的话 虚无缥缈 一道巨大无比的闪电 从头由红楼而生出 紧接着就像一条电蛇一般 从云层的中心处汇集而出 最后直接打进了我们身后的海水里面去 经过这闪电的攻击 我能够感受到几米高的浪头掀了起来 无数的浪花碎竹纷纷扬扬扬地洒落而来 蓝色的电弧将整个空间给闪耀的一片诡异 这是在断我们的后路 防止我们从海中逃顿 所以前提便是将这一大片的海域给通上了电 一旦有人逃入其中 说不定就会变成一条电晕了的大头鱼 树道让人脸色惨白的闪电之后 晕层中突然低垂下一大坨东西来 我定睛一看 却教见那竟是一颗宛如汽车般大小的巨型眼睛 瞳孔是一会儿黑一会儿红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 它都仿佛是注视着任何人一样 然而在这硕大的眼球下方 则有着无数章鱼触角般的软组织 在虚空之中不断的挥舞游异着 就仿佛游于水中一样 天哪 这难道就是 我先见在血潭下刺中的那只眼球吗 这 对 就是那颗眼球 只不过 它是变大了无数倍 半透明的玻璃体中流光溢彩 仿佛有着无数恐怖的力量 在其中涌动一样 当我仔细瞧过去的时候 对方巨大的眼瞳 陡然一张一缩 朝着我们眯起眼瞧过来 让我浑身如坠入冰窖里 止不住地打哆嗦 我们一路奔逃 毫不停歇 就是不想与不属于这个世界 充满了神性的鬼东西 正面交锋 然而 终究是没有想到 命运就是这般的曲折 最终 我们还是撞到这玩意的面前来 还能跑吗 不能 那么既然不能 唯有硬着头皮去对面吧 在我们那地点 有这样一句老话 叫做 人死鸟巢上 不死万万年 人生不过一世 草木不过一秋 就算是死 我也不愿地 如此怂死 就是干 不能怂 我心中翻江倒海 自我暗示几番之后 整个世界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眼睛瞬间就红了起来 而脸上呢 却是淡定无比 丝毫不流露出分毫的巨色 我朝着前方不远处的布桑 冷冷笑道 好你个布桑 真够能算计的 你信不信我现在 就将你这老情人花五娘给活寡了 将你师父的儿子康桑 砍给先弄死 有着云层浮下来的那只 虚空巨眼撑腰 布桑 显得格外的有自信 冷酷地说道 你都说了是老情人了 瞧他那副恶心眼 你觉得 我还会碰他吗 要不是往日的一点交情 我甚至连提他的心思都没有 至于康桑坎这小子 去了中国这么多年 什么本事都没学会 吃喝嫖赌的功夫倒是憋出了内伤来 真是给我师父的老人家丢脸 这院的水货 你若是帮我杀了 我少不得还要感谢你一份 听了这般商人的话语 花五娘的眼眉低垂 仿佛是睡着了一般 根本就丝毫不在乎 他并不计较 反倒是昏死过去九亿的置饭和尚 居然在这个时候又醒过来了 被布鱼 扛在肩上的他 双手被紧付 不过一张嘴却没闲着 冲着布桑 大声喊道 托桑你个贵儿子 当年要不是我父亲 将你从村子里挑出来 你不是早就饿死 死在那万人坑集中营里面了 哪里能有今天的锦衣食 你这个网恩负义的玩意儿 愧对我父亲对你如此信任 你居然如此对我 这置饭和尚嘴鼻子 本就灵活 这是我之前就领教过的 此刻听起他痛骂布桑 不知道为何 我总有一种 看到狗咬狗的乐趣 置饭和尚 破口大骂 而布桑的脾气 却实在是好得很 他淡然地听着 过了许久许久 才平静地说道 康师弟 师父送你去中国 是希望你能够融回 中原佛教 与我南阳巫术于一体 并且发扬光大 传承一步 而你 不但学无所成 而热士的本领倒是增长了不少 这一位毛山首途 在中国近年来可是鼎鼎有名的大人物 在江湖之中的地位 也是如日中天 你居然惹到了他 岂不是招死 我既然救不了你 就只能帮你报仇了 巴根大巫神 子民捕丧请求 帮我拿下这些仇敌 养我较为 这一句话 完全就是在翻脸了 听到捕丧的命令 又想到自己 却还在敌人的手上 至饭和尚 慌张的大声喊道 布桑 布桑 我还在敌人手上呢 这事若是让我父亲知道 一定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的 相比于至饭和尚的 歇斯底里瑟利那人 布桑 却显得十分淡定 悠悠地说道 能跟在我身边的 自然是我的亲信 至于忠诚于你父亲的 已经完全融入神灵的身体里去了 听到他说的这话 再想起巢穴之中 无数人被融入红色液体之中的信徒 以及增长了无数倍的虚空巨眼 我不由得 生出一阵的冷汗来 好一招 铲除一己 借刀杀人 当初我们若是跑得慢了 估计也要被这虚空巨眼给融合 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了吧 那个时候的布桑 说不定就藏在暗处 监控着我们的一言一行 只不过是半道出了一些问题 方才将我们这些变量给露了出去 成为了计划之中唯一的漏洞 在我想来 估计布桑也没有想到 致饭和尚会如此浓包 让我们从后门给逃脱了吧 此乃猜测 不必深究 因为那虚空巨眼 在得到了布桑的吩咐之后 居然是十分顺从的听了话 朝着我们这边缓缓地移动过来 这巨眼呢 足有一头大象一般的体型 挥舞着章鱼一样的臂膀 缓慢地游过来 那种无形的压力 让人胸中发闷 竟然有一点喘不过来气的感觉 特别是被他直勾勾地给看着 瞳孔里面透露出来的冰冷寒意 当真是让人痛苦 如坠冰窟一般 我浑身僵止 不过在适应了几秒钟之后 终于凭借着一身魔弓 又重新掌握了身体的控制权 扬见而上 想着管你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只要你一旦进入我的攻击范围 我就让你好好瞧一瞧厉害 然而那虚空之眼 在离我们二十米远的地方 居然是悬空而停 不再前进了 他虽然停止住了前进 然而却并不停歇 附着在眼球之上的章鱼软臂 全部朝下 接着身体开始飞速地自旋起来 我不懂他这是什么意思 然而几秒钟过后 我瞧见这玩意儿的下方 突然低落出了好几坨的粘液来 这年夜一惊落地 就化作了于千八 瓦罗阿 达桑乌施等在巢穴里 毅然死去 不过修为厉害的高手来 这些人浑身赤裸 透着血光 头颅部分还算完整 但是脖子之下 却仿佛活活剥了一层皮 露出下面黑红色的肌肉 和白色的筋来 十分的可怖 这个虚空巨眼呢 就好像拧抹布一样 先后低落了十五滴 除了于千八 瓦罗阿 和达桑乌施等人之外 其余的人 我们倒也并不认得 不过感觉 整体水平 都能够达到一定的程度 与生前相比 这些人显得有些僵硬 少了许多灵气 不过那周身的胸利之气 却是有增不减的 瞧着就让人有些心塞 虚空巨眼 停止了自旋 旋空而立 而那些被拧出来的血人 则朝着我们一步步的进发 与此同时啊 远处的枪手 也暗自将准星锁定在我们的身上 尽管不可能在虚空巨眼的攻击中射击 不过 只要出现了什么意外 这些人就会抽笼子 来上一枪 将我们给送入了地狱去 布桑脸上的笑容 变得有些灿烂了 因为这所有的一切 都已经在她的掌握里 我接过了小白虎 手中的花五娘 对那小妮子低声吩咐道 一旦搭起来 你就凭着自己的优势 绕开战场 然后帮我解决到所有枪口指向我的家伙 懂吗 小白虎点了点头 而我呢 则将花五娘给抓着 逼着她 去瞧前方一步步走过来的血色人群 憨声说道 绝望吗 花五娘抬起头 看了一眼天空之上的虚空巨眼 突然摇头笑道 祭拜了她这么多年 没想到本尊 居然这般的丑 这话说的我倒深为赞同 正神我不知道 但是这些邪神 一般都是混得不咋地的 样貌也格外被人诟病 真的不是什么好长相 花五娘 你也算纵横一事 现如今众叛心理 不知道有什么可以教我的 第六百五十三集 作为敌人 花五娘 无疑是罪可恨的 这个女人的罪恶 可以说是庆祝难输的 然而 作为一介女性 她却能够在等级制度 十分明显的南洋 混出这般一个地位来 却也是十分的难得 每一个能够出头的人 心中自有一片天地 似乎感受到了什么 花五娘回过头来 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居然是笑了起来 想当年 那一龙一般的厨祭 竟然能够到今天 同于无数七五于我的臭男人 仔细一想 倒也不枉白活一日 现如今 我想明白了 即便是死 我的灵魂 也未必能够归于巴干达的庇护之中 不过 我并不后悔 若说有什么可以教你的 我只能说 人生短暂 何必思前顾后 活得精彩些 给世人留个念想 也是很不错的 也是很不错的呢 总好过我当年的那些幼时好友 在肮脏殉臭的房间里面 接待无数陌生而丑陋的男人 还没有成年 就在那阴沟里面默默地死去 花五娘的话语里面 有着几分萧瑟 几分怨恨 和几分的不舍 然而 她这句话说完以后 我将她猛然一推 朝着那帮血人撞去了 我不知道这些血人 到底是个什么状态 所以必须要有人帮我试探 我们那人 不容受伤 那么就只有这个 对于双方来讲 都是一记废奇的花五娘 能够胜任此职了 花五娘被我远远地推出去 就像是那扑火的飞蛾 显得是义无反顾 她伸展身体 在刹那之间 我突然感觉到 她有一种自我救赎的感悟 而随后 便瞧见 她被另头的 瓦罗阿 给猛然扑中了 那家伙啊 张开了血乎乎的嘴巴 朝着花五娘的脖子处 猛然咬了去 一口 两口 然而还没有到第三口 其余的血人 便将她给挤了开去 纷纷地扑了上来 将花五娘给啃吃了大半 被挤开的 瓦罗阿 并不与那些人抗争 而是将注意力 集中到了我们身上来 花五娘 只有一个 而我们这儿呢 却有五个 可以好好地吃了 十来个血人 汹涌而来 而我们却并没有冒实地上前 与之拼斗 而是缓步地后退着 仔细地打量着 正在被血人吞噬掉的 花五娘 之所以如此 倒也不是打量这一代 兄弟铁娘子的惨状 而是观察那些血人的手段 以及他们的厉害之处 真正到达一定的境界 对于事物性质的把握 和观察力 都是远超于一般人 这么讲 或许有些深奥 简单来说 那就是对方的优点缺点 一眼就看穿了 我在看着 身边的主人也在看着 能够出现在这里的 就没有一个是弱者 即便是小白虎与不渝 那都是七剑之中 除了张丽云之外最强的人 我收敛着气息 不敢让他虚空俱眼 知道我就是先前刺伤他的 那个家伙 而等到瓦罗阿为首的那些血人 已然冲到我们跟前来的时候 方才往怀里伸去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秦伯却拦住了我 对我说道 让我先来 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却有着不可质疑的沉稳气势 我没有动 而秦伯呢 往前走了两步 他已然将自己的装备 从花五娘的身上给夺了回来 就把暗淡无光的飞刀 在一瞬间投掷而出 没有人知道 他是什么时候扔出飞刀的 但是我们面前的这些血人 却仿佛秋风草窝的野草 没有一人能站在你跟前 全部倒到地上去 说起来啊 秦伯这一路上 也显得有些倒霉 原本能够媲美天下十大的实力 甚至硬拼起来 我以他都不过是五五之数 然而这一路的狼狈 屡屡受挫 将颜面给扫落许多 然而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先前的他就是再厉害 也抵不过补丧预谋已久的圈套 以及巴干达的神力 后来呢 又被下了酱头 吃了那神秘莫测酱头术的大亏 然而即便是如此 秦伯就真的只是一盘小仓吗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证明了一件事 那就是如果没有任何的束缚 他足以碾压此前无数的修行者 这便是站在巅峰状态的强者自行 飞刀制出之后 并没有失去控制 反而在秦伯宛如手语一般的法印当中 不停地旋转着 化作一种古怪的阵型 又朝天空那虚空巨眼杀去的架势 然而在我们以为那胸口开出拳头大血洞的血人 已然死去的时候 这些家伙 居然又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张牙舞爪 秦伯的眉头一皱 双手招展 再次挥手 悬浮在空中的飞刀 又一次化作了寒光 这一次 却是指向了这些家伙的头颅 灌足了奇境的飞刀 一点不比那狙击弹的威力差上几分 那寒光 在半分钟是穿针紧线 却是将这十来个血光辉耀的家伙的头颅穿破了 有的从中而过 有的则像是咬去一半的苹果 血人倒下去了 接着又再次站起来 这一回 秦伯没有再贸然出刀了 而是将这九把飞刀 悬浮在我们的跟前 做防备状 对我低声说道 不行 他们都不过是那大眼睛操纵的木偶而已 如果不将大眼睛给干掉了 这些玩意儿杀之不尽 灵敏不绝 我此刻的注意力 并没有集中在血人的身上 而是消失在了远处小白虎 在别人的视线里 小白虎依旧站在我的身后 然而 那不过是小妮子用的幻象而已 早在秦伯出手震惊全场的时候 小白虎便已经 引入了夜色 朝着边缘摸下去 虚空巨眼果然厉害 但是隐藏在暗处的狙击手和枪手 却同样能够要人命 子弹 不会因为我们是修行者 威力就减弱上半分 它反而会更加的准确 秦伯跟我说起后半段的时候 我这才反应过来 点头硬道 这些血人没有要害 只要本源不灭 就算再怎么折腾 都不过是将面团 从长条揉成方块 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呢 秦伯听到我的比喻之后 不由得笑了起来 说得倒也形象 医孕公子则有些郁闷了 看着这些缓慢站起来的血人 他头痛地说道 你们两个到底在打什么哑咪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耸了耸肩 说道 血人好灭 重点却在于虚空巨眼 秦伯 你能搞定不 秦伯的脸色严肃得很 认真地说道 说句实话 那大眼睛看着宛若天神 高高在上 体内又有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神力 但若是真的讲起来 他不过出城 体内的力量也不过是吞噬而来 太过杂博 如果一定要一起交手的话 阳长臂短 或许能够将它封印住 我晓得一种龙虎大印封印真金术 能够将其镇压的 我若有所思地朝他看了一眼道 秦伯 这真金术 可是龙虎山的不传之秘啊 您和龙虎山 可有瓜葛 秦伯黑然一笑 倒也并没有否认 龙虎弃土 往事不追 这会儿说完了 前方的飞刀一阵翁然而动 将朝着我们冲过来的一处血人 又给戳倒在地上去 我没有继续探查隐私 而是担忧地说道 只可惜 有着补丧这一帮人在 我们未必能安安心心地腾出手来 将这许空巨岩给封印住 免去南洋百姓的一场祸解 秦伯有些疑惑地说道 小辰 你貓山鸡胸 为何 仅仅只有你这几人 我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不过是外门弟子 兴唐的确是有排人前来 不过出国之后 并无联系 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前来了 这话说着 突然一股波纹浮动 我下意地往旁边避开去 猛然回过头 却见一道蓝色的痕迹 从远处的虚空巨岩方向 漂浮过来 洒落在我们刚才站立的地方 沙滩之上 一片蓝色的电浆 如水一般的游荡着 所过之处 细沙被剧烈的高温蒸发 一股黄色的雾气 浮现出来 好 好厉害的手段 我们脸色当即就是一变呢 然而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呢 那蓝色的痕迹 突然又出现了 这一回是数量倍增 化作了七八条 悄无声息地 朝着我们这边突袭而来 既然是一阵的急奔 纷纷避开去 而那蓝色的痕迹落下之后 必然就是一堆电浆 荡漾不凶 这诡异的蓝色 当真是夺命的阴符 而就在我们对着蓝色痕迹 束手无策的时候 远处的枪声 骤然响起了 拖延许久 布桑 也终于耐不住性子了 上有虚空巨眼 后面 是带着电亡的大海 而三面呢 则都是巫术的暗枪和子弹 此时此刻的我们 终于陷入了绝境 然而这世间的人啊 有的面临绝境 两腿一灯 就等着死了 而有些人 则从来不会接受命运的安排 谁要我死 我就取了他的狗命 无数型号的子弹 从四面八方 传射而至 划过夜空 眼看 我们即将被射成马蜂窝 却见秦伯猛然一声抱贺 双手无起 那九把飞刀 化作一阵的极光 在四周围飞速游动 刀尖竟然将 无数飞速奔袭的子弹 都给拦住了 纷纷散落在沙滩上 这一招啊 对于飞刀的力量和准头 都有着严苛到极致的要求 能够施展出这么一手来 秦伯也不辜负自己的名统 秦伯的掩护 让我们压力一清 然而那蓝色的痕迹 却是无人可解的 挡也没办法挡 挨也没办法挨 既然如此 那就只有硬着头皮 顶上前面去干 想到这儿 我朝着布鱼使的一个眼色 让他拿住置饭盒上 而我呢 则与秦伯一蕴公子一同 毫不犹豫地朝着前方的虚空巨眼冲去 三个男人 几乎是第一时间抬脚 没有半分的畏惧 挡在我前面的一众血人 此刻却是又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试图阻拦我们 然而却被一蕴公子一把青铜战神剑 西树给斩成了碎片 三个人与无数蠕动的血块擦肩而过 而就在快要接近虚空巨眼的时候 秦伯突然出声说道 你们两人先别上来 让我来 秦伯一之所以如此 倒不是想与众人争锋 而只是因为他对战胜这玩意儿 没有太多的信心 便想着将危险的事情留给自己 他这是在投桃报礼 报答我数次救他的恩情 容不得我们反驳 他便一个纵身腾空而起 飞临到那虚空巨眼的跟前去 双手往天空举 虚空一招 居然有两轮圆月般的电光浮现 紧接着 他全身紧缩 腹中一阵轰鸣 血液和肌肉 在不停地颤动着 频率在瞬间达到一致 在共振为一点的时候 他猛然向前一推 高声喝道 火沆瀬 喜风云 义鬼神 去雷电 请为丹绝 无雷正伐 射 一言出口 天地为之震动 无数的雷鸣之声 将整个沙滩都给抖落了一阵的颤抖 那两轮电光 则充斥在天地 朝着那虚空巨眼猛然冲击而去 这其实啊 万法皈依 眼看着那虚空巨眼 即将被这让人睁不开眼睛的白光给淹没的时候 他的身子里 突然涌现出一股子血气 将自己 周身护得周全 身下的触角 猛然一脚 却是将秦伯给猛然缠住 瞳孔凝聚 似是有高能射出 而在这个时候 我也终于将隐血寒光剑给抽僵出来 这剑一出 空气便为之一致 我之所以没有将刚刚俘获的九颗万魂珠的隐血寒光剑给拔出来 主要的原因是这把剑 先前曾经刺穿过那血潭底下的大眼球 尽管我不知道 后来血潭之中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以至于补丧能够召唤出这般诡异的虚空巨眼来 但是我却晓得一点 那就是这个玩意儿绝对是非常非常记仇的 这是邪神的共性 他们就是以此来维持自己恐怖的权威的 但是事到如此 我却也不能再当缩头乌龟了 身头一刀 缩头也还是一刀 我为何还要忍耐 为何还要收狗日的鸟气呢 不过一死罢了 长剑拔出 剑身之上一阵母气纵横 而在剑尖之处则显得格外奇特 九颗有黑如墨的万魂珠宛若扇子一般排列着 将这长剑给弄得是不伦不类 古怪无比 虽然黑 但是这万魂珠却并不荣于黑夜 反而是显露出了自己独有的光华来 那鼓动触角 想要将秦伯给乐杀于此的虚空巨眼 终于停滞住了这股巨大的力量 一来 对手实在太过于顽强 一时并不能将其勒子 二来呢 是被我这引血寒光剑 给深深的吸引住了 剑身之中 有属于他的力量 那力量近乎于巴干达乌神的本源 虚空巨眼尽管有着巴干达乌神的神性 但是由于引血寒光剑 宛若卫生巾一般的强悍犀利 使得他在成形之前 就已经被过了一道手 简单的说呀 就是虚空巨眼的本源力量 有一部分 已经被转移到引血寒光剑上 任何的物种 对于自身的统一意 都是有着天性一般的渴求 故而那虚空之眼的瞳孔 一阵收缩 注意力轻蚀朝着我们这边集中而来 而他眼中凝聚的光华 也在此刻稍微的消散了几分 趁着这个空档 秦伯的身子一收一张 居然从那强悍的绞杀触角之中 争夺出来 离开之后的秦伯 一身红色粘液 一呼一息之间 脸色已经从猪肝一般的血红色 迅速地恢复过来 守在一身 半空中游溢着九把飞刀 属然回到他的手掌之上 每一把都有着让人心寒的锋芒 第六百五十四集 秦伯这边脱离了危险 而我呢 则陷入那虚空巨掩的 全力照顾之中去了 先前出现的蓝色痕迹 就仿佛是风暴咒语一般 朝着我的身上 以及所有可能闪躲的方向 属然飞过来 有的时候 根本就避无可避 眼看着这蓝色痕迹 浮空而起 即将射入我身体之中 我也是无可奈何 当下只有举起手中的长剑 试图与之抵挡 我这也是无奈之举 然而没想到 引血寒光剑上 那九颗万红珠 不停地旋转 居然化作一道平地 将这些玩意儿给划开去 然而即便如此 我周围全部都是流光四溢的蓝色垫浆 有的在沙滩上荡漾 有的则将沙子蒸腾一空 我根本就无处下脚了 几秒钟之后啊 根本够不着虚空巨眼的我 心中突然生出了一击 通过与其林分布布鱼 让他带着医运公子和秦伯 先行撤离沙滩 朝着简易的马楼方向撤去 至于我呢 则毫不犹豫地霍水东引 朝着补桑那边的人群冲了过去 我不知道 那虚空巨眼是否听从补桑的吩咐 不过呀 若是能误伤一部分敌人 那也是我希望看 我一动 一直在远处观察战况的补桑 就晓得我的意图了 他没有任何的犹豫 手臂猛然一挥 身边超过十名的枪手 毫不犹豫地朝着我这个方向倾斜起子弹来 试图将我给打成一个筛子 若是放在以前 或许我还需要开启林仙一侧 避开诸多弹道的攻击 然而到了此时此刻 我却是节省一切力量 唯有将长剑向前 利用那旋转不定的万红珠 扩展出一个足以包容我的气场来 让所有的子弹遇到这股阴寒诡异的力量 都往旁边划了开去 当瞧见我剑尖上的这些珠子 补桑大惊失色地喊道 天哪 你怎么可能有我师父最宝贵的万魂珠 这 这不可能 转瞬之间 他又想到各种缘由 咬牙切齿的怒声喊道 花五娘那剑人 不但藏着这么一手 居然还将我巴干达乌教 最为神圣的圣物 给落入到敌人手上去了 妈的 他死的简直就是太轻松了 这货 当真是天性薄良 花五娘 怎么说都跟他有一腿的吧 也与他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 与康克游作对 没想到 林道死了 居然还这般唾骂曾经的同伴 这种人渣 还是由我来超度他的性命吧 一百多米的距离 对于寻常人来讲 倒也算是遥远 然而对于我们这些修行者来说 却不过是一瞬间的事 难如瀑布般的弹幕 并不能将我给拦截 于是我带着凶狠的气势 猛然撞向对方的人群里 这是一个超过五十人的人群 这里面的人除了一部分修为普通的枪手之外 大部分都是跟随着布桑 修行了数十年的巴干达乌教骨干 而这些人呢 是布桑最为亲信的人 因为不臣服那些人 早已经葬在阁谷山的山腹巢穴之中了 或者已经被这虚空之眼 给融入到身体里 但我挟着怒火 冲入其中的一刹那 早有准备的布桑 却是朝着旁边退开 并不与我交锋 而其余精锐的高手 则纷纷接阵 扬起手中的怀目短杖 猛然一摇 无数细碎而让人头皮发痒的声音 则无孔不入地充斥在我的耳畔 一直没有停歇 与此同时 这些人还不断地往地上 洒落些灰白色的粉末 这些粉末一入地面 便化作无数幽兰不定的鬼火 朝着我这边附着而来 接着 无数的鬼脸 于火中生成了 朝着我张牙舞爪 十分恐怖 这些人 大部分曾经参与过 几十年前的大屠杀之中 数以百万计的生魂死去 而这些人呢 则在亡魂哭泣之中 学会了鬼道的精髓 现如今使用出来 比大多数的鬼道修行者 都要厉害很多 对方是蓄谋已久 我一闯入其中 就有一种被制住的感觉 如行在水中 怎么都不常怀 然而即便如此 我依旧凭着魔攻 硬生生地斩了两人 正所谓 一力降实惠 我从来没有半点的妥协之心 布桑的脸色为之一变 一声呼喊 立刻出现了三名格外强力的巫师 上前而来 将我给拦住了 而在那外围呢 那些人不断地变换着方位 仿佛要将我给围杀于此 然而就在此时 沉寂数秒钟的虚空巨眼 突然又是朝着我这边 射出了十道蓝色的极光来 我早有防备 即便是在被众人围堵的情况下 也能够强行避开此物 然而那些全心全意要将我绞制的巴干达信徒 却毫无防备被这些蓝色的垫浆给击中 因为近在咫尺 所以我对这玩意儿击中人体的情况 瞧得十分的仔细 蓝色垫浆在击中人体之时 并没有任何穿透的效果 而是像正章的垫浆液一样 飞溅而起 将人给大约的包裹住 而在瞬间之后 里面蕴含极高的温度 将皮肤和肌肉给瞬间蒸发 唯有里面构造比较坚硬的骨头 方才能稍微坚持一下 不过 却也被炙烤得一片焦黑 而等几个呼吸之后 单反被电浆击中的人 接触面 整个就是空出一大块 化作一具又一具 残破的躯体 有的人连头带着胸口大部分 全然不见了 有的呢 则直接断成两截 还有各种各样的惨状 不一而阻 不过唯一的特点 那就是惨不忍睹 让普通人瞧上一眼 便会整宿整宿的做起噩梦 虚空巨掩这种无差别的攻击手段 直接将不丧挥下众人 刚刚组成的阵型 给全部撕裂 在这般残酷的状况下 那些人 陡然发现自己信奉的神灵 原来根本就不认得他们 该死的 一样还是死 那充足的信心顿时就崩溃了 纷纷朝着旁边开始躲 甚至一红而散 补丧也是被这种场面给吓到了 一直到死了一小半人 方才反应过来 口中嘟咙囊囊的古怪的话语 以天空之上的虚空巨眼沟通起来 然而那虚空巨眼 是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哪里会理会他说的话 朝着我就是一阵攻击 一开始 我祸水东瘾 整个人都激动无补 然而 随着身边的人祸死祸伤 其余人见鬼一样的逃底 我又终于受到那鬼东西的威胁来 瞧见连补丧都放弃了沟通 朝着远处暂时逃开 我浑身一阵站立 开启林仙一侧 不停地变换身位 避开着一道道恐怖的电疆 不一会儿 我浑身的气息开始紊乱 显然已经快到临界点了 若是再持续下去 我不知道是否还能避开这些攻击 就在这个时候 远去的秦伯又出现在虚空巨眼的身后 手中不断结印 接着掏出一张福禄来 朝着那鬼东西摇摇治出去 福禄之上 有一股极为强悍的封印之力 虚空巨眼这个时候 方才感觉到真正的威胁 陡然升空十几米 避开那福禄 瞳孔之中 射出一道黄金色的光芒来 将这福禄给烧走一片黑火 然而这边一休 在别人的方向处 却有一个宛如 阁谷山巢穴石门上的脸孔 突然从半空中浮现出来 透露着屋上的威脸 我瞧见这个 心中不由一阵矩阵 这 不就是巴干达乌神的形象吗 很多逃开的信徒 瞧见了此物 都忍不住直接跪到在地 磕起头来 而那虚空巨眼 也被其吸引了注意力 发出一声尖锐之极的声音 仿佛在宣示着自己的领地和威严 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就在我还在愣神发愣的时候 旁边突然浮现出一个身影 冲着没有再被虚空巨眼注视的我 轻声喊道 哥哥 快走 我瞧见小白狐 陡然出现在我跟前 顿时就想通了自己 原来那苍白的巨脸 并非是与虚空巨眼一般 都是巴干达乌神的意识降临 而不过是小白狐 弄出来的幻象而已 只不过我并不知道这小丫头 居然能够模拟的这般唯妙唯肖 以至于连那虚空巨眼都给他骗过去了 正朝着虚无缥缈的对手不断示威呢 展示着自己的存在 小白狐弄出这份假象 但我却晓得 他即使厉害 恐怕也坚持不了多久 即便他是传说中的九尾妖狐 那也是一个道理 跑 当然得跑了 在想通了这一切之后 我收起隐穴寒光剑 与小白狐牵手而走 朝着马头处飞奔而去 那秦伯 瞧见如此状况 却也有些懵了 不过瞧见我给他打手时 却是头也不回 脚步飞快 没有人 愿意面对这样一头恐怖的悬空巨兽 那就是你打不着他 而他的火力却是无限的 而且一旦被碰到了 完全就是毁天灭地的痛苦 没有一丁点回旋的余地 修行者 一旦淘起性命来 那潜能简直就是无比巨大 三人刚刚上了码头 不游便在一艘游船上面 招呼我们 我们毫不犹豫地跳上去 船舱里的伊运公子拉动电机 将这种类似于游艇帆船一般的小船 朝着海中航行而去 我起初呢 还担心了虚空巨岩 会先射入海中的电芒 对船体的航行产生影响 但是大海到底还是无尽宽阔 那些电芒早就在 刚才与我们的交手当中 几次波涛不再存留 我们在宗教局的时候 闲暇无事 也有做过类似的培训 飞机也得开 坦克也得开 这游艇自然不在话下 不过相比于我们 身处于宝岛的伊运公子 却更是玩船的好手 他把着舵 将这船给开出码头去 朝着黑漆漆的海中航行 而在远处呢 虚空巨岩 依旧还在与苍白的脸孔对峙着 敌不动 我就不对 这状况 给了我们逃离争取了很多的时间 也让小白虎获得了许多的赞养 若是在旁威胁 只怕那虚空巨岩 早就上去撕咬了 唯有与自己同根同源的意识降临 方才能够护得住他 不敢妄动 别的不说 光是能瞒住那鬼东西 就得耗上无数心血 仅此一点 小白虎便应够能够站上 世间顶尖换入大师的行列了 这船离了格谷岛 渐行渐远 而过了一段距离之后 步鱼也敢下海了 当下也是成为大船另外一个马达 有着他在 那格谷岛却也渐渐变成一个黑影 然而就在此时 与我一直在船尾观望的小白虎 突然脸色一阵战虹 哇的一声 一大口鲜血 直喷出来 溅落在船尾和海面上 小妮子吐完一口 又吐一口 如此这般 连续吐了三大口 突然就贪软在地 呼吸也时段时序 瞧见小白虎这种情况 我的心如针扎 小的定然是他弄出来的幻象 被人识破了 接着立刻受到精神层面上的攻击 方才会如此 不过 他受的伤越重 代表着他先前付出的越多 甚至超出了他的身体负荷 他为何如此拼命啊 这傻孩子 我俯身 将小白虎给抱在怀里 然后冲着秦伯喊道 快告诉医运 让他加快速度 如果我们在海上 被虚空巨岩给追上了 就可是走投无路 唯有已死了 秦伯很认真地点点头 钻进船舱里去 我又通过雨淇琳 将此刻的情况 给不予讲了一番 接着 听到船舱里传来 伊韵公子的一声大吼 陈兄 抓稳了 一声话语过后 那船体仿佛被灌足了 无数的力量 一种强劲的推背感 猛然出现 紧接着 那船身朝着前方猛然一弹 速度也在陡然间就提了上来 尽管海面上并没有参照物 也不晓得到达了多快的速度 但是 我却能听到船体结构的 一阵阵身吟 急速出现的剧烈颤抖 使得这船体 就仿佛在下一秒 要崩塌散架 我一手抓着船旋 一手抱着小白虎 朝着他的体内 输入一些契机 我不敢灌注太多的契机 因为 我并非专修道法 混合的修为 杀敌效用极好 用来救人 却显得有些乏力 不过好在 小白虎并非身体受创 而是精神层面的乏力 被我这么一般激发 身体的自保机制 就恢复过来 开始从丹田处涌出力量 朝着四肢和身体 源源不断地传递过去 不过即便如此 小白虎 口 鼻 耳等处 依旧是有鲜血流下来 而且身下 也有无数条毛茸茸的尾巴 不知不觉地挤出来 一副虚弱无比的模样 尾巴露出来 这是优象 说明小白虎 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控制不了自己 腰力的表现 如此模样 当真是让人心疼得很 我瞧着他 回缓过气来 忍不住责备道 你这是在撑什么墙啊 要是那大眼睛 当时就直接攻击了你的幻象 只怕你我都没有命活下来 何必呢 尽管被我责怪着 但是小白虎的脸上 却还是有着满满的笑容 不知道啊 就是看到哥哥陷入危险 我就头脑一热 我满腹的怨言 在听到他这甜甜的话语之后 心中一暖 所有的话语都堵在喉口 忍不住摸着他的头发 缓声说道 你这傻瓜 我舍不得骂他 也知道 在当时的情况之下 小白虎的选择 无疑是最正确的 要晓得 当时的秦伯 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 几种不传之密的手段 轮番使出 却都被那狡猾的大眼睛 给避开了去 他能够打得着我们 我们却威胁不到他 即便能够逃脱 只不过还要留在那格谷岛上 就是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 而小白虎 这一招看似凶险 却是死中求活 至少将我们这些人 都给带了出来 至于格谷岛上的情况 已经不存在我们思考范围了 此刻的我们 唯一担心的问题 就是在虚空巨岩 是否会追逐而来 因为在海上 拥有着恐怖电能的虚空巨岩 林空 我们 是连逃的地方都没有 唯有意思 不过就在我为这个问题 担心的时候 突然间格谷岛的方向 传来一声尖锐的 直破苍穹的吼声 一阵又一阵 这吼声里充满了不甘和怨恨 以及浓浓的不舍 尽管我不知道 自己为何能够读懂 这吼声里面 所蕴含着的情绪 但是 却是一阵狂喜 晓得 我将尹学寒光剑给藏起来 那出生的家伙 到底还是没有能够 先为追击而来呀 第六百五十五集 如此说来 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 逃离此处了 想到这儿 我浑身就是一阵轻松 而秦伯呢 也不知道何时出在我们旁边来 常叹了一声道 终于逃出来了 我将小白虎 小心地伏僵起来 想起虚空巨影拼斗的时候 秦伯最后又貌似站了出来 朝着虚空巨影 施展出那龙虎大封印真经术 尽管并未成功 却极大的吸引了 那鬼东西的注意力 总算是救了我一命 当下 也是表达了自己的感谢 而秦伯则白白手说道 哈哈哈哈 说到救命 还是这小姑娘有本事 将我们全部人的性命都给救了 跟她比起来 我们都算不得什么 你的身体如何 老头子我 倒是懂得些奇黄之术 不如给你拔下麦 她胜意全全的 而小白虎却摇头说道 自己的身体 自己清楚 我不方式的 秦伯鱼光柱 瞥见了小白虎露出裤子里的绒毛短尾 立刻明白了其中缘由 倒也不再坚持 微微地点进头 与我说了一声之后 下到船舱去 船 继续朝着北边的方向行驶 而不渝在推进了相当一段长的距离之后 也是有些疲惫了 翻身上船来打探小白虎的伤势 全部完毕之后 直接躺在甲板上 胸口急剧的起伏 显然也是累得不清 就在这个时候 被捆绑在围杆处的置范盒上 悠悠转醒 瞧见这黑油油的海面 和颠簸不休的甲板 整个人便陷入恐惧之中 扯着嗓子又叫了几句 结果话还没说 就被我一记手刀 直接给砸晕了 处理了这个 我下到船舱 瞧见一蕴公子 再认真地开着船 而秦伯呢 则在旁边 翻读着一封带有 少女香气的信封 我诧异地说道 秦伯 瑶瑶的信 你还是拿到了 秦伯略显尴尬地点点头 将信给折起来 我吵着有些好笑 说道 秦伯 毕竟是瑶瑶临终前的 最后一封信 你看一眼 也不是什么坏事 秦伯点了点头 脸色却涨得葱红 与我说了两句 然后就上家版去了 我有些莫名其妙 看了一眼 伊韵公子 而他呢 则憋着笑 给我解释道 那信 是封情书 用此烧显肉麻 你懂的 我挠了挠头说 呃 也无妨啊 伊韵公子 却摇了摇头 对我说道 关键的一点 在于收信的那个人 也是个女孩子 这个时候 我方才感觉到秦伯的尴尬 原来那并不是偷看一封简单情书的问题 而是发现自家的女儿居然还是一个拉拉 这对于秦伯来讲 这对于秦伯来讲当真是件物畏沉杂的事 然而就在我们为这件小事而尴尬的时候 船体却突然一震 紧接着 举烈的摇打起来 不好 突然摔倒在甲板上 抓住船弦 站起来的时候 才发现原本还是静谧无声的天空 突然间就雷雨大作了 巨大的风 从阁谷岛的方向吹过来 不知道有几级 但是给人的感觉 就好像倘若不抓住一样固定的东西 就有被风给吹到海里去的可能 而雨呢 巨风同时出现的 还有痘大的雨滴 从厚厚的云层之上 哗啦啦啦啦啦的落了下来 砸落在人的头皮上 也是震震升头 我耳朵 满是风声 雨声 与那轰隆隆的雷电之声 四周围巨视白色的鱼固 颠簸不平的甲板上 白茫茫的 甚至看不到人 我下意识的 大声喊着其余人的名字 过了好几秒钟 胳膊突然被拽住了 转头一看 却见是小白虎 悬在半空中的心 终于是落了一半 焦急的大声喊道 喂 伯妞 骨鱼呢 我说话的时候 头顶上正好就是一阵炸雷 所以一连讲了两遍 他方才给听清楚了 指着船悬下面的海面说道 骨鱼说 浪太大了 他下去拖出船体 免得翻船 听说二人无恙 我心中方才安稳一些 努力适应着极度颠簸的甲板 目光呢 则在四处搜索着 很快见到船体最高处 秦伯在那屹立着呢 我深吸了一口气 提身而立 与秦伯并肩而立 望着远处已经瞧不见影子的隔骨岛 低声问道 秦伯 你有没有觉得这风浪 是那大眼睛给弄出来的 秦伯没有回头 而是眯起眼睛 看了好一会儿 方才吸了一口星湿的海风 对我徐徐说道 小陈啊 你也许不知道 我当年 曾经亲身经历过花园后的大腿堤 成百上千万的人 被浸泡在泥水里 头天夜里 也是这般的血液 时刻多年 没想到又遇到这样的情况 此刻瞧起来 当真是感慨万千啊 我不知道他为何提起这一件往事 那是发生在1938年的 抗战三大惨案 有许多版本的说法都不足为信 而作为当事人的秦伯 自然是知晓许多内幕的 不过在这么一个时候 显然并不是探寻往事的好时间 我应付了两声 方才说道 秦伯 为何想起那事 秦伯摇了摇头 说道 我自如修行门中 就知道这修行意图 便在于 于天争风 多人力 争天命 从来不觉疲惫 然而唯有那一次 我与一个姓渠的朋友 在黄河上下奔走 见过了无数的生离死别 感受到了不属于这世界之上的力量 以及面对着踏实 所展现出来的无奈和悲哀 时至如今 我又一次地感受到了那种力量 那大眼睛 或许并没有真正继承巴干达的神力 但他对于这世间规则的触摸和运用 却已经是超越了世间大部分的强者 他顿了一顿 难过地说道 比如神 比如 人 就在秦伯 说出这番颓丧的话语来的时候 我们所面对的方向 突然出现了一股巨大无比的巨浪 从远处 迅速地蔓延而来 那速度快如奔马 在远处的时候 还是只能瞧见一道白线 而到了跟前的时候 方才发现那浪头 居然高达七八米 完全就要将我们身处的游艇给淹没了去 瞧见这恐怖的巨浪 我和秦伯 已然没有了谈天的心情 从高处月下 抓着船底的桅杆 低着头 硬生生地顶住这一次的撞击 哼 当巨浪撞上来的瞬间 我感觉到一种恐怖的力量朝着我的后背撞了过来 就仿佛有十七八头野牛 在我的背上碾压过一遍 好在 我当下也是施展了土盾 将这力量给船地到脚下的甲板中去 巨浪林体 只是一瞬间 紧接着 我们就被淹没在水里去 天翻地覆地积蓄沉浮 等到浪头过去之后 船体顽强地浮出水面 我贪婪地吸了一口气 有一种死以逃生的幸福 我抹一把额头的海水 嘴边又咸又苦 什么也不顾 先确定周围人的安全 等到大家都传来好消息的时候 突然听到小白虎又是一声叫喊 浪 又来了 我们回头一看 却见到一道更大的巨浪 在远处的海平面出现了 就如同一道白线 疏然而来 天哪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就在我愣住神的时候 伊韵公子浑身狼狈地从船舱里爬出来 冲着我们吼道 海啸 是海啸啊 这下完了 海啸 我的心里当时就咯噔了一下 整个人顿时就寒毛之树 一股子冷气从脚底板 直朝着天灵盖蔓延而去 想起了印象当中 关于海啸的种种情况 脑中有几秒甚至呈现出空白来 而这个时候 小白虎子大声喊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瞧着即将到来的那十几米高的海浪 伊韵公子咬着牙说道 这种级别的海啸 根本就不是我们这种小船能够抵御的 那边有橡皮救生艇 我们全部转移到那里去 大家转着边缘保持平衡 互相帮助 只要不撞到硬物 不沉到海底 生还几率还是很大的 有些喂水的小白虎 脸色有些惨白 低声说道 那要是撞到硬物了呢 伊韵公子也不由得一阵惨笑 再也不见昔日的风采 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 陈在海中保持着船体不轻浮的布鱼 已经将橡皮艇给截了下来 而我们呢 则毫不犹豫地跳下去 上面一共五人 我 小白虎 伊韵公子 秦伯 以及身为俘虏的制范和尚 所有人都一边用手抓住橡皮艇的边缘 一边用手拉住旁边的人 保持互不失散 转移之后 最有可能碰到的硬物 就是这些游艇 于是 布鱼在巨浪即将临头的那一瞬间 当下沉入下方 顶着橡皮艇 朝着东方的方向奋力而走 刚刚离开十秒不到 那遮蔽了整个天空的巨浪 再一次来临了 这一次啊 没有了那游艇的固定 巨大的力量 直接轰击到我们几人的身上来 我尽力护住小白虎和制范和尚 硬生生的顶住着巨大的轰击 感觉五脏六浮在这一刻 也是随着浪花一起翻腾不休 脑中就是一阵阵痛 而身子呢 则随着橡皮艇 在海浪之中翻天覆地地转动着 沉沉浮浮 巨大的力量将我们向前推出去很远 一直到水势稍稍平了一点 不渝方才露出海面 吐出一口水 对我们说道 不对 不对 整个海面都在翻腾 那些家伙到底使用了什么手段啊 应付着这般的天灾 众人都是有些精疲力竭了 而秦伯则十分艰难地坐起来 第一声说道 并非是那鬼同习一人的力量 它不过是借助了自然的怒火而已 什么是自然的怒火 秦伯舔了舔清黑的嘴唇 有些直缓地说道 所谓末法时代 天地灵气丧失日 其实也是因为大自然 被人类过度开采 无数滴滴的资源被挖掘出来 森林消失 河流改道 人们征服了自然 却从来没有想过孕育了万物的天地 对于这件事 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 这怒火可一直都在唏嘘 在蔓延 而那鬼东西所要做的 不过是点燃一个炸药桶而已 听到秦伯的解释 我心中不由的一阵骇然 长久以来 我们总是在说着末法时代 而它真正的含义 到底是什么 很少有人去探寻 而即便知道 也不愿意多去了解 此时此刻看来 这般的代价 当真是恐怖无比 到底是人征服了世界 还是世界征服了人呢 我有点 闹不清楚这件事了 在这样一个雨夜里 颠簸的海面 便宛如狂暴的巨人 将我们这橡皮艇 一会儿抛向天空去 一会儿就沉入海底东 所有人都在奋力地挣扎 保留着体力 对应着每一次的颠簸一句了 如此 一直漂泊到下半夜 海面方才恢复了些许的平静 然而橡皮艇晃荡不已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简直就是最舒适的地方 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 早不知在什么时候结束了 众人精疲力竭地 躺在橡皮筏子里 贪婪地呼吸着心室的空气 感觉到从未有如现在这一刻 平静 安逸 不宜去周遭游了一圈 翻身上了橡皮艇 对我们说道 不知被卷到哪个海域了 黑乎乎的 哪也瞧不见 不过从海水的波纹来看 那海啸似乎已经不在了 我们算是逃过了一劫 所有人 都不力地欢呼起来 此时此刻 无论是我 还是作为俘虏的致饭和尚 都有一种对于生存下来的欢喜 不宜说完这个话之后 也累得躺在橡皮筏子上 连动也懒得动 这一路之上 躺着不是有他在水下照应着 只怕我们都不知道沉到哪处海底去了 他静静夜夜 一直撑到此刻 总算是放宽了点心情 眼睛一闭 便呼噜呼噜地大睡起来 我们不敢吵到疲惫至极的不语 于是轮流守夜 随波逐流 等到天色逐渐亮起来的时候 一直显得十分伟顿的小白虎 突然欢呼了起来 海岸 我看到海岸了 尽管夜里 大家都是轮流有过休息 但在海上漂泊和脚踏实地 终究还是两种感觉 当皮筏子拍案 众人纷纷跃上海岸的礁石 双脚踩在坚实的地上的时候 便感觉有力量源源不断地 从脚下传递而来 整个人的精神 也都放松下来了 我更是一屁股坐到地上 感觉这一夜的经历 便宛若做梦一样 海啸 这几十年难得一遇的海啸 我们竟然亲身经历过了 而且还能够活下来 这简直就是上天的恩赐啊 想到这里 我们每一个人都止不住热泪盈眶 那种逃出升天的浓郁情绪 逐渐收敛的时候 我们方才站起 打亮四周 瞧见这儿啊 是一处大片的礁石区 到处都是残骸的痕迹 在远处的沙滩上面呢 有一艘木口海船 被巨大的力量给折成两半 倾倒在沙利 旁边呢 还扶着几个黑点 有点像人 不过瞧见这一动不动的模样 显然已经死去 第六百五十六集 而积木远眺呢 面对的是一大片棕榈林 林子里的间隙处 能够瞧见一些建筑 不过基本上 都变成一片的废墟了 包括那林子也被许多连根拔起 一片惨壮 不足延续 很显然呢 这个地方也是遭受到海啸的袭击 这海啸的最大危害 其实啊 并不在海上 而是几十米高的巨浪 以极快的速度 从海上朝着岸边席卷而来 它的部组啊 可以高达每小时七八百公里 再几个小时就能横过大路 波长可达到数百公里 可以传播几千公里 而能量损失还很小 在茫茫大洋里 波高不足一米 但当达到潜水岸带的时候 波长 简短 而波高 急剧增高 可达到数十米 形成含有巨大能量的睡墙 这样的巨浪 每几分钟 或者十几分钟 就光顾岸边一次 携带着巨大的能量而来 摧毁岸堤 淹没陆地 夺走陆地之上的生命和财产 反复地洗刷 陆地上 能挨得住这般敲打的 其实并不多 为了弄清我们现在 身处的到底是何处 大家没有片刻地停留 而是朝着海岸的内陆进发 一路上啊 见到各种扶着死尸 断圆残骸 官方的救援队 还并没有到 路上的幸存者也并不多 放眼望去 屈指可数 而这些人呢 则徒劳地用双手 木头和砖块 在挖掘着倒塌的建筑 试图将压在里面的亲人 给救出来 这一路行来 路上遇到的 到处都是横起竖刮的尸体 惨壮和布 被臭水浸泡得臃肿发白 偶尔还能见到几只野狗 成群结队地从我们面前奔过去 用发红的眼睛 不怀好意地打量着我们 哈喇子也溜了一嘴 这些双眼发红的野兽 一看就知道是吃过人肉 聚满死气的禽兽 为了避免这些家伙不识好歹 一运公子先下手为强 青铜战神 长剑轻轻一滑 这些朝着我们低声吼叫的野狗 纷纷是鲜血洒地 一蹬 再也无辜消受这些溃增的美味大餐 路上一阵惨着人寰 小白狐屡屡心软 在离岸五公里的村落里 敲见一个不到四五岁的小女孩 用手在刨着倒塌的茅草屋子 结果却那般的无力 唯有娃娃之枯 她便想上前帮一把手 结果却被秦伯给拦住了 低声说道 我们现在还在被巴干达五百追杀 那些家伙在这个地方拥有强大的实力 现如今又有了那大眼睛在窥死着 若是被他们找到了 性命也难保 最好不要在这里留下任何痕迹 听到秦伯的提醒 小白狐的脚步一僵 脸上露出了比哭还要难看的表情来 转头瞧向了我 我不动声色地摇他摇头 印着星长 否定了他参与救助的想法 这一路醒来 我们的确是看见了许多的惨状 然而光靠我们这些人 根本救不活几个人的 反而容易陷入到敌人的追踪中去 救灾这种事啊 个人的能力基本没有太多的用处 还是需要当地政府来做 而如果有可能 等到我们回国之后 将先前在曼谷毒枭素茶那里 得来的不义之财变了线 捐出一部分来救灾 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民 继续生活下去 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经过我的一番劝解 小白虎终于点了点头 表示同意 不过呢 仍旧有些依依不舍地望向小女孩 一脸的心疼 这个时候 医孕公子走过来 对我们说 我刚才去走了一圈 发现这边的人 这样的都是乌鸽鱼 虽然跟他们没有交流 不过我对比了一下这边的地形和山势 觉得我们应该是被海啸 卷到了乌鸽西海岸的某处渔村附近 至于更具体的地方 我们可能需要再深入一些 找到大的聚集地 也许能找到些线索 或者是地图之类 乌鸽 我皱起眉头来 原本以为 这儿是泰国 若是如此 我们尽量寻找适合的交通工具 返回曼谷 然后乘坐搬机回国 算是将此事了结了 然而 没有想到阴差阳错 居然被那大海啸给推到乌鸽境内来了 这儿 可是巴干达乌鸽的大本营啊 我们若是一露面了 很可能就落入对方的视线中去 不过想来 也并不算奇怪 毕竟阁谷谷岛 就在泰国和吴歌的国境线附近 只要稍稍往东边一些 很容易就会到达吴歌的 我当下第一个反应 就是尽量趁着大家 还将注意力集中在海啸之上的时候 赶到泰国和吴歌的边境 越境而过 尽管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 以至于我们的归国之路会比较坎坷 但至少在泰国境内 会避免一些对方的主炒光环 而秦伯协告诉我 一旦双边的政府反应过来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 并不是救灾 而是封锁两国的边境线 防止自己国家和对面国家的灾民 互相流动 生出事端来 而国境线一旦防范严密了 我们就不能随意穿行 即便是靠着我们自己强大的实力越过去 也有可能会被对方给盯上 一旦被两国政府官方的修行者给盯上了 那事情就会变得复杂无比 特别是我们手上还带着一个俘虏的情况 我们简单商量一番 决定避开人群的聚集地 沿着野地进发 我们要穿过一大片的灾区 进入到吴哥的热带雨林中 一直到了边境城市 再想办法离开 这样虽然比较绕路 但唯有如此 方藏能够避开巴干达乌窖的耳目 不至于再次面对那可怕的大眼睛 以及传说中的血手狂魔 康克游 行程商议完毕 我们便不再纠结 想着那路进发 这一路的翻山越岭 专条那小路而行 避开人群聚集地 而在路上 对于东南亚比较熟悉的 伊运公子和秦伯 在反复的了解之后 也终于确认了这个地方 应该就是吴哥西南方的一个 发音比较古怪的身份 我们如果继续北上的话 应该能够达到大家比较熟悉的 吴哥第二大城市马德旺 如果到了马德旺 那么就有很多办法 可以离开吴哥了 前往泰国 或者在北上 达到混乱的吴哥老挝交接处 尽管那还不如本地 是另外一个著名的金三角出名 但是当地的治理十分混乱 而一旦到达那个三不管的混乱地带 没有了世俗的规矩约束 我们便会有很多轻松的选择 即便是有巴干达乌教的人追过来 也能够轻松处理 这海啸过后的天际 十分古怪 昨夜还是暴风骤雨 而到了白天的时候 却是酷热难当 我们行走在山林间 不时听闻到 被烈日考制的浮尸那种古怪的臭味 传入鼻子里 让人闻之诱 一开始啊 我们还彼此交流一些 而到了后面 大家都不再说话了 而是只顾着脚下的路 疲惫地行走着 如此 一直走的整整一天 等到了傍晚的时候 方才感觉离开了海啸的范围区 夜幕逐渐降临 我们走在山林之中 听到滴滴的重鸣 终于算是感觉世界充满了活力 不再是先前那种 似一样的沉寂 而这个时候 大家也不由得鸡肠鹿鹿 躲得咕噜噜地叫起来 秦伯和伊韵公子 失手被擒 极尽折磨 未必能有一口宝石 自不必言 而我 布鱼和小白虎几人 也是连日奔忙 如此一天走下来 也是又饥又渴 眼看着 夕阳即将掩入山淫 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 瞧得小白虎和布鱼眼 颇有些无奈 这两人 在先前大劫毒枭的行动当中 将几样都给丢了 全部用来装那不义之财 而我的八宝囊中却也只有一些个壁骨丹 不过那晚上啊 得配水来喝 我人很容易噎到 难受不已 只是在这么一个重灾区域 又哪有什么净水可以饮用呢 就在我发愁的时候 果然前面传来一阵钟声 悠远而响亮 一脸疲惫的琴伯 眼睛一亮 对我说道 前面有座寺庙 我们可以去那里划店员 混沌值得呀 这个提议 让所有人的精神为之一阵 大家不再停留 纷纷朝着中山传来的方向走去 越过了几个山头和林子 瞧见 在于溪水的河畔处 一座青川古煞 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 瞧见那古煞里 有香火生出来 大家忍不住一阵激动 终于能有口热食吃了 古刹 这座坐落于深山之中的古刹 与国内许多标游 百年千年历史的寺庙 有着很大的区别 它既没有高墙刘瓦 也没有辉煌大殿 远远地望过去 看一路行来的许多 吴歌村庄一般的箱子 倘若不是几处 古色古香的浮屠石塔 和充满青苔的殿雨 还真的有些瞧不住 太多的迹象来 古刹的门口 有两名垂垂老矣的知客僧 又黑又瘦 眉毛低垂 一副营养不良的脸色 不过身子古 倒也还算硬朗 双眼也炯炯有神 会说吴歌话的琴伯上前 与知客僧交流 说我们呀 是前来吴歌旅游的客人 在附近迷了路 不知绝边 便走错了方向 闯入这里来 又累又渴 想要讨口热食 当然 我们也会给些香油钱 不会白吃白喝的 他说的是大意如此 因为我听不懂吴歌话 只有在后面等着 我看着琴伯 医运公子和布鱼在前面 与他们交流 双方又讲了几句 其中一个知客僧 不知道说些什么 突然指向了我 我被那知客僧指着 有些莫名其妙 这个时候 琴伯咳了两声 对我说道 小陈啊 人家说你身上有凶煞之气 问你是什么的 我说 你是我们的安保负责人 你跟人家打个招呼 和善一点 经过琴伯的提醒 我方才想到这一路来 我不知斩杀多少 巴干达乌教的信徒 自然是一身血腥之气 此刻不知收敛 倒是让知客僧 瞧出了不对来 不过 能够赶上我身上的血气 这知客僧 倒也有两把刷子 看来也是个修行者呀 调整气质这事 拥有顿时环的我 倒并不陌生 自然地收敛起来 冲着那知客僧 双手合十 功声说道 职责所在 无奈而已 只求在寺中求得安宁 得意赎罪 医孕公子 照着我的话回复过去 那知客僧点了点头 伸出手来 在我额头上摸了摸 似乎抚慰我一般 又念了一道经文 我控制着 近乎本能的反抗之心 硬着头皮 让那知客僧念完了 发现并没有什么 负面效用的话语 便也安下了心 知客僧盘完了我 又转头瞧向了趴在 不渝身上的置饭盒上 那家伙呀 在过来之前 就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 筋脉 此时 受于昏迷的状态 其余的一切如常 秦伯解释 这人是中暑了 需要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知客僧倒也识去 并不多言 而是朝着我们 深思一礼 说要回禀一下闲者 我们被挡在了寺院之外 先前旁门我们的僧人离去 而留有一个年轻一些的 则在旁边 恭厚地站立着 默默不语 小白虎 瞧见这资客僧的穿着 和留着的头发 有些诧异 问我 为何如此啊 我皱着眉 不说话 而旁边的秦伯 则解释道 这并不是佛教的寺庙 而是印度教的一个分支 印度教 对啊 印度教 虽说是吴阁这边盛行的小城佛教 不过也有一部分伊斯兰教 基督教和印度教存在的 不过后来红色高棉之后 大部分的宗教都被破坏了 这座寺庙应该是地处深山 所以才能幸免于难的 听到秦伯的解释 我心中也有些好奇 在国内呢 很多人都将基督教 伊斯兰教 以及佛教 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 但以信徒来论 这个讲究反我如一的宗教 以十亿的信徒 名列第三 佛教 其实还随其后 在佛教起源地的印度 甚至都很能再找到成规模的佛教信徒了 而是印度教 大行其道 印度教 源于古印度 维陀教 以及 婆罗门教 然而在国人心中 同样源起于东南次大陆的佛教和印度教 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我即便是 身处于这样一个位置 从事的工作也多与此有关 不过因为基本上没有接触的缘故 所以对此也是十分的陌生的 于是不由的仔细打量几四周来 发现果然跟那佛教的寺院 有着许多的不同和细节的地方 吉人说这话 便有七八个身穿白袍的贤者走过来 为首的那老者 皮肤有黑 干枯如树皮 留着花白的落腮胡子 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 对方与我失礼过后 为首的老者露出一口白牙 满是善意的笑道 中国人有句老话 叫做有朋自远方来 不宜悦乌 诸位居士能够出现在这里 那是凡天的旨意 既然来了 便请尽庙中歇息 这天气闷热 云层低垂 今夜必有暴雨 山路更是难行 各位无需多忧 多住几日也是可以的 这老者说的竟是汉语 居然还是自证腔圆的普通话 让人着实是惊奇不已 当我们询问的时候 他回答我 说研究道理的人 应该通晓世间一切的道理 而不是闭门造车 他曾经去中国待过两年 不但如此 他还精通英语 法语 日语 和西班牙语 倒也不是井底之蛙 这位印度教的贤者 当真让人惊讶 不过越是如此 我们也越点小心起来 与他交谈起去之后 进入了殿雨之中 这处庙宇并不算大 处处都透着古运古香 除了三处算得上是 殿雨的门面 和两座宝塔之外 旁边呢 都是低矮的棚坞 后面还有一派僧舍 是给这边的婆罗门居室住的 而在寺庙的尽头 则有一处很大的石质建筑 垒得比较奇怪 有点像是金字塔的意思 而旁边还有几处水池 也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 第六百五十七集 进了殿雨 自然该干正事 而所谓的正事呢 就是与往功德乡 差不多的地方投钱 这等俗事 自然不能由我们来做 而不渝在征求了我们的意见之后 塞了一把绿油油的美钞入内 几位领头的贤者 倒也能显得十分淡定 而后面跟随的几个胖头和尚 则藏不住心中的欣喜 眉开眼笑起来 我们此次前来 不过是求一处可以吃饭的地方 这些印度教徒 倒也没有与我们多做交流 稍微讲解了几句之后 那些人聚在大殿里坐禅 而我们则随着刚才几个胖头和尚 来到附近的饭厅 这深山野地的 倒也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 不过香喷喷的稻米倒是可以管够 再配上一些带着草木香气的蘸料 和一些小菜 吃起来倒也十分香甜 这个地境 离安南并不算远 而历史上最著名的湛城道 正是在这附近的区域 所以稻米之香浓 十分可口 不过在吃之前 我们倒也避着寺院的人 对这些食物进行过一些试探 防止有人在里面动了手脚 因为来此之前 对此做过充足的准备 所以我们倒也没有太多的耽搁 吃过了饭后 又被人引导 来到一处干净的僧舍休息 那带路的僧人 因为大概是给了足够钱财的关系 所以显得特别的亲切 整城都是笑咪咪的 好像就是酒店的前台一样 给人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路过一个草棚的时候 透过那草木的间隙 我能够感受到 后面有十几双注视着的眼睛 余光披了一眼 感觉不是什么修行者 便也不再打量 反而是小白胡瞧见了 略微诧异的闻道 那你是干什么的 秦伯听见了 不由得笑了笑 却并没有提起 只当作没有听见 来到休息的僧舍 这里是专门用来招待 富贵信陪的地方 所以条件倒也不差 一应用具也都拒全 不过并没有通电 是用煤油灯点着照亮 地方很宽裕 便没人一间 不过大家并没有独自居住 而是聚到一起来 商量着接下来的行程 话题 刚刚开始说起两句 而我瞧见墙壁上 挂着的樊天象 不由得心中一动 便有意地扯开话题 众人都是精明之辈 文玄格 耳之雅意 立刻收住口子 哈哈一笑 开始说起其他的事情来 就这样 没聊两句 先前那个胖头和尚 过来 说有热水 问我们是否需要洗澡啊 尽管昨天 在海水里泡了一整夜 但是一来海水苦闲 二来这一路赶路 风尘仆仆 大家都是早有这个想法 于是倒也并不拒绝 轮流着前往不远处的浴室 更衣沐浴 如此一番地折腾 夜色便已然浓重起来 而这个时候 又是哗啦啦地下起了暴雨 弥漫了整个山林 这雨点滴滴答答的敲打在屋檐上 空气也为之一清 神清气爽 倒也好睡 我与不渝一间屋子 两人各睡一头 疲惫了几日 此刻刚一闭上眼睛 倒也是迷迷糊糊 身体不由自主的放松下来 而就在我即将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 突然间心中一动 静止坐起来 就在我坐起的一秒钟之后 不宜也睁开眼睛 对我说道 老大 怎么了 我将中指放在唇齿之间 轻轻地嘘了一声 让他不要轻举妄动 而我呢 则是不动声色地朝着外面看去 却听到 雨铺之外 有一阵细碎的脚步声 有人在试图接近我们 不渝的脸色也是一变 伸手就朝怀里掏 将天拳剑给掏出来 想要下床被我一把给制止了 我让他出去戒备 而我呢 则穿上衣服 缓步地躲到门边上 这个时候 对方也正好走到跟前 冲着里面 轻声滴雨 似乎是在喊人呢 我并不回应 而就在这个时候 对方的手放在了门口 突然猛地一用力 推门而入走近来 黑暗中 我瞧见来人 瞳孔骤然收缩 惊诧不已 房门被推开了 除了先前 与我们带路交流的胖头僧人之外 还有一个让我无比诧异的 却是个柔柔弱弱的小姑娘 这个小姑娘的年岁并不大 估计都还没有十六的样子 穿着呢 也与这些印度教的僧人 是一般制式的长袍 偿大的袍子 将她脚好的身材给遮掩住 就露出一张小脸来 她的皮肤有些黑 不过一对大眼睛 却是又柔又魅 里面流露出的春意 跟她这个年纪十分的不符合 显然呢 不是那种轻豆初开的小女孩 而是酒精情场和那事儿的女子 小姑娘似乎忌惮地打量着我们 而带头的那个胖头僧人 则被我们突然地出现给吓了一跳 不过很快就恢复了那种俗气的笑容 对着我们既点头又哈腰 一边指着小姑娘 一边说着什么 反正啊 不像是什么好事 尤其是那张油光赠亮的面上的表情 显得实在是猥琢无比啊 我听不懂她的话语 好在啊 旁边的布鱼 对于东南亚几国的话语都能够了解 与那胖头僧人讲了几句之后 转过头来 表情是古怪之极 我觉得有些不对劲 便问她 怎么回事啊 布鱼告诉我 说这女孩是过来陪我们侍寝的 我眉头一皱 有点不明白 原本呢 我还在为这寺庙之中 竟出现了女性 而惊讶着呢 没想到 对方说出来的话 更是让我摸不着头脑 难不成 这并不是什么寺庙 而是窑子不成 那胖头僧人 瞧见我面色不对 慌忙的解释一番 而布鱼道人 则在旁边做着翻译 他告诉我 他来之前 并不知道我们这间房里住着两个人 如果我们不介意的话 倒是可以再找几个姑娘来陪着我们乐呵乐呵 他这般一讲 我豁然明白了 原来啊 我们面前的这个小姑娘 并非别的 而是这里的圣女 我们先前路过的那个草棚子里 那十几双眼睛都是这些圣女的 而这所谓的圣女 换一种说法 其实就是印度教中最让人诟病又臭名昭著的妙计 这些圣女啊 一般都来自于贫困的家庭 当女孩进入青春期后 被迫卖身于寺院 成为印度教中高级僧侣和婆罗门长老的奴隶 任人宣吟 过着招之吉来 挥之吉取的凄惨生活 这件事啊 我以前曾经听说过的 一直觉得实在太艳 感情这些家伙 在寺庙中修行 那倒也不耽误该有的生理享受 而这些以宗教为生的家伙 却成为了另外一种的特权阶级 这种事 以前听说过 不过我们 只是抱着批判性的目光看到 然而 自己当真遇到的时候 倒也有些不知道如何是好 那胖头僧人 瞧见我们两人脸色不对 一边笑着 一边努力的给我们推荐 说这个小姑娘 是他们这儿最好的少女 不但刚刚进来没多久 而且体质天生奇特 仙嫩又多知 一般只有仙者才能享受 而这位胖头和尚呢 也是好不容易才将他给带过来 我听着这家伙 在那大力的推荐他们的妙奴 心中不由的越发的厌恶了 便晓得他所作所为 不过是想从我们的兜里 多掏出点钱来 便也没有心思应付他 叫不渝随便掏点钱出来 将这人给打发出门了去 那胖头僧人 尽管推销不成功 但是收了钱钞 心中却十分的高兴 又是点头哈咬好一阵 离开了 又朝着秦伯他们的房间摸去了 反倒是那小姑娘 眯着眼睛打亮我 仿佛想看穿我的内心 琢磨 那为什么会有男人不偷星呢 对方这一离去 房间角落处 便传来了小白虎 嘀嘀的笑声 挺好的小姑娘 你干嘛不留着呀 这话却是用了一个反问句 我没有回话 而是耸了耸肩膀 注意到外面那个胖头僧人 依旧没有推销成功 又被秦伯和伊韵公子给赶出来了 不过后两者 因为在阁谷岛被扶的缘故 身上是分文也无 自然没有我们大方 所以在离开之后 那胖和尚也难免有些骂骂咧咧的 并不太好看 反倒是那个被当作商品来推荐的小姑娘 眼睛是亮亮的 一直在打亮着我们这边的方向 当瞧见 那胖头僧人消失在拐角处之后 我方才回过头来 低声说道 这寺庙有些不对劲 明天一早 我们赶紧离开 不能再停留了 不愚见到我如此的严肃 不由得诧异的说道 这家伙用妙计来挣点钱 应该没有别的心思吧 我摇了摇头 冷冷地笑道 你见过那家方丈 能说五国外语 还能跟我们这些来自北边国度的家伙 用半白板文的话语 侃侃而谈的吗 你见过那一家的圣女 目光清澈 完全没有那种迷失于肉欲之中的迷茫和彷徨 你又见过哪家的僧舍 能够挂得起这种带有监视功能的神像的 不愚是树然一惊 瞧像墙壁上挂着的樊天象 黑着脸说道 老大 你的意思是 这神像能够监视我们 我瞧见他和小白虎都有些紧张 白手说道 无妨 被我给屏蔽了 想必秦伯那边 也是被他们给遮挡住了 所以对方方才来这么一手 探一下我们的虚实 不过对方瞧见我们有所戒备之后 应该会收敛一下 不会再来造次了 小白虎却不由地磨着牙 恶狠狠地说道 该死 没想到 随便找一处碧雨的地方 都能够遇见这样的黑店 实在是倒霉死了 我无所谓地摇摇头说道 也不知道是谁倒霉呢 你们睡觉的时候 都睁着半只眼睛 免得在阴沟里面翻了船 对了 虎鱼啊 炙饭的家伙 你给我盯着点 不要让他出了什么幺蛾子 知道吗 虎鱼指着床下 黑人说道 老大 你放心 那家伙躺着呢 我们奔不万 为的就是这个小子 哪能让他给跑了 我点了点头 瞧了一眼小白虎 淡然说道 你昨天伤得不轻 赶紧回放休息吧 小白虎原本以为 我们会对那个小姑娘有想法 便过来露了个脸 算是提防一下 现如今知道这些个东西 便也不再担忧 转身离去 化作一道影子 回到隔壁的房间里 而我呢 则躺回了床上 眼观鼻 鼻观心 开始又一次的入定 气行周天 我大约行了一会儿 将当天的功课做完了 身体也有了一些疲乏 躺在床上 脑子变得空灵起来 脑子这一放空 整个人便如在云端 全身舒展 将先前所受到的创伤 慢慢地缓和下来 这是一种极为玄妙的境界 我体内先前曾经受过的 无数内伤 都在此刻被那活跃的血液和肌肉 给不断地挤压 复原和愈合 这即使黑管夜的效果 也是道心众魔堆叠的效用 而在这种状态之下 我的灵魂得到升华 无限地向上 能够看到白光 也能触摸到 先前李道子 带着我接触过的世界边缘 在这种旋之又旋的境界之中 白光之上 突然出现了一道金光 我的意识 对于这道金光无比的警惕 思维蔓延过去 却瞧见金光很快化作一尊神灵 那神灵浑身是金光闪闪 四头四壁 头有王冠 坐下莲花 骑着一只绚烂无比的花孔雀 每一张脸都仿佛与我相对 目中的金光射了过来 让我甚至不敢与其对视 那神灵啊 不过是无尽宇宙之上的一处投影 本尊仿佛凌驾于那万物之上 让人生不出一顶点的反抗之心 我一直对视的越久 便越感到无比的恐惧 那种本能的畏惧 让我的意识凝结成了一个小点 畏畏缩缩 甚至连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我感觉自己的心灵都变得沉浮了 恨不得直接跪到在地 将自己的性命和灵魂都献祭给了对方 方才得以逃脱 而就在这个时候 我的心中突然出现了一声怒吼 那怒吼很快就变成了痛骂 是我心头的魔 他疯狂地骂道 你这蠢货 怎么能被一羽目雕像给吓到了 你脑子进尸了吗 这声音在不断地回旋着 我猛然醒悟 宁目瞧着那神灵 却见它渺小不已 根本不能对我有任何的威胁 这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心灵的幻境而已 哈 我大好一声 猛然睁开眼 脑海中的一片金光辉煌 都已不复存在了 而我呢 依旧还躺在这五个深山某处骨叉的僧舍之中 浑身汗出如浆 而不渝 则在我的对面 一脸惊诧地看着我 焦急地说道 老大 你这是怎么了 我摇了摇头 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 对他问道 做了个噩梦 现在几点钟了 不渝从怀里 偷出一块上海盘的机械手表 看了一下时间 对我说道 现在是凌晨三点 你设得有四个多小时了 我点点头 总感觉有些不对劲 看了一眼墙上的樊天象 这才属然清醒 感情啊 刚才闯入我梦境当中的 竟然就是这一尊大神 那可是印度教的创教之神 梵文字母的创始者 更是与皮尸奴 师婆并称为三主神的大拿 不对 不对 我问不渝道 你刚才 有没有梦到什么奇怪的东西 不渝 先是挠挠挠挠的 又是摇摇头说道 没有啊 我睡得很香了 也没有感觉有什么人来这儿 老大 你到底怎么了 我总觉得 哪有些不对劲 不过脑子这一时半会儿 也想不起来 突然间 我脑子里灵光一现 惊声喊道 对了 呼吸 是呼吸 床底的至反僧人 他的呼吸怎么没有了 我从床上一跃而下 趴在地上一看 那只有一滩湿漉漉的水印子 却哪里还有什么 纸饭合上 第六百五十八集 旁边的步鱼 瞧瞧我的脸色不太对啊 又慌忙的下了床 再瞧了眼 顿时整个人都觉得不对劲了 喃喃自语的说道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啊 我一直都注意着他的 怎么可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就不见了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相比于步鱼的迷茫 和惊慌失措 我反而会好一些 深吸了一口气 将事情的前后经过仔细想来 顿时就晓得了 事情的缘由来 瞧见步鱼 一副自责的模样 我安慰他道 别着急 能够从你我眼皮子底下 将人给带走 这事 也怪不得你的头上来 如果我猜的没错 我们应该是在睡梦中 遭到了精神攻击 对方是个入定禅境的高手 而你我呢 却恰好将身上的驱邪符给了别人 所以放在着了道 入定禅境的高手 步鱼复述了一遍 眉头也是皱了起来 到底是谁 我朝着外面望了去 毫不慌张 而是平静地笑了笑 轻声说道 我说了 不管是谁 选择了我们当作敌人 倒霉的一定不是我们 而只能是他们自己 这话说完了 我直接走到门口 从门缝里往外瞧了一眼 夜依然是静谧 而头顶上的暴雨 下得宛如青盆一般 哗啦啦啦的 让人不愿意离开 但是在厚重的雨补背后 却能够瞧见黑暗中 有人在不断地跑着 仿佛在准备着上一半 这些人 是如此的小心翼翼 就是盘青少 紧接着 我又感觉这雨铺 也是有一些问题 它更像是被人召唤到这儿来的 掩盖一切的工具 呼风还雨 好大的本事 我没有直接推开门去 而是通过雨淇琳 通知到了小白湖 接着呢 又掏出引血寒光剑 用顿势环引力着身形 在枪上拍了一个大口子 当剑落下的时候 墙的对面露出两张脸来 秦伯和伊韵公子 一脸无奈地瞧着我说道 你这是闹什么 我丝毫不介意两人称怪的目光 而是淡定地说道 我刚才受到了精神攻击 而至犯和尚 也不见了人影 外面 我瞧见有在准备 应该是将我们捉拿 那家伙跑得应该并不远 我不愿意自己前来东南亚最大的成果丢失 想问一下两人的意见 伊韵公子的眉头一扬 简单说道 还用说什么吗 就是干 秦伯也点了点头 说道 你们的辟邪福 此刻却是在我和小和尚身上 是我们连累了你们 一句话 赴唐蹈火 再说不辞 统一了思想之后 小白虎也时时赶到了 他对于周遭的应变 最是擅长的 便由他带着我们 从角落离开这一处僧舍 寻着黑暗 悄不作声地离开了包围军 我们一路向后 沿着黑暗处 来到寺院最后面的挤出水池旁边 这个时候 方才跳出了敌人的重围 躲在黑暗中的我们 瞧见有十数人穿着缩衣 身形矫健地朝着那边的僧舍赶了过去 伊韵公子 抹了一把额头上的雨水 不由地摇头说道 早知道 就不贪得一口热食和这安稳的一觉了 我却显得十分淡定 眯着眼睛跟他说道 无妨啊 该来临的 终究还是会来临的 让他提前一点 其实也很不错 虽然暂且不用去管那些家伙 对于僧舍的围剿 但是对方呢 终究还是发现那里空空如也 而我们这些目标已然金蝉脱桥 当然 我们也不会如惊弓之鸟 仓皇逃离 而是要等待机会 将事情给搞清楚了 把那不翼而飞的炙饭盒上 给找出来 既然是如此 那么我们就要有比敌人更加冷静的耐心 我完全没有走势俘虏的懊恼 而是平静地站在池边上 开始将兴趣转移到水池上来 瞧见如注的暴雨 不断地拍打着池面 那雨水溅进来 里面究竟能不能够瞧见 不断蠕动的红色西虫 这些虫子并不算大 比普通的蚯蚓 还要小上许多 浑身是一层又一层的鳞甲 层层堆叠 也看不见眼睛 只能感觉那种 反复纠缠成团的秘籍与恐惧 三四口池子里 全部都是这种红色的西虫 秦伯深吸了一口气 对大家说道 这并不是一处普通的印度教寺庙 很有可能 是某个协议的分支火车派系 跟当地的棋树结合了起来 印度教中 也有山头林立的教派 大家虽然都供服着三柱神 但是道义 却是天差地别 最主要的事情是 这个宗教 给我的感觉很不合 我左右扫亮了一下 很自然地将目光 锁定在了池子之后 那座宛如金字塔一般的石头建筑上去 说它是金字塔 其实啊 也就不过四五米高 感觉这石堆 透着一种古怪 也正是这寺庙最核心的地方 那些家伙 救了智范和尚 在这样的暴雨之夜 绝对不可能将它给带到哪儿去的 最可能的 应该就是藏在一处 还算安全的地方 这里哪儿最安全 依我看的 就要如这个鬼地方了 我看向了秦伯 他呢 也同样想到这一点 不过正所谓 人老成精 他舔了点嘴唇 对我沉声说道 如果要进去 恐怕还得非凡周遮 不如在外面 守株待兔 我摇了摇头道 嗯 这办法固然是风险极低 不过我担心的问题是 这里唐若有密道 那家伙跑了 我就算是沙光寺庙里的人 也无济于事 秦伯点了点头 表示理解 愿意舍命陪君子 于是在这 倾盆大雨的掩护之下 我们从侧面 悄悄地绕到门口 这石堆的门前 燃着牛油一般的火焰 被在夜空里 算是比较醒目的标志 两个面黄枯瘦的苦行僧 在门口敬立着 那雨水与泥浆 不断地飞溅在他们脚杆子上 然而他们却毫不在乎 闭目诵经 整个人都沉浸在 虚空宁静的状态中去 然而即便是修行 他们依旧对周围 保持着强烈的紧张 尽管没有交手 但是我相信 只要有人靠近 他们就会时时醒来 随时面对一切的问题 这乡野之地 卧火藏龙 别的不说 光这两个守门人 都是有着让人头疼的势力 看来我们的运气 果真是不错 我们在旁边潜伏了一会儿 打量了对方几眼 便不再敢招惹 那邻居如此厉害的苦行僧了 我朝着秦伯看过去 他点点头 与我挥手致意 接着 朝着另外一个方向 换步绕了过去 此行之中 以我和秦伯的秀为最高 所以啊 想要悄无声息地 解决这两个守门人 就得我们两人通地合作 一起下手 我不敢直接去看对方 而是将注意力 集中在脚上 顺着雨水的滴落 踩着步子 缓慢缓慢地接近着 三 二 一 我在心中 默默地倒数着 还得不时注意秦伯的动作 当他宛如猎豹一般发动的茬纳 我也将绷紧的身子猛然一松 人在一瞬间就出现到门口去 我出现的 是那般的迅疾 等到守门人睁开了眼睛 出手朝前探来的时候 我的右手 已经捏在他脖子的喉截上 对方很强 强的 超出了我年轻时 所碰到的很多敌手 然而 他虽然强 却无奈地遇上了我 心存杀鸡的我 真的没有给他留一丁点的机会 食指和拇指猛然一捏 那人的喉咙咔咯一声响 咕咙一声 所有的话语都化作了一声 我 接着 就瘫到在地了 强者插一线 杀人如杀鸡 就在我解决掉这家伙的时候 秦伯已经将九把飞刀 插入了另外一个守门人的身体里 直接 搜魂锁命 不让他有半点的生机残 两人都是以倾天之力 毫不留情地碾压而来 不给对方一点的喘息之机 管你生前如何努力 说要你命 就不让你活 不宇 小白胡 和一韵公子 也宛如鬼魂一般 疏然而至 检查了一下地上的尸体 而一韵公子呢 则在其中一个家伙的身上 摸出了一把钥匙 将门给轻轻地捅开了 而小白胡呢 则使用了手段 将两具尸体 给重新恢复成原来的模样 一样的闭目修行 一样的熠然而立 唯一的区别在于 两者皆是 升级全无 我们反过记录 那是一个大电影 里面是一片空荒 飞黑的机器 而是有无数的蜡烛 将其间点亮 看着也是格外的空旷温暖 然而身处其中 却能够感受到一种 发自内心的寒意 油然生出来 那些蜡烛 分布在大电的边缘处 而当我们仔细瞧过去的时候 却见到了蜡烛之下 居然是一句句 跌坐的干尸的头颅 这些个干尸 没有一句是成年的 都是小孩子 有的四五岁 有的两三岁 甚至还有未租碎的婴儿 他们全身都被金粉覆裹着 身体蜷缩 脑袋大 四肢细小 显得格外恐怖 瞧见这大电之中 密密麻麻 成百上千的孩童干尸 我们便知道这儿 当真不是一个良善的去处 有声音 自大电的尽头处 摇摇的传过来 我让众人不要前行 而自己呢 则是裹挟着顿势环之力 快步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行走 很快 我就到达了尽头处 却见失踪不见的制范和尚 正在与那会五国外语 戴着黑矿眼镜的寺院方丈 在樊天向下聊天 我前行至此处 对方仿佛看不见一般 那印度佛教贤者 对制范和尚 好言安慰道 别担心哪 你父亲是我多年的大哥一好友 到了我这儿 就不会让你受半点伤害 吃了一路苦头的制范和尚 显然是格外紧张 他抱着胳膊说道 格日桑贤者 你不知道 那帮家伙 根本就不是人 简直太厉害了 格日桑贤者平静地笑道 无妨 这里是我的地盘 他们是龙 得给我盘着 是虎 得给我握着 我已经通知了你父亲 让他过来领你回家 而这帮人 我有自信将他们 违空在此处 而等我比你来过来 再厉害的人物 都得给我栽在这里 不得解脱 相对于自信满满的 格日桑贤者来说 那吃饭和尚 则显得有点 惊弓之鸟的感觉 下意识地 朝着门口的方向 瞧了一眼 然后说道 我被美妇雅 用土盾转移术 给救了出来 他们 会不会察觉到呢 格日桑贤者 扶了一下眼镜 撒然一笑 他们此刻 应该已经被我 死中的 哈努曼侯神 加索镇 被封住了 此刻真是一成 即便发现了 也逃脱不得 至饭和尚又问 那我们这里安全吗 格日桑贤者 傲然说道 自然 这里供奉着 象征着忠心和力量的 猴神 哈努曼 蒙受他的力量庇护 这里 坚不可摧 无人可达 我听着 格日桑贤者 吹牛逼 终于感觉 不能让他再吹下去 从怀中 拔出引射寒光剑来 陡然出现在他们眼前 冷然而笑 在两人惊恐而诧异的目光里 猛然一剑 朝着对方都掌握过去 再初见了一傻大 我能感觉到 狂吹牛皮的 鸽脏贤者 脸上满满的都是恐惧 就仿佛见到了 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 这种恐惧 让我充满了快感 然而 当这一剑 挥出半途的时候 那两个家伙 居然不闪也不比 不过 隔日桑贤者的嘴角上 竟是浮现出 一抹轻蔑的微笑 这一笑 将我整个人都给震住了 下意识将 使出九成的劲道 又收回了七成 这一剑 毫无悬念地 斩在对方的脖子上 然而给我的感觉 却十分的古怪 就仿佛落了空一般 紧接着 我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力量 从剑身上传递而来 那力量之母 让我几乎都不能握紧手中的剑 我向后几乎退开 紧接着 瞧见眼前的世界一阵崩溃 万一头化作破碎的镜片 毫无规律地散落下去 迷失在黑暗的虚空 这景象 化作了碎片 那不断旋转的碎片 看得我一阵头晕 目眩 而我心中的狂阵 直到自己踪了圈头 就在我又惊又疑的时候 前方的黑暗中 陡然冲出了一个 带着寒风的男子来 他双手持棍 朝着我的头顶上 猛然砸落下来 当此棍抡起的时候 视若万钧 而猛然朝下的时候 竟然有一种 让人无法抵抗的感觉 我终究还是抵抗 手中的引射寒光剑 猛然一横 与着人一棍死死相抵 就在棍剑接触的那一瞬间 我瞧见了使棍折的脸 顿时就如遭雷轰 大声地叫了出来 乌尔 是的 这个耍棍的男子 一脸沧桑的火茶 犹豫而坚定的眼神 还有那张我永远忘不了的脸 可不就是正在 灵界边缘徘徊的努尔吗 他怎会出现在这里 并且攻击我呢 就在我为努尔的突然出现 而满面骇然的时候 那一棍子 猛然就迸发出了 巨大的力量来 连我的土盾都有些顶不住 脚下的地板 也瞬间裂成了珠网状 我朝着后面退了好几步 还未有缓过气来 却见后方又来一道混风 我朝着侧边再退 瞥眼一看 却见化身为魔源的胖妞 也出现在那里 朝着我的腰眼 一棍就捅了过来 倘若说 努尔的出现 还让我有些疑虑的话 那么胖妞的这一下子 便让我直接确认了一件事 那就是 我所面对的这一切 应该都是我内心的投影 也就是幻觉 对方利用我心中的弱点 故意将自己变成了 我挚爱的朋友和亲人 从而想要将我给击倒 然而他们却并不晓得 这样的做法并不能起得太多的效果 反而会让我生出无比的怒气来 没有人能够利用我的情感来击倒我 而对方一旦尝试了 就必须面对我的怒火 我血尽上涌 右眼一红 立刻瞧见面前这两个人 都不过是有一股神秘的气息 变化万千古怪不已 不断地在我身边徘徊着 死机而动 第六百五十九集 我连回三剑 挡开了好几处的攻击 按照临先一侧的指示 朝着某一个节点 猛然一剑刺了去 三骨的一点汇聚 一剑刺过苍穹 万物为之一清啊 而就在此时 我的面前居然又出现了小白虎 我怒急发酵 将引血寒光剑猛地朝前一指 力声喝道 真是不想活了 还敢这么戏弄我 就在我举荐刺去的时候 小白虎的脸上 露出了惊讶之色 惊声喊道 哥哥 你要干嘛 这声音呢 就如同一道闪电 划过了我的脑海 我猛然一阵 眯眼一瞧 却见小白虎 布鱼 秦伯和伊韵公子 都出现在我眼前来 仿佛看怪物一般地瞧着我 我当时就是一阵心慌 然而呢 引血寒光剑 却已刺入了小白虎的胸膛里 那小妮子 双手抓着剑刃 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始终不相信我会做出这般的事情来 瞧见小白虎受伤 我顿时就心慌意乱 满丢下长剑冲过去 跪倒在血泊之中 抱起小白虎 语无伦次地说道 卫巴妞 对不起 我 我 就在我满脑子都是慌张惊恐的时候 突然瞧见小白虎的嘴角 露出一抹诡异的微笑 这笑容啊 与先前那格尔桑贤者的笑容 是一模一样的 我猛然推开小白虎 却被他给紧紧地抱住 而在我的身后呢 物语等人 则宁笑着 抽出各种风寒的力气 朝着我身后刺来 怒吼 律次被欺骗的我 猛然一沉 感觉心中的魔头 疏然抱起 浑身青筋一阵的游动 双手在一发力 直接将怀中的小白虎 给撕成了两块 任由鲜血 撒得我一头一脸 然而 我猛然回头 冲向了后面 音效连连的三个人 而就在我怒发冲冠的时候 脖子处 突然遭受重击 双眼一黑 就直接倒在地上去 当我从地上 挣扎着抬起头的时候 瞧见刚刚被我 愤怒撕碎的小白虎 正一脸焦急地看着我 而不渝呢 被伊韵公子 给死死地按住 我则被秦伯给按住 难以挣脱 我的喉咙里 发出野兽一般的声音 想要压制 我的这个老家伙给撂倒了 而那个家伙 却在手掌上吐了一口吐沫 另一只手的食指 在上面画了一个俘虏 口中念念有词 突然语调拔的老高 冲我额头拍来 切除恶魔 鬼本还原 射 一掌拍中了额头 万物归一 我感觉气海 猛然被轰击一阵之后 脑子顿时清明起来 这才发现我们面前的一切 都是真实的人物 他们并非幻觉 我深吸了一口气 瞧着脸上 焦急无比的表情 小白虎说道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小白虎见我的表情如常 知道我恢复了神志 拍了拍 起伏不定的胸口 指着前面一处雕塑说道 你和布鱼进来之后 就一直盯着这猴脑袋的神像看 结果没一会儿就一下哭 一下笑 然后抽出简来又喊又叫 我们都禁不得你身 好在秦伯在 拿得住你 我看着面前的雕塑 却是一个四面八手 猴子脸孔的神像 向来啊 就是印度教中 最受欢迎的猴神 哈努曼 这家伙 在印度以及东南亚 属于家喻户晓的神灵 在印度伟大的史诗 罗摩掩纳当中 他是最著名的主角之一 这个家伙啊 聪明非凡 力能排山倒海 又善于腾云驾雾 变换形象 和多次救助罗摩王子 是智慧和力量的化身 民国大家胡适 甚至认为 吴承恩写西游记的时候 就是参考了哈努曼 塑造的孙悟空 总而言之 这是个牛逼无比的角色 秦伯见我恢复了神志 便朝我笑了笑 又朝被摁倒在地上的 布鱼走过去 而我打量四周 发现我们依然处于那座 十堆腹内的大殿中 干涸的铜狮已竹辣 仍然还在 只不过灭了一小部分 秦伯给布鱼解过之虎 回过头来 对我说道 这里啊 应该是他们冥想和祭祀 沟通神灵的地方 处处都是陷阱 印度教在冥想意志控制 和精神力的领域 都有着很深的研究 你们身上没有辟邪符 很容易受困于精神世界 无限轮回的 说到这里 他舔了舔嘴唇 然后又说道 另外 还有一点 那就是 你的道心未闻 道心未闻 我惨笑了一声 并未答话 而秦伯呢 则指着四面闪烁着无数忧光的墙壁 有些为难地说道 嗯 此处必有机关 如果能够破去这个法阵的话 或许就能够找到对方的藏身之处了 不过对于法阵 我却并未精通 哎 以前有位知友 倒是懂得很啊 只可惜没有能够学到他的皮毛 我心中一动 拍了开胸口说道 说到法阵 我这里倒是有一人略懂 破阵的技术 到底哪家墙 黄河是林王牧养 秦伯的感慨 正好是我的现状 本来 我就对法阵 推理和谋算等文夫子的活迹 并不太感兴趣 自从有了王牧将 和林贤一侧的存在 使得我更加不会将心思放在这儿 而是将大部分精力 都投入到修行与误道中去 被我呼唤出来之后 王牧将简单地了解了一下周到的情况 不由他皱起眉头 对我说道 国内的倒入罚阵 都还没来得及研究投车 哪里有机会搞动这外国的玩意儿啊 我陪笑着说道 抽之急处 殊途同归 一里通 百里通 世间万物 莫不如此 这个 还得有劳聪慧的老王尼了 被我这一番夸奖 王牧将顿时就飘飘然起来 毕竟啊 毕竟啊 此刻的我 与当初在黄河石林中 擒住他的我 已经截然不同了 他便也是死心塌地地跟随于我 不再会有二心 回转过头 宁木瞧去 过了左右半分钟之后 他突然洒脱一笑 嘿嘿笑道 嘿嘿嘿 懂了 懂了 原来是这个道理 这个地玩儿呢 之所以不能为你的临先一侧所破 是因为它完全作用于心灵深处 并非寻常法阵 那种借助于排列推论和假象之术 来搞些蒙蔽的手法 原来如此 王牧将兴奋地吼着 回转过头来 对我大声喝道 陈小哥 借你八卦一手棋的力量一用 我文言 抛出了八面令旗来 而王牧将则挥手施展 却瞧见 一道奔马之气 朝着前方猛然撞去 即将没入殿中的时候 突然一股阴陨浮现 仿佛漩涡 将这个力量给吸收演化了 王牧将哪里能够让其得逞 让猎马守住 又将那咬钱缠住派出来 一跃而去 将其撑住之后 对面就又又有无数的霞光升起来 将其演化消散 王牧将坐镇于后方 不慌不忙 先后将八卦异兽棋之中的猪般异象 狮子 鹿 龙 麒麟 羞 熬 熬 依次派出来 顶住前方 待到八兽汇聚 王牧将的脸色 也突然变得愈发的烟红了 他猛然一声吼动 八兽齐力 将猪般幻象陡然一阵 宛若石子入虎 波纹荡漾 就在王牧将 即将破阵而出的时候 突然间店中竟然浮现出了一个通体雪白的猴子来 此物与那神猴哈努曼倒是有着几分相似 只不过只有双手单面 其余并无区别 这猴子一出现之后 手持一方宝塔 朝着八斑异兽猛然砸来 王牧将有些扛不住了 朝着我厉声喊道 小陈帮我斩了这玩意儿 我早已是严阵以待了 听闻此话 毫不犹豫地抽出了引血寒光剑 此刻的引血寒光剑上 前端悬浮着九粒万魂珠 已经隐于剑身之上 倒也没有那般的明显 而三粒汇聚 龙气在瞬间蓬勃而出 倒也有些气魄 紧接着 我一个剑步向前 轻飘飘地挥出了我这一盏 剑尖轻巧 而剑身之上 则蕴含着磅礴 无比的力量 一开始 那猴子 并不畏惧我的攻击 一直等我杀入其中的时候 方才将手中的宝塔 摇摇拍过来 然而到了此刻 我的剑已宛如一道疾风 凝重而又轻快 刷他一下 便是破开了对方的宝塔 直接将这白猴 斩成了两半 一开始 剑刃入内 宛若无物 恍若虚空 然而当龙气凝聚的时候 却将周遭的空间 给撕扯汇聚 将其真身 从虚空中 撤了出来 让这家伙 生生受了这么一剑 当引血寒光剑 毫无阻挡地 切开对方身体的时候 我瞧见这家伙 居然全身都是金色的鲜血 舒然间 被吸入剑身 而双眼之中 则露出最为震惊的难以置信 他口中 吐出几个含混不清的字眼 并非世间的一切言语 然而我却能清楚地明白他的意思 他说 徒神 你居然会徒神 我下意识地也说出同样的话语来 不过是些许身力投影 转个毛线的大尾巴狼啊 你居然 不行 不行 你杀了我的分身 我会找你麻烦的 绝对会 随着这话语渐渐变得遥远 被我横七竖八 斩碎成块的白猴 依然不成模样 舒然回过神来的我 也明白了一件事情 难怪我屡次三番地 陷入了精神幻境 原来并非是我太弱 或者道心不稳之类的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这个看上去并不怎么起眼的寺庙之中 真的有不属于这世界上的老家伙罩着 我刚才的话语 自然是心底的魔头在说的 至于白猴的本体说要去找我的麻烦 更加不是我考虑的范围了 我甚至还希望 哈努曼能够找到吃油老先生 将他给缠得脱不开身 也免得我被这心魔 总惦记我的身体控制权 如此真的就是合家欢乐了 白猴死去了 大殿四周的烛光 在一瞬间就熄灭了 让人还有些不太适应这样的黑暗 不过 很快我们便瞧见一处亮光 玄力空中的王牧将 洒然笑道 诸位一手 帮忙开路 去除一切忘卸 此话出了口 立刻由狮子 鹿 马 龙 麒麟 咬前蝉处 修 熬 这八般一兽 腾空而闲 布下一条通路来 直达到亮光的尽头处 而我们呢 则不再犹豫 快步而往 冲到近前 却见这儿是一处偏殿 那格日桑贤者和智范和尚如我之前幻境之中一般坐在焚天巷之下 只不过此时他们的目光不再是淡然而是充满了惊慌以及难以置信 瞧见我走上前来 那格日桑贤者扶着一根有黑的蛇杖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嘴唇发色地说道 你 你居然 斩杀了神石 我将引血寒光剑给插在地上 剑上的锋刃很轻易地将尖石的地砖给撕裂 宛如切豆腐一般地 没入了一截 放下屠刀的我温和地笑了一下 平静地说道 这种事我是常干的 隔日桑贤者忍不住脸上的惊诧 又是往后退了两步 后背都抵住了三米多高的凡天向前 而置饭和尚呢 则是直接绕到佛像后面去了 就像见到了猫儿的小老鼠一样 瞧见对方的反应 我叹了一口气 冷冷地说道 贤者 本来我并不想生事的 天一亮 我们就离开了 你为何逼我们翻脸呢 尽管心中十分惊惧 不过那隔日桑贤者 倒也还是有着大宗师的气度的 他心中惊慌一过 萧雄的本色便当即厉险 沉声说道 康王手下三大战将 独舍巴勒 石人母鲁布 哈鲁曼夜侯 在二十年前 曾经震惊南洋 压得无数人都抬不起头来 而时至如今 康王隐居不适出 三大战将 则分散各处 安守本分 静待征兆 英雄垂目 然而救主之子受困 我阎能无动于衷 属若无独呢 想必那哈鲁曼夜侯 就是阁下吧 争之 听到哈日桑贤者的解释 我心中了人 没想到啊 我面前这个慈眉善目的老僧人 居然就是当年追随着康克游一起掀起恐怖狂潮的得力干将 难怪他的寺庙得以在红色高棉的统治下还能够生还 原来竟还是有着这层关系 不过 我的确有在资料上 看过关于康克游门下三将的资料 不过上面显示 他们以康克游早已分道扬镳 而且都是不知所踪 死的也是尤为可知的 我就没有太多的防范 没想到 这哈努曼夜侯 居然会隐居在这里 他居然还认出了几乎没见过几次面的置饭盒上来 难道这便是天意吗 我眯着眼睛 瞧见面前这个给我造成数次大麻烦的老者 脸色越发的阴郁起来 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说道 时至如今 不如将那些家伙交到我手上来 你我之间 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 你看如何 戈日丧险者一阵的惨笑道 没有发生 我前程参拜二十年 终于迎来哈努曼一缕神魂降临 结果竟然被你给斩杀了 你这个险神者 你将会收到最严酷的制裁 神会每时每刻的惦记着你 让你同步余生 即便是你有着什么靠山 都一定会从上而下 将你消灭的 而我是要将你消灭 祭奠我的神灵 第六百六十集 他是越说越狂热 而我呢 则是冷冷的一笑道 敬酒不吃吃法酒 你若是有本事 转告你家那位 让他没事就去骚扰那老家伙 最好弄死他 我说完了话 猛然向前冲 那插入地砖之中的魔剑 嗡的一声长鸣弹了起来 也朝着对方直飞而去 我这一动 小白猴和步鱼 便朝着躲在凡天象中的 制饭盒上奔了去 而秦伯和一运公子 则护役在我身边 给我压阵 长剑前职 我信心满满 觉得能够迅速将此人给斩杀了去 却没想到 那格尔桑贤者 看着又黑又瘦 垂垂老矣 但是却灵活异常 往我一键平斩过去 剑身即将斩下对方脑袋的时候 他的脑袋就不见了 全身的关节竟然如同面团一般 随意的移动 总之啊 无论我的剑势有多么凶险 他都能够安然避佩 这般的情况 弄得我有些心情烦躁 然而就在我再上前的时候 那家伙却突然一个后退 猛然撞到四面四手的坟田巷中去 隐没其中的他 用一种歇斯底里的声音 大声喊道 你这个血神者 享受被淹没的痛苦吧 我心中猛然一跳 突然听到轰隆隆的声响 抬头一看 却瞧见这大殿倒塌 无数的石块竟然是轰然砸落下来 这石堆下面的大殿 不算中间的穷顶 至少有四米高 这样一个高度 可想而知那轰然砸落下来的大殿 石块有多么沉重 一般人若是被砸中了 恐怕直接就成了肉饼 而像我们这般的修行者 不是特别练就金钟罩铁不山的硬气功者 不死也得受重伤 我们身处的这个地方 离那门口挺远的 此刻回转已经来不及了 不过好在大殿之内 除了我们还有一个人 王牧将 这位先生啊 因为本身是灵体的缘故 反而比我们这些人都要跨个半拍 就在大殿之上的巨石大块 纷纷砸落下来的时候 他提前了一步 招呼异兽八卦奇阵之中的巨猴 撑开贝壳 将我们都给挡在了身下 而在他的下方 又有其余七头异兽帮衬着 抵消这股轻腹之力 瞧见无数碎裂的石块 从头顶处崩塌而来 紧接着被无形的敖壳给挡开 弹飞出去 这场面呢 当真是壮观无比 而我的注意力 却并不在这一边 左右一阵打量 并没有瞧见那置饭和尚 不由得瞪眼问道 人哪 小白虎黑着脸 咬牙切齿地说道 本来都已经抓到那小子的 结果神像里飞出一道黑色的触角来 抓住那家伙 往里面扯 我去阻拦 那玩意有电 杀得我浑身发麻 就让他给跑了 眼前满是烟尘 视线也受阻 我也着急不得 旁边的秦伯 虽然知道我与智范和尚之间的恩怨 不过却还是有些不急 小晨 你既然是想给师父的孙女报仇 直接杀了她 取下了手机 不就好了吗 何必给她千里迢迢地 押回内地去吗 这不是给她提供了 无数的逃脱机会吗 我摇摇头 说道 意义不一样 医孕公子也有些差异了 什么意义 我平静地说道 我抓此人 一位报仇 二位立威 我师父闭关之事 天下皆闻 难免会有人觉得我师父不在 茅山就好欺负了 我这是在给那些人下点眼药 将这家伙活着押回国内去 让他跪在茅山山门下 受我刑堂三刀六洞之法 也让那些怀着异心者 瞧上一瞧 茅山没有了陶进洪 还有我陈志成 还有无数他们惹不起的家伙在呢 秦伯有点像看怪物一般地瞧着我 深吸了一口气 沉声说道 你这小子 跟你师父年轻的时候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啊 茅山 猴急有人啊 我对于秦伯的夸赞是不知可否的 待到烟尘散尽 蒙蒙隆隆之中 我瞧见十对外面 阴影绰绰地站着许多人 这些个人 想来应该就是这古刹之中 所有的力量 也就是当年跟随着 格斯桑贤者的部下 只可惜啊 他们惹到了不该惹的人 我将手中的隐穴寒光剑 高高地扬起 对着不渝和小白虎 平静地说道 照顾好自己 瞧见两人 巨头坚定地点点头后 我深吸了一口气 让肺部缓缓适应着 这种带着石灰的空气 头顶上的暴雨 此刻已经开始变得稀疏了 那些细雨 从九天之上飘落而来 在我的头顶上 顺着气场朝两边滑落 身子也不沾分毫 而尘埃落定的时候 王木匠也带着 有些乏力的异兽 缩回到八卦异兽棋里 回到我的胸口处 我环视一周 终于找到目标 正门口处 格日桑贤者 正在高举双手 与他的手下众人做动员 我听不懂当地的图语 不过大概也能晓得一点 那就是说我刚刚独神 这个罪名啊 对于狂热的宗教信徒来讲 无异于杀人父母 不共戴天 所以我瞧见周围的每一个人 眼睛里都是红红的 就仿佛有一团火在燃烧着 恨不得立马冲上前来 用牙齿 用指甲 给我撕成一片片的碎块 格日桑贤者 在给庙里面每一个人打鸡血 而我瞧见更远处 至饭和尚在几人的掩护下 朝着南边仓皇逃去 陪在他身边最近的那个 居然是先前 说要给我们侍寝的那个小姑娘 这个寺庙 果然是有计划的 至饭和尚是万万不能跑的 他若是给丢了 我们屁颠屁颠跑到这南洋来的意义 也就完全没有了 但是面前的这一伙家伙呀 以几个日桑贤者 却也不得不面对 不将这帮家伙给打服了 他们是不会放我们安心离开的 一句话 欠揍 身陷重围 我反而获得了无比的平静和从容 对着秦伯笑了笑 说道 秦伯 我留在这里砍人 你的意见呢 秦伯很客气地说道 你待我和小和尚受了两次过 不管怎么讲 我们都得陪着你 我点点头 吩咐小白虎和布鱼道 你们两个一会儿打起来之后 就突围 将炙饭的驴日的家伙 给我拿下来 抓不到人 就不要回来见我 布鱼黑黑地笑道 老大 这事太简单了 小白虎反倒是有些担心我们的安危 哥哥 这庙里有一两百号人 还有那厉害的老和尚 你别有危险呢 我洒然一笑道 我觉得你应该替他们担心 就在我们说着话的时候 在石队的外围突然出现一道惊天动地的呼喊 吴木珠 所有的印度教僧人将身上的僧衣给猛然一掀露出里面的单衣或者结实的剑子肉 纷纷朝着我们这边不要命地冲了 而我呢 则扬起了手中的剑 但是 扬威南扬 就在此刻 杀 双方皆朝着前方一阵猛呼 尽管被将近二百多号人给围着 但是我这五六人却表现出了不一样的气势 轰然向前冲 朝着戈日桑贤者杀过去 双方距离不远 眨眼之间 我们就跟冲在最前面的第一批人撞到一起来 这些家伙 手中执着青色的长毛短毛 呐喊着纷纷而至 而我呢 则宛如出龙之蒙土 一头撞入其中 手中的隐射寒光剑 陡然击法 那九颗引入剑尖部位的万魂珠 像弹簧刀一般 疏然浮现 将一把剑 化作的电子一般的存在 任何被万魂珠撞到的家伙 是兵器 则直接折断 是人 则直接栽倒在地 再也无法动 这一箭过去 躺倒在地上呢 就是七八个 再瞅一眼旁边 秦伯和伊韵公子 也是毫不示弱 前者的九把飞刀 已经扎进了活生生的身体里 跌飞无数 而后者呢 则将手中的青铜神剑 挽出绚烂的剑花来 四五人 跌飞倒地 虽然并没有死去 不过倒也是爬不起来了 至于步鱼和小白虎 倒也并不恋战 找准一处薄弱之处 好一阵的猛冲 步鱼不谈 小白虎瞬间的爆发力 绝对是凶猛 速度多绝 因为方向找得准 倒也没人拦得住他们 很快就冲出了铜梅 朝着置饭和染 奥尼的方向离去 我们陡然爆发出来的气质 将这一帮的狂徒 给震撼到了 不过对方 却也并非是乌合之众 在短暂的惊慌之后 立刻由十几个 面色蜡黄的老僧人为骨干 化作了三个小圆圈 将我们这三人 给团团围图 他们的周身 散发着腾腾的黑气 无数脸色惨白的孩童 从这些家伙的间隙中 冒出来 飘飘荡荡的 那些鬼灵 成了他们彼此之间的细带 秦伯的飞刀 居然在半空中被阻 而我的长剑 斩落而去 对方一人招架 却被数十人给承担住 使得我 再也不能视如破竹 无可抵挡 南洋多有奇事 果然不能小觑了天下的英雄 我们几番进攻 皆无效果 气势被错 三人立刻拢到一起来 而这个时候 那格日桑贤者 则在众人的簇拥之下 挤到跟前来 再也没有之前那博学 雅文的模样 而是一个气势汹汹的斗鸡 冲着我恶狠狠地说道 你将受到神法 现在 此刻 我毫不介意地说道 是吗 来吧 格日桑贤者 猛然挥动手中有黑的蛇杖 石队的前方 三个池子里 各自飞出一条 灵光闪耀的长蛇来 朝着我们这边飞射 这长蛇 有头而无尾 从水池之中 无限地增长 它看起来是蛇 然而实际上 却是由无数的细小爬虫 组成的集合体 我若是一剑灰斩之了 只怕这玩意儿 就立时散作亿万虫营 将我们三人给完全地覆盖住 这虫子的威力 想来是十分恐怖的 以至于它们一出现 围在我周边的这些个人 纷纷朝后退开三四步 眼瞧着这三条长蛇 从天空垂落而下 朝着我们兜头落来 我只是平静地 结出一个手印 深渊三法 摩威 刚才还凝结成长蛇状的虫子 猪般异象 被我摩威一个震慑 立刻化作无数细小的个体 将整个天幕都给撤开了 然而 不管它们飞往何处 都不敢再朝着我们这边飞 震慑呀 来自于灵魂的恐惧 而就在这些虫子 乌扬扬散开的一刹那 我也是再次前冲 调集了来自于巴干达乌教眼球中的 黑白力量 朝前几发 然而对方 并没有像之前的黑巫师一般化作火焰 不过我却并不气馁 而是再次换了一招 战役 黑炎灼 那些吸收了无数生魂的虫子 体内的黑暗力量 被黑炎灼猛然引发 换作了无数的火焰 垂落而下 将下方的猪斑信徒 都给烧到惨叫连连 唯独我们这儿 得保一番太平 简单的几招 震慑全场 而我呢 也是脚尖一点 直接冲到了 格日桑贤者的跟前来 我说过 惹到我很麻烦 现在 是兑现诺言的时候了 那水池之中 冒出来细小的黑虫子 在被魔威震慑过之后 漫天散开 紧接着 被黑炎灼给燃烧殆尽 化作漫天黑火 飘飘扬扬的洒落而下 将无数围攻我们的狂热信徒 也给点着了 化作一根根的火炬 不过这 并非是所有人都中了招 被火焰烧的娃娃乱叫 都是修为粗浅的入门人 真正厉害的角色 却也能够趋利而避害 早早地躲开 并不承受这场火劫 唯有几个粗心大意的 被烧得一身疗跑 不过即便如此 原本将近两百多号人 此刻还能站着的 也只剩下四分之一了 举手投足之间 不但将最为恐怖的劫难给化解 而且还将大半的围攻者夺取了性命 这般的手段 不但将格日桑贤者和他幸存的精锐给震慑到 便是连秦伯和伊韵公子瞧向我的眼神 都变得有些严肃起来 一个人呢 若是强得太过于离谱 即便暂时是朋友 也都会让人有为之忌惮的地方 而我呢 却不管旁人的看法 扬起手中的剑 朝着格日桑贤者 一步一步的走去了 想要让他 留下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 这份回忆 让他在那黄泉之下 慢慢享用 漫天的黑色焰火之中 格日桑贤者的脸 越发的变黑了 那双眼睛眯成一条线 里面闪烁着毒蛇一样的光芒来 剑阳 前冲 我简单的动作 带着霸道无皮的气势 而格日桑贤者身前的四个老僧人 包括先前迎接我们的两名支客僧 则是毫不犹豫地挡到我们的面前来 这四个人呢 手上都拿着金刚铸就的宝塔剑 这玩意儿 有点像是门神预知静德手中的方便 一层一层的 朝着前方缩小 大约有十三四层 每一层都有四处锐脚 上面是轻悠悠的 也不知道裹着什么致命的毒液 而这四根宝塔剑汇集到一起的时候 竟然出现了一尊不知身份的蛇像 坐镇其中单手如帘 朝着我平推而来 这一掌便宛如山巒倒塌 面着敌方的这方手段 我横下心来 什么也不管 直接就一剑斩了去 这一剑 可以寻常人的挥斩 有着很大的不同 寻常人挥斩 要么讲究角度 要么讲究速度 要么讲究力量 更厉害一点的人 三者都能讲究到 就算是十分难缠了 然而我这一剑 却是运用了临仙一侧 对于弱点的循系 魔攻道法汇聚 剑意真地凝结 再加上 隐血寒光剑上的三重力量 大敲若拙呀 方才能一剑斩出人声 境界 这便是境界的力量 一剑而过 阻挡在我面前的四人 便跌飞两个 而他们通过狂热意念 而凝结出来的神像 则直接从中间裂开 化作万般的灵光 回归于虚空之内 鲜血缝射 跌落在地的两个人 胸口血腺深呼 一开始还只是一道血痕 而当血气运行到周身之时 便宛如那喷泉一般 带着让人直声鸡皮疙瘩的声响 往后喷着鲜血 而他们的双手 还在半空中徒劳地抓着 仅仅几秒钟后 力量颓然 便再也没有了声息 第六百六十一集 没有人理会他们的死活 因为另外两个同伴 已经在为自己的生命挣扎了 我的剑一出 就没有回首的时候 听听听 鱼血寒光店 与那宝塔阵硬拼起来 对方两人显然是常年修行的老手 论起这修为来 并不比国内一线的修行者差上许多 而论上各种挚敌死地的手段 其实是更加让人心惊胆战的 不过此刻的他们 方才是最应该恐惧和害怕的家伙 因为我手中的魔剑 一剑中过一剑 在我的步步紧逼之下 他们不得不朝着后面 不断地往后退着 为了留力量 一传说中的康克游门下 三战将之一的 隔日桑贤者交手 事实上 我与他们这场拼斗更多的 不过是顺着魔剑的剑势 原本的隐穴寒光剑 就有着足够的力量 再加上龙穴之威 就更是了不得了 不过这魔剑 显得无比沉重 却是刚刚加入的力量 那九颗万魂珠 看着虚空浮力 仿佛轻飘飘的模样 但是汇聚了无数人的 仇恨凝结而成的它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其实最为厚重不过 这种重 它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沉重 而是某种境界 或者道义上的重 此事悬之又悬 不过体现在剑上面 却让人难以招架了 除非对手有着一颗坚毅不摧的顽强心灵 显然我面前这些惊慌失措的狂热信徒们 最欠缺的就是一颗安稳平静 同时有百折不挠的心灵 故而面对着我这般气势如虹的剑势 多少有些吃不消呢 不过好在 旁边陆陆续续的 汇集起了一群人来 将这种让人窒息的压力 给分担下来 方才没有面临死亡 不过对方有帮手 我身边的同伴却也不错呀 伊韵公子尚晴天 是乾国府第一高手 尚正通的嫡子 深得其真传 而秦伯则更加的神秘 作为曾经的国府将军 此刻隐没于世间的强者 而且还有着天下顶级道门龙虎山背景的他 倘若是真正发起狠来 我都得为之忌惮 甚至还有可能折于他手 修行者和武者是不一样的 后者年老而历衰 会渐渐的没落 而修行者呢 却是年纪越大 越离越广 修为也会越加的深战 这样的老家伙 鬼知道一旦他暴斗起来 到底会有多么的恐怖 一场混战 一触即发 三人卷起一道旋风 而秦伯似乎有意无意地帮我挡下了大部分的狂热信徒 将戈日桑贤者身边的精锐给渐渐磨去 这是留给我示威的机会 而就在我的一阵砍杀之下 身边的人越来越少的时候 苦忍久矣的戈日桑贤者 也终于出手了 他就像是一头密实已久的猎豹 当戈日桑疏然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当真把我吓了一大跳 而我回信展去的时候 锋利的剑刃 却并不能对他有丝毫的威胁 却见他手中用一根老藤雕琢而成的蛇杖 尖端舌头的部分 一双眼珠子陡然冒出红光来 那蛇杖便软得跟面条一般 真的就化作了一条长蛇 将隐穴寒光剑给缠住了 蛇杖缠住了隐穴寒光剑 而戈日桑的左手 食指和中指插开 朝着我的双眼直刺而来 他也是瞧出了蹊跷 知道我之所以能够在凶猛的围攻之中 整霞以待 都是因为有着一双敏锐的眼睛 能够分辨和判断一切的危险 只要将我的双眼给戳瞎了 一切就好商量 仅仅是一晃眼 那家伙的手指 离我眼珠子便只有一寸的距离了 而他是怎么过来的 我甚至都没能瞧清楚 哈努曼一猴 这是戈日桑的外号 那猴子拥有鬼神莫测的空间位移能力 而这也正是戈日桑贤者的恐怖之处 练就了一辈子密派瑜伽的他 能够将一切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都化作了可能 并且出人意料地施加出来 让寻常人叹为观止 当年大厨杀的年代 这家伙想必就是用这一手绝学 清除过无数的一己 而且屡试不爽 然而 他终究不晓得自己所面对的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男人 我没有能够看到对方的出手 但是常年徘徊在死亡边缘的 我却对这种感觉熟悉无比 当对方的双指刺入我眼睛的时候 却被我的一记掌心雷给阻拦了 他快 我却也并无慢 一切的一切 都在电光火石之间发生了 没有人能够在那关头变招 故而两人的手掌撞到一起来 掌心雷绝学 充满了道家治阳治刚的治理 将格尔桑的半边臂王给轰了一阵砝马 不过我呢 却也并不好受 对方的手指 虽然没能戳到我的眼球 但是气劲却蔓延过来 我即便是阻挡住了 却也感觉双目围之一黑 一股刺痛无比的感觉 迅速从双眼 蔓延到整个脑袋里去 痛啊 人们常说 食指连心 然而眼睛却是心灵的窗户 是最柔软的地方 沾染上一粒尘土 都能疼得死去活来 更何况是这般的攻击呢 我的整个世界 一片黑暗 而感觉对手惨叫着 朝后面跌开而去 我们之间唯一的联系 就是脚缠在一起的兵器 若是常人 只怕会捂住双眼朝后退开 保持一个适当的安全距离 若是如此 这场战斗也不知何时方才能够结果 而我呢 终究还是那平民三郎的性子 至犯和尚 现下一不知所踪 我哪里有闲情意志 在这里下号呢 跟这个印度教的老僧人 你弄我弄 于是我没有退 反而进 没有了视觉定位 我对于气场的法握 反而变得更加灵敏和准确了 回剑 斩 退后 格囊 再斩 一阵暴风骤雨的攻击 我不知道 劈开了多少过来救家的帮手 最后听到格日桑贤者 一声惨叫 这个时候 方才将又酸又麻的双眼 给强行睁了开 忍着热泪 定睛一瞧 发现 将瑜伽奇术修炼制道的格日桑贤者 最终被我一剑捅破了后心 他终于是 避无可避 不再闪躲 事实上 这家伙最厉害的 还是在于精神力方面的造诣 真正面对面的肉搏战 反而没有那般的强 所以 在之前两次谋害我失败之后 他的败局 便一经算是注定了的 临死之前的格日桑 并没有太多的不舍 而是似笑非笑地伸出手来 试图把我抓住 不过最终还是没有抓到 不过即便如此 他还是口吐着血沫 拼命地说出了一句 让人毛骨悚然的话来 我已经通吃了康王 接下来的日子 我会在无尽神院 耐心地 等待着你的刀来的 这格日桑一死 愚者皆无太多反抗的意识 或者死 或者逃 没多久 便被我们三人给驱散了 留下一地的尸身 和残砖断壁 放在原地 接受那小雨 稀利利的洗刷 那些狼奔使徒的家伙 之所以会如此的狂热 一半是出于宗教的信仰 和对谢神者的憎恶 另一半 则是对于这个 曾经带着大家混过 几十年岁月的格日桑 有着足够的信心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的死亡 使得众人都变得异常绝望 再也没有了坚强的抵抗意志 我在得知 格日桑 已经将消息传递给了康克游之后 便再也没有生出太多杀人灭口的心思来 只要不是找我们拼命的 我就当作没看见 由着他们去好了 一来 人多则杂 去处分散不好追 二来 杀人也并不是什么快乐的事情 特别是对于那些实力悬殊太大的人 当真是一点意思也没有 双方在对垒的时候 血脉奔章 那是正常的手段 而平日里 若是以那杀人为乐 就属于心理变态的犯愁 这样的话 只会有损于我的道心 让我深陷心魔困到之后 当将最后一个妄毒翻盘 者给展露一见下之后 我针斩全身 浑身的骨骼在这个时候 噼里啪啦的却多想 而秦伯呢 则将飞刀给收了起来 他与我的想法并不一样 即便是转身逃离者 也逃不过他飞刀的追击 而瞧见我 竟然有眼气息骨之事 也不由得上前过来询问我的 小陈 那些逃走的家伙 是不是也一并干掉 我摇了摇头 淡然说道 算了 好歹也是一条性命 那康克游 既然你知道了消息 灭口也没有多少的意义了 秦伯之所以会问我 多是因为我这连日以来的表现 已经到了让他刮目相看的地步 也足以让他产生了 与我平辈论交的想法 而听到我这般一说 点来点头 也没有再多聊 而是对我说道 哎 你刚才那几周 震慑群虫 和火烧连天的手段 应该不是毛山的手法吧 我半针半甲地说道 小子曾经去过鬼山莫托的灵界 也跟一些厉害的家伙打过照面 学过些 没留手段而已 灵界 一运公子 惊诧莫名 而秦伯呢 则显得平静许多 点头说道 能够自由出入灵界的人 一般都是达到花镜者 对于这个世界规则的了解 也开始透彻 破碎虚空 若是如此 小陈你的本事 可直追你师父当年啊 我唯一一次前往灵界 却是因为某条龙尸的空间扭曲 而并非秦伯所理解的那般状况 不过呢 我却并不打算细讲 只是谦虚地说道 秦伯 你夸奖了 之所以如此 一来 是因为我与秦伯 不过是半途之交 双方倒也没有达到那种 肝胆相照的亲密地步 二来 凭着一运公子 以邪灵教天王左使的关系 我多少也得保持着点神秘感不是 说不定 双方以后是敌非友 这毫不保留的坦白 对于我来说 实在不是什么聪明的事 不顾周遭还有身影痛苦的伤者 我在细碎的雨中前行 望着这 藏于深山的骨叉 秦伯不感慨地说道 天下修行三千家 这印度教 能够在南洋刺大陆信徒一万 也并非没有道理 而那格式桑 若是抛弃南洋巫术的这些糟粕 潜心研究教义真理 以他的资质和水平 未必不能走出头来 只可惜 博学则不精 两头坚固不得 最终落得这般下场 可惜 可谈啊 听到秦伯在为那一代凶丸的死圈叹息 我并不介意 事实上啊 站在秦伯这个角度来看 任何在修行之徒上 有着身后造诣的人 他的离去都是充满着遗憾的 能够在末法时代 修炼出如此异业者 那都是聪明绝伦 敬遇极佳之人 如此 身死于此 倒也真算着可惜了 秦伯这一生 跃尽了无数的英雄和战士 反倒不是很看重 隔日桑那斑斑的劣迹 我们从坍塌的石堆处 踏着残骸和尸体离开 在路过之前所住着的僧舍之时 还卷走了几件僧袍 收拾起 放在自己房间里的零碎物件 一路上 还瞧见几个脸色仓黄的信徒 大多是些没有什么能力的普通角色 瞧见我们之后的举止 就像那见了猫的老鼠 仓皇而逃 我们也并不理会 路过那豢养 寺庙圣泥的草棚的时候 瞧见里面有金黄的目光 透过缝隙看过来 我熟视无睹 反倒是一运公子 有那莲花之意 走上前 将门口的铁将军 一箭斩落了 开门之后 里面传来一股 混合了汗水和尿骚 并不宽阔的棚子里面 挤着十三四个女士 年纪 有的快三十 有的只才十来岁 几乎所有人的眼神 都是惊慌失措 充满了惊恐 蹲在地上 双手抱着膝盖 小心翼翼地看着我们 他们先前 能够通过草棚的缝隙 以及外面奔跑的僧人口中 得到大部分的情形 此刻 瞧见偌大的寺庙 给杀的血流成河 我们三个人 哪里能够不恐惧呢 一运公子 倒是好言好语地 将这些人相劝 我听不懂他说的话 不过大义好像是告诉这些女子 他们自由了 可以随意离去了 然而 之前的阴影 死死地掩盖着这些人的心灵 即便是一运公子再三解释 他们依旧像那鸵鸟一般 将自己的头颅 埋于地下 就是不敢有任何的妄动 瞧见这般的情势 一运公子也有些气急了 而这个时候 秦伯泽拍了拍他的肩膀 无奈地说道 这些个女子啊 她们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被送到寺庙里面来 大半的人生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一直都屈服于那些僧人的阴慰之下 稍微有些异动 要么死 要么生不如死 现在恐怕还是不能适应啊 一运公子 常常叹息了一声 嘴里也嘀咕一下 我听得不是很清楚 大概是在咒骂那骨子里 透着虚伪的僧人们 我瞧着这里面的情形 叹了一口气道 估计我们离开之后 他们又得受到那些残余僧人的欺辱了 听到我的话 一运公子不再停留 而是朝着我抱拳说的一声稍后 接着身子引入黑暗之中 不多时便有一声声的惨叫 从各处传出来 感情啊 这家伙为了这些女子不再受欺辱 居然将这偌大的寺庙的僧人 全给赶尽杀绝 这种事啊 当真是有些过了 对于一运公子这个妇女之友 我实在有些无语 没有再行理会 与秦伯一声招呼之后 来到了寺庙左侧的一处 浮屠高塔前面 脚尖清点 一接一接的来到塔顶 积木远眺 发现逐渐变得淡薄的雨幕之中 四下一片结实黑暗 但是天际远处 却有淡淡的白 显然是这一夜拼斗 此刻离天明 也不算太远了 第662集 雨淇琳受于距离的限制 差不多一两里地 就不能沟通心灵 所以我此刻也不知道 小白虎和布鱼 到底有没有抓到这碗河上 尽管清楚大概的方向 但是我并不知道 对方是否有其他的路途曲折 这凌晨时分 想要在下过暴雨之路的路途中 寻去也并不是什么好的选择 还不如选择信任 等待两人将人给我抓紧回来 我站在塔尖等待 细雨稀疏 飘飘洒洒地落在我脸颊上面 就像那情人 清晰地吻 痒痒地 让人十分惬意 雨水 同时洗刷了我身上的血腥 而深山的美景 则洗涤我的心灵 我一眼而立 想起这一路过来的艰辛 以及即将要面临那血手狂魔 康克游的追杀 不由得心潮澎湃起来 尽管这一路以来 我都在避免跟康克游正面交锋 但是倘若有机会 跟这个天下间顶尖的高手较量 我倒也没有太多的畏惧 修行者本来就是逆天而为 倘若行事怕这怕那 一点挑战之心都没有 那这辈子都很难有什么出息 多年的江湖奔波 一直到近年来沉淀完毕之后 我感觉自己的状态 已经开始逐步地调整到巅峰的状态 特别是我开始在无数次的修行之后 触摸到了当初李道子临终之前 带着我感受的静静 那是一种与往日完全不同的领域 跨过去和没有跨过去 是截然不同的 我知道自己一直徘徊不前 并非是自己不够刻苦 而是缺少一定的机缘 要晓得 这一关 有的人终其一生都难以寸进一步 所谓境界不可名状 李道子在回关返赵之时 强行带我一关 而我师父则在必死关前 观照我多看八卦一经 以及大六刃之术 但是我却晓得一点 此法或许有用 但却未必真的能够适合于我 想要突破那样的境界 对于我来说 最好的办法 也许就是跟超过自己许多的顶尖高手对决 在生死之间的一刹那 以期获得感悟 死亡的救赎 我的思维发散 连绵而远 一直到视线中出现了几个熟悉的声音 从林间小道间出现 天色已微微发白 不过四周却依旧黑暗 我虽然也能视目 不过隔得颇远 却也瞧得并不真切 提身 从踏上一下月来 朝着院门的方向奔走 很快就出现在前方的路口 瞧见步鱼和小白虎 在远处小心翼翼地打量着 一直等到看见我 方才敢露出身子 我眼尖 一下子就瞧见了步鱼肩上的致饭和尚 不过瞧见小白虎的手中 却也压着一个人 仔细一看 却是先前自见诊席的那个小姑娘 那隔日桑因为要留着人手对付我们 所以派给致饭和尚跑路的人 并不算多 两个支客僧差不多的老家伙 并没有回来 显然已经被小白虎和步鱼给解决了 而至于这个小姑娘 为什么会被带过来 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瞧见 致饭和尚并没有逃走 我也就完全安下心来 这千里奔忙 只为此人 若是致饭和尚 给逃出升天了 别的不说 光我这脸面丢得老大呀 小白虎瞧见我出现在寺庙的门口 压着那个女孩 还没有走到我跟前 便远远的招呼说道 哥哥 那些坏和尚呢 我耸了耸肩膀 下着说道 都是些中看不中用的家伙 老大一死 其余的都化作尿收散开辣 我说的无比轻松惬意 因为此刻的局面 已经被我们给控制住了 而那个小姑娘 则是又惊又疑地抬起头 难以置信地朝着我身后看 瞧见这偌大的骨刹之中 竟然没有半个僧人的影子 晓得我说的这些话 倒也并不作假 只是 偌大的寺院里 近二百多号人 另外还有隔日桑 以及跟随他风光多年的一众骨干 在自家的门前就这般吹苦拉朽地败了 这事儿也太蹊跷了吧 更何况 对方还只有三个人 这是近二百多口子人命啊 别说是人 就算是猪 挨个杀仔 那也得杀上好几个小时吧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 这小姑娘 已经完全懵了 而我瞧见她转动不停地掩珠子 知道她懂得讲中文 便皱起眉头 指着她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 小白虎 噱嘴说道 本来想一块宰掉的 结果不渝拦住了我 说要留个复兮地形的活口 能够带路 说不定后面跑路 也用得着呢 我点了点头 相对于大大咧咧的小白虎 不渝这些年 倒是当真学了不少的本事 为人也谨慎许多 考虑也周全 知道对方将致反和尚给救了出去 我们不可能将这些人全部灭口 消息一走散出去 康克又知道了 必然会追杀过来 我们的规程 便不会像先前那般的轻松 而若是有一个 熟悉当地情况的地理的人在 倒也是好过我们盲目的乱状 想到这里 我并不多言 而是盯着那小女孩几眼 慢条斯理地说道 听得懂中文吧 你叫什么名字 小女孩显然在来之前 就吃过一通教训了 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反抗心理 低垂着头 乖乖地打道 梅芙雅 我心中一动 挑眉说道 啊 原来这家伙 是被你用土盾转移树给弄走的呀 当着我们眼皮子底下偷人 你当真是好本事啊 刚才为何不用土盾树逃跑呢 这小姑娘美妇雅 被我一语道破了 略微显得有些吃惊 不过却还是低眉顺眼地回答道 那术法 讲究很多 需要准备的东西也不少 一时间却是施展不开来的 我的目光已变得冰冷了 凝视着他好一会儿 平静地说道 是吗 如果你存在 再从我眼皮子底下拿人的心思 那就趁早打消掉 想必你知道 不少戈士桑折磨人的手段和术法 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 这种手段 我绝对比它多出一百倍 你若是真的再有第二次 我一定保证你后悔 当初从娘胎里面生下来 我的语气很淡然 然而里面却透着杀气 让小姑娘下意识地打了个哆嗦 头低得更加低了 喃喃地说道 不敢 我没有再理会她 而是瞧向了 步鱼肩膀上面的炙饭盒上来 是一步鱼将她给放下 瞧见她 瘫软在地的状态 皱眉说道 怎么死的 步鱼摇摇头道 活得 不过大悲大喜 起伏太大 有点接受不了 胡乱挣扎 被我给敲晕了 我指着她的手掌说道 弄行了 步鱼呢 则是毫不犹豫地 将那家伙的手指折断了 剧烈的疼痛 让致犯和尚 窦然行转 大声呼腾两声 瞧见了一脸阴沉的我 下意识地闭住了嘴巴 显然是对我怕得不行 我脸黑 只是暂时的 很快便如玉春风起来 和矮地冲着制饭和尚 微笑道 呵呵 藏得够深的呀 制饭和尚却是 微微缩缩地看着我 说道 您什么意思 我摸了摸下巴 笑容不见 那戈日桑贤者 是你老爹当年麾下的三大战将之一 想必应该是认识的 不过 却能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还能跟对方围来眼去 将我都给瞒了 这还不算 居然还谋通对方 想要将我们给一网打尽 这计划 当真是天衣无缝啊 想必 昨日你瞧见 隔日桑的时候 心里是乐开了花吧 影帝呀 制饭和尚苦笑道 陈老大 昨天进来这里的时候 我一直都是昏迷着的 这事可跟我没关系 我并不理会他的辩解 伸手将他给抓到跟前来 五指在他的脖梗之下摸了摸 突然眉头一扬 冷然说道 我说你怎么总是这么跳脱活泼呢 原来心里的东西 东山再起的想法 从来没有断绝呀 这事也是怪我 考虑问题太不周到 你一身本事 本来是想留给玄空寺来处理的 不过看来现在 我得替他们主持假规了 一语方毕 我的手指上立刻浮现出一股心事之力 直接灌注到制饭和尚的体内去 这力量啊 是我从那巴干达乌神眼球当中 领悟出来的 即便不用断去对方的手筋脚筋 将此气息流过对方的五经八脉 最后融于气海之中 也能够将他的修为给废了 一开始的时候 制饭和尚并不清楚我要做什么 而当他感觉到自己的气海 一片紊乱 脸色巨变 张口想要说话 结果一口鲜血就喷了出来 气海被破 制饭和尚的一身修为 便算是全部废去 浑身贪软无力 要不是我扶出他的脖梗 估计现在就要滑落到地上去 制饭浑身无力 脸色苍白 一脸怨毒地瞧着我说道 你这个老魔头 有本事就杀了我 我将他交回到不渝手里 拍了拍手 微笑着说道 杀了你 怎么可能 我会将你带回国内去 让法律来审判你 至于到底怎么判 跟我倒没有太多的关系 制饭有些激动 不甘心地吼道 至于吗 我不过是想要逃生而已 他的死与我无关 这家伙的这句话 一下子就将我给惹火了 事实上啊 这一路过来 一直都在逃命 所以我也顾不得跟他算账 甚至连交流都很少 不过时至今日 他依旧不认为 淘淘的死是他的错 这就让我有些愤怒了 不过此刻的我 倒也能够按捺地住这脾气 给他整理了一下衣服 不置可否地说道 谁对谁错 这个我们说了都不算 就像你爹 犯了错 就得乖乖地出庭听判 你也一样 对不对 制饭的眼神 有些忧郁了 他看着我 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父亲一定不会让你 活着离开乌哥的 我无所谓地耸了耸肩膀 简单地回应道 让他来 我转过身去 不渝一记手刀 就砍在那家伙的脖梗上 接着 他便栽倒在了泥水里 小白猴和步鱼 过来与我们会合之后 秦伯和伊韵公子便也过来 与我们商谈起接下来的行程 我对于他们说起一事 那康克游追杀的 是拐走了他儿子的我们 与秦伯和伊韵公子 却没有太多的关系 我觉得 要不然大伙就散伙 分头离开 这样 也不会牵连到他们 对于我的这一说法 秦伯和伊韵公子 都表达出了反对的意见 说 大家都已经是一条城 上他骂着了 还分这个 再说了 大家在一起 好歹也有个照应 不至于被各个击破 我这么说呀 其实也只是客气 有秦伯和伊韵公子 这么两个大牛 跟随在身侧 我的底气 多少也充足了许多 大家商定了一下路线 又将那个叫做 美佛亚的小俘虏 给拉过来 作为参考 为了不让他 将我们给带到阴沟里去 我特意带着他 参观了一下 十堆钱 无数烧成焦炭的残骸 以及被我放过的 那些寺院圣女 让他知晓一点 那就是我们既是恶魔 也就是天使 关键 就看他怎么选择了 能够坦诚地护送 致发和尚离去 众人的美佛亚 自然也跟那些寺院的圣女 有着截然不同的立场 不过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他倒也算是配合 给我们指了一条 通向吴阁西部重镇 马俄旺的捷径 我们此刻身处的地板 是连绵不绝的丘陵和玉林地带 道路反复而挫杂 不但要回避村落和城镇的耳目 面对即将而至的追杀 而且还会遇到各种各样 难以想象的到的危险 所以有着这么一个人 倒也是件不错的事情 大家上了拖挡之后 便不再停留 而是趁着雨势 表面上朝南边走的一段路上 感觉身边没有耳目之腹 便折转 朝西北方向行去 大雨将这路面给弄得泥泞不堪 十分的难行 不过却也遮掩了许多的痕迹 我们连夜行走 一口气行了五十多里路 来到一处河流的交汇处 刚刚歇了一口气 而就在这时 秦伯突然眉头一皱 左右瞧了几眼 逼声对我们说道 有点不对劲 大家藏起来 秦伯是老江湖了 官方便位的经验 比我们要强上许多 所以听他这么一招呼 我立刻就朝着附近的草丛躲了去 至于俘虏嘛 置饭和尚 自从被我废墟修为之后 整日昏昏沉沉 自有不予照料 而那负责领路的活地图少女 美福亚 则被小白虎给死死的看管着 只要他意图妄动 小白虎是肯定不会给他半点机会的 众人才刚刚藏好 便瞧见有一队人马 从西面走过来 这些人 戴着当地富有特色的草帽 穿着民族短衫 沙龙 大摇大摆地 从我们身边走过去 为首的两人 口中不断张合 似乎是在聊着什么 不过 我瞧他们的脸色呀 看起来也并不是很愉快 显然是在发牢骚呢 我听不懂当地的话语 也不敢拿眼睛朝人家面上戳 便低下头 漠然不语 等着一路人 从我们身边晃过去之后 秦伯等人 从草丛后面集中过来 方才晓得这些人 是附近山林巡逻队 而他们进山来 并非是护林防火 而是在找人 听说 是上面有大人物发话了 说要找几个中国人 不但是这一处 在整个大地区 都有人在连夜的巡逻 听到秦伯的叙述 我们不由得面面相觑 想到这是由康克游发力了 不是说他已经垮台 此刻的泰国和吴歌 在某一处交接村落里隐居吗 怎么可能会有这般强大的能量呢 居然能将这么多的巡逻队给派出来 用意寻找我们 第663集 这个巡逻队 并没有什么修行者 除了围守者 可能是公职人员以外 其余的人 应该都是附近村落 临时抽调过来的山民 而尽管如此 他们却给予了我们巨大的心理压力 我发现 我有点低估了那康克游的影响力了 没想到 在西卡努克国王当政的情况之下 他居然还能有如此的能力 而我们刚刚遇到的这一队巡逻者呢 只不过是数十个上百个巡逻队的缩影 对于这些普通人员 我们自然是能回避 则回避 因为他们呀 不过都是些可怜的无辜之人罢了 我们可以对格尔桑 武桑这些满受血精的狂徒 毫不柔软 但是 对于这样手无寸铁的普通人 却实在下不了手 巡逻队离开之后 我看了一眼秦伯 他摇摇头说道 没事 只要小心一点 应该不会有太多问题 伊运公子呢 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这些人应该是很底层的人员 瞧不出太多的端倪 但如果 等到康克尤抽出身来 将手中的力量释放而出 通过排查 以及琢磨我们的目的 对方应该很快 就能够锁定我们大概的方位 并且将这张大网 越缩越紧 最终陷入他们的布置中去 所以 我觉得我们应该放弃原来的想法 不去马德王 不去马德王 我们都被伊运公子的提议给震住了 秦伯皱着眉头问道 嗯 你所说的理由 为什么呢 伊运公子的家族 在东南亚有好几个国家都有产业 所以对这边的局势研究 也算是比较深入一些 他伸出手来 竖起了三根手指 伊伊说道 这理由却有三个 第一 就是当年红色高棉落败 政权尸首金边 巴干达乌教的力量 大部分都转移到了靠近泰国的乌歌西南 在马德王 是他们力量最强大的所在 现在我们既然引起了康可犹的注意 从那里离开乌歌 已经不再现实了 听着他的分析 我也同意他的看法 问道 嗯 然后呢 伊运公子又说道 其二嘛 我们这一路 走的路线十分明显 就是想从马德旺 或者漫长的泰吾边界离开此处 这个康可犹不可能看不出来 所以 在几条主要的路线上 他一定会射得有重兵把守 我们现在过去 差不多算是自投罗网 不如反其道而行 或许还有意外的收获 而这最后一个力量呢 就是巴干达 虽然扎根与无歌 但是他并不是最庞大的力量 越靠近一个地方 他的影响力就越低 军编 经过了伊运公子的寻寻善诱 不渝几乎是脱口而出 这么一个名字 而前者呢 则是拍了一下手 很认真地说道 在无歌 最为流传的 是上座部佛教 而不是巴干达乌教 势力最大的 则是以西哈努克为代表的国王政府 如果我们能够转变思维 改变方向 前往金边的话 我家族住金边的贸易公司 或许能将我们找到 离境的方法 听到伊运公子的分析 我们又聚在一起 商量了一下 于是决定逆向而行 跳出康克游预设的伏击圈 转而向东边前进 无歌整体的领土 为蝶状盆地 三面被丘陵与山脉环绕着 中部呢 则为广阔而复数的平原 我们之前想要避开人群 聚集的场所 所以才选定了这么一个方案 此刻 朝东前行 就不得不面临着 许多不曾想到的问题 大概在下午的时候 我们来到山林中 遇到的第一个村庄 这是一处位于 两山夹角的村落 除了一部分街道上 有些砖木结构的建筑之外 大部分 那都是低矮的草棚子 无歌 被称为世界上 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从这里 便可以见出一些端倪了 既然到了这人群聚居的地方 我们便不敢在白天胡乱地走动 大家在村庄不远处 找到一处树林 在树上 一直歇息到夜里 稍微吃了点碧骨丹 勉强裹了腹 等待夜色弥漫的时候 方才算再次启程 路过村子附近的时候 瞧见这地方 甚至并没有通电 尽管少数几处房子里 有灯火悠悠地传扬出来 但是大部分的地方 都是掩在了黑暗的夜色中 有这么一场天降的黑暗庇护 我们都是大胆了一些 从村子前面路过 瞧见村口的砖墙上 张贴着几张告示 走近一看 居然就是我们几人的画像 秦伯读了一下 不由得微微 密集了眼睛 脸上甚有笑意 我问他上面是什么意思 秦伯告诉我 说上面写着 我们几个人 被认定于一场谋杀案有关 说我们是凶残的杀人魔头 任何人如果见到 请立刻向附近的警局报告 并且还给我们悬赏了奖金 这一笔奖金呢 对于我们来说 十分可笑 但是秦伯却跟我们讲 他对于普通的无歌人民来讲 的确是一笔不菲的数 相当于一般家庭好几年的收入 正所谓财博动人心 难怪先前遇到的巡逻队 都会如此卖力 这告示 很明显是刚刚贴上不久的 而那座不知道名字的古刹 昨夜才刚刚被我们给灭掉 看得出来 一定是康克游的人 买通了当地的警察系统 将我们当作那劣迹斑斑的 江洋大盗 想通过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 将我们给淹没了 至于奖金呢 熟知当地情况的美佛亚 告诉我们 一般的案子 是不可能有悬赏金的 而即便有 也不可能会有这么多 言下之意 就说出这个悬赏金 并非是发布告的警察局系统 而是背后的巴干达乌教 虽然我们此刻都换上了 从印度教寺庙中拿来的僧袍 不过到底还是有些扎眼 既然路过此处 我们便来到村子里几家 比较富裕的家庭 各自偷了一套当地人的衣物 可惜这些衣服都并不合身 毕竟我们的平均身高 比吴哥人要高出太多 不过只能勉强穿着 免得路上撞见人 被人生起一心来 离开村子 我们趁着夜里赶路 在山林里陆陆续续的 又碰到了好几支的巡逻队 甚至有的巡逻队里 还有修行者混杂其中 不过越是往东边走 撞见巡逻队的次数 也就越发的少了 看得出来 康克尤和巴干达乌教的布置 最重点的核心 还是落在了 泰吾边境线的山区方向 对于东边的防范 倒也并无很强 我们就这本 《咒服》 《夜出》 连续的走了三天 终于算是出了这茫茫的山林 来到了偌大的平原地区 来到这里 人群聚集地便更加多了 乡野之间 藏身的地方也并不算多 而且我们白天几乎是不露面 所以行程难免显得有些缓慢 如此走了大概一个星期 居然来到一处宽阔如海的大湖边缘 望着那湖边 满满的卢尾荡 以及胡天一色的美丽景色 当真是让人心旷神怡 都忘了自己 还是在逃亡的途中 一运公子告诉我 说这湖啊 叫做洞里萨湖 又叫做金边湖 是东南亚最大的一座淡水湖 也是吴哥的心脏地带 顺着湖水的下游而去 便能够到达吴哥的首富金边 我们这盘临着赶路 十分疲惫 终于算是到了洞里萨湖的国派 便不再咬牙赶路 而是找一处卢尾荡 准备休息 在那卢尾荡的阴影处 大家轮流值班 而我呢 则因为值班的前半夜 所以一觉睡到天亮 睡得闷迷朦朦的时候 忽然听到有人在争吵 翻起身来 且且居然是伊韵公子 跟秦伯在争论 而在旁边的不远处 有一条渔船 船上两男一女 唯唯缩缩的蹲在床上 不敢说话 我们走到两人中间来 低声问道 怎么回事 伊韵公子对我说道 那渔船是当地的渔民 过来打渔的 发现 秦伯主张将他们给灭口 而我觉得没必要 都是挺无辜的人 灭口 我回过头去 仔细大量那船上的人 看着呀 都是风飞日晒 在水上讨生活的苦哈 那女的老得跟我母亲一般模样 心中也不由得有些犹豫 听到伊韵公子的话语 秦伯显得有些不认同 对他沉声说道 我们躲在这个地方 别说是鱼儿 便是连虾米都没有 这几人出现在这里 却并不是什么意外 反而是发现了什么踪迹 所以才寻摸过来的 倘若你觉得对方并不是修行者 就放过了他们 那最多的可能 就是不需要过上多久 我们就要被大批的人给追上 这洞里萨湖 可是两边势力的夹缝 并不安全 相比于伊韵公子 这种生活在和平环境之中的豪门后辈 秦伯 那可是经历了当年中华民族 最惨痛时代的人 当年的华人口绝地 横施着数十万 那心思自然是坚硬如铁 但凡是对我们稍有不利的事情 他都会选取最直接和果断的方式来处理 只是秦伯的话语 并未能够说服大部分的人 在场的都是修行者 而且还是境界颇高的强者 对于这种手无寸铁的普通人 实在是有些勉励了 别的不说呀 这个对心境的影响实在是太大 瞧见我们都陷入了沉默 秦伯从怀里摸出一把飞刀 平静地说道 此事 无需诸位处理 你们回过头去 我来办了就是 他露出了一口白牙 一步步地走向渔船 那船上的三人 瞧见他这番模样 顿时就腿软了 下意识地跪倒在地 又是磕头 又是在那儿呼天枪地地求救 而秦伯却毫不犹豫地扬起手 准备制出飞刀 就在这一刻 我终究还是心有不忍地伸手 捉住了秦伯的手腕 这一路以来 秦伯对我这人倒是十分佩服的 不但因为我救过他两回 也还因为我的手段和行事的风范 都获得了他的认同感 觉得两人实力相同 并无拘懊 对我的意见 自然也算尊重 而在我阻止了秦伯杀人的行为之后 立刻也放开手 指着小白虎说道 秦伯呀 我这妹子精通幻术 可以洗去对方的记忆 我想啊 咱们或许能够通过 稍微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你看哪 秦伯狐疑地看了一眼小白虎 开口说道 尹岳小姐能够有这般的手段 倒也是很不错的 不过据我所知 通过幻术制造缺失机遇的方法 缺陷也多 只要对方能够掌握足够的还原手段 其实并不是很保险 对吧 对于秦伯提出的提问 小白虎倒也没有隐瞒 很诚恳地点头说道 对 您是行家 的确会有这种可能的 秦伯低眉说道 既然是如此 那么我们消息走路的可能 就是一般一般咯 小白虎不说话了 看向了我 而我呢 则眯起眼睛来 等了几秒钟 秦伯长叛了一声 将飞到收回手里 平摊了双手 指着应允公子苦笑起来 虽然呢 我跟这小子的父亲 并没有混多久 不过中秋还是老领导的儿子 而你呢 又对我有活命之恩 屈指一鼠 倒是我欠你们的态度 既然如此 我就为你们的良善买单吧 不过依旧还是希望我担心的问题 不要发生才好 我微笑着摇了摇头 秦伯呀 你本身就是心善之人 何必遮掩 不过放了他们 并非是不管不顾 这样吧 一会儿让步鱼跟他们一段时间 插插底 免得突然有什么事情 让人措手不及 秦伯的脸上 这个时候方才露出肯定的面容来 对我说道 小陈呢 就照你说的办 得到了秦伯的肯定 我们便离开了这渔船的视线 而由小白虎登船 被三人施展了幻术 将此段记忆抹去 如此周折了一刻钟左右的时间 小白虎也遮回芦苇荡中来 我留下步鱼 在这里守着三人 跟着他的踪迹 而我则离开 与步鱼约定下一个会合地点 终于撤离此处 洞里萨胡的中文意思叫做 巨大的淡水湖 或者淡阳 作为东南亚最大的天然淡水湖 位于中南半岛东南部 五个西部的它 有着极为宽阔的湖面 比中国的几个大湖 是一点也不逊色的 这个湖啊 通过洞里萨河 通湄公河相连 而此刻有正值雨季 连日来的暴雨 给湖泊里带来充沛的水量 暴涨的湖水淹没了许多土地 这一路行去 洪泽连绵 倒也别有一番味道 吴哥的人口很稀疏 尽管洞里萨湖 位于吴哥中心地区 不过大部分人口 却是分泊在湖滨平原 反而是临湖的地区 因为年年洪涝的缘故 所以人际罕至 倒也不会遇到太多的耳目 即便是遇到了 我们也能够远远避开 并无什么妨碍 因为信奉上座部佛教的关系 吴哥国内对于肉食的需求量 并不算大 对着自然的破坏也就少了 所以洞里萨湖的水文条件十分良好 水里的活物也纷繁多样 我们走到中午时分 都觉得鸡肠碌碌 也并不想靠壁骨丹来解决 便就在一处湖边的林子里面歇息 而我和姨运公子 则负责去湖边 给大家弄些吃点 我们在湖边 逗留了半多个钟头 鱼获泼风 巴掌大的湖鱼 都算是少的 我用芦苇子杆串着 一根十几条 总共四根 全部凭借掌心来捕获 不知道师父 知道我用这道法来捕鱼 会不会起得直接破光而出 将我这家伙给拿下呀 果实满载而归 医孕公子也并不示弱 他一开始 也与我一般抓下小鱼 不过后来 瞧见一条大的 一个蜜子闷下去 抱出一条五十多斤的鲜鱼来 那玩意儿 被扔在草地上的时候 尾巴拍得地面都带震的 着实是够大呀 我们两人就在湖边上 将这些鱼给开长破肚 清理干净 满载而归 回到林子里的时候 我看到小白虎早已经升起了篝火 一气食物 我八宝当中 虽然正常的食物没有 但是调味料却还是必备的 盐 辣椒粉 胡椒 资然等等都有 不过在场的两位女士 小白虎 笨手笨脚 对厨艺这事是一窍不通 那美夫雅一路过来 倒也算乖巧 不过总是不受信任 唯有我自己来动水 第六百六十四集 不过好在呀 我自小就是伺候人长大的苦孩子 对于这些事情 倒也并不陌生 让小白虎等人帮忙打着下手 利用这简单的工具和食材 没多久 就弄出一份烤鱼大餐来 香气四溢 外焦里嫩的烤鱼 让赶了一个多星期路的众人 食指大动 在品尝过最初的几条之后 纷纷是顾不得躺 不断的出手 烤得我都有些忙不过来了 好在 秦伯也是野营的一把好手 众人彼此交替 倒也将一大帮的大肚子修行者 给勉强喂饱了 就在我们大快朵鱼的时候 与我们分离了一上午的布鱼 也过来与我们会合了 小白虎 粘着一块切得薄薄的生鱼片 蘸了点酱油 吃得眼睛都眯起来 瞧见布鱼 快活地招呼它 过来吃 布鱼虽然是食狗年化成的妖鼠 不过大鱼吃小鱼 小鱼还吃虾米 对于这个讨厌并不忌口 不过相比起现场的欢乐气氛 布鱼的脸色显得有些严肃 我注意到这一点 将手中的木签子给丢下了 走到他跟前 问道 有情况 布鱼点了点头 带众人都转过头来看他的时候 方才沉声说道 那三户人果然有问题 他们确实是这附近渔村的渔民 不过并非是打鱼的 我一路跟踪他们回到陆地 看见一个穿袍子的和尚 与他们接头 随后又跟踪那个和尚 瞧见他指挥渔村十几艘的渔船 四处找去 便找了个机会 将那人给拿下来了 我眉头一皱 对于布鱼的出手 有些意义 不过却并没有说出来 而是示意他继续讲述 布鱼又是说道 拿下了那个人 我一翻盘问 方才晓得 他的确是受巴干达乌教指使的家伙 来这边搜捕的 听他说 巴干达在乌泰边境布下了重兵 严防死守 并且发动庞大的力量和资源 几乎将那边的山林的每一个角落都翻过来了 结果却并没有什么发现 一直到一个叫做补丧的人到来 带来了神灵的旨意 说是要寻找的人应该在东边 所以想着他们的注意力 也开始向东转移了 听到布鱼说出了布丧和神灵的旨意 我下意识地舔了舔嘴唇 从这有限的信息里 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这一个多星期过去了 那一场海啸的风波也渐渐平息 而布丧也终于有时间腾出手来 又听到关于我们的踪迹 于是跟着虚空巨眼来到了吴歌 而且有一个很关键的情况 那就是虚空巨眼能够感应到我们的存在 这里面的原因呢 我大概也能猜到一些 那就是我的引血寒光剑 曾经刺穿过虚空巨眼的降灵体 也就是血痰之中的大眼睛 从而获得了一部分的原力 使得彼此之间建立了某种神秘的联系 我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问道 你过来 那和尚怎么处理的 布鱼指着外面的湖面说道 陈水里摘了荷花 我点头便以秦伯商量道 我们不能再等了 若是让康克游将泰雾边境的大部队 被调集过来 只怕我们就真的是插翅南飞了 你觉得呢 还未等秦伯开口 布鱼便插嘴说道 恐怕又不行了 我听那家伙交代 康克游已经带着人 堵在洞里撒乎下游 通向金边的必经之路上 就等着我们钻过去 当下的情况实在是有些特殊 如果我们继续南下前往金边 恐怕就会撞到那匆匆赶来的康克游 和他手下的一种子精锐 而若是停在原地呢 则麻烦更大 跟我尽力的隐隐之间联系的虚空巨眼 离得越近 便越能够感应清晰 也就越有时间 将这包围给布置周密了 让我们插翅南飞 也就是说呀 我们走也不是 留了 还不是 机会渺茫得很 这种情况十分的严峻 我们的脸色也变得阴沉起来 我摸着鼻子 开始思考起这无数险境之中 是否有一条出路 而想来想去 终于想到一个被忽视了的关键东西 那就是布桑和康克游这对师徒之间的关系 在阁谷岛交手的时候 布桑虽然也在救康桑坎 也就是智范和尚这家伙 但他却绝对是心怀叵测的 而且因为那虚空巨眼给召唤出来 他和师妹花五娘 却是与康克游的背心而围的 关键的时候 连智范和尚也可以随意舍弃 而且此刻那虚空巨眼的出现 使得这师徒二人之间的关系 也变得更加微妙起来 带着巴干达巫神印记的虚空巨眼 是被布桑召唤到这世间来的 他与布桑之间 存在着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或许会受命于他 但是对于康克游来说呢 却是半点关系都没有 而拥有了虚空巨眼支持的布桑 在教内的地位 也肯定是急剧提升的 这种种的现象 无疑会触犯到 以康克游为首的 巴干达巫教高层的固有利益 全力的味道是最为甜蜜的 很少人会愿意跟别人一同分享 即便这个人 是自己最为得意的徒弟 我敢肯定 布桑和康克游之间 一定是有局域存在 基于这一推论 他们很有可能不会一同出现在一个地方 或者说 不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会合 两人 必然会离得比较远 如果我们能够打到这个时间差 或许能够在康克游赶来之前 将能够捕捉到我位置的虚空巨眼 给干掉了事 一想到这里 我不由得一阵害人 我到底在想什么呢 居然准备将拥有巴干达巫神印记的虚空巨眼给干掉 这个想法 未免也太疯狂起来吧 不过呢 很快我就变得平静了许多了 别说什么老神子的巴干达巫神 就连咱中华之地流传了无数年的真龙 还不照样给我师父从九天之上 给轰击而下 变成一条死蛇了吗 前人诸玉在前 凭什么我师父干的 我便干不得了 这是你们逼我的 不给我留活路 我让你们这些杀人嗜血的猴子 没有一个有好日子过 鞭泯的血涌 在一瞬间充斥了我的脑海 我当下也是扭转过头来 盯着秦伯说道 秦伯 我先前听你说过 你有那龙虎大封印真经术 能够将那只大眼睛给封印住 不知这话可做得真 秦伯盯着我的眼睛 看了好一会儿 才傲然说道 自然 当年张天师 便是凭借此数 封印住了三十六天纲 七十二地煞 后来被天道孙缺 方才放出这等凶丸来 呼啸于梁山之上 演一场风云的传说 那等豪杰 可是对应星辰之能事 而这巴干达 不过神南洋一曲曲携神 哪里有封印不得的道理 我想起他先前失败的事情 陈胜说道 可是需要什么准备呢 秦伯伸出了右掌 竖起三根手指道 阴风印的福禄 我这里还有一枚 不必考虑 不过呢 我还需要悬起一处 会阴藏水的地方 布下法阵来 得有人将其引入阵中 此为第二点 除此之外 我还需要在法阵之外 有两名心思互通者 互为阴阳 帮我控制气场 毕竟是风神 如此天时地利人和 方才能够成事 我点了点头 表示理解 又深吸一口气 将我的计划 说给众人知晓 这话一说出口 众人的脸色各异 有震惊的 有忐忑的 也有有血一顾的 当然 最后那一种情绪 是来自那个叫做 美福亚的小姑娘 巴干达乌神 在东南亚等地 秘密盛行多年 他知道这家伙 究竟有多厉害 别的不说 即便是意识降临 也不是我们这些人 能控制得住的 他不信 不过秦伯 却拍一拍大腿 竖起大拇歌说道 不错 按照你说的做 我们方才能有些升级 小臣 你说吧 要怎么做 我指着远处 漫无边际的 广阔湖面说道 你要选地方 我建议在这湖面 星罗散布的岛屿上面 找一个合适的 这样一来呢 应该会有一个岛屿 符合你的要求 二来 若是在那湖上 对方一时半会儿 是很难支援的过来的 至于住镇者嘛 我这妹子和弟弟 年少俊杰 修为也不错 心思更通达 勉强能够帮你尝试 而隐内加护过来的任务 就交在我手上了 秦伯问道 你怎知 那东西藏在哪儿啊 我则是拍了拍 胸口上的八宝囊 自信地说道 想要钓鱼 自然得有鱼儿 这世间能吸引他的东西 并不多 而我这里 恰好就有其中一个 一运公子 却是有些忧虑地说道 话虽如此 他那大眼睛究竟有多厉害 你那天也是瞧见了 不说他旁边 可能会出现巴干达高手 就这么一个 将他一路引到 伏击地点的路途 就是一次与死神的生死竞赛 你这样做 太危险了 守卫一个不留神 全盘结束 你可得仔细考虑一下 面对着他的好意 我嘴角向上 微微地翘了翘 平静地说道 我出身贫寒 自笑受苦 跟别人 自然是比不上的 不过倒也没有别的优点 其中一点 那就是不怕死 诸位放心 身家性命 在此一搏 我就算是死 也会将那家伙给带到的 听到我这般铿锵有力地回答 一运公子不再多远 而是朝着我 竖起大母哥来 赞声说道 陈老大 我这辈子 佩服的人实在并不多 你却绝对是其中的一个 如此这般 大家商定妥当 便不再拖延时间 不予熟悉水性 带着秦伯入了湖中 前去那浩瀚无烟的湖面上 去探查一处 可以作为封印地的岛屿 而我呢 则带着其余人等 在林中藏匿 养精蓄锐 等待随时将要到来的调制 两人这一去 就是整整一天 到了夜里九点多钟的时候 方才回返过来 告诉我 湖面向东二十里地的湖面上 有一处岛屿 称龟背凹字形 并不大 方圆也就是起平方里 上面玉玉苍苍 全是野草 还有一些鸟禽 长蛇之物 栖息 秦伯仔细看过了 觉得在那布阵 十分的合适 他确定之后 便赶紧回来 一来呢 是有许多布阵之物 并不是随身带着 需要另行寻找 二来 也是跟我汇报一下情况 如有可能 要带着我亲去认路 选定了地方 事情就好办许多了 我让秦伯 将布阵的一英物品 列一个单据出来 随身带着的 就帮着凑一下 没有的呢 就记一下 然后连夜潜入附近的一处城镇 来裁判 当然 说是裁判 其实就是粮上君子的够的 特殊时期 我们也没有太多的讲究 如此这般分头情动 忙碌了大半宿 终于凑齐了物件 一运公子到附近一处 捕鱼作坊 弄到一艘快艇 灌满了油 带着我们 朝秦伯选定的那处岛屿上行去 来到了地方 秦伯就带着众人开始捕鱼 我在旁边看看一会儿 便不再多言 与秦伯约定了时间 便开着那艘半新的快艇 折回到湖畔去 这湖畔呢 与我们之前藏身的小树林 相隔已有几十里地 我将快艇 隐藏在一处芦苇荡里 自己也在腐臭的湖泥之中静坐 默默地运行周天 淤泥之中 并不寂寞 里面有无数的生物在蠕动着 细小的虫子 顺着我的裤管向上爬 一直爬到我裤当处 也有细小的长蛇 顺着游进我怀里去 不管受到什么的骚扰 我都并不作声 宛如入定的老僧 静静感悟着这宁静 而多姿多彩的世界 生命在这一刻 也变得无比动人 层次也丰富了许多 当然 不管这些小东西如何撩搏我 但凡有谁 胆敢张口咬我的话 都会被我的身体防御机制给察觉到 一身的真气猛震 直接将他给毙命了去 我像木头人 却并不代表 可以任人蚕食 夜消散了 又到了白天 太阳由东到西 夜幕再次降临 而等到头顶上的月亮 快行到中天的时候 静默了一整天的我 终于站了起来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亮明身份 而不是在社福的岛屿上 是因为我们的对手 除了那虚空积极眼以外 还有无数巴干达乌教的狂热教徒 以及像康克游这般的顶级大的 比起别的玩意儿来说 人 终究才是最恐怖的东西 我望着头顶上的月亮 将隐穴寒光剑给拔出来 然后举手朝天 直刺那苍穹之上 追了一路的我 亮剑 那虚空居眼 会不会如我所想的一般 用最快的速度赶过来呢 当一切的计划 都实施完毕之后 我突然没有太多的信心了 此时此刻的想法 也不过就是进人事 听天命 不过那个家伙 终于并没有让我失望 仅仅一个时辰之后 我便感觉到有数十个人 从远处的树林当中 朝着我这边缓慢地靠近而来 这来人的速度很迅速 我刚刚感应到对方没多久 就被他们给锁定了 很快 有超过二十个以上的家伙 乘扇形朝我围了过来 东丽萨湖畔的卢尾档 浩浩荡荡 遮蔽了太多的污垢 而我站在其间呢 单手直见直天 却宛如明灯一般 不多时 第一个人 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是个全身有黑的小子 我们两人四目相对 他哆嗦了一下 回头大声叫喊 很快 布桑就带着人 出现在我跟前 严阵以待 我朝天空看了去 并没有瞧见那 硕大的虚空巨眼 普显身 这是老木深算 看来对方 应该是对我 突然现身的做法 保持了一定的警惕心的 方才会这般处理 而从我的感知当中 在周围还有一对力量 正在不远处搜寻着 试图找到 与我一起的同伴 探明此处是否有埋伏 手下人 在万围探寻 而不桑则远远地望着我 高声喊道 陈先生 你为何不跑了 我抬起腿来 缓缓地从湖泥中走出来 离开芦苇荡 来到稍微扎实一点的泥地上 很随意地将尹炫寒光剑插在一边 拘了一把湖水 洗了一下自己沾满泥的腿 方才慢条斯理地说道 跑 是不想在那海啸中死于非命 不跑 是有点累了 不如坐下来 好好地谈一谈 你觉得如何呢 不桑似笑非笑地缓步上前 愣然说道 谈 有什么好谈的 你亵渎了巴干达物神 唯有将灵魂祭祀给他 方才会获得神的谅解 第665集 我怂了怂肩膀 淡然地说道 那是你的神 与我无关 这么说 也就是没得谈咯 不桑心中有事 还未说话 旁边站着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妇人 冲着我 用并不熟悉的汉语 历声喊道 你这小奸货 赶紧将康桑 交出来 或许还能绕你一命 我抬起头来 瞧见那补丧眉头紧皱 而老妇人呢 根本就不顾及她的想法 便想得 这妇人与她的地位应该相当 或者 还会更高一些 再仔细看 却见她老妇人 穿着一身绿色的纱衣 衣服上面 文汇着两条互相交缠在一起的毒蛇 舌头高高的昂着 露出尖锐的獠牙来 而她手中 则拄着一把拐杖 居然是用一整条蛇骨 连接而成 心中就不由得一动 试探性的问道 尊下可是当年康克游麾下 三大战将之一 毒蛇巴勒 被我一语刀破了 那老妇人也并未惊讶 反而有一种名声鼎盛的得意 满是皱纹的老脸 笑成了一朵花 咧开嘴 笑道 嘿嘿嘿 怎么 你也知道老娘的名声 这老妇人的汉语并不太好 口腔怪异不算 用词也是古力古怪 我却并不计较 而是憨厚的笑道 自然 你的鼎鼎大名 我自然是听过的 毒蛇巴勒叹了一声道 没想到我 老娘隐居了二十多年 居然还有小辈 记得咱当年的威风 实在难得 我此刻前来 可不是要巴结谁的 将他高高的捧起 自然得给他重重的摔下 当下也是一字一句的说道 倒不是记得你 就是前些日子 在了那个哈努曼夜猴 格日桑的时候 听他提过一嘴 觉得这杀一个是杀 杀三个也是杀 若是能够凑齐了 倒也是一件圆满的事情 你 听到我这恶意的话语 那老妇人 顿时就觉得 一阵气血上涌 脸色瞬间 就变得红润了许多 愤愤地说道 好 你看 屁牙剪嘴里的小子 死到临头 居然还想说 账钱一顿话呢 他被我这一番撩拨 顿时就要冲上前来 给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 小子一点教训 不过呢 却被一只阴着脸 不说话的补丧给拦住了 只听他 不嫌不淡地说道 巴勒 此番前来 我师父是怎么交代的 这横行惯了的毒蛇巴勒 被补丧这番一问 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自然是以你为主 不过我要教训这小子 你可有一些 补丧的眼睛瞬间就锐利起来 教训他 你觉得 能够在神眼注视下逃离 将塔克里斯血洗 杀的哈努曼以后 阁下四分五裂的黑手双城 是能让你随便教训他 当听到布桑说出 黑手双城名头的时候 我便知道 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不过此刻 倒也并无伤大雅 也没有什么顾忌 我并不在乎 而听到布桑 陡然尖锐起来的话语 那毒蛇巴勒的脖子 却是一梗 怒气正要发出 然而 待他往后瞧了一眼身后的黑暗之后 却眼气息鼓起来 咕嚷了一下 不再多言 看得出来 召唤了虚空巨眼之后 布桑在巴干达乌教中的地位 已经得到显著的提升了 布桑 在用言语 搏倒了巴干达重臣巴勒之后 心中颇为得意 转过头来 再次与我交涉到 想要放过你 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 他的话还没说完呢 却见原本轻松 站在原地的我 居然是 舒然间提见就冲过来了 那神法之诡异 速度宛弱 不实的猎豹 布桑愣住了 我去 这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之间 就开始干上了 这还让不让人好好说话了 不但不丧 就连刚刚与他有口舌之争的 毒舌巴勒 以及周围的众人 都感觉现场的情况 莫名其妙的 而那毒舌巴勒 却并不知道 就是他刚才 不经意接的一批 让我下定战斗的决心 是他让我知道了一点 那就是虚空巨眼 此刻就藏在身后的黑暗当中 那狗日的 正偷偷摸摸地窥探着我 目标既然就位了 我就不用跟这帮龟孙子扯淡了 我们双方其实连言语都不是很同 能抄刀子的就尽量别动嘴皮子了 骂娘 哪里有看人来的痛快啊 杀 我疏远而动 那一帮巴勒达勾角的追兵 一开始还有些发愣呢 然而当我冲到跟前来的时候 武丧差异的脸色收敛了 顿时就化作怒气 高声喝道 不自量力的狗东西 你以为我们五哥是你向来就来 向走就走的地方吗 兄弟们 不振 迎战此了 众人听命 立刻疏远散开各彩方位 奋力地摇动手中一条 类似于姨妈金的木会长布 弄出一个流氓星一般的小镇 顾桑是横刀立马 站在了大镇当头 而那刚才与他还有口舌之争的 毒舌巴勒 却是极为默契地 朝着我身后一划 将手中的白骨舌杖一横 封住了这大镇的镇位 镇法一闭拢 一股无形的压迫力 顿时就从每一个人的身上散发出来了 一股类似于 激年粪坑一般的腥臭之气 从那些人的手中的 姨妈金布条中散发出来 我用余光瞥了一眼 能够瞧见 那玩意儿啊 应该是浸透了 激年失业的夺命魂帆 而对方瞬间布下的这个法阵 应该是恶灵夺魄之类的手段 果然啊 我这一入的阵中 立刻就有无数呼啸的鬼魄 生姜出来 在我头顶上不断的盘旋着 扭曲而痛苦的脸孔 发出无声的哀号 万鬼哭 我冷冷一笑 手掌一用力 那隐穴寒光剑之上的万魂珠 骤然从剑尖之上弹了出来 九颗万魂珠 十万月灵魂 经过连日以来的祭练 此物已然能够发挥花五年手中三成的功效 这一经施展 方圆百米之内 立刻一阵阴森 宛如地狱深渊 寒气凉人 阵中诸多的亡魂 被这万魂珠的气质一逼 顿时就显得一阵萎靡 要么彷徨退赛 要么直接被吸入其中 而就在万魂珠功效全开的一瞬间 我的这一剑 也是刺到了补丧的胸口处 这一剑 快 快如极电 不给别人一点反应的空间 而就在此时 补丧却从怀中 掏出一个金色的铜镜来 朝着我猛然一照 口中高声喊道 色彩盖 巴勒 抑郁之下 我浑身血液一僵 身体也陡然定了阁 虽然这僵直 只有不到半秒钟的时间 封住阵尾的毒蛇巴勒 却已如期而至 将手中的白骨蛇杖 朝着我后心倒僵过 他与我相聚颇远 感到的时候 我对于身体的掌控力 也已经恢复了 然而我却并没有闪避 而是将大部分的魔工 集中在背脊处 那白骨杖之上的力量 有雷烟 万钧之感 朝着我猛然撞击过来 我被一下撞得直朝前飞 而叙事已久的一口鲜血 也是陡然吐了出来 我朝前跌飞 顺势一箭刺向了不丧 那家伙 那家伙提起手中那根 与别人不同的短杖 猛然与我撕拼起来 双方相撞 短杖之上 竟然有着巨大的力量 与之前的布丧 是截然不同的 竟是将我给推得凌空倒飞而去 我并不甘心 脚尖抵住阵边一个家伙的肩膀 再一次朝着布丧冲 这一次 引血寒光剑上 陡然浮现出了一种能让巴干达邪教徒力量紊乱 化作火炬的黑白之气 这是巴干达巫神的本源之力 用来惩罚一切 不虔诚者 然而布丧的短杖再次击来 势大力尘 黑白之气 却对他毫无效果 反而是将我给直接掀飞了 我再次吐了一口血 表现出重伤模样的我 凭借着林仙一侧 在一片混乱之中 冲出对方的法阵 朝着芦苇当中逃了开去 而两次重创与我的布丧 则信心满满 大声呼喝着 想要将我拿下 再立其功 我呢 则是道托长剑 捂着胸口 将脸融入黑暗中去 低声冷叫 猴子们呢 真以为大爷弄不死你们 咱等着 我是落败而走 这事儿让布丧等人略有诧异 不过 却也自觉应当如此 作为康克游最得意的弟子 布丧安前马后的跟随老师这么多年 好处自是收了不少 实力也是学了好几分 不但能与毒蛇 食人魔和哈努曼叶侯平起平坐 还能坐正格谷岛 自然是第一流的强者 而他手中这柄短杖 以及身上隐隐冒出来的血光 却是召唤出虚空之眼之后 临时得了的好处 巴干达 是这帮人所崇拜的巫神 从虚空巨眼那儿得来的短杖 说是神器也并不为过了 在这般的图谋之下 将我这个像是老鼠一般的东西 疲于奔命的家伙给伤了 并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故而他们都没有想太多 只可惜这阵法竟未能锁住此人 让他逃了出去 不过既然受了伤 那自然是走不了多远 我这一出阵 立刻朝着湖边远处的卢尾档 狂奔而走 捕丧那帮人呢 在后面大呼小叫的 想将我给拦截下来 我脚成块 自信这帮人 没有谁能追得上我 不过为了演一逼真 倒也是一直拖着 装成受了重伤的样子 此刻 不过是在耗尽精血 拼力奔走而已 不过我倒也并不是全部在装 那毒舍巴勒的一记棒子鼓下来 尽管我也是运气抵抗了 也垂得我浑身生疼 对方的手段 倒也不是想象当中的弱 而我若是没有临先一侧傍身 一旦被围困住了 估计也的确是逃脱不得的 这一追一逃 双方在湖边 极力的奔走着 追兵之中 倒也有脚成块的家伙 几个信徒 瞧见我身受重伤 觉得能够减便宜了 想要立下些功劳 给上面看 撒牙子 舍了命的 追逐过来 飞刀 飞针 匕首 等等的暗器 朝着我这个方向不断的招呼 我身后没眼睛 不过却能够对周遭的气场也足够的把握 来着皆被避开 不过我也来了火急 故意放慢脚步 等待有人扑僵过来的时候 直接陡然爆发 一剑便削下对方的头颅 有着万魂珠在前的隐穴寒光剑 风寒无比 再加上我这 骤然间爆起的一击 却是没有人能过得了几招的 如此追逐了几里地 我身后倒是留下好几具无头的尸体 即便是受了重伤 我还是这般凶狠 这情况倒是吓到了那些家伙 原本亡命追逐的一帮人 脚步也越发的缓慢起来 而就在这个时候 我已经来到了苍密快艇的那处芦苇荡 尽管我没有瞧见虚空巨眼 但是我却晓得 他一定在黑暗中注视着我 一想到这儿 我没有一丁点的犹豫 直接飞身而下 越过积水的草蛙子 跳上快艇里 将马达的功效 开到最大 疏然朝着湖面冲出去 我的逃离 让布桑等人士又惊又怒 这可是快要到嘴边的鸭子 却眼瞅着一下子飞了 这可让他有些受不了啊 不断是他 跟着一起追到 卢尾档边的毒蛇巴勒 以及一众人等 都是愤怒地朝我这边挥手怒吼 不过他们愤怒归愤怒 没有船 总不能跳到水中游过来吧 跟我这快艇比速度 当快艇离岸足有半里地的时候 我这才敢回头往回看 让我有些失望的是 预想之中应该出现的虚空巨眼 并没有朝着我这边追过来 甚至它都没有出现 虚空巨眼不来 我们准备的大戏就没办法开场了 事情基本上算是弄砸了 一想到这儿 我竟然有一种回头过去的冲动 不过最终 我还是强行地暗纳住了 不管也不顾 朝着射服的小岛开了过去 走了几里地 我心中越发空荡进来 因为我感觉到 那一直在黑暗中注视着我的那道气息 居然也是消失不见了 难道那家伙能够猜测到我们的计划 我不敢多想 事到如今 我若是回头的话 只可能弄巧成拙 还不如闷着头 一路向前 不管也不顾 那虚空巨眼 来便来了 若是不出现 我们便赶紧离开此处 尽量游多远 逃多远便也是 我如此地想着 当下也是稳住了心神 一路朝着湖水深处而行 就在我开出几里地的时候 天空中突然间 稀稀拉拉地下起小雨来 而这雨越下越大 没多久 居然演化成了暴雨 大雨磅礴 而头顶上的乌云 也越发显得低沉起来 在暴雨下来的时候 我的心就慕名了一紧 快艇的速度 已被我提到极致 就像一匹野马 朝着湖心处 急奔而走 可怜的发动机 随时都有罢工的可能模样 果然啊 在我行驶大半的时候 一道又粗又长的雷电 从天空之中陡然出现 宛如一条婉颜的游蛇 四处分叉 在乌云上 凝聚了刹那功夫 便朝着我这边 直接轰击下来 我当时的背脊之上 顿时就是一阵寒毛树脂 这落雷若是砸在我头顶上 就算我是天王老子 估计也得轰得一阵交互吧 玩大了 实在是玩大了 我当下也是顾不得许多 猛然一扭那方向盘 高速行驶的快艇 陡然间改变了方向 朝着水面侧越过去 那粗大的雷电 直接落在我白米海外的水域 黄金色的电柱 灌在水面上 直接化作一大片蓝色的电芒 朝着四周 扩散而至 窝面的空间 顿时就充斥着无数的静电粒子 将人全身的毛发都给弄得竖直起来 我的头发竖直朝上 感觉像去理发店里做了一回洗剪吹 看着那铺平水面的蓝色电芒 朝着我这边疏然而来 我整个人的心脏都停止了跳动 不过好在 那快艇在这个时候居然挺给力的 马达一轰 直接就奔出了小万里地去 而到了这个时候 我的耳边 方才听了轰隆隆的雷鸣之响 接着 我的背脊突然攻起来 全身肌肉紧绷 厚厚的云层之上 那具巴甘达印记降临的虚空巨眼出现了 一会儿红 一会儿黑的瞳孔凝视着我 那宛如章鱼一般的十多根触角 滑动着空气 朝我这边游了过来 第666集 他或许老谋深算 不过对于夺取他本源力量的我来说 却是有着难以摸密的仇恨 这种仇恨 以及收回本源力量的本能 驱使着他不死不休 又是一道粗大的雷铢 从天而降 凭着临险一侧的超前意识 我再一次避开那雷铢的恐怖轰击 而三两下过后 虚空巨眼便不再施展着恐怖的手段 若是鲜尾追击的话 想要将我置于死地 快点飞速的前进 在湖面上画出一道白色的尾线 那虚空巨眼看似缓慢地摇摆着触角 在后面紧紧地咬着 前者虽然看似飞快 然而那距离却慢慢地被虚空巨眼给追上 之所以出现这般的景象 是因为那虚空巨眼 对于时间和空间的理解 已经远远超出正常人的理解范围 它表面上 仅仅只是挥动了一下柔软的触角 但事实上却运用以缩地成寸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手段 我这光凭着马达驱动的快艇 又哪里低得过它呢 然而即便是如此 我还是拼命地驱动着快艇 就快到我们社福的小岛了 只要能到的那里 这看似宛若天神一般的恐怖虚空巨眼 就能够被我们封印住 而后面的一切也将变得豁然开了 再走那快艇 不知不觉当中 高速前进的快艇之上 我都已经瞧见那小岛暗淡的轮廓了 心中也不由得一阵欣喜 然而尚未等我高兴太久 身下的快艇突然在这个时候闹起脾气来 先是听到发动机传来吭哧吭哧的响声 接着里面就冒作了滚滚的黑烟 向前滑行了一段距离 居然就缓缓地停下来了 喘坏了 在那一刻 我当真有种要死的冲动 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此时此刻 我哪里有什么功夫 去修比飞收破船 难道我就要在这里坐以待避 等着那虚空巨岩给弄死吗 近在咫尺 却远在天涯呀 望着那虚空巨岩 在远处遥遥地赶过来 我心中不由地生出一缕绝望 然而很快 却又被一股不服气的心思给压了下去 对 一经近在咫尺 我就算是游 也要游过去 想到这一环节 耽搁了几秒钟的我 毫不犹豫地朝着前方黑乎乎的湖水 一个蜜子 直接扎了下去 冰冷的湖水里 我奋力向前滑动 心中唯有在不断地祈祷 希望先前那虚空气焰 从云层中召集而来的雷电 不要再落下来 要是陆入湖水中 只怕我就要被弄成烤猪了 然而这世间的事情 往往你越是怕什么 就越容易来什么 就在我疯狂祈祷的时候 感觉到湖面之上 有一道亮到极点的光芒 砸落而来 尽管这玩意的落点 有些偏别 离我也有一段距离 但是根据先前那雷电分布的情况来看 终究还是在白米饭 在这个距离 我根本没办法避开 而以那水的传导性 身处其中的我 绝对是死定 事到如今 我想起这么多年来 死于我手下的巫术生命 反而倒是释然了 于是张开双手 平静地面对着死亡 出来混 总是要还的 不是吗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沉在水中的我 腰间突然被一双有力的臂膀 给猛然抓住了 啊 尽管是一心等死 但是在腰间背袭的一刹那 我还是下意识地想要反抗 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呢 一股巨力就将我朝着小岛的方向猛然推了过去 我的脑子 我的脑子在这一瞬间 将我给紧紧地捉住 而片刻过后 我又感觉到一股巨力 将我朝着水面上 猛然一抛 我陡然冲出了水面 身子离水面足足有两米多高 而就在这一瞬间 我瞧见那蓝色的电芒 从远处蔓延过来 冲着我身下滑过 而也是正在此时 不宜从水里猛然跃上来 用滑溜的鱼脑壳顶住我的屁股 他这一跃 却没能够避开那道电芒的覆盖 毕竟 刚才带着我 从水下潜游了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想要避开这雷电之力 故而在时间上 难免有些来不及 不于此刻 跃出水面的时候 鱼尾便遭到了电芒的伤害 然而即便如此 他依旧是硬生生地忍住了疼痛 将我再一次往上抛了开去 这两段时间十分短暂 却是将电芒的威力 最强的时间给避开了 当我朝下回落的时候 鱼却是浮出水面 用背脊将我给接住 再接着尾巴一甩 朝着小岛 疏然而走 然而这一次 我却明显感觉到 布鱼显得有些乏力 速度也降了下来 我闻到焦虎的气味 低头再看 果然瞧见布鱼那鱼皮一片焦黑 有的地方 甚至鱼鳞也脱落下来 露出里面森森的白骨 瞧见满身残破的布鱼 我不由得眼眶一阵湿润 难而泪 不清流 但瞧见布鱼 居然用牺牲自己的方式 来保护我的性命 这样的情谊 当真让我感动到难以自意 不过此刻 却并不是讲这些情谊的时候 头顶上的虚空巨眼 本来以为能够将我 直接垫死在浑浊的湖水里 等着我翻肚皮浮上来的 结果半路杀出这么一个成咬筋 顿时就冒了火 游动着触角从远处划过来 布鱼 即便是被湖面上的电芒 给轰得半死 却也是狠得下心 埋头又是一阵猛冲 与那西空巨眼争分夺秒 在布鱼 燃烧生命一般的游动里 那小岛的黑影 变得越来越大了 也就在此时 我又感受到一股亮到极点的光芒 再一次从头顶的天空生成 冲着我们这边砸落下来 不过这一次嘛 那雷柱比至以前 显得细小了许多 看得出来 弄出这般的雷电 即便是虚空巨眼 也是十分勉励的 但是 他是在太像要我死 就在那雷柱 轰然下落的一瞬间 我下身的布鱼 也是拼尽所有的力气 喉咙里发出低沉而沙哑的吼声 猛然一跃 竟然横空跃出数十米 直接落到远处的小岛上去了 不渝重重的砸落在小岛边缘的草丛里 而我呢 则被甩落在地上 连打了好几个滚 甩得云头转向 不过这点小伤 对于我来说 可以算是并无大碍 挣扎着爬起来之后 我朝着小岛边缘的湖水侨过去 只见那蓝油油的电芒 随着波澜晃荡 看着充满了诡异的美丽 但是从那不断上浮的水面 翻着肚皮的鱼虾 就能知道这美丽的背后 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恐怖 我瞧了那边一眼 便蹲下身来 将回复了人性的不渝 给扶坐起来 焦急地喊道 不渝 你怎么样了 没事吧 此刻的不渝 浑身漆黑 一脸撩跑 身上到处都是血淋淋的皮肉 模样是凄惨至极 不过听到我的呼唤 却也能够勉强抬起头来 嘴角往上翘 勉励地说道 老大 我没事 就是有点头晕 躺一会儿就行了 你 没受什么伤吧 我点了点头 他便露出孩子一般 同真的笑脸来 同时还露出一口好看的白牙 那就好 那就好 这话说着 眼见的双眼就要闭上了 我赶紧一把抵住他的后背 用气径给他刺激一下 见他恢复了些精神 毫不犹豫地掏出一粒广灵金丹 塞进他嘴巴里 焦急地说道 你现在还不能睡 先给我撑一下 广灵金丹 能够恢复血气 也能够促进人体的潜能激发 入口即化 吞服了广灵金丹之后 他眼睛稍微亮了一点 而这个时候 伊韵公子从暗处爬了过去 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焦急地说道 陈兄 你没事吧 我望着天空之上 徐徐飞来的虚空巨眼 又徐徐吐出一口气 陈生说道 我无大碍 只是不渝受了重伤 伊韵公子的脸色一变 焦急地说道 这可怎么办 秦伯布下的法阵 还需要捕鱼来撑场呢 我回头瞧过去 没看到秦伯 我有了疑伙道 秦伯人呢 伊韵公子低声说道 人在阵中 被布置遮住了 银月姑娘 在被他称幻术 不让那大眼睛心生疑心 我讲真的 布鱼的这个情况 肯定是镇压不住 那阴阳之气的 光靠秦伯和隐月姑娘 是没办法施展出 完整版的 龙虎大封印真经术的 我将布鱼 推到了他的怀里 长身站起 淡定说道 没事 我来 伊韵公子 有些懵了 说道 你行吗 我举头望天 平静地笑了 我与隐月 自小就认识 青梅竹马 对于沟通之事 比布鱼 其实还要强上许多 昨夜掩饰的大概 我其实也有注意的 没有问题 你照顾好布鱼就行 千万不要让他有事 知道吗 放心 伊韵公子 雷了一下自己的胸口 坚定地说道 你的兄弟 就是我的兄弟 就算是我死了 也不会让他有事的 得到伊韵公子的承诺之后 我便不再犹豫 鱼光处 瞧见伊韵公子 扶着布鱼 朝小岛的另外一头离开 便直接将尹静寒光 剑给高高举起来 里面的黑白之气 陡然冒出 原本属于对于巴干达 本源的力量 浮动出来 而我呢 则是嚣张无比的高声喊道 大眼睛 瞧见了吗 这就是原本属于你的力量 怎么样 有本事 你就过来咬我呀 我若是就这般跳脚 那家伙或许直接就忽视我了 然而 当我将这力量展现出来的时候 那高高在上的虚空巨眼 陡然间就愤怒了 浑身的触角 一阵乱晃 竟然发出一道尖锐的 刺破云霄的声音来 这超高的频率 听得我整个人都是一阵气血震荡 下意识地朝后退了几步 气血上涌 将难受至极的耳膜给稳固住 愣然说道 你这个狗东西 要不是我的那一件 你能够来到这世上 作为作福吗 饮水思源 你不但不感谢老子 居然还千里追杀 当真是个妄根负义的货色 我想到什么 就骂什么 口无遮拦 也不管对方究竟能不能听得懂 就顾过了嘴瘾了 不过那家伙 似乎还真就听懂了我的话语 悬停在小岛百米开外的半空之中 所有触角都朝着下方垂落 紧接着 那身体便宛如一颗陀螺一般 开始高速地自转起来 瞧见他这般模样 我顿时就感觉一阵鸡皮疙瘩冒出来 很快我就知道这玩意儿到底在做什么了 在他的高速转动之下 那湖面居然浮现出了一两百的水人来 那透明的水人 有男也有女 这面色漠然 踏着波涛朝我们这边快速冲击而至 之前是血人 此刻是水人 那虚空巨岩 借力打力的手段倒是纯熟的很 而这些水人里面灌注的灵魂 想必就是前些日子海啸之中 死掉的那一股的无辜者吧 没想到啊 竟然被这狗东西给利用了去 可想而知 这玩意儿到底还是邪恶的 若是铲除不了 只怕还会出来围祸世间 水人本来来得飞快 很快就跃上小岛的边缘摊土 朝着我张牙舞爪地扑过来 我为了引对方上钩 使出了催枯拉朽的手段来 直接将那本源之力 灌注在隐穴寒光剑上 再加上万魂猪的力量 这些个傀儡的小花样 根本就没有展示出自己的凶悍 纷纷化作一滩滩的水渍 我有点奇怪 对方为何会派出这么一大堆 用处不大的东西来 而就在此刻 我不有心头一跳 下意识地朝着旁边的草丛扑着 一道笔直的光芒 从那大眼睛的眼瞳之中 击射而来 所过之处宛如死光 草木枯萎 沙土焦黑 离出一道深达半米的裂缝来 这黄金色的光芒 从我身边一扫而过 仿佛能追踪到我一般 然而我每一次 凭借着灵活的走位 以及临先一侧指点出来的路线 看看避开的偷袭 出版教授用尽了 却伤不得我分毫 那虚空巨眼 终于还是来了脾气 身在在高速的旋转之中 突然凭空扯出一道裂缝 紧接着就消失不见了 就在我诧异这玩意儿 到底去了哪里的时候 浑身突然发紧 却发现自己的身体 被七八条又滑又腻的触角 给猛然捆住了 像那缅甸的巨蟒一般 将我给紧紧地勒住 让我不能呼吸 叫杀 在感受到身体 骤然易紧的瞬间 我下意识地朝着缝隙里 用力 结果没有等我反应过来 那七八条触角 就从虚空之中 陡然伸出来 死死勒住我全身 那玩意儿啊 别看你看着是滑你无骨 但是上面 却有着恐怖的力量 微微一发力 我就感觉自己的骨骼 在咯咯地坐着想 胸腔里的空气 也越来越少 每吸一口气 都感觉到喉咙和肺部 是火辣辣的 直烧得慌 就好像是喝醉了酒一般 而当我抬起头来的时候 从交缠在一起的触角间隙里 能够瞧见那硕大的眼睛正中 瞳孔里流露出一丝恶毒 而又得意的光芒来 追了这么久 你终究还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来 是这个意思吗 我心中一阵的火气 感觉到自己快要被这狗东西给绞杀致死了 搏命的心态也不由得生了出来 根本不用结印 直接一阵魔威灵体 朝着上方的敌人冲击而去 阿普陀是深渊魔王 我不知道跟这家伙的本体 孰高孰低 但是这魔威延展 却使得那玩意儿动作为之一僵 停了个半秒钟 就是这关键的半秒钟 使得身怀小城魔宫的我 终于缓过一口气来 右手上的陰穴寒光剑 陡然激发 三气齐出 其中又已被王红旗点化过的 浓郁龙溪最为磅礴 对于这浑身最为柔软的东西来说 它就像是滚烫的开水 所过之处 那柔软而坚韧的触角 顿时就冒出滚滚的浓烟来 力量也顿时一阵停日 要的就是这一次空气 刚才那虚空巨眼 跨越时空的突袭 让我完全反应不过来 倘若不是我常年休息 道心众魔真经 练就了结实的身体 恐怕此时 已然被齐奇给绞杀当场 此刻对方的身体稍微一放松 我便强行从那繁复的触角之中 挤出来 朝前一个猛扑 强行地 滚落在草丛的前方 第六百六十七集 我这一滚啊 天翻地覆 而当我翻身起来的时候 却瞧见小白胡在不远处 一脸焦急的 瞧着我这里 刚才瞧见 我被那大眼睛触角给绞杀了 他却是没有袖手旁观 倘若我不能自救 估计他也就忘记 他也就忘记什么封印之事 直接挺身而出 舍命快来救我了 这小妮子 我一开始浑身热血激荡 还想着抽剑回身 与那狗东西对砍呢 结果瞧见小白胡之后 之前以勤搏协商的计划 顿时就浮现在脑海里 当下 也是一个鲤鱼跃身 朝着原本是不予所在的 阵门站位 迅疾而走 虚空俱眼 瞧见我居然从他 重谋已久的必杀一击中 滑溜无比的挣脱而去 并且仓皇走脱 也不亦有诈呀 挥舞着那 有着无数吸盘的触角 再一次 朝我袭击过来 死亡的面前 人的潜能爆发得格外恐怖 百米的距离 我瞬间便已达到 而这与其林母狱之中 也传来小白胡的消息 他告诉我 秦伯一直隐身于阵中 正在根据这狗东西的 体型和力量结构计算 还需要拖至少一分钟 让我千万要多加小心 一分钟 虽然我知道秦伯之所以会如此谨慎 也是因为想要万无一失 不过望着那陡然冲到面前的虚空 我却有一种忍不住骂娘的冲动 这个玩意儿 别说是一分钟 十秒钟 我都觉得是杜苗如年呢 不过 事到如今 我也没有后退的余地 不踏斗钢 将那星天之力引导入体 手中的隐穴寒光剑 在这一刻疏然亮极 朝着前方的张牙舞爪的虚空巨影 猛然挥出了一剑 剑翼战 到极空 逆闪而过 那气势汹汹的虚空巨影 却也来不及闪地 唯有伸出两只触角 过来抵触我这一道 急飞而来的剑光 那章鱼一般满是吸盘的滑溺触角 顿时就掉落了两截 这般久违的疼痛让虚空巨掩 狂躁不已 瞳孔也是一阵凝聚 居然 眯成了一条裂缝 而我呢 也是长长的吐出一口恶气来 这伙像年狗一样追了我这么久 总算是给这家伙一点较劝 然而还没等我高兴太久呢 这家伙居然将断开的触角举起来 一阵摇晃过后 又重新长出了新的触角来 完好如初不说 而且还又黑又金 尖端处还有角质状的道瓷 似乎比以前更加是犀利的气氛 没想到啊 我这一剑 不但没有真正伤害到他 而且还促使他进化了 我直接就傻了眼 而那虚空巨掩 却陡然自旋起来 宛如陀螺 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我感觉到 一股人为的龙卷风 以他为中心 正在飞速的生成着 心中也不由的 多出了几分警惕 而在某个时点 那家伙居然又撕裂了一条裂缝 消失不见 在对方消失的一瞬间 我浑身寒毛直竖 下意识地朝着前方贪图 一个人扑了过去 马蛋啊 又来 我满脑子的愤恨 而自己呢 则重重扎落在泥土上的时候 猛然回过头来 正好瞧见那虚空巨掩 浮现在我刚才站立的地方 七八根触角垂落下来 猛然一脚 特别是新生成的两根触角 前方尖端 宛如蝎子的尾刺 陡然一扎 让人感觉 都是一阵鸡皮疙瘩的冒起来 倘若我还停留在原地的话 只怕别的不说 这一对尖刺都能够将不给扎得对穿了 我靠 真是不给人留活路啊 我心中一阵火起 手中的长剑陡然一扬 不退反进 朝着对方 陡然扑了过去 那尹血寒光剑 高高的仰起来 朝着对方那挥舞着的触角 不断劈砍着 以汇集了十成功力的力量 和感悟的剑翼 剑翼展不同 这种劈砍 不过是正常的交手 故而也没有之前那般犀利 尽管有诸多的加成 不过我却并不能劈开 那显得有些粉嫩的触角 双方只是在彼此纠缠一番 我每挥出一剑 心中都在计较一下 感觉这一分钟是如此的难熬 使出浑身解数 也只能勉强让自己 不受到那玩意的伤害罢了 不过再难熬的时间 它终究还是会过去的 在即将收尾的过程中 我不动声色的 与那大眼睛交换了方位 踩在原来的刚位上 五秒 三秒 马上就要你这大眼睛好看了 随着时间的临近 我的心情也开始变得轻松起来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瘦小的身影 突然从黑暗中窜了出来 闯入我已虚空俱影的战场边缘 冲着那大眼睛 高声呼喊着什么 对方说的是乌格话 我听得并不是很清楚 大概听到了一个算计 一个桃 正是那个被我们从印度教寺庙中 带出来的小姑娘 美弗亚 这个在格日桑手下 只能当作被僧侣们随意玩弄的玩物的小女孩子 一路上倒也还算是配合 对于路途中的指点 使得我们获益良多 也屡次 从敌人的包围圈中突袭出来 极大的获得了我们的信任 我曾经与秦伯 医运公子商议过 倘若能够安全抵达金边 找到返回国内的途径之后 将他放了 让他自由便是 事实上 尽管一直对他有所防范 但是我们对他 却并无坏心 然而 没想到在这关键的一刻 他居然挣脱了我们的束缚 舍命冲僵出来 就是想要给这虚空巨眼报信 值得吗 我的脑海里面 轰然就是一阵乍响 而乔益那虚空巨眼 听到这提醒之后 瞬间就明白了这里的伏击 所有的触角 猛然垂落下来 身体开始高速的自转 通过前两次的交手 我知道一点 这狗东西 通过高速自转 能够撕裂空间 继而逃顿而去 我不能让他走 我站在 镇眼的刚位上 法阵马上就要开启了 轻易离开不得 当下 也顾不得许多 将手中的隐血寒光剑 猛然一震 朝着对方 疏然甩了去 而就在我制剑的一刹那 九把血量的飞刀也同时出现在虚空巨眼的身边 八把扎向对方的触角 而唯独最有一把 却刻意的晚了一步 接着 以一种诡异的轨道 扎入了大眼睛的本体 按理说呀 这眼睛 是身体里最柔软 最害怕伤害的地方 如果能够伤害到对方的本体 也许就能够消灭这玩意儿 然而 那八把飞刀 全部扎中触角 定住当场 而射向虚空巨眼本体的飞刀 却被一道光束给直接抵住了 在那一瞬间 秦伯祭练多年的飞刀 居然化作了蒸汽 泯灭于无形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一击的出现 使得它并没有能够迅速的 撕扯出空间来 就在那一道黑色裂缝出现的刹那 我的隐穴寒光剑 也终于到达了 化作一道黑色光芒的魔剑 比那飞刀的力量更加重 不断回旋的它 尽管攻击不到本体 但是展落对方四根的飞刀 盯住的触角 所有的一切 都是在电光火石之间完成的 就在众人 竭力阻拦着虚空巨眼 逃脱的时候 飞刀被毁的秦伯 突然出现了 他这一线身 身影居然将整个小岛都给覆盖 半张脸出现在了天空里 硕大的虚空巨眼 以它比较起来 就好像是猫与老鼠一般的大小 而秦伯的脸 则变得无比严肃 嘴唇开河 一股凝重无比的咒觉 从他口中栩栩而出 斗天雷宫 呼雷阵风 青雷赤气 东岸九宫 齿雷白气 上游上穷 白雷黑气 下车北风 黑雷黄气 太极玄冲 黄雷青气 遍布邪空 周天世界 炎炎赤风 龙虎太上 剑气都强 下游山越 上车云霄 白蛇险气 淡食鬼妖 空宵白鬼 斩断根苗 五步星斗 鬼不神毫 手卓妖鬼 禁腹公草 急急如沥令 风 这上百个字的咒纹 被秦伯像机关枪 一般陡然捏痕而出 他每念出一小节 顿时有一股紫色的印云 在周边生成 这印云呢 就仿佛是 不断扩散的光运 将整个小岛 都给笼罩住了 与秦伯先前的布置 相互辉映着 将整个小岛的空间 齐齐地给锁定住了 当念之一半的时候 那撕裂的空间 出来的裂缝 变像是被压迫 化作了一条 似有若无的细线 这细线 别说是大眼睛了 就算是我的眼珠子 都没办法穿过去 感受到巨大危机降临的 虚空巨眼 却并没有坐以待立 他也顾不得被斩得 血肉淋漓的触角 身子微微一晃 便朝着湖面的远处飘荡 这是逃命 虚空巨眼 表现出了格外惊人的速度来 然而此时的我 却已经脚踩斗钢 与小白虎配合着 将那阴阳之气给管控住了 束缚起了岛上的一切奇迹 为了这个计划 我们处心积虑 我甚至冒着生命危险 亲自将这鬼东西勾引到这里 而顾瑜呢 也为之付出了重伤的代价 哪里能够让他逃走呢 他或我们便死 没有半点的商量 所以众人在这一瞬间 表现出了绝死般的强大意志 我们拼命 虚空巨眼的眼光却也并不差 在陡然离去的一瞬间 他逃到小岛的边缘 眼看着即将离开这险境 逃到湖面上去 却被那紫色的印云 给封荡住了 紫色印云 看着仙气营绕 然而并非什么良善的东西 或者说 它是龙虎山最擅长的雷法之中 抽取出来的那至刚至阳的雷电精华 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 不比我师父那神剑引雷术 差上几分啊 这龙虎与毛山两头并立 从传承上来讲 并不存在数强数弱的问题 彼得 只是人 是门下的弟子 虚空巨掩着狠狠的一撞 顿时就撞得晕头转向 四肢无力 他本身就是玩弄雷电的行家 但是 善庸卷逆于水 谁都有数字无策的手 此刻 落入我们处心积虑的陷阱之中 心中既慌张又彷徨 顿时就给那紫色印云 给电的浑身发菜 下意识地 发出一声尖锐至极的叫声 又是返回了场中去 然而这个时候 秦伯的咒诀 也念到最后一个字 风 这龙虎大风影 真金术 寻常人听都没有听过的手段 此刻 终于展现出了恐怖的威力了 这个与秦伯先前仓促救人之时 所展现出来的半调子截然不同 小岛的天空之上 星辰之力垂落而下 化作了笼盖苍穹的两道气息 一黑一白 在瞬间旋转不定 化成那太极阴阳鱼 白黏着黑 黑缠着白 你中有我 我中又有你 在勤伯手指的调动之下 朝着那不可一世的虚空巨岩笼罩下来 大道质解 这般终极的手段 在我看来 似乎太过于平淡 然而 太极阴阳鱼之下的虚空巨影 将我吹了整整二十里地的这个鬼东西 居然没能生出一丁点的反抗之心来 简单的说呀 他根本就是傻在半空中 当然 这只不过是寻常人眼中的景象 在我看来 却是那太极阴阳鱼与风印住的阵中的一切气场 任何被他针对的目标都感受不到半点的力量出来 这 这就是本源的力量 接近于世界底层的规则 或者说 这 就是道 眼看着 那让无数信徒疯狂的邪神分体 即将就要被封印住了 我心中欢心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那家伙也终于在最最紧要的关头 发起了一场绝地反击 一缕光点 从他体内生成了 这光点一开始并不明显 然而在一瞬间之后 就将这虚空巨影 变成了一具亮瞎人眼睛的硕大灯泡 那里面的强度啊 就好像是洞里萨胡的半空中 多出了一个太阳 这光亮 足足传了上百里 整个湖面都亮如白昼 如此这般模样的虚空巨影 自然不是学雷锋做好事 点亮自己照亮时间 而是 另有目的的 他想要自爆 是的 这玩意儿 之所以能够呼风唤雨 弄出先前猪般恐怖的海啸 无数雷柱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都是因为他体内 存留着巴干达巫神的本源之力 这种力量 是从上过流传下来的 早就不应该存在于世间 因为他已经影响到了自然的平衡 有违于天道 这般干扰平衡的力量 拥有是一回事 将其毁掉 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就如同核武器一般 将原子分裂出来 所产生的破坏力之恐怖 是我们所不能够想象的 既然不能活 那就一起死 虚空巨岩 在这一瞬间所表现出来的决绝 将在场的所有人都给震撼到了 然而他狠 我们却也并不弱好吗 我与小白虎各占阴阳 而秦伯呢 则是催动起毕生的修为 让那太极阴阳图中心处的承载体 一张不知名的符路 在一瞬间 落到虚空巨岩的本体上 生死只在一线之间呢 当阴阳鱼包裹在虚空巨岩的身体上的一瞬间 我们所有的人心都悬在半空中去了 是封印住了吗 还是说那虚空巨岩自爆成功 与我们同归于尽了 此时此刻的我们 再也没有半点方法左右的 只有祈祷命运的天平 在这一刻能够向我们这边倾斜一些 我 一阵倾向 将白里洞里撒虎 照亮如白昼的光芒 在一瞬间便收敛了 我的视网膜 一阵的迷茫 预想之中的巨大能量并没有向我扑过来 倒是呼呼的呼风吹到我脸上 让我感觉到这世间是如此的值得人留恋 能活着 谁他妈想死啊 光芒笑赞了 适应了黑暗的我 快步冲到前方 瞧见秦伯站立在虚空巨岩悬空之下 那鬼东西却已然不见了 而他的掌心处 则多了一个乒乓球一般大小的青铜圆罐 青铜圆罐的上面 刻着九条没有眼睛的龙 技法古朴 铜色发绿 东西 是好东西 而秦伯将这好东西递到我跟前来 示意我收下此物 第668集 我瞧见刚才大展神威的秦伯 此刻是双目赤红 口鼻处皆有鲜血渗降出来 仿佛整个人都尾顿了几分 不由的是一阵震惊 出声问道 秦伯 你这是怎么回事 秦伯虽然面容有些惨淡 但是精神似乎还不错 咧嘴笑了笑 冲着我捉到 许久没见过大肠面了 这老胳膊捞腿 不逼你们年轻人 一拼起命来 身体的各个器官就有些不听话 不过你放心 我死不了 家里还有许多事 都指望着我回去处理呢 这个酒龙罐呢 是封印了那大眼睛的容器 我这些日子以来 蒙你屡次三番打酒 又不想欠你人情 就借话献佛 让给你吧 我连忙着白手说道 吃不得 吃不得 这玩意儿 是你好费心血疯出的东西 拿给我又算怎么回事 秦伯却也不理会我的推辞 一把塞进我的手中 毫不客气地说道 你也别忙着推脱 实话告诉你 那封印状态的大眼睛 其实离自暴 也只剩下一谈之瞬间的事情 所以一旦解开了封印 完全就是一颗炸弹 我们是上天垂青 所以才没有粉身碎骨 而这玩意儿啊 拿在我手里发烫 还是留给你来头疼吧 他这般说着话 却是在不断地吸气呢 显然呢 也是被刚才的惊险 给吓到了 感受到死亡擦肩而过的那份后怕 我收了这九龙青铜罐 掂量了一下 并不算重 冰冰凉凉的 还有点温润如玉的感觉 不过别看这玩意儿不大 但是如果真正解开封印出来 只怕那产生的威力 能够让无数人都为之恐惧 秦伯递给我 一般是为了还人情 一般也是不想处理这棘手的东西 他既然这般说了 我也并不推辞 不管有没有用 毕竟这事儿啊 是我惹的 而且我与这玩意儿倒也有些渊源 有时间研究一下 也是好事 于是便收了起来 小心翼翼的将它收到八宝囊中 又想起刚才的事情 两人都不觉得有些后怕 原本计划还算是周想 却没想到半途之中 居然杀出了一个美孚雅来 那小姑娘倒也是鬼迷心窍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即便是他让虚空巨岩给逃脱去了 那鬼东西未必会念及他的恩情 甚至都不一定能够让他活下来 想起我们这一路来 对他着实不保 此刻如此背后捅我们一刀 真的算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了 下来也是在那寺庙之中 当作几位僧人发泄的渠道 人可都有些扭曲呢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小姑娘到底哪儿去了 我与秦伯刚才将所有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虚空的巨眼身上 也并没有留意着小俘虏的去向 此刻四处一瞧 却不见人影 不由得觉得奇怪 我们身处的这座小岛啊 虽然并不是一眼望尽 却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藏 就在我们疑惑的时候 却听到小白狐一声惊呼 他在那儿 我顺着小白狐的手指的地方望 却见那被我们限制了 修为的美福亚 居然已经游到百米开外的湖水中 而当我们瞧过去的时候 他居然也扭转过头来 我与他对视 整个人都呆住 在那水中奋力机油的小姑娘美福亚 回过头来的一瞬间 那眼瞅之中 一会儿黑 一会儿白 竟然闪烁着一种 诡异而熟悉的气息来 我双足发凉 身在僵直在的原地 在与那小姑娘对视的一瞬间 我几乎能够肯定 那虚空巨眼 却并没有被封印 或者说 他的那缕意志 并没有被封印在我怀里的 九龙青铜罐 他居然已经附身到那小姑娘 美福亚的身体里去 这实在是太让人意想不到了 没想到 他在临门一脚的一刹那 居然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来 而先前做出那拼命的架势 只不过 是让我们不能注意力 集中在他身上而已 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这家伙一花积木的手段 玩得纯属无比 将我们这些人都给骗了去 想到这里 我顿时就坐不住了 一个剑步就要冲向湖水里 结果那小姑娘脸上 居然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 仿佛在挑剑我一般 头往湖面下一扎 人影便全无了 就在我犹豫着是否要下水的时候 秦伯的手 秦伯的手 还在我的肩膀 我回过头来 瞧瞧他摇头笑 算了 穷口没追 我以为他没有瞧出这里面的猫腻 下雨就跟他解释 可是那家伙的意志 已经转移到美弗亚的身上去了 秦伯依旧的摇头 叹了一口气 我知道啊 不过是一驴衣食而已 他的本源 也就是所谓的神格 已经被封印在九龙青龙罐中了 此刻的他 不但不能对巴干达乌教的教徒 形成号召力 也不能对你进行追踪 对他来说 最明智的选择 应该是将这个秘密藏在心底 免得怀必有罪 被人给惦记 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就没有必要赶尽杀绝 免得被反咬上一口 至于他 十年八年后 或许会成为祸害 但是此时此刻 对我们倒是力大于弊的 听到了秦伯的分析 我刚才懊恼的心情 也总算是缓过一口气来 想着他到底还是人老成精 谋算事情的思路 比我强上不少 便也不再计较 的确如秦伯所说 那个被虚空巨岩 意识控制的美伏雅 根本就行不成气候 以至于以后的事 就不在我的思考范围内了 虽说那虚空巨岩 被我们用计给拿下了 但这并不代表 我们就可以高整无忧 除了虚空巨岩 我们还有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 那就是康克游 与这个刚出生的残缺生物不同 康克游 盘踞吴歌几十年的恐怖巨销 不谈他麾下的巴赶达乌教势力 不谈林林总总的附加条件 光论康克游这个人 就绝对是一个让我们所有人都头疼的家伙 银血寒光剑上 有九颗万魂珠 这玩意儿 是从康克游那美艳的女弟子手中夺来的 到底有多厉害 我也是见识过的 然而这玩意儿 在康克游的手上 也不知道还有多少 而且康克游手上 还有巴干达乌神的其他残区 他甚至 从国内的某一处地方 将巴干达乌神的头颅都给找回来了 一直被我师父所推崇的正国级高手王洪奇 当年也没能够拿下此人 这样的家伙 要远远比一个界险之极的美伏雅 来得让人头疼多呢 我被秦伯给劝住了 没有在跃下湖水中 去追击那不知去向的美伏雅 而是回过头来 检查自己人那边的情况 此次伏击虚空聚眼一役 虽说中途经历许多曲折 最后呢 又让那家伙假尽拼命 而转移走的一里意识 留下了一点变数 不过总体上来说 其实算是比较圆满的了 我的这个计划 也总算没有搞砸了 不过为了将这件计划完成 并非是没有牺牲 首先是不渝 他为了救我 不让我被那雷柱灌入水中的电力 轰成一节胶态 硬生生地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替我受了过 尽管服用过广灵金丹 但是此刻他的状态 依然十分差 只能勉强维持性命 想要回复 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没有了不渝这水性高手的支持 我们在这茫茫大湖之中 就显得有点格外的孤立无缘了 其次呢 是秦伯 龙虎大封印真经术 乃是龙虎山的不传之命 尽管我不知道 他是如何学的 但是为了将那虚空巨岩给封印住 他也是耗费心神 特别是在最后的关头 他可是拼了老命 瞧见他此刻的状态 我就估计他也好不了多少了 不过除了不渝和秦伯 其余人的状态都还算不错 我尽管一路惊险 也受了些小伤 不过本身的恢复能力也是超强 倒也不会太过于拖后腿 盘点的时候 伊韵公子满脸愧色地向大家道了歉 那美伏雅和智范和尚都是由他来看管的 先前虽然做了处理 但是没想到美伏雅居然藏了一手 趁着他过来接应不渝 闹出这么多的乱子 我摆了摆手 让他不要介意 在我看来 这事虽然有他考虑不周的地方 但是在我看来也是不可预测的事情 太过于计较了 反而是伤了感情 特别是在如今这种情况之下 团结才是能保证我们逃出升天的唯一出路 虚空巨眼被封印 我们也不敢在此久留 一来补丧那一行人并非吃素的 他们若是召集人过来 在这茫茫的洞里萨湖上 我们却占不得半点便宜 除此之外 刚才那虚空巨眼弄出来的动静实在是太大了 估计整个洞里萨湖流域都给惊动了 在这茫茫的几百里湖畔 未必不会有厉害的修行者 要是万一有个什么冲突 也实在不能算什么好事 在此之前 我们也是找好了退路 一艘瑜伽船 虽然并不如那快艇的速度 但是倒也不会差上太多 勉强能够将我们送到岸边去 至于到了岸边 到底如何跟追兵们斗智斗勇 这就是后面的事 众人松松上了船 一运工资把舵 而小白虎则扶着布鱼 我扶着青 至于那置范和尚 则被倒提着 一路拖到船里 布鱼受了重伤 需要平躺的休息 而渔船呢 又不是很大 大家就各自挤在船头传尾 此刻 我们倒也没有太多的讲究 尽管有马达 但是我和小白虎还是各支船桨 舞动如飞 朝着另外一个方向的岸边 滑去 我们离开不多时 小白虎便指着远处的黑暗 对我说道 可可 他们来了 我眯几眼 朝着小岛那边望过去 不过尽管我夜能失误 但是毕竟距离太远 看得并不是很清楚 唯有听到很远的地方 有马达的声音 隐隐传过来 心中不由一动 对待船尾掌舵的 一运公子说道 那马达关了 我们划水就好 一运公子也听到远处隐隐传来的马达声音 知道这玩意儿会暴露我们的行踪 当下一言关闭了发动机 鱼船上的船桨只有两只 本来是备用的 这对于满满一船的人来讲 实在有些勉励 不过好在我们都是修行者 别的没有 这力气倒是由老大一把的 我小白虎 再加上音韵公子三人轮流划船 倒也并不很累 如此滑了一阵子 一开始还感觉远远的有人跟着 到了后来呢 四下都化作了一片明镜 在这静谧的黑夜里 我们在一处人烟稀少的林子里登陆了 小白虎与步鱼的感情最好 由他背着步鱼下船 而我呢 则拎着智范和尚 想要去扶秦伯 却被他给推开了 经过水上的一段休息 秦伯勉强恢复一些气色 平静地说道 不要管我 我调养两三天 差不多就好了 就这样 大家上了岸 而音韵公子呢 则将船又滑到深水区去 使出了手段 将船给凿沉 毁尸灭迹之后游到岸边来 这一夜呀 众人都是疲惫不已 不适合再继续奔逃呢 先前秦伯探路的时候 小的附近有一个渔村 人口复杂 车水马龙 算是一处比较繁忙的码头 我们便趁着月色赶往那边 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复杂的地方藏身 并不是没有缘由的 要晓得 那虽说是人多眼杂 但是人与人之间 毕竟没有一般小渔村的那般知根知底 真若发生什么事 全村都知道的那种 我们这是偷偷摸摸的潜入 只要不被人发现 倒也能够平稳的度过几天 无论是秦伯 诱惑的不渝 他们此刻最需要的 就是休息 所以即便危险 我们也只能这样做 到了一处渔村马头 到处都是低矮杂乱的建筑和房 我让小白虎打头阵 去村子里逛一圈 摸出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来 那小妞领命而去 十多分钟后就回返了 告诉我 在村子的西头处 有一家米铺子 院子后面有好几个库房 有满的 有空的 看样子 应该可以藏几天无房室 听到这个消息 我们便不再犹豫 趁着黑夜摸进村里 小心翼翼地行走 很快 就来到了米仓前 米仓的大门 尖锁了 不过呢 却也难不倒我们 众人依次溜入 在仓库的角落里 各自找到一处 适合落脚的地方 当下是放下防备 躺在那结实的米袋上 我尝尝地输了一口气 啊 真的喵得累啊 深夜潜入米店 我提出 我与小白胡 一运公子 轮流直守夜班 然而一运公子呢 却以自己养精蓄锐已久 而基本上没出过什么力为由 执意要自己一个人 负担起这把责任来 我也并不与他多做争辩 加上身体上多多少少也吃了些伤 安顿好众人后 到头就睡 如此昏昏沉沉 睡了许久 我听到外面有动静声传来 立刻就睁开眼睛 摸了摸酸涩的眼窝子 瞧见一运公子不在身旁 下意识地寻气而起 却瞧见 他居然在那米仓的梁上 伸出头 朝着外面望 这处渔村码头 是由村民们 自发构建出来的 密仓的仓库 算是比较大的一处建筑 视野也比较开阔 能够瞧见许多的地方 当下也是低声 朝着头上喊 什么情况啊 一运公子低下头来 徐生说道 不太清楚 是村子口那边 我动静传过来 好像来了很多人 我看了一下 外面的天色 朦朦胧胧 正好是天快亮的声 我知道自己 也没有睡太久 便有些发愁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仓库外面的小院子里 也传来了脚步声 一运公子扭头看过去 朝我用口型确定道 米铺的伙计 我翻身起来 瞧见除了制范盒上 长期昏迷之外 其余的人都已经醒了过来 在黑暗中望着我 便低声对大家说道 各位 找地方藏好 估计是米铺的伙计来盘仓 应该只是扫一样而已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众人听到了 都将自己藏在角落的缝隙里 尽量不要露出身子来 这米铺呢 总共建的有三处米仓 并列而立 我们这里算是塞得最挤的 一般清仓盘点的话 重点都是旁边两处 临时要用的半仓库房 而这里 作为满仓的米袋子 基本上是一把铁浆军 紧紧的锁上 每天偶尔看一眼 也就是 果然 门口处传来一阵开锁的吸碎声 紧接着 走进一个光着膀子的黑瘦青年来 他身后 还有一个拿着本子的姑娘 两人 大概的对了一会儿之后 便也没有多出闲心 挤到我们藏身的 鸡脚嘎啦凤里盘扎起来 不过 让人尴尬的是 这一对 仿佛是露水情侣 这大清早的 伙计旺得很 稍微盘点一会儿之后 两人居然就在 装米的袋子上 亲亲握握起来了 第669集 一开始啊 还只限于唇舌和毛手毛脚的交流 揪揪的亲着小嘴 而到了后来呢 那男的居然准备提枪上马 征战杀法起来 着实让人尴尬的很 这隔场有耳 无奈的 听着芭蕉拍打 本来是一件妙事 只不过这么多人来 那就有些不对劲了 我下意识的 朝着小白虎藏身那儿瞧去 瞧见小妮子满脸粉红 媚眼如丝的也朝着我望过来 脸上则是四笑非笑的 眼神流光一彩 勾人魂魄 搞得我都不敢与他对视了 慌忙地低下头去 好在这个时候 村口闹出动静的那帮人 已经进了村子里 弄了个鸡飞狗跳的 两人听到的动静 也不敢真刀真枪 稍微解了一下饥渴 也就匆匆地离去了 当听到那铁将军 啪哒一声响 我感觉众人都不约而同地 呼出一口气来 而就在大家庆幸没有被这 污言汇语给污染的时候 藏身在房梁之上的 伊韵公子却出声提醒我们 大家小心 巴干达乌教的人来了 这句话 让刚刚活跃一点的气氛 瞬间又变得僵硬起来 不过相比之下呀 我倒也还算轻松 巴干达乌教的人 肯定会在整个洞里萨国地区 进行大规模的盘查活动 这个也是预想之中的事情 而我们这里呢 离昨日事发地点并不算远 对方这么久才搜到这里来 其实已经算是很慢的反应 不过考虑到 这里离巴干达乌教的大本营 还比较远 从人手到资源的调配能力上 都不能跟西南部比拟了 而且呢 还要防范着其他 别有用心的势力 从中作梗 便也能够理解了 按照我们之前的计划呀 就算是到了巴干达乌教大搜 而且也打算避开这一次搜捕 在此处 休整上几天 所以也并不慌张 若是等到搜捕的人员来临 我安安静静的 在原地等待着 顿时环 随时准备开启 将我们的气息给掩盖住 听到蹲在房梁上的医院公子 给我们讲述那伙人的踪迹 前来此处的巴干达乌教 人员众多 超过四十多位的黑袍僧人 为首的 居然是那位毒蛇巴勒 除了巴勒以外 还有一个壮如铁塔的黑胖子 两人露了面 很快离开了医院公子的事业 而另外则有人出面 叫出这个村子里最有头面的人物 在地头蛇的带领下 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 瞧见他们这仔细地查 便晓得这来人极为不好对付 显然是有着足够的经验 不过想想也是 早在二十多年前 这帮人也曾经跟现在一样 毫无理由地 将自己两三百万同胞 给抓起来屠杀致死 真正的细说起来 不过都是昨日重现而已 作为鹰犬 这帮人倒并不陌生 我调整着呼吸 平静地等待着 医院公子则在仔细观察 并没有瞧见不丧的身影 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过来 不过想来没有了虚空巨眼 作为依仗 他倒也不成为祸害了 就在我们等待了没有多久 医院公子突然发出了警告 小心 毒蛇巴勒 还有那个黑胖子 还有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子 正朝着这边走呢 听到这个话 我们都下意识地朝着里面说了说 而很快 医院公子也从梁上 翻身落眼 一瞧 我自己带来到我的身旁 在高手的感应当中 即便对方不一定能够看得上梁上的他 但是却能通过气场给感应出来 此刻唯一安全的地点 就在于我身上 有个叫做顿势环的东西 这玩意儿啊 能够屏蔽一切的气息 将众人的气场 完美地融入现场之中 不至于让那种 对于周遭气场极为敏感的高手 感觉到 有人在旁边存在着 就在医院公子 挤到我身边半分钟之后 米铺的小院子里 传来一阵的吵闹声 紧接着我听到一声响亮的耳光 啪 这是搜不得在发威呢 而这一巴掌过后 刚才那小子立刻就蔫了 旁边几个仓库 轮流传来枝丫的门响 对方在搜查旁边的仓库 众人不太了解顿势环的特性 难免有些紧张 不过我却是摆了摆手 示意他们尽管安心 事实上啊 我们选择的这个米仓 是个不错的藏身之地 却也容易被搜捕者所怀疑 所以那毒蛇 一进着渔村码头 便立刻朝着这边过来 倒也不是没有道理 基本上啊 大家的眼光都是一样的 旁边那栋米仓 很快搜捕完了 我们这边满仓库房的房门 门口的铁将军也被打开了 那门 吱压一声 有人走进来 我们藏身的这个地方 对于那寻仓的伙计来说 倒也算是安全 不过在那一伙搜捕高手面前 却并不太牢靠保险 所以 早在门口有动静的那一刻 我就拍了拍小白虎的肩膀 扬长臂短 此刻若是想要蒙混过去 我们也只有依靠 这小妮子的本命换术了 米仓 堆堆叠叠 占地其实并不算大 这来人进来之后 开始在狭窄的缝隙里寻找一番 因为我们藏在角落的关系 并没有发现什么 而就在几人要离开的时候 却有一个身影 提身一跃 跃到米仓的房梁上去 乔内人蹲下身来 似乎摸到了什么 我的心啊 在那一刻居然提了起来 我害怕的是他发现房梁趟 满是灰尘 刚才伊韵公子所留下来的脚印 不过当我瞧向伊韵公子的时候 他却轻缓地摇摇头 我不知道他是用什么办法 隐去痕迹的 不过却也晓得 他这是让我不用担心 他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 没有留下痕迹 因为角度的关系 我只能看见 梁上那人半边的身子 而且呢 也仅仅只是瞥了一眼 不敢有太多的关注 高手 对于目光的凝视 还是相当敏感的 我不知道子人的身份 不过既然能够跟毒蛇巴勒在一起 显然就不是什么寻常的人物 还是小心一些的好啊 那家伙 似乎并没有什么发现 就在我以为他要离开的时候 这个时候 左前方不远处 却是传来毒蛇巴勒的声音 紫团啊 你有什么发现吗 他说的居然是中国话 这可着实让我有些惊讶了 难道那高高上壮的黑胖子 又或者戴眼镜的年轻人 其中一个是中国人吗 就在我满腹疑问的时候 却听到那良上人平静的回答 补丧与神使之间 有一定联系 所以他讲述 关于对方的情况 应该与事实不会差许多 既然他们 在世神医中 有几人身受重伤 就一定会找个地方蹲起来 舔尸伤口 然后再一次行凶伤人 其他的人我不了解 这个陈志诚 与我可是有不共戴天的血仇 他胆大妄为 还有冷血试杀 是你们所不能想象的 若是拿一个人来对比 我觉得也只有康王 能够与他相提并论了 听到那家伙侃侃而谈 我整个人的感觉都不好了 卧槽啊 这个狗东姐怎么会在这里 我实在是没有想到 在远离国境万里之外 竟然会与这个家伙相遇 我这辈子呀 很少在人的身上吃过什么亏 但面前的这一位 却绝对让我记忆犹新 因为这个人就是陆一 外号叫做小药匣子 一开始的小药匣子 并没有太让我有多大的印象 他不过是杀了几个日本人的 东北小胡子 当初清河一川来华 以及他身后的罗曼屯 倒也表现出了应该有的血性 即便不是敌人的对手 却也做足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然后呢 后面的情况 陡然逆转 原本大兴安岭边陲之地的罗曼屯 当年居然也是邪灵教的一处分支 而小药匣子 却也受到秋水先生的指控 潜入了我的身边 最关键的一点在于 我费尽心血 拼死拼活 远赴灵界 从那真龙遗失处 取代的两件东西 天龙真火珠 居然被这狗日的 给用计偷走了 他甚至还当着我的面 将我拼死救出来的 无辜战士给杀死了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倘若是那黑华夫人 我或许也就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这个家伙 算个鸟玩意儿啊 尽管事后 我踏破罗曼屯 将一众投敌叛变的修行者 给击杀了无数 但是却也削减不了我心中的 耻辱与恨意 而当我差不多 想不起这家伙来的时候 他竟然又出现在我的视线里 而且还是以追杀我的身份 如此的讽刺 在那一瞬之间 我甚至都忍不住 抽出饮血寒光剑 将整个乳秀未干的小子 给捅成无数窟窿 然而 就在我的手掌 摸到胸口的时候 却有一只温润的小手 握住了 我回头一看 却是小白虎 他不动声色地摇了摇头 用下巴点了点旁边的不语 小白虎的提醒 让我一下子冷静下来 我固然并不畏惧 外面这一大帮子追兵 但是 我若是想要完成当初的承诺 带着两人如同亲人的战友 返回国内的话 那就必须要克制自己的杀性 小药匣子 之所以出现在这里 必然是国内的小佛爷 又或者邪灵教 听到了一些风声 过来 作为帮手的 现在 应该以大局为重 我收回了手 而那小药匣子 却还在谈论着 现在的局势 你对我 特别是跪教 越来越不利 我听说因为这一次海啸的事情 东南亚诸国震怒 特别是泰国的康罗叶家寺的东部禅师 明确提出这是一场人祸之后 各个政府已经组成了调查小组 除了相关的警察和安全人员之外 还加入了许多文明南洋的白乌僧 修行强者 虽然此刻他们的注意力还在泰国和安南 但是一旦我们的行动 引起他们的注意 独舍巴勒 听到这小药匣子威严耸听 有些不满地说道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 别的地方我不知道 在我们吴哥 康王才是底下世界的老大 小药匣子却不由得一阵冷笑头 的确 康王的名声和手段 确实是厉害的 没人可以否认 不过我也要提醒你一点 莫药小区天下英雄 就拿我们追的这人来说 那家伙 不过是中国茅山的大弟子而已 却已将诸位寄予厚望 用来重建巴赶达乌角辉煌的神石给干掉了 我不得不多嘴说一句 在中国茅山 最为恐怖的是他们的刑堂 要不是那几个老头 因为这一次海啸 在泰国迷了路 哪里还会如此好过 我绝不是在打击各位 只是在提醒你们 越快将那人找到 能越早杀了他 才能救出康公子 投靠了小佛爷的小药匣子 别的本事没长 这嘴皮子功夫 倒是利落了太多太多 听的旁人也是一愣一愣的 下意识地问起 那火急道 那现在如何 小药匣子沉吟了一下 沉声说道 他们走不远 必然就在这一片湖区附近的村落里藏着 我听说 那陈志诚有一件法器 能够藏匿身形 所以这搜查 一定要仔细 不要放过任何一条线索 比如这里 说不定 那些个米袋下面 就藏着几个虎视眈眈的家伙呢 他说完了 那毒蛇巴勒 对着旁边的黑胖子说道 鲁布 你力气大 将这些米袋搬开来 鲁布 食人魔鲁布 我心中也是不由得一阵害然呢 没想到 这个看似铁塔一般的黑胖子 居然就是以哈努曼夜猴 以及毒蛇齐名的 康克游三大战将之一 这样的一个家伙出现了 若是将我们给找出来 那事情可就真的有些难办 毕竟 我只是一个人 不可能护得了所有人的周全 对于毒蛇巴勒的指挥 那食人魔鲁布 似乎以习以为常 猛横一声之后 双手抱着硕大的米袋 朝着门口的空地 猛的一掷 重重地砸在那边的小院子里 米铺的主人 瞧着这粗鲁汉子 以及散落一地的米袋 自然是心疼无比的 不过却也没有什么办法 只是有苦难言 脸扭成了一颗苦瓜的样子 而随着鲁布的动作 仓库里面的米袋 正在飞速地减少着 渐渐地露出全貌 恐怕只要再过了几分钟 我们就要暴露在 对方的视线中 这个时候 即便有小白活的幻象掩护 却也绝对瞒不过这帮 精明的跟鬼一般的家伙 究竟怎么办呢 就在我心急如焚的时候 突然之间 远处的小街上 传来一阵杂乱的呼喊 而听到这个动静 三人的反应都格外的快 疏然之间 人便已经冲出了米仓 朝着发生事情的地方奔过来 我深深地吐出一口浊气 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 但是又有些奇怪起来 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会让这些人都离开了呢 一直闭目不言的秦伯 这个时候睁开眼睛来 盯着旁边的医院公子说道 那分身 可是当年你爹给你的成人礼 此刻若是被逮住了 恐怕保留不得 你也舍得 听到秦伯的话语 我方才晓得 原来那动静 并非是天弱 而是医院公子的声东击西之术 医院公子哭笑着摇头说道 身外之物 去了再找便是 这命没了 什么都是空的 他说的很是豁达 不过眼神之中 却难免流露出一丝的伤感和落寞 我不知道秦伯口中所说的分身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不过呢 却也想得医院公子 为了大家的安全 做出了重要的牺牲 不由得心中感激 拉着他的手 认真地说道 客套的话 不多说了 兄弟们都记在心里了 医院公子平静地说道 小事 我们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若是不能风雨同舟 只怕是活不会国内的 我不只是在救大家 同样也是在自救啊 太多的话语 此刻也不是说话的时候 却见那医院公子 闭目而坐 宛如当年的徐旦定 操弄鬼影一般 入定颇神 远处的街道 传来一阵杂乱的吵闹声 渐行渐远 而在十数分钟过后 一只避紧双目的医院公子 突然一口鲜血喷出来 脸色变得苍白无比 眼看着 就要跌倒在地 被早就有所准备的 秦伯一把扶住了 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 说道 你这个孩子呀 什么都好 就是太要强 要强 作为钱国府第一高手 尚正童的儿子 医院公子 有着自己坚持的那一份骄傲 这一路走来 他表现得十分平淡 而乔建猪人 屡屡冒险拼命 心中也是焦急不已 此刻 虽然手段伤了人 却反而露出了 释然的表情 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他睁开眼睛 对着我们说道 我已经 极力将他们引出村外 想逃入湖中了 至于能不能成 就只能听天由命 第六百七十集 我接替医院公子的职责 单身之谈 瞧见巴干达乌教的人 便宛如蝗虫过境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却也陆陆续续地离开去了 尽管心中还是感觉到不妙 不过脸色却也算是舒展开来 安慰下面的人说道 大家别担心 人好像已经走了 听到这个话 大家都是一阵的欢心鼓舞 巴干达乌教的人离开不久 那米铺 火鸡 也骂骂咧咧地 将散落一院子的米袋 给搬了进来 那十人母鲁布扔得轻松惬意 而他和另外几个伙计 却是疲惫不堪 但是为了防止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大雨 垫子里的所有人都被叫了过来 将这米袋给纷纷堆叠回来 好在呀 他们只是堆叠在外面的 里面的倒也只是看了两眼 便不再管了 如此 一直忙碌到早上十一点多钟 方才算结束 先前与伙计在米库里亲热的那个小姑娘 弄了火石 招呼这几个伙计 以及过来帮忙的邻居吃饭 闻着那富裕的饭香 许久没有正经吃过热食的我们 都不由得肚子咕咕地叫 忍不住吞口水 而就在我们羡慕无比的时候 我突然感觉到一股古怪的气味 从远处的村口飘散而来 眉头一皱 想起出国前与阿姨子洛请教的事情 顿时就惊骇地提醒大家 小心 好像有人在上风口处下降头 不要直接呼吸 我从八宝囊中掏出了预备的特殊湿巾 给每人递了一块 昏迷之中的炙饭盒上也被裹住了口鼻 我们手忙脚乱地捂住口鼻 而院子里正在欢快吃饭的伙计们 却是陆陆续续地横七竖八地翻到在地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阴寒的声音 从空中缓缓地飘过来 嘿嘿嘿 藏在暗处的老鼠 你真的以为我们捉不到你吗 老鼠 我的眼睛在一瞬间就眯了起来 本以为过了上午 对方就已经离开此地 朝着别的地方搜查而去了 却没想到对方竟然如此的嗜血凶残 居然又折回头来 不但如此 而且还直接在村口处下了降头 让那有毒物的浓烟 充斥了整个渔村码头 就是试图将我们给逼出来 这个渔村 可是洞里萨湖附近少数几个 比较热闹的人群聚集地 少说也有三五百人 这么多的人 他们居然还敢这般的恣意妄为 当真是肆无忌惮到了极点 我心中一阵的声寒 知道那声音虽然是从天空之上传来的 不过本人却应该还是在村口 而至于此人呢 尽管枪道变得格外古怪 但是我还是能够听得出 应该就是补丧了 补丧 康克游的大弟子 阁谷岛的守朝人 与此同时 他还是一个刚刚失去了靠山的失忆者 他的大靠山 也就是恐怖的虚空巨眼 此刻 却是被我封印在怀中的九龙青铜罐中 至于那旅逃脱出去的意志 别说是我 就是七剑中的任何一位 都能够将他直接给弄死 正所谓 站得越高 跌得越惨 正是这样一个心境 使得补丧形势 越发的疯狂起来 我让众人 在米仓之中折服 稍安勿躁 而我呢 则宛若鬼魅一般 走到外面的小院中来 我低下头 瞧见小院里 一地昏倒在地的人 他们脸色铁青 口吐白沫 呼吸则四右四五 仿佛处于休克 或者死亡一般的状态 而在他们身下 居然有淡黄色的铁液渗透出来 里面阴气十足 让人不寒而栗 我毫不犹豫地 贴着墙 缓步走到门口 探头朝外面的街道 以及尽头的码头瞧过去 却见 原本还算比较繁忙的街道 此刻已然横七竖八 到处都躺倒着 与米铺火鸡一般的平民 随着那气息的飘荡 繁华的渔村 在几分钟之后 却是化作一片的鬼鱼 真是好歹毒的手段 我单手捂住口鼻 脸色是一会儿青 一会儿白 心中震撼无比 我倒不是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死人 实际上啊 我出道几十年来 更加惨烈的情况 也不是没有见过 只是心中 难免有些不能理解 对于那帮巴干达乌教徒来说 这些无辜的渔民 和马头利夫 可都是他们自己国家的同胞 为了一个莫须有存在的敌人 他们竟然会宁可错杀一千 不可放过一个 这实在是恶心啊 修行者 若是不能守护那些无辜的普通人 便是再出神入化的力量 那又有什么可以荣耀的地方呢 我满心震撼 而补桑却还在继续的说着 你断我前程 我毁你活路 别藏着了 真的以为一个底魔将 就能将我们给引走 你们真是太天真了 事实上 若不是那贵东西 我们还真的不能确定 你们就在这里 只可惜 你们自乱阵脚 都是给了我们许多布置的时间 出来吧 我可给你们一战的公平 不然的话 你们就在这个芝麻大的 无名小村子里 发愁生躯吧 听到他这一番话呀 我终于豁然开朗了 知晓 我先前一直心绪不宁的原因 问题居然是出在 医孕公子这里 我可以想象得到 听到这会儿的医孕公子 满心的懊悔 不过却也晓得 倘若不是医孕公子的出手 只怕彼此之间的冲突 极有可能就会提前几个小时了 而且 没有人能够想到 这帮人的心 居然会如此残忍 连自己的同胞 也是说杀就杀 他一点的犹豫都没有 怎么办 我看向了宛如 鬼魅的空气街道 又看向了空气中 若有若无飘散着的黄色烟尘 脸色越发严重起来 事实上 对方这降头毒物 对于早有准备的我们来说 算不得什么威胁 此刻 他未必能够 肯定我还藏在其中 之所以使出如此 这般残忍的手段 便是想要通过语言威胁 将我们给吓出来 现在 若是被他给激出来 说不定就郑重了下怀 还不如耐心地等待着 看看情况再说 想到这里 我便折身返回了米仓 将我的分析 给大家伙说了一遍 对于我的话语 众人都给予了肯定 不过之前 医孕公子的分身牺牲 使得对方瞧出一些端倪 必然也估计到 我们极有可能 藏身于这米仓里 所以 我们得转移到 另一个地方去 不过这个对于我们来讲 倒也不是什么难事 先前小白胡进村探查 有好几处地方备选 除了这米仓之外 还有一个地方比较不错 那就是渔村晒鲜鱼干的 晾晒场 储藏室 趁着敌人并没有进入其中 我们赶紧转移 顺着地矮的屋子 一路摸到村围 用竹子搭建起来的晾晒屋 一股咸鱼的味道 立刻灌入我们的鼻子里 我进入里面 将布鱼等人安顿好 也不敢离开 用顿时环 屏蔽住大家伙的气息 然后眯着眼睛 打亮起村口来 补桑在外面大放厥词 然而行动 却是十分的小心仔细的 他甚至都没有敢闯入村子里 若是不断的施加 略带黄色的毒物 对此有一定了解的 秦伯告诉我们 这个玩意儿啊 叫做万鬼将 意思是 将头一出 万鬼生成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应该叫做 生化毒气 更加妥当一些 我们缩拢在亮晒屋里 等待着敌人再一次的搜查 然而 受过那一次惊吓的家伙 似乎比先前更加的谨慎 隔了一段时间 说一点嚣张威胁的话语 却并没有人敢闯进来 他们并不敢一身犯险 这个应该是被吓怕了 除了不太敢跟我们正面交手以外 他应该还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利用着万鬼将的手段 将我们温水煮青帕 给憋死在里面 然而事实呢 终究还是不能如他所愿 要晓得 我们在来之前 也是做了充足的准备的 那辟邪服 能够屏蔽此物 更何况 秦伯和伊韵公子 也是此间的行家离手 几种手段叠加起来 倒也能够将这腐蚀的效果 给抵消了去 到了后来 我们甚至都用不上那特制的毛巾 遮掩口鼻了 时间在缓慢的拖延着 不知不觉已到了下午 太阳西尘 快要投入湖洞尽头处 被万鬼将浸染的村子 除了我们之外 此刻已然不见一个活人了 甚至连活物都捡不到 那码头上的木栈上的木桶里 活蹦乱跳的鱼饵 也张开了嘴巴 鼓起白眼 死得不能再死了 整座村子 宛如一片鬼域 身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着实有些让人不寒而栗 在夕阳 即将沉落湖畔之下的时候 一直安静不说话的秦伯 突然站起了身来 脸色严肃的对我说道 不对 有点问题 我眉头一扬 问怎么回事啊 秦伯指着外面 死去的那些无辜村民 摇头说道 你去看一看 那是什么东西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 却见那原本伏地而倒的家伙 身体在不断的摇晃着 就好像冰死的小鱼一般 开始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我的脸色也变了 这哪里是什么万鬼将 分明就是将活人化作死尸 又将死尸变成活死人 真不知道啊 那布桑为何会这般邪门的手段 就在我满心震撼的时候 那些横尸街头的村民居然都是摇摇晃晃地爬了起来 鼻子则在不断地耸动着 朝着四处嗅去 仿佛是在寻找生人的气息 我将特制的尸毛巾被绑在口鼻处 平静地抽出手中的剑 原来布桑之所以一直说着废话 拖到这个时候 却是打着如此的主意 想要借历史力 利用那些无辜的村民的尸体和灵魂 来将我们给抓获 顿时环 能够屏蔽掉我们的气息和修为 却笼罩不住活人的气息 这些变成活死人的无辜村民 脸色一阵僵直 左顾右盼之间 居然真的就将目标锁定到我们这边来了 在这死气凛然 宛如鬼鱼一般的地方 我们几个人凑在一起 所散发出来的声气 就如同那黑暗之中的明灯 根本是没有办法遮掩的 而就在一众诗化的无辜村民 陆陆续续地从村子里冒出来 朝着我们这边聚集的时候 在村口的方向 也陆续出现了几个身影 时至如今 再躲起来 实在是没什么必要了 我们既然算错了一步 就得咬牙硬顶 双方碰面了 隔着远远的长街 目光与目光在半空中碰撞 擦出了激烈的火花 要干 我瞧见了布桑 瞧见了毒蛇巴勒 瞧见了石人魔鲁布 也瞧见了几十个人 上百个隐隐绰绰的家伙 心中不由地多出了几分担忧 又似乎有着几分期待 那个被称为血手狂魔和康王的男人 是否也来了 围剿我们这一大帮子人的里面 已然是汇聚了当年横行无歌的精锐之众 能够与这般对手交战 倘若是能够再加上一个坑坑油的话 就算是死 想来也是无憾了吧 十八节呀 十八节 你这算是第几节 谁能帮我算一算呢 仿佛为了附和我这荒唐的想法 在一大帮精英汇聚的身后 又站出一个略显削瘦的身影来 他一出现 就像那早晨出奇的太阳 群星的光芒已经消散 世间唯有他一人 在早上五六点钟的凌晨里 天空的边际 还有星子寄流挂着 西书 但星光点点 然而当朝阳出现的那一刹那 整个天空便只有那颗 红彤彤的太阳 那个家伙呀 就如太阳一般耀眼的男子 他不没有多靠前 甚至 没有跟博桑他们凑在一块 而是将自己置身于那阴影处 远远地瞧着我 他之所以让我瞧见 是因为想让我知道他的存在 让我晓得 这连绵不绝 重重叠叠的聚望之下 还有这么一个幕后的掌控者在呢 他无时无刻地提醒着我 以及巴赶纳乌教的一切信徒 不管你们玩得怎么跳脱 都请记住 他 才是规则最根本的制定者 在这个地方 他就是天 他就是地 他的旨意 就是必须要服从的东西 一如神指 而这个人 就是康克友 血手狂魔的身影 闯入我的视线之中 给我的压力 不至于我师父 诱惑着汪洪习 天王佐世 这般疾病的高手 甚至 还有过之 而无不及 因为前面的那些人 他们从来不会将自己的气息 直接明显地碾压地砸向我 如此粗暴 如此直接 直接显示出了康克友 那如泰山一般青岛的气势 我在那一刻 窒息了 这是害怕 康克友出现的一瞬间 我便明白了一个道理 先前我等心中谋算的猪斑退路 在他面前都变得十分可笑 当下 在我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了 战死 或者光荣的战死 却并无一条活路 一想到这里 我心中便生出无尽的悲凉来 在我的身后 由我准备抓回国内 扬名立威的置范和尚 有虽然结识不久 但彼此都肯舍命的秦伯 与一运公子 还有如同亲人一般的小白虎和布鱼 我当初离开自己家的时候 曾经在心中对自己发过誓 一定要将布鱼和小白虎给活着带回国内去 然而 此时此刻 我却连自己能否活下来都产生出了一种怀疑 天要我亡 那便亡 为何还涉及到那么多我所在意的人呢 我一步一步地缓步走出来 那些个不断挥舞着双手 显得无比恐怖的活死人 似乎感受到我那一颗压抑不住的磅礴气势 下意识地纷纷后退着 走出屋子外面的晒场 我遥遥望去 平静地问道 不死不休 是不是这个意思 康克游却仅仅只是落了一小面 便又隐摸在黑暗里了 并不答话 回我话的是刚刚失去了最硬靠商的补丧 他冲着我厉声喝斗 你这个狗贼 卢卧师弟 沙漠同流 还将伟大的巴赶达神石给封印住了 你难道还想活着离开 我怂了怂肩 惨然一笑道 哼 既如此 我也不多说了 八剑 言语无意义 说多了 反倒成了娇滴滴的娘 求饶对于我来说 根本就不存在于我的字典之中 所以 我毫不犹豫地将剑拔了出来 平平地指向前方 就在我拔剑的那一刻 小白虎和稍微修整一些的步鱼 站到我的身后来 第671集 步鱼尽管被那虚空巨眼的电柱给弄得一身撂炮 不过 它终究是妖 而不是人 恢复能力十分的强大 而且呢 还有我那一颗广陵金丹这般的神丹妙药 尽管不能恢复全胜的状态 但多少 也是有一站这里的 尽管此战过后 已是死期 就在小白虎和步鱼站出来之后 秦伯和伊韵公子 也同样站到我身后去 没有再多的人了 置饭和尚 被藏在无数臭鲜鱼杆的最底部 而此时 需要面对这近两三百号的活死人 和几十上百的巴干达信徒精英强者 就只有我们了 五个人 两剑 迎战天下 我没有想到他们会如此果斗地站出来 与我并肩而战 在感动于这些日子以来的风雨同舟 相互扶持的情谊的同时 也晓得了各自的心态 大家都觉得 此时此刻没有退路 没有侥幸 唯有一站 方才是最终的解脱了 我特意看向了秦伯 这个经济过大半个世纪的老者 朝着我平静地笑了一笑 然后开口说道 当年 有一个让天下人都为之侧目的天才和强者 而我呢 曾经有一次与他并肩而战的机会 却因为某些原因不能成形 他最终运落了 不再存时间 此时我终身因以为憾 时至如今 我感觉到了 这一次 或许是老天 对我这六十年以来 不断地追悔和遗憾的一种补偿吧 他的话语里 充满了沧桑和无奈 却也有着年轻人所没有的慷慨激昂了 一蕴公子也笑了 我上青天 生于浙东上家 天赋超拙 自出生起 就是含着金钥匙的男子 也曾经为无数虚荣迷失 甚至还被人称作邪灵四大公子之一 然而时至今日方才觉得一点 那就是真英雄 靠的从来不是家事和传承 而是自己 陈兄 能与你并肩而战 就算是此 晴天今生来世 却也无憾了 无憾 交情泛泛 甚至在此之前 却也素未谋面 但是大家却能站在一起来 并肩而立 那就是一种缘分 天赐的缘分 目光扫过捕鱼和小白虎 两人都没有说话 彼此间清亮的眼神 唯有信任传递出来 我们曾经无数次的 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 无数次的共同面对生死 再多的语言在这此时此刻 都只能是苍白的 因为我们同呼吸 共命运 再也能分出彼此来 战战战 仿佛有一只大鼓 在我们各自的心头敲响起来 每一秒过去 都让人热血沸腾 难以自已 而这个时候呢 有人吹响了乌乌的鸣笛声 在巴干达乌教之中的 某一位下降者 却是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打头阵的 却还是刚刚那些 害死的无辜村民 这些人 子壮凄惨 口鼻不断往外冒着 粘稠的鲜血 和微黄的尸液 双手盲目地前伸着 胡乱地挥舞着 视同抓到些什么 喉咙里面 声带上未僵化 故而还能发出嘶哑的吼声 随着这些活死人 不断地从附近的 木屋草棚中汇聚而来 两三百多人围在一起 那个气势 倒也是害人至极 在降噪式的催吐下 这些活死人 不断地冲上前 眼看着 离我们只有直吃 在我身后的秦伯 陡然出手 依旧是他的飞刀绝技 因为之前 与虚空巨眼一战 秦伯有一把 竖法的飞刀 就此赢掉 此刻只剩下八把 不过即便如此 却也宛如暴雨梨花 疏然而亡 立刻插破了 最前面这一排 活死人的头颅 那飞刀 穿炉而过 里面蕴含巨大的力道 在一瞬之间绽放 准备 将里面支持的恶魄消散 然而却没想到 那些活死人的后背处 突然浮现出一头 苍白无力的鬼疗 就像是脱去了母体的胎儿 而当他们那一缕 如尾巴一般的触角 最终脱离的时候 这具活死人 顿时就化作了人肉炸弹 轰然一下 碎肉横飞 没有一块的骨头和好肉 这些碎肉内 蕴含着剧毒 所过之处草木生烟 即便是泥土 也被消融几寸 毒 秦伯这一势态 将我们脸色都弄得一阵黑呀 僵尸 活死人 这些逝去的生灵 尽贫恶破的凶利本质 这样的事 我们不知道遇到过多少次 别说是两三百 再多一倍 都不会感觉到有多头疼 但是如果都像这样 避又避不开 打又打不得 那可就真的有些头疼 脱离活死人那苍白的鬼影 在天空之上汇聚着 彼此融合 不断呼啸 将整个场面 给渲染的阴森恐怖 下方大量的活死人 却依旧奋不顾身地汹涌而来 我深吸了一口 腥臭的凉气 方才晓得这巴干达乌教 之所以能横行一事 并非没有道理 别的不说 这神秘的南洋乌术 以及操弄亡魂尸体的手段 就不知道比国内高出多少倍呀 不过这也难怪 毕竟对方的材料太多 狂人又不少 精湛也实属正常 怎么办 我的眉头皱了起来 倒不是说我怕了这些玩意儿 不过一旦厮杀起来 恶心不说 麻烦却也并不小 而就在此时 医孕公子却挤身上前 淡然说道 吴氏 我来 说完了这会儿 他从怀中掏出一支笔 这笔杆身为象牙 笔头的毛油光摔滑的 树枝朝下 并非一般的狼嚎鼠尾 而配着伏笔的 则是医孕公子捏破的一碗朱砂 笔头沾染了朱砂 医孕公子的身影 在一瞬间变成了鬼魅 影子分身也化作无数 而就在他发动的几秒钟之后 围绕着我们 那宛如苍蝇 嘶哑呼吓的声音 顿时就少了一小半 别人 或许瞧的是一头雾水 但是我却瞧了个真切 却见医孕公子 将这伏笔 在一众奔涌向上的 活死人额头上 点出了一个 云润的朱砂质 除此之外 还在那家伙的膝盖手丑处 各点了一颗 利透纸背 穿透了那些蓝里的衣物 定格在上 每一颗被点上朱砂的活死人 都停住脚步 僵直地回转过身子 抵挡同类 医孕公子呢 则是身法飘逸 宛如全神贯注的画家 而他的画布 则是不断涌动 活死人大军 此时此刻 他飘逸灵动到极点 那样子呀 帅得简直就让人合不拢腿 我有些诧异 他这个手段呢 不是别的 却是湘西感尸术 湘西感尸术 是一种通过朱砂 鸡鞋 糯米 以及朱般物品 封锁住恶魄 从而达到控制尸体的一种手段 这玩意儿 最早是湖广镇 四川的时候 那些刻死异乡的人 灵魂无所归处 为了尊重风俗 落叶归根 由湘西的乌楚一派 研究出来的控尸手法 而后发扬光大 成为了一个系统性的派别 因为多集中于湘西一带 故而被称之为 湘西感尸术 在我上年幼时 所遇到的地包天 就是湘西感尸家族的其中一员 不过此刻的医孕公子 与他比起来 那地包天 简直就是太过于弱小了 一支笔 一丸珠沙末 便将整个涌动的场面 给稳固下来了 经过医孕公子 控制住活死人 纷纷回转过身 将自己的同类挡在外面 不让他们有往里面挤的空间 活死人 在这一瞬间分作了两派 一边人 在那人为的催促下 奋力地往前冲 一边呢 则在医孕公子的控制下 化作了人墙 将双方僵持在这里 也给了我们一定喘息的空间 有着这个时间 我便仔细地打量起周遭的情况 瞧见这些活死人的身后 巴干达一众信徒 在毒蛇巴勒 食人魔鲁布 补丧 和从黑暗中冒出来的 小药匣子的带领下 朝着我们这边 缓慢地靠过来 而那个让人 绝对不敢忽视的男人 则一直隐藏在黑暗当中 并不露面 他不露面 不过 所在之处 给人的感觉却是 冉冉的血色 浓郁而不化 血手狂魔 果不其人 到了对方这种境界 其实是可以自由控制 自己的气息 并不会如此 这般刻意地张扬 然而 他之所以露出气来 却是给我们提醒 重要的原因 他是在告诉我 老子在这里 你就别想走 不知道 他是出于什么心思 那康克游并没有动身 展露出半点的手段来 但是 眼瞧见 用来消耗我们实力的 无数活死人 居然被一一地控制住了 不丧等人的面子上 却终究是挂不住 有人吹了一个呼哨 有十几人往前一站 却是群声呼吓 试图增强指挥活死人的控制力 指挥这些活死人的降头师 是一个又老又瘦 长得有几分像康克游的家伙 而在那家伙身边 那些人 既歌且舞 不断地挥舞着双手 那气氛 凝重而跳脱 空气也为之赢 我们发现 围在外面的活死人 越来越多 密密麻麻 层层叠叠 也不知又多出几百人来 活死人这玩意儿 就仿佛是变得无穷不尽 头顶上的天空 苍白色的灵魂 已经将月亮的光芒 都给遮盖着 而伊韵公子呢 则已经捏破了第三颗 满含朱砂的药丸 先前那宛如鬼魅 画出无数光影的影子 在此刻也变得迟缓了许多 人力有时劲呢 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我听到了 极为响亮的臭屁一般的爆响 紧接着 这声音就仿佛停不下来 连绵不觉地炸降开来 这当然不是爆竹 也不是响屁 而是那些活死人体内的气息 膨胀到一个临界值 将自己的肚皮给撑破了去 炸开这些活死人 几乎都是伊韵公子 用朱砂笔点住手脚和额头 控制在手里的那些 他们体内被那些黑巫师 不断地冲击怨气 而无法释放 在此刻呀 终于在窦然之间 意气爆发了 而这些活死人呢 离我们也是最近的 当第一个爆发开始 我们就已经明了了此间的形势 空旷的平地上 倘若是安然受之 只怕会被那带着剧毒的尸液 给腐蚀的不成模样 所以几乎不用招呼 大家一同退回屋子里 这儿呢 虽然有着满满的臭咸鱼 以及被埋下的炙饭和尚 但虎毒不食子啊 特别是此刻的情况 当主导权都集中在 康克游手下人的时候 将这家伙给寄出来 其实也算是一记妙招 我们若是父子 岂能让致饭和尚一人独活呢 同死 大家都得同死 致饭和尚 被从那重重的臭咸鱼杆里 给翻出来 不予一把揪住这个 被熏得吃翻白眼的家伙 忘了我一眼 我呢 毫不犹豫地 一把将其脖子给抓住 低声说道 现在我们 都是走钢丝绳 需要有明有暗 一会儿我出去 你们在这里等待着 听候秦伯的吩咐 若说是经验来 早在抗战时期 就天下名阳 几身国民将军的秦伯 自然是远胜于我等 众人听得我的吩咐 都没有什么意见 我就这一身恶臭的炙饭和尚 将其倒托着 又重新出了屋子 瞧见那些被医孕公子 控制住的活死人 几乎爆炸得差不多了 跟前的地方 为之一空 到处都是腾腾的烟雾 和腐臭的气息 而不远处积极的活死人 则又摩拳擦掌 准备拥挤而来 我清了清嗓子 朝着前方的敌人 大声喊道 康康游 你在叫人动手之前 先看一看 这最为宝贝的大儿子 这话说完了 我一脚戳在 置饭盒上的腿弯上 那家伙 面对着无数前来拯救自己的援军 轰然跪下来 尽管隔着无数的死人 瞧不见自家的父亲 但是康公子 想起自己这一路来的艰辛和委屈 顿时 就是一阵气不成声的悲气 这一声爹 将充斥空间的复杂咒法 一下子都停住 被十几个信徒 围着的那个大巫师 下意识地张开了嘴巴 却并没有合上 而是回过头去 朝着康克游的那个方向 看过去 他一停啊 那些活死人 便没有再表现出太多的攻击性来 整个场面也为之一致 唯有头顶上 那些苍白色的鬼魂 不断地盘旋着 发出不可闻的哀鸣 呜呜作响 让人浑身鸡皮疙瘩直冒 康克游 依旧没有露面 倒是不丧站了出来 知犯和尚 也就是康桑坎 可是在他的手上丢的 这件事 别人可以置身度外 不管不顾的 但是他 却万万不能 硬着头皮站出来的补丧 冲着我大声喊道 他不顾 就刷无赖 中国人就是这样的德行 此刻的我 已经拔出了引血寒光剑来 架在置犯和尚的脖子上 尽管没有催动气劲 但却也无比风寒 稍微一个顺手 便能将这大号的头颅给划了下来 那置犯和尚 则是吓得哆嗦直斗 不敢说话 而我呢 则是举重若轻 淡然自若地笑道 打不过 我自然是打不过 这世间 有几人能够以一人之力 争天下群雄 补桑听到我讽刺他们 以多欺少 眼睛便眯起来 平静地说道 你待怎样 我缓缓地伸出手 平平地指着前方 朝着那男人隐身的暗处指了去 陈生说道 在我来之前 有无数人曾经警告过我 说我需要面对的敌人 到底有多恐怖 他的手上 直接或者间接杀过的人 可是有几百万的 不过 我却还是想要试一试 布桑顿时感觉呼吸一致 瞪着眼睛对我说道 别打压咪 实话告诉你 你封印了神识 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我师父说了 即便你用大公子的性命威胁 都不会让你逃脱的 我昂首而笑 愣然说道 哈哈 我逃了一个星期 已经厌烦了 此时此刻 只求一战 康可有 别人都说你很牛逼 有本身你他妈的站出来 我保证不打死你 我好起大发 使得无数人都在跳脚 最为激动的 则是毒舌巴勒 那老婆子冲上前来 对我吼道 就凭你这小子 也想挑战康王 想过了我这一关 我是来者不拒 将剑尖前指 愣然说道 如此也好 你可敢与我公平决斗 我来自我 你会不拒绝 我来自我 让你死定了 我来自我 你会不开 他们来自我